苏彦卿不一样 缅川那边人龙混杂 各行各色的人都有 奇怪的事情也常常发生 当时他在恶煞旁边做事的时候 也见过不少事情 因此 他比冯定英本人还要担心 想当初那些被改命格的人 无一例外 都是惨死接头的 就像晚晚说的 要不了多久 冯定英就能和自己女儿团聚了 今天要是发生意外 苏彦卿不敢想 今天就让冯叔叔先跟着晚晚吧 哪里也不要去 虽然冯叔叔刚才的结束躲过了 但是紧接着 就有下一场结了 师父曾经说过 改他人命格 就是逆天之举 天道不容 所以只要冯叔叔躲过了今天 以后就不会有事了 晚晚说着 又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把黄服 冯定英觉得 晚晚那小口袋 就跟哆拉A梦的口袋一样 什么都有 冯叔叔 这些符纸你拿着 必要时候 能保命的 晚晚说着 直接把一大叠符纸 给了冯定英 要是被其他人 天师会的人给看见了 指不定眼睛都得掉地上 这一叠符纸少说 也是百来张 这要是卖的话 可以说是 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然而 晚晚跟不要钱似的 直接一把就给冯定英了 冯定英拿到符纸的时候 也猛逼了一下 晚晚 多少钱一张 晚晚眼珠子一转 嘿嘿一笑 随便给点吧 九块九一张 童走无期 晚晚其实觉得自己 已经是奸商了 毕竟以前跟师父一块的时候 才五块钱一张 不过很快 晚晚就自我安慰起来 毕竟大城市物价高 他涨价也是正常的 于是想着想着 晚晚也觉得九块九差不多了 冯定英不知道有多少钱 但却给了晚晚一万块钱 晚晚听到支付宝小姐姐 那温柔的声音的时候 瞬间治愈了今天的不开心 这时候 啸天犬也终于从人群中挤了进来 是晚晚 哇 是晚晚养的宠物猪 人群中 突然有人认出了晚晚 晚晚寻生看了过去 是一个学生妹子 她正指着啸天犬激动到 真的是拉不拉猪 说完更加兴奋了 这狗长得可太像猪了 啸天犬 啸天犬呲牙想要咬人 还好被晚晚给拦住了 晚晚捏着啸天犬的耳朵 劝解道 啸天犬 你想开点吗 之前几十万人 说我生气跳起来 能打他们膝盖呢 不管是网友 还是现实中的人 真的很过分 我很理解你的感受 啸天犬 你忍一忍 这辈子很快就过去了 周围的人不少 晚晚声音从来都不小 说悄悄话的时候 大嗓门一吼 所有人都听见了 啸天犬听着周围 传来的哄堂大笑 恨不得扣个三十一厅钻进去 小魔王不愧是小魔王 只要有他 他啸天犬不是在被嘲笑 就是在被嘲笑的路上 啸天犬深深地看了晚晚一眼 用鼻子哼了一声 明显是生气了 晚晚不明所以 他指着啸天犬 抬起头看自己三哥 他怎么了 苏彦青本来还沉重的心情 顿时被晚晚这 讨打的模样给逗笑了 紧接着 男人摸了摸他的脑袋 认真说 晚晚 别人说你腿短的时候 就忍忍吧 毕竟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 晚晚 小团子脑中如同被雷劈一般 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三哥 没想到 自己竟然有被嘲笑的一天 不仅如此 周围的大人都如出一辙 脸上全都带着笑意 晚晚全都捏着 生气地 冲到苏彦青的身边 想要打自己三哥解气 但是最后只能不开心地跺跺脚 哼 等爸爸出差回来 我就让他打你 苏彦青看着小团子 怒气冲冲的模样 粗厉的大手 放在晚晚的头上摸了摸 是吗 那看看爸回来了 揍你还是揍我吧 晚晚 小团子屁股一紧 原本还生气的小脸上 带着一丝谄媚的笑 嘿嘿 三哥 人家说笑的嘛 三哥你这么好 晚晚才舍不得 爸爸打你呢 小团子变脸的速度 可比川西一带变脸绝技快多了 那小表情 直接变化自如 原本捏紧的拳头 在他腿上轻轻地敲了敲 苏彦青把剩下的工作对接后 便带着晚晚回了警局 一同回去的 还有冯定英 本来一路上 冯定英对自己命格 被改的事情 一点不在意 直到他在警局门口下车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私家车突然失控 如同野兽一般 朝自己冲过来 如果是平时 这么远的距离 冯定英肯定能躲开 然而他只觉得自己脑中无比清晰 然而脚底像是被什么东西定住一样 冯定英后背涌起了冷汗 因为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脚踝 好像被无数双手给抓住了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他旁边传来一阵 软软糯糯中 带着一丝威严的声音 晚晚在一旁 用手在空中画符 口中念着咒语 当私家车 在距离冯定英半米不到的地方 终于停了下来 而黑色私家车上的司机 看见自己差点撞人 吓得腿软 几乎是爬着从驾驶室下来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没事吧 晚晚看了过去 司机身形微胖 面上是老实憨厚 只不过此时 身上带着一点淡淡的阴气 晚晚挥了挥手 一瞬间 那阴气烟消云散 苏彦青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 漆黑的眸子一沉 怎么回事 苏彦青坐在驾驶室 等他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好在晚晚速度比他快几分 这才就下了冯定英 苏彦青语气不好 甚至周身都散发着冰冷的气息 说的每一个字 都像是冰锥子一样 戳进了司机的胸口 司机解释说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才拐脚的时候 车子突然不受控制了 刹车失灵 方向盘也打不动了 苏彦青听完 看了看晚晚 晚晚也正好看向他 然后点了点头 男人最近犯小人 这千万分之一的概率 竟然被他遇上了 说白了 就是改掉命格的人 找来的替死鬼而已 冯定英也惊魂未定 终于明白过来 为什么晚晚费尽千辛万苦 要来酒吧找他了 此时一阵阵冷汗 从他后背冒出 冯定英摸了摸自己额头 竟然全是汗 没出事就算了 你自己开车注意安全 胖子听到冯定英的话 如释重负 只不过这车 他是不敢开了 胆紧打电话 叫人来把车抬走检查 冯定英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泡了一杯荷叶茶 压了压惊 世界上神奇的东西太多了 唯一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么神奇的事情 竟然会发生在他身上 然而 紧接着来的 却是无比的担心和害怕 冯定英面对 歹徒人贩子的时候 能够直面生死 他也数次经历过死亡的威胁 这三十年来 他从来没有 一天后悔和害怕 即便当初女儿 被人报复拐走后 他也同样 没有后悔 自己当警察的决心 然而 现在他怕了 苏婉婉告诉他 他和女儿很快就会相遇 然而就在人生无憾的时候 他的命格就被人改了 冯定英想到这里 心头一颤 拿着泡着茶叶的玻璃杯 不住地发抖 婉婉 书现在该怎么办 冯定英下意识地问一个 还差一个月 才满四岁的孩子 婉婉抬起了头 只要过了今天十二点就行了呀 我会保护冯叔叔的 说完 婉婉抬起头 看着自己三哥也在喝水 赶紧道 三哥 我渴了 苏婉亲嘴都还没碰着杯子 就被婉婉截糊了 然而 小团子只是喝了一口 小脸一变 不好喝 说完 咕咚一下就把茶给吞了下去 苏彦青 不好喝你还喝 婉婉 浪费可耻 苏彦青有些无奈 给婉婉接了一杯温水 小团子可能是真的渴了 咕咚两口 直接给喝完了 三哥 今天你们不能抓到坏人 其实婉婉已经算到了 那个人就是想要报复你们而已 苏彦青看到炸弹那一刻就明白了 他看向冯定英 冯菊 秦柳玉那里 审出什么了吗 冯定英点了点头 秦柳玉的确和恶煞有过交流 甚至在你回国后没多久 他们二人就有了关系 只不过秦柳玉并不知情 冯定英把审问出来的结果 一一告诉了苏彦青 秦柳玉说 恶煞叫温李润 我们虽然还没全部调查完 但是基本上可以肯定 三年前 温李润为了报复你 故意接近秦柳玉 秦柳玉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暴露了你的身份 导致你 冯定英不说话了 这边苏彦青都没说什么呢 婉婉就生气地捏着拳头 啪哒一下打在了办公桌上 办公桌倒是一点是没有 只不过冯菊的玻璃杯子 被婉婉给差点震了下去 冯菊 他的杯子啊 婉婉也就尴尬了那么一下下 但是紧接而来的 就是无比的怒气 老妖怪实在是太坏了 冯叔说 你可一定不能放过他 冯定英也表示 我们会认真调查的 如果秦柳玉真的犯罪 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姑息 嗯嗯 婉婉放心下来 突然想到了刘又青 于是便问了他最近的下落 苏彦青揉了揉小团子毛茸茸的脑袋 说 秦柳玉后半辈子 可能都要在监狱度过 刘又青已经被送回了老家 本来是要送去孤儿院的 但是刘又青爷爷奶奶都还在 因此 他很快就被送了回去 婉婉一听 小嘴一撅 可是他做坏事了 苏彦青摸了摸婉婉的脑袋 放心吧 刘又青回去 不会过得太好 当时他去过刘哥的老家 他的父母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深山 封建迷信不说 甚至重男轻女 当年秦柳玉一听说能出去 二话不说 就跟着他来了帝都 说到底 一切都是他们母女二人自己的选择 这些年 秦柳玉母女二人 对两个老人不管不问 两个老人也联系不上二人 这次刘又青回去 不知道会怎么样 然而苏彦青却没有一点同情 只恨自己没有抓到刘又青的证据 晚晚听完 很快就释怀了 小大人一般的摇摇头 哎 恶人自有恶人魔 他看不见秦柳玉和刘又青二人的面相 因此也看不出二人的未来 有些事情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晚晚也就不会想太多 这会儿他想的 是差不多到点吃饭了 晚晚这次 自己带了一个不锈钢饭盆 拉着苏彦青和冯定音 一块去了食堂 然而 小团子刚打了一盆的饭 第一口都还没来得及吃 突然苏彦青带的徒弟就跑了过来 说是北城一家社会场所 有人举报 发现了温理润的踪迹 温理润如今被全国通缉 在榜单上面 可是有三十万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 就有人报警了 但是上午才吃亏 苏彦青和冯定音的第一想法 却是 这是不是又是一场阴谋 于是纷纷看向晚晚 晚晚还在疯狂干饭 两家两边鼓鼓地 像是偷吃东西的仓鼠 晚晚看着二人的目光 吃饭的速度慢了几分 倒是小徒弟看见自己师傅 竟然一动不动 有些着急 苏菊 冯菊 都这个时候了 你们还看晚晚干什么 你放心吧 等会儿一定让咱们局里面的人 看好他的 这次绝对不会 让晚晚丢了 今天他没有出警 是留下来看晚晚的 然而 他就是去办公室接了个水 晚晚和笑天犬都不见了 虽然知道这么大一个人 不可能丢 然而 当他看到小团子 骑着狗出去的时候 吓得魂都差点飞了 他不敢想象 要是小团子自己跑出去 丢了怎么办 别说苏彦青会不会怪他 就算是他自己 估计后半辈子都不太好过 此时看见二人都看着晚晚 小徒弟以为 是二人是在担心他 然而 苏彦青此时 却做了一个令人 意想不到的举动 晚晚 一块去 晚晚点点头 指着自己的饭盆 饭饭 苏彦青看向小徒弟 道 把晚晚的饭盆端上 说着 和冯定音一块搭不出去 车上 晚晚坐在车后 手上还在不断地塞饭进嘴里 自从警局的食堂 知道晚晚吃得多后 打饭的阿姨 再也不手抖了 每次都给晚晚 打满满的一盆 此时刚一进车 晚晚就开始 抱着饭盆吃饭 小嘴周围吃得油腻腻的 三哥 你们放心吧 你们说的那个 什么老大就在那里 跑不了 说完 再次埋头吃饭 苏彦青虽然放心下来 但是也知道 对方不容小觑 因此也没有放松太多 晚晚等会儿就在车里 你和笑天犬 哪也不准去知道吗 可是我不去的话 冯叔叔就要死了 苏彦青瞳孔一缩 不可思议地望着旁边的小团子 不行 里面太危险了 要不是晚晚是天师会的特别顾问 知道小团子有本事 不然他们 也没有理由出任务带小孩 此次苏彦青把晚晚带过来 也是因为怕冯定英出事 觉得晚晚跟着一块去 多多少少有个照应 可是场所里面的情况这么复杂 别说苏彦青不同意了 就连冯定英也不同意 晚晚看着两个大人都拒绝了 小嘴嘟着 脸上有些不开心 晚晚很能打的 我知道 苏彦青对这一认识 还是非常深刻的 以前他跟晚晚一块切磋过 然而在晚晚收手的情况下 他仍然输了 除了受到身高限之外 晚晚绝对是最厉害的存在 他都可以想象 再过几年等买团子长大了 可能连过招的人都没有了 可是面前抱着不锈钢盆吃饭的晚晚 还是个小崽子 即便心里知道他们 所有人都可能出事 但是晚晚绝对不会有事的心理 苏彦青仍然有些不放心 晚晚有些着急 因为坐在他旁边的冯定英 已经快被死气给缠满全身了 看向算数 虽然能看到人的未来 但实际上 能改变人命格轨迹的 不足十分之一 以前还跟师父在一起的时候 有个老太太过来找他看向 那老太太看面相 是个生活富裕之人 儿女也孝顺 但三公之处 却散着一点点死气 她话里话外提醒了几句老太太 要注意身体 然而老太太 自觉自己身体健康不可能生病 因此没把她的话放在心里 一直没去过医院 直到三个月后 身体突然不适 去医院检查 是癌症晚期 之后病情扩散很快 儿女孝顺 知道母亲生病后 没有丝毫放弃 一个月的时间 大大小小跑了三四座城市 可是不到一个月 老太太还是离世了 所以 有时候即便说了 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 很多人都是不相信的 婉婉不想让冯定英 也和那位老太太一般 三个 婉婉虽然小 但是婉婉很厉害 苏彦青挣扎了很久 最后 男人轻轻地看了一眼 抱着饭盆的婉婉 等会儿跟在我们身后 不准胡乱冲出去 揍人知道吗 婉婉点了点头 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再三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冲动 乖乖跟在大人身边后 苏彦青这才放心下来 这次他们出警带了不少人 每个人都穿着便装 当苏彦青带着婉婉 走在这家名为四役的场所后 在门口站着的服务员 脸色变了又变 先生 您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啊 苏彦青看了一眼服务员 又看了一眼婉婉 一丝不言而喻 服务员脸上的笑容 都快维持不住了 但是不可能赶客 于是给苏彦青 指了指喝酒的位置 只不过等苏彦青走后 刚才的服务员 忍不住对着同伴吐槽道 现在的人真的玩得越来越大了 那啥 还要带个孩子 旁观啊 苏彦青虽然离开了 但是仍然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 而晚晚听得清清楚楚 只是二人都是一头雾水 没听懂人家说的什么意思 等到了一楼的厕所门口 苏彦青和冯定英二人碰了头 苏彦青问道 刚才打电话举报的那个人 还能联系上吗 冯定英摇头 打了 对方没接 苏彦青脸色一变 道 赶紧找 报警人可能被发现出事了 冯定英也想到了这层结果 没有多犹豫 赶紧上了二楼 本来以为晚晚会跟不上 然而小团子迈着小短腿 愣是跟上了 冯定英见了 也不禁对晚晚佩服几分 到了二楼 晚晚压根不用掐指 只是忘记 就能看见在走廊最后一间的房间里 不断冒出来的怨气 三哥 这边最后一间房间有问题 晚晚本来想说 左边还是右边的 但是想的半天也没分清楚 估计是知道晚晚的窘迫 这时候苏彦青还有心情开玩笑 那是右边 晚晚脸上有些红 不好意思地收回手 只是语气可是一点没认输 我知道 我就是考考你们 死鸭子嘴硬 苏彦青心里想着 但是却和冯定英掏出枪 慢慢地走了过去 等到了404房间的时候 还能清楚地看见大门上 还带着很多血迹 房间门反锁着 敲门也是行不通的 容易打草惊蛇 于是 他和冯定英二人相互看了一眼 下一秒 二人抬脚踢了过去 原本还反锁的大门 瞬间被踢开 进门后 二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苏彦青第一反应 是捂住了婉婉的鼻子 不让他闻到房间里 弥漫着的味道 先通知楼下的人 让他们上来 让担架也上来 有人受伤了 事情太顺利了 苏彦青一眼就看见 在沙发上躺着 正在醉生梦死的温润里 温润里 今年不过35 西装革履 一副彬彬有礼的模样 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人 竟然是能在 缅穿横行十五年之久的 金三角老大之一 而此时 温润里米白色的西装 混乱不堪 脸上露出了怪异的微笑 嘴角的口水还流淌下来 整个人都已经没有意识了 就连苏彦青走到他面前 温润里都没有任何反应 晚晚此时 自己捂着鼻子 走到了温润里的面前 看着对方冲天的怨气 忍不住道 三哥 他好坏 杀了好多人 你快把他抓起来 晚晚说完 苏彦青就把温润里靠上了 房间里只有四个人 其中还有倒在地上 额头上全是写的青年 门口那儿的血迹 也应该是青年留下的 晚晚看了一眼 倒在地上的青年 道 他是正常人 苏彦青一听 立马把手铐收了回去 你们是谁 然而就在这时 变故突然出现了 门口 一个光头突然走了进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托盘 上面还有一根针迹 光头长得凶神恶煞 头皮上还有足足一公分长的伤疤 光头男看了一眼温润里 瞳孔一缩 下意识从怀中掏出枪 对准了门口冯定音的胸口 小心 那一刻 冯定音感觉 时间过得无比漫长 他甚至能够清楚地听见 子弹划过空气 发出羞羞的声音 然而他脚下却不能动弹嘶吼 这个射击里程让他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 碰 啊 巨大的声音响了起来 预想中的疼痛没有传来 冯定音不可思议地转头看了过去 只见原本还人事不省的温润里 正抱着自己的大腿在惨叫 这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苏彦青直接开枪 打在了光头男人的身上 光头男人没有丝毫的反应 直接倒在了地上 白色的短袖上 整个胸膛都是鲜红的血液 枪声一弯 七八个同样举枪的警察也走了进来 看到满屋的狼藉也是一惊 本来应该对接工作的苏彦青 却什么也管不了 直接走到了婉婉的面前 婉婉还没说话 就被自己三哥紧紧地抱在怀里了 三 三哥 苏彦青恩了一声 算是回应小家伙的话 只不过声音带着颤抖 苏彦青双膝跪在婉婉身前 等抱了几秒后 又开始检查 婉婉到底有没有受伤 等小团子又蹦又跳 一点事都没有的时候 才放心了不少 不是让你不要冲到前面去的吗 刚才冯定音差点受伤 婉婉直接跑过去挡子弹 那一刻苏彦青 想要把婉婉拉回来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只是没想到 最后子弹竟然打在了温润里的腿上 婉婉摸了摸自己脑袋 解释说 三哥 你放心吧 子弹伤不了我大 看着苏彦青 脸色还是不好 婉婉只能解释到 那子弹是朝着冯叔叔心脏射过去的 我也没冯叔叔胸口那么高呀 我只是怕冯叔叔有危险 站在了冯叔叔面前 算是替冯叔叔挡灾而已 说完 指着温润里 本来我只是想让子弹 往沙发上挡的 但是没想到 改变冯叔叔命格的人 就是温润里 所以 那子弹就打在他身上了 当他站在冯定音面前的时候 冯定音的死相就解了 只是没想到 更换命格的人 就是温润里 以至于那子弹好死不死 就打在了温润里的身上 婉婉耸了耸肩 认真说 我就没见过这么倒霉的人 苏彦青 温润里如此顺利收网 大伙都特别高兴 但是接下来 仍然还有许多 问题需要审问 光头男当场死亡 温润里腿上的子弹位置 十分刁钻 医生没有办法取出来 苏彦青跟着婉婉来到医院的时候 就听见温润里撕心裂肺的声音 婉婉嘖嘖两声 说了一句活该 温润里情况不怎么好 苏彦青审问半天 也没有审出个结果来 倒是从温润里几个小弟身上 知道了不少事情 加上婉婉小手一掐 瞬间捣毁了温润里的好几个据点 仅仅几天时间 警局里面的人 个个都容光焕发 看见婉婉不是亲 就是抱的 婉婉觉得 这些警察哥哥姐姐们 比自己爸爸公司里面的员工还要热情 以至于后面几天 都不敢去警局蹭饭了 而后面几天 婉婉也从自己三哥口中得知 温润里之所以改变冯定英命格 也是因为15年前最大的一场收网 是由冯定英发起的 温润里这些年一直怀恨在心 自从三年多以前来到Z国以后 便一直找机会 想要报复对方 而当时取的快递 就是导火线 晚晚得知后 恍然大悟 他就是说 改变命格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改的 还需要物质媒介作为交换才行 只是没想到 温润里竟然这腰牛逼 能想出快递作为物质媒介 交换这一招 唯一遗憾的是 张青蓉又跑了 晚晚叹了一口气 抓了一把薯片塞到了嘴里 紧接着看着笑天犬可怜巴巴的眼神 于是也抓了一把给笑天犬 笑天犬两口就给舔干净了 苏彦青这两天没带晚晚出去 晚晚自己就乖乖地待在家里 每天到点了 就拿着手机点外卖 这会儿正好是到了中午 门外的门铃声响了起来 晚晚立马从床上跑下去 小辫子也一蹦一蹦的 我来了 晚晚发出了颤音 但是那语气要多欢快 就有多欢快 晚晚从外卖员手里拿锅外卖 然后提着一大锅帽菜 放在了桌子上 吸溜 晚晚不禁咋咋嘴巴 笑天犬在一旁 也是流下了一滩口水 晚晚先给笑天犬 倒了一大碗米饭 等办饭好了以后 小家伙自己才开始吃起来 笑天犬 等会儿我们去楼底 玩好不好 笑天犬一听 饭也不想吃了 因为晚晚这个样子 估计又想玩飞盘了 到最后 累死累活的 还是他而已 晚晚见笑天犬没动静 开心地拍了拍狗头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 笑天犬 你可真能误会 我的意思 但是不管怎么样 笑天犬都没有逃脱 接飞盘的命运 三小时后 晚晚玩累了 于是撅着屁股 跟公寓里面的小孩 一块玩沙坑里面的沙子 当然 受伤的仍然是笑天犬 笑天犬整个狗 除了脑袋 都被埋了起来 他倒是想起来 但是小团子 实在是玩得太开心了 直到苏彦卿下班 才把自己 从沙坑里面解救了出来 苏彦卿看着 成了个小花猫的晚晚 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 男人用手 给晚晚擦了擦 鼻子上的沙子 问道 今天开心吗 开心 晚晚猛地点点头 笑天犬也开心 好多小朋友都喜欢他 苏彦卿见此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狗身一阵的笑天犬 笑天犬的眼神 好像是在说 我没有 我没说 我没答应 苏彦卿一时间 竟然同情起一条狗来 晚晚 三哥点你找了一个幼儿园 过两天 三哥送你 去上学好不好 晚晚 小团子笑不出来了 他不可思议地 看着自己的哥哥 脸上充满了痛苦 三哥 你怎么可以 晚晚急得团团转 我不要上学 苏彦卿也没想到 晚晚的反应这么大 但是想想又觉得 在情理之中 毕竟晚晚不想读书 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只是这学 是非上不可的 苏彦卿蹲下身 努力从脸上扯出一道温柔的笑容 轻声细语地说 晚晚 每个像你这样年纪的小朋友 都需要上学的 而且 你小吃哥哥过两天 也跟你一块去 对了 还有你不是 挺喜欢你们班 那个小胖子吗 他也跟你一个学校 晚晚心动了 可是很快又开始不愿意了 那绵绵老师呢 苏彦卿不说话了 之前幼儿园发生这种事 能不能开下去 都说不定了 绵绵老师 估计也已经辞职 晚晚立马明白过来 自己三哥的表情 小嘴一撅 我喜欢绵绵老师 世界上没有比绵绵老师 更好的老师了 要是以后 有老师欺负我怎么办 晚晚的新幼儿园 比之前的还要好 老师也特别温柔 不会欺负晚晚的 到时候 三哥联系一下 你的绵绵老师 问问他还愿不愿意 来学校当老师 要是他还愿意的话 三哥 再继续让他当你的老师 但是如果绵绵老师不愿意 晚晚也要尊重 绵绵老师的选择好不好 晚晚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那等以后 三哥你要来接我 你要是不能来接我 我就跟我小吃哥哥 一块儿回去了 苏彦青 苏彦青拳头捏紧 突然想到了 那个只会摆臭脸的顾方池 也不知道 他们家晚晚 怎么这么喜欢对方 每次看见顾方池 那屁股颠颠地就跑了过去 可是不得不说 只要有顾方池的存在 到哪儿 都把晚晚吃得死死的 行 三哥 一定准时来接你 一言为定 死马难追苏彦青 牵着晚晚 纠正道 是四马难追 哦 是死马呈红色的夕阳 洒下了一大片的光芒在地上 附近的高楼大厦 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地上 两道一大一小的影子 被拉得长长的 大人牵着小团子 慢慢地走回了家 身后的大黑狗见此 也跟了上去 晚晚上幼儿园的事情 是远在M国的老父亲决定的 老父亲在M国谈判十分成功 要不了几天就能提前回来了 当然 他也知道 晚晚这半个月干的事情 此次匆匆忙忙回来 一来是担心 二来是找小朋友算账来着 这件事 苏彦青没跟晚晚说 不然家里面的扫把 指不定又被晚晚扔到哪里去了 今天苏彦青难得有了半天假期 正好可以送晚晚上新的幼儿园 自从吃了上次的教训 这次老父亲选的幼儿园 是他们苏家入股的贵族幼儿园 晚晚一进幼儿园 所有老师都知道晚晚身份了 自然没有老师得罪小团子 晚晚也如愿见到了顾方池 还有自己的好朋友小胖子 小胖子看见晚晚眼泪汪汪的 看见晚晚向他奔过来 自己也赶紧跑了过去 然而 就当要抱在一起的时候 晚晚在他面前绕了一个弯弯 朝他的身后跑了过去 小胖子 小胖子回过头 就看见晚晚小乃因一颤一颤的 小短腿 飞快地朝他身后的顾方池奔过去 小池哥哥 我好像你晚晚跑到顾方池面前的时候 实在是没忍住 直接跳了起来 巴唧 瞬间晚晚在顾方池的脸上 露出了一道口水印 顾方池吓了一跳 两个小团子一块跌到了地上 这边声音不小 班上的老师立马看了过来 看见两个小朋友摔倒 心里咯噔一声 好在两个小孩子都 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 晚晚 我也很想你 顾方池难得有些激动 忍不住揉了揉 晚晚软软的头发 小胖子看见二人亲密的样子 眼睛里立马蓄起泪水 他终于明白了 每次自己妈妈出差 爸爸在沙发上大哭说 自己是孤家寡人的感觉了 他的一腔感情 终究是错付了 三个小朋友 因为是中途进幼儿园 因此 老师把三人挨在了一起 顾方池就不说了 除了对晚晚有表情外 其他人都是一个色 而晚晚和小胖子都是自来熟 压根就没有因为 换了一个新环境 就害怕的情况 而且他们发现 这个幼儿园 比之前他们的那个幼儿园 要大很多很多 都怪我爸爸 为了早上多睡十分钟 竟然把我送之前那个幼儿园 晚晚也点点头 要知道这个幼儿园这么好玩 我就不为了那二十分钟的懒叫 选择之前那个幼儿园了 说完 晚晚把雪花片递给了小胖子 让他搭一个摩天轮 小胖子拿着雪花片愣了一下 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 憨憨道 晚晚 我不会啊 晚晚 我们一起吧 然而 两个小团子研究了半天 愣是拼不出来 最后只能把求助的目光 放到了顾方池的身上 顾方池叹了一口气 于是把书压好 自己走到了晚晚的面前 我来吧 说完 拿着雪花片 没一会儿就拼好了一个摩天轮 晚晚看得目瞪口呆 忍不住夸赞道 啊 小吃哥哥你好棒 小团子从来不吝啬夸赞别人 并且 他是真的觉得自己小吃哥哥是最棒的 看看班上其他的小朋友 他们最多只能拼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只有他的小吃哥哥不一样 不仅会拼摩天轮 还会拼大恐龙 晚晚拿着拼好的摩天轮 赶紧跑到了班主任的面前 小模样十分得意 丸子老师 这是我小吃哥哥 给我和小胖拼个摩天轮 是不是很棒 这会儿 正好是小朋友的娱乐时间 班上的两位老师 一直都在注意班上小朋友的动向 丸子老师的年纪 比绵绵老师更大两岁 只不过同样十分温柔 他看见晚晚的第一眼 发自内心的喜欢 再加上顾方池拼个摩天轮 的确十分不错 于是丸子老师愣是夸了好一会儿 只不过 等到上课的时候 丸子老师就相当崩溃了 幼儿园会认识图形 并且实数 在实数方面 晚晚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加减法上面 晚晚问题大了去了 先不说三加四 为什么会得六这个问题 就说 为什么晚晚知道三颗糖 再加上四颗糖 等于七颗糖 但是三只羊 加上四只羊 就等于六只羊呢 看看人家小胖 十以内的加减法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起初 丸子老师还以为是自己 教得太差了 小团子听不懂 可是等下课找 晚晚询问的时候 晚子老师才知道 这绝对不是他的问题 小胖看着晚晚的模样 笑得前翻后仰 他悄悄告诉 丸子老师道 老师 其实晚晚进步 已经很大了 之前晚晚只知道 一加一等于二呢 以前我们绵绵老师 可没少掉头发 小胖子话音刚落 屁股就被打了一巴掌 小胖子抱着屁股 回头看了过去 竟然是晚晚正嘟着嘴巴 看着自己 小团子看起来十分不开心 小胖 别以为我没听见 你竟然说 我的坏话 小胖挠了挠头 眼神十分无辜 晚晚 你误会我了 我可没说你的坏话 我这是 实事求是 小团子不承认 自己是小笨蛋 于是接下来的学习 特别认真 细数全班十几个小朋友 只有晚晚听得最认真 下午放学的时候 晚晚有了志的进步 于是从丸子老师手里 拿到了新幼儿园里 第一朵小红花 苏燕青第一天来接晚晚 因此下班后 立马就跑了过来 今天晚晚第一天 去了新的幼儿园 苏燕青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 时不时会想一些事情 一会儿怕晚晚饿了没吃的 一会儿又怕晚晚 被其他小朋友欺负了 明明不是老父亲 却有一颗老父亲的心 中午吃饭的时候 苏燕青没忍住看了一眼监控 结果就看见 晚晚正坐在地上 不是玩雪花片 就是积木 人家隔壁的小朋友 打架打哭了 晚晚竟然还召集班上的小弟 一块儿去看戏 没错 就是小弟 晚晚入学第一天 就把班上的其他小朋友 当成了小弟 晚晚 苏燕青第一眼 就站在第一排的晚晚 他们上的贵族幼儿园 里面的制度好了很多 大中小班是分班级放学的 因此门口虽然人多 但是也不至于特别挤 苏燕青人高马大 这两天涂了晚晚送给他的膏药 太阳学处的伤疤好了不少 可是他的气质在人群中 仍然是出类拔萃 苏燕青站在人群中 晚晚一眼就能看到 小团子额头上 还贴着小红花 整个幼儿园 就小团子走路的姿势最突出 那一摇一摆的模样 就像是之前徐阿婆家里 喂养的大白鹅 一摇一摆的模样 招摇又可爱 只不过苏燕青见此 仍然捂着自己的额头 想要后退几步 只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晚晚今天排队站在了第一排 一出来就看见了 在人群中 要高出大半个头的苏燕青 三个 我在这儿晚晚迫不及待地 朝自己三个招手 苏燕青想跑 已经来不及了 此刻 男人觉得自己四面八方 传来了许多的目光 苏燕青的脸热得不行 然而 小团子看见他却十分开心 指着他道 老师老师 这是我三个 我三个来接我回家了 丸子老师一听 当即抬头看了过去 作为班主任 丸子老师当然认识学生的家长 而且 苏家人每个人长得都是不凡 苏燕青周身的气势 想让人忘记都困难 于是 丸子老师把晚晚送了过去 并且还顺势夸赞了晚晚几句 虽然晚晚在成绩方面不理想 但是晚晚省心 也是真的省心 晚晚被老师牵着给苏燕青的时候 回头看了一眼古方池 小团子想了一下 小短腿哒哒哒地跑了回去 小吃哥哥 我先走了 今天有人来接你吗 顾方池点了点头 嗯 我舅舅来接我 晚晚你先走吧 晚晚一听 自己小吃哥哥有人接 顿时松了一口气 然后用小短腿哒哒哒地跑过去 自己牵着苏燕青的双手 三个 我们走吧 说完 小的孩子牵着苏燕青 小团子在地上一蹦三跳 最后 换成了小孩子在前面跑 苏燕青在后面两步的地方守着 只不过晚晚虽然放假了 但是并没有直接回家 幼儿园离警局也就两百米不到的地方 因此 晚晚放学后 直接到了警局 但是仅仅两百米的路上 晚晚手里却提了不少东西 无一例外 全是吃的 晚晚到了苏燕青的办公室 自己立马拿出了一个大蛋糕 我一块 三个一块 冯叔叔一半 我两块 剩下的全是我大 最后 晚晚拿着自己分好的蛋糕 找到了苏燕青和冯定英 二人忙得压根没时间去食堂吃饭 此时晚晚端着蛋糕走了过来 正好让二人有点时间吃口东西缓缓 只不过 苏燕青看着自己 看明显比冯定英少了一半的蛋糕 神色淡淡 晚晚 你听过不换管而换不菌吗 晚晚也把蛋糕给端了过来 拿着勺子吃了一大口 忍不住抬起头 口齿不清地问 什么寡 是寡 咕咕 苏燕青看着晚晚不断煽动的大眼睛 立马明白过来 小家伙这哪里是不懂了 明显是在耍他 男人不中不清地敲了敲晚晚的脑袋 问道 那奶油怎么回事 晚晚也憋不住了 嘿嘿一笑 来的路上没忍住 我看三哥的蛋糕 实在是太香了 路上就吃完了 说完 晚晚看着自己面前 起码还有四分之三的大蛋糕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颤巍巍地抬起手 然后小心翼翼地 划了一块最小的蛋糕 给苏燕青 然而 等小团子把蛋糕分出去后 小团子还特别得意地问道 晚晚仗一把 苏燕青 呵呵 苏燕青和冯定音吃完蛋糕 就继续工作了 而晚晚吃完蛋糕 则是拿着自己三哥的饭卡 然后端着不锈钢饭盆 去食堂转悠了一圈 打饭的阿姨 全部都认识晚晚 于是没多久 晚晚又吃了一次饭 等苏燕青完成工作 已经晚上十一二点了 一进办公室 就看见躺在沙发上 然后打呼地晚晚 男人弯下腰 把晚晚用衣服裹起来 小团子先是醒了一下 结果就看见了自己三哥 于是哼哼了两句 又沉沉地睡了过去 隔日 晚晚起了一大早 小团子嘴里 虽然不愿意去幼儿园 但是真背上书包的那一刻 还是开心的 毕竟幼儿园里 这么多小朋友陪着他玩 能不高兴吗 至于笑天犬 估计是天天在家里带着 短短几天 感觉身体又圆了一圈 昨天苏燕青工作太忙 笑天犬平日里 又和晚晚形影不离不弃的 因此 昨天生生把笑天犬给忘记了 哪知道这狗聪明的不行 估计是太饿了 直接给自己点了个外卖 要不是看着账上 每天三百多的消费记录 他都不敢相信 苏燕青把这事给晚晚说了 然而晚晚却一点没觉得夸张 我之前教过笑天犬的 他都知道 以前在爸爸家里的时候就 他饿了 也自己点外卖吃 苏燕青 他的确是想不到 一条狗 竟然还会点外卖书密码 不愧是晚晚的狗子 只不过 狗自己会点外卖 苏燕青也不担心 狗会饿肚子了 于是 路上给晚晚来了24个小包子后 就匆匆忙忙 把晚晚送到了幼儿园 晚晚提着一口袋的包子 当看到丸子老师 目瞪口袋的表情的时候 晚晚赶紧打了一个招呼 晚子老师不可思议地 看着那么一大口的包子 那表情一时间都不知道代表了什么 晚晚沉浅以后 就蹲在走廊吃东西 小胖比晚晚晚来了一会儿 看见晚晚吃包子 于是十分不要脸的 也要了一个 很快 就变成了两个小团子 在走廊门口蹲着吃包子 别的小朋友看着晚晚吃得这么香也想要 但是晚晚看着自己不够吃的包子 最后还是拒绝了 天大地大 吃饱为大 苏基周眉眼瞬间放松下来 他揉了揉晚晚的脑袋 嗯 多亏了临走前晚晚的祝福 爸爸的工作很顺利 这次的工作 一起议会的 就有几十个国家的富豪 而他们的Z国 有四家拿到了这次的竞标资格 这已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了 要知道 一共能参加竞标的公司 全球加起来 才不到50家 苏基周在工作上的事情 并没有瞒着晚晚 而是认认真真地说了一遍 虽然小家伙听得云里雾里 但听到最后 一双大眼睛 亮闪闪地看着自己爸爸 然后对着自己爸爸竖起了大拇指 乃生乃气地夸赞 爸爸 你可太厉害了 晚晚虽然不懂竞标有什么用 但是一听说 全球只有50家公司可以参与 而自己爸爸和干爹的公司 竟然不费吹灰之力 就拿到了竞标资格 这就像是在整个幼儿园 有500个人 而他和小吃哥哥考了整个幼儿园的前50 那是小团子想都不敢想的成绩 苏基周看着晚晚眼睛里闪着光 双眼里面充满了敬佩 苏基周内心得意 抱着自己女儿 一路上都在讲自己在国外的生活 并且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竟然手给小团子做了一个大蛋糕 当晚晚看见自己爸爸进入厨房的那一刻 小家伙的脸顿时五彩缤纷起来 一旁的苏基怀手腕上挂着西装的外套 另外一只手轻轻地揉了揉婉婉的脑袋 安抚说 放心吧 爸爸现在的技术很不错 婉婉文言 心情也就轻松了一点点而已 苏基怀让婉婉坐在沙发上 一边给婉婉辅导算术题 一边轻轻解释道 爸在国外的庄园里 每天都做蛋糕 我和爷爷吃了一个月 最近几天的蛋糕很正常 没有蛋壳了 婉婉 小家伙立马同情地看向了自己的大哥 老爷子因为舟车劳顿 再加上年纪毕竟大了 一回到别墅 就回到房间休息去了 婉婉七上八下地坐在沙发上 就连最近新播出的动画片 也没什么兴趣了 在期间 还时不时跑在厨房外面 扒拉着门框 往里面看 只是老父亲的背影 看起来十分娴熟 应该不至于太难吃 想着 婉婉又跑了回去 一个半小时后 苏基周端着一个大蛋糕走了出来 婉婉看着蛋糕的面相 不禁有些惊讶 蛋糕上面 全是婉婉最喜欢的黑天鹅 虽然脑袋还是断了几个 但是婉婉不得不感慨 自己爸爸是指的飞跃 婉婉 尝尝看 蛋糕里面还有水果加层 婉婉一听 又开始犹豫了 但一旁的苏启怀 已经给他成了一大坨蛋糕 在饭碗里 婉婉 婉婉看得一眼面色如常的大哥 只好哆哆嗦嗦地接过盘子 连勺子都忘记拿了 张着小嘴往盘子上的蛋糕啃了一口 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蛋糕的胚层十分软糯 吃在嘴里散发出淡淡的牛奶味 婉婉赶紧又咬了一口 这次直接把盘子里面的蛋糕 咬掉了一大半 弄得脸上和鼻子上 全都是奶油 好刺 小团子嘴里全是蛋糕 嘴巴里面口齿不清 但仍然人不知竖起大拇指的赞叹 婉婉一个人吃了一个大蛋糕 以至于晚饭的时候 看着满桌子的饭菜 愣是一口没吃下去 晚上 婉婉洗漱完 下楼喝水的时候 就看见老父亲还在厨房忙碌 第二天一早 婉婉就发现自己的小书包里面 竟然多了很多的小蛋糕 苏季周到 等去了幼儿园 分给其他小朋友 婉婉被苏季周牵着 走了几步以后 突然想到了什么 可是幼儿园不让带零食怎么办呀 苏季周也没想到 幼儿园不准带零食 但是这么多小蛋糕丢了也浪费 于是说 那婉婉就悄悄分享 给自己喜欢的小朋友 好婉婉的好朋友特别多 整个幼儿园都是 甚至还有大班的小朋友 回家以后哭着嚷着 要去中二班 当苏婉婉的小弟 起初这些孩子的父母一听说 有个孩子 竟然带坏了自己孩子 想着第二天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好好去找 对方的家长谈一谈 结果一听说 这孩子是苏婉婉 这些家长们 哪里还敢找苏季周谈话 更何况 整个幼儿园的家长和老师都知道 苏婉婉除了成绩不好 性格这些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不过降级转班这些事情 想都别想了 婉婉背着一书包的小蛋糕 第一个给的 就是顾方池 第二个是小胖子 小胖子拿到精致的小蛋糕 一眨不眨地看着 一点也不敢吃 他可是记得 上次顾方池的牙齿 就是这么给崩掉的 婉婉的爸爸 在他心中的形象 就好比每个小朋友 都会害怕会吃小孩的老巫婆一样 放心吧 我爸爸手艺进步老大了 做的小蛋糕特别好吃 说着 婉婉当着小胖的面 一口就吃掉了一个 小胖见了 将信将疑 用手戳了戳小蛋糕 发现竟然是软的 里面也没有大片的蛋壳 顿时放心下来 于是 小胖再也忍不住了 嗷屋一口 直接就给吃掉了 好吃 小胖一口 就把一整个小蛋糕给吃了下去 还没嚼两口 直接就给吞了下去 吃完以后 向婉婉张开手 眼巴巴地看着婉婉 婉婉 还有吗 婉婉见此 眼神十分无奈 最后扣扣唆唆 又拿给了小胖两个小蛋糕 中午吃饭的时候 丸子老师突然把小胖叫到了一边 婉婉只不过抬头一看 就发现小胖的额头上 竟然多了一丝死气 婉婉皱了皱眉头 坐在板凳上的身子 半边都凑了过去 忍不住问道 小胖 刚才婉子老师跟你说了什么 小胖昂了一声 摸了摸脑袋 没什么呀 就是说 今天我爸爸不来接我回家了 没了吗 婉婉不可思议地道 小胖满头雾水 如实道 没 没了呀 小团子不说话了 他对着小胖 右手的手指在疯狂掐指 结果每次算出来的挂项 都一模一样 全是大凶之兆 小胖 我关你 今天有血光之灾 今天一定要注意安全 遇到危险计的报警 警察叔叔一定会来救你的 这 不能吧 小胖被婉婉的话给哄住了 一旁的顾方池 听见婉婉这么说 愣是让小胖把报警电话 给记下了 才让去玩 等小胖被弯电话 还不等顾方池说话 直接一溜烟就跑了出去 顾方池看着小胖的背影 又看了看婉婉皱着的眉头 忍不住问道 能算出来什么时候吗 婉婉摇了摇头 不能 他今天为了漂漂亮亮来学校 因此穿了一条红色的小长裙 两边都没有口袋 以至于一个颈囊都没戴 婉婉为此也有些担心 因此一个下午 婉婉都盯着小胖 生怕小胖一不小心就死了 然而 马上到放学的时候 小胖愣是一点事都没有 可是小胖子的死气 却越来越浓郁 看样子 跟将死之人差不多 眼看着还差半小时就到了放学 婉婉就有些着急了 正当小团子 想让小胖去自己家玩的时候 突然门口出现了一个女人 旁边的小胖 看见女人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姑妈 小胖看见门口的女人 脸上十分开心 婉子老师 这是我姑妈 小胖毕竟是新同学 虽然眼前的女人小胖认识 但婉子老师 仍然让小胖自己 坐在座位上 姜妍能够感觉得出 老师对自己的防备 不但没生气 反而还解释道 老师 我是小胖的姑妈 今天小胖的爸爸有事 拜托我来接孩子 女人年纪不大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给人的第一印象特别好 尤其是 那双寒水一般的眼睛 婉子老师差点不假思索地 就把小胖叫了过来 可是最后理智回笼 还是打电话确认了一遍 最终打了电话 确定是小胖的爸爸拜托的 这才松了一口气 姜妍的家长 我们班还有二十几分钟放学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可以等幼儿园放学了 再来接孩子 姜妍 不好意思 我今天是接孩子去参加宴会的 可能需要提前离开 麻烦老师行个方便 老师一听 也不好说什么 对着早就想放学的小胖 招了招手 小胖见此 背上了自己的奥特曼书包 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下 一蹦一跳地跑了过去 然后牵起了姜妍的手 看起来十分正常的一幕 而全班只有婉婉的眉头 死死地皱着 小团子突然站了起来 走了过去 抬起头打量起姜妍来 然而 姜妍的面相正常 根本看不出什么 然而刚才当小胖 牵起对方的手的时候 婉婉看到的 却是小胖身上的死气 缠绕了全身 凶兆 阿姨 我是小胖的朋友 我叫苏婉婉 婉婉抬起头 乃声乃气地看着姜妍 姜妍文言低下头 就看见一个白嫩白嫩的小团子 正笑眯眯地看着她 女人蹲下身 视线与婉婉的目光平行 我叫姜妍 是小胖的姑姑 婉婉点点头 她看得出来 眼前这个女人 是小胖的亲人 而这女人的面相 没有一点不对劲 但是当小胖在 姜妍身边的时候 死气却越来越重 阿姨 你要带小胖去拿脸 姜妍看了一眼老师 又看了一眼婉婉 轻声细语地解释道 参加一个宴会 婉婉也想去吗 小团子文言 眼神一亮 猛地点点头 我要去 说着 婉婉挽起姜妍的胳膊 道 阿姨 你要带我去吗 姜妍 她其实只是 下意识商业客气一下 就算是小团子 想去参加宴会 那也得人家老师 和孩子家长同意吧 还有 这孩子也太容易 相信别人了 只是轻轻一句话 竟然就答应 跟着陌生人走 姜妍不得不把目光 投向了老师 婉子老师也被婉婉的话 给惊讶到了 她还没有说话 在座位上的顾方池 也站了起来 我也要去 老师 婉子老师当然不会同意 倒是小胖一听说 自己的两个好朋友 要陪着自己 一块去宴会上 眼睛里充满了惊喜 太好了 婉婉 到时候 我带你去宴会上吃大鹅 本来婉婉只是担心 小胖子的 然而听到小胖说的大鹅 咕咚 好 吃大鹅 小团子说着 立马牵着姜妍的另外一只手 阿姨 我们快走吧 婉了就没有大鹅了 姜妍 女人再次把目光 看向了老师 婉子老师赶紧走了过去 拉着婉婉道 婉婉 你爸爸还不知道这件事 说完 给了婉婉一个 你懂爸的眼神 可是婉婉压根 看不懂他的眼神 直接道 那老师 你给我爸爸打电话吧 就说我跟着小胖的姑妈 去吃大鹅了 老师 大鹅的吸引力 就这么强吗 可是 不管婉婉怎么说 这件事 老师都是不能答应的 只是因为婉婉中途的折腾 此时也到了放学的时间 婉婉眼睁睁地看着小胖 被姜妍接走 就像是看着自己的大鹅 硬生生飞走了一样 一时间 婉婉心里越来越难受 再次坐在花坛上 但是花坛上的小草 几天前 已经被婉婉给拔秃了 好在今天苏季周十分给力 挤在了众多保镖和管家的面前 第一个接到了婉婉和顾芳池 顾廷员今天要去参加宴会 是主讲人之一 因此没时间来接孩子 来之前 婉子老师就接到了电话 因此十分放心 把两个孩子 送到了苏季周的手里 上了车 婉婉还沉浸在悲伤中 顾芳池看着婉婉这么伤心 赶紧道 婉婉 等会儿宴会上 应该也有烧鹅 到时候 我给你拿一只大鹅 就你自己一个人吃 婉婉 顾东 好 悲伤完以后 婉婉突然想到了什么 心里面咯噔一声 糟糕 我们把小胖给忘记了 之前光顾着大鹅去了 结果 把小胖的事情给忘记了 这时候 小胖估计早就已经离开了 他要上哪儿找去 婉婉拉拉拉自己爸爸的衣袖 眼泪汪汪 把今天自己在小胖身上看到的死气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只是小团子一着急 小嘴巴鸡里呱啦半天 根本说不清楚 最后 还是顾芳池说清楚的 婉婉越发佩服自己小吃哥哥 小脑袋一点一点的 只会不断地说对对对 苏季周一听 自然没办法不重视 小胖子的家里 和苏家有生意来往 并且关系还不错 不然 他也不会让小胖跟自己女儿有来往 江家的人也应该在附近 我派人分头行动 宴会在宅院后面的草坪上 四周挂着橙黄色的小夜灯 同时 中间还有几十张餐桌 婉婉点着脚尖 也看不到餐桌上有什么 只好抬起头问自己爸爸 苏季周知道 女儿对吃的执着 赶紧道 等会儿再吃 爸爸给你拿两个蛋糕 见婉婉想到开口 老父亲赶紧道 你不是要找江明吗 赶紧去吧 说着 随手拿了四个小蛋糕 婉婉和顾方池一人两个 婉婉终于想起来自己的正事 先是咬了一口顾方池手里的蛋糕 然后拉着顾方池就跑了 苏季周叮嘱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已经找不到孩子了 苏季周不放心两个孩子 于是对着身后的保镖 使了一个眼神 保镖点了点头 跟了上去 苏季周对小胖的事情 并没有就此放 心 而是打了一个 电话给小胖的爸爸 电话里解释不清楚 江明的爸爸 赶紧跑了过来问情况 江明的爸爸叫江吴明 看起来十分年轻 他看见苏季周的时候 喘着粗气道 叔 江明怎么了 苏季周把婉婉的话重复了一遍 他不管江吴明信不信 指道 不管是不是真的 先去找孩子 江吴明对此 脸色有些苍白 赶紧点点头 行 我先去找孩子 江吴明祖上是做阴阳生意的 因此刚才苏季周说的 他才会相信 最重要的是他给江言打电话 而对方的电话 根本打不通 给自己姐夫打电话 也是同样的情况 这样 江吴明不得不多想 宴会所在的私宅 比顾家的老宅子小了一点 但也仅此一点 此时 婉婉手上的蛋糕已经吃完了 手里不知道在哪里 捡到了一根树叉叉 走这边 婉婉拉着顾方池 走的地方越来越偏僻 顾方池本来想走在前面 然而婉婉 却像护鸡崽子一样 死死地护着他 顾方池抿了名嘴 几次想要开口 然而每次这个时候 婉婉总是回过头 十分认真地表示自己 一定会保护好他 让他不要害怕 顾方池十分无奈 没一会儿 婉婉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 噓 婉婉捂住顾方池的嘴 问道 小池哥哥 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 顾方池的耳朵 没有婉婉灵敏 听了半天 什么声音都没有 只好摇了摇头 婉婉却皱了皱眉头 我好像听见小胖的声音了 顾方池神情认真起来 在哪里 婉婉指了指方向 这边 二人相互看了一眼 手牵手走了过去 才走了没几步 远处就出现了一个 小型的游泳池 而游泳池上面 还站着两个大人 一个小孩 而其中两个人 婉婉都认识 是小胖和他的姑姑 想到了什么 婉婉突然道 小池哥哥 你快去找我爸爸吧 让他赶紧过来 顾方池皱了皱眉头 我们一块去 来不及了 虽然距离有些远 但是婉婉还是能看见 小胖已经被死气紧紧地包围了 不仅如此 姜岩和身边的那个男人 死气也越来越多 婉婉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 此时 小胖被五花大绑 哭得不能自已 而捆绑他的麻绳上 还有很多的黄服 婉婉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们是在祭祀 婉婉看到小胖麻绳上的符纸的时候 小脸顿时煞白 顾方池虽然看了不少 关于民间的传说 但是还是第一次听说祭祀的事情 只不过顾方池并没有问 而是拿出了电话 给苏继周打了一个电话给苏继周 几句话就告诉了自己的位置 正准备让顾方池回去搬救兵的婉婉 忘记了现在科技发达 可以打电话这件事了 正当两个孩子准备等救兵的时候 姜岩身边的男人突然把小胖给拎了起来 小胖本来就害怕 一边喊救命 一边大哭 那哭声直击婉婉和顾方池的耳朵 小胖的哭声 比第一次上幼儿园的时候 还要悲惨几分 婉婉都觉得小胖是真的惨 只不过 男人提着小胖有些费劲 阴沉着脸大骂道 哭什么哭 没事吃这么多干什么 小胖一听 就更加伤心了 妈妈救我 婉婉老大救我 爸爸救我 观世音 如来佛 玉皇大帝 我还小 我不想死 呜呜呜 小胖吓得仰天大哭 就是那张小嘴 就没有停过 男人脸色十分不好 生怕到时候 小胖的哭声 惹来了那边宴会上的注意 于是把准备好的帕子 塞到了小胖的嘴里 小胖呜呜两声 吓一秒呸的一下 就把帕子给吐了出去 男人 不可学 男人被小胖的哭声 弄得心烦意乱 忍不住问道 阿炎 还有多久 江炎还在走神 当他看见小胖 渴求的目光的时候 一时间有些不忍心 可是一想到了什么 又恢复过来 还有一分钟 男人松了一口气 只有一分钟 只有一分钟 他们一家人 就可以在黄泉路上 见面了 男人深吸一口气 一只手提着小胖 另外一只手 不断地抬起来看苗表 婉婉和顾芳池趴在草丛里 他们身子小 周围黑漆漆的一片 没有任何人发现 小胖身上的符址 是我们道家专门祭祀的符址 看符文 应该是三山国王的 三山国王 顾芳池喃喃自语 突然想到了什么 问道 越东地区的守护神 婉婉点了点头 想起了小时候 师父跟他说的地方神 师父曾经说过 三山国王是越东地区的守护神 最初记载 关于三山神庙 是三神神词条中的三神山神词 在潮州 徽宗宣和七年八月赐庙额 名况 但是没想到他们这么没见识 竟然还用这么这么愚昧的办法祭祀 那可是生生地活人啊 眼看着马上就要到时间了 婉婉忍不住到 不行了 马上就要到祭祀时间了 话音刚落 踢着小胖的男人 突然一仰手 小胖扑通一声 池塘里激起了一阵浪花 婉婉 哇 炸鱼了 小胖被丢下去的水花太大 以至于婉婉想起了 网上视频上的炸鱼大队 真的一模一样 敢盖归敢盖 婉婉和顾芳池 根本没有一点犹豫 直接从草丛里面跑了出去 杀人了 杀小孩了 婉婉一边跑 一边大叫 这时候 小团子的智商在线 知道大叫 把人引过来 果然 一道白色的身影冲了过来 然后跑到了水池旁边 想都没想 直接跳进了游泳池 江岩和身边的男人的计划 完全被婉婉这一嗓子 和突然出现的男人 给吓了一跳 男人眼神很利 不能让江明起来 他可是我们送给山神的祭品 祭品个屁 婉婉听见男人的话 忍不住打断了他 这都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想用活人当祭品 你还活在原始社会吗 要相信科学懂不懂 婉婉说着 又恶狠狠地看着江岩 你不是江明的姑姑吗 为什么要伤害她 江岩脸色苍白 身体有些发抖 她想要说什么 可是当她看到婉婉生气 却又费解的眼神时 却任何话都说不出来 正好这时候 刚才跳入泳池的男人 已经把小胖救了起来 当小胖看到男人的时候 直接把头埋在了男人的怀里 哇的一下哭了出来 爸爸 你怎么才来 江无明浑身都湿透了 四月底的天气 还带着一丝冷意 男人艰难地抱着 超出同龄人重量的儿子 眼神冷冷地看着江岩 为什么 江无明无法相信自己的亲姐姐 竟然想淹死她的亲儿子 江岩没想到事情败露 并且还被自己亲弟弟看见了 一时间 江岩脸色惨白 眼神不禁看向旁边的男人 把孩子给我 这时候 男人眼神发红 整个人都在风魔状态 晚晚见此 忍不住问道 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 男人看了过来 眼神凶狠 你懂什么 只要江明死了 三山神就会实现我们的愿望 啥 晚晚听了 目瞪口呆 你胡说 哪有神会要祭品 都说老太太裹小脚 我看你是用不裹了小脑 九年义务没读 就滚回去继续读书 我要是你老师 我估计都要拿着戒指来弄死你了 你看看 你像什么样子 晚晚就站在男人的面前 小脸十分严肃 说完 晚晚还不解气 看着男人想要开口 晚晚压根不想给对方机会 继续道 你想说啥 你觉得我胡说的 我是不是胡说 难道你心里没有数 我看你就是为你的心里 扭曲找借口 你懂什么 男人忍不住开口 只要我把江明献祭给三山神 那我就可以和我和阿严的孩子团聚 晚晚 没有小胖 你们两个往谁里一跳 也可以和你孩子团聚 说着 晚晚看着眼前的男人 实在是没忍住 一脚把泳池边的男人 一脚给踹了下去 男人 晚晚一言不合地踢人 把所有人都惊呆了 刚到的保镖和苏季周 卧槽 好在男人会游泳 因为突然被推下水 呛了好几口水以后 还是艰难地从泳池边爬了上来 晚晚还想补一脚 却被苏季周拉住了 晚晚不开心地抬起头 看着自己的老父亲 苏季周眼神温柔 轻声道 找你三哥 晚晚一愣 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对哈 我怎么忘记了 说着 拿起了自己的电话手表 给自己三哥打电话 三哥 来抓坏人了 苏彦青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道 好 等我 嗯嗯 晚晚挂断电话 看着眼前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 得意洋洋地道 你就等着吧 我三哥等会儿就来了 到时候让他把你关起来 苏季周文言 直接对着身后的保镖招了招手 保镖上前 直接把男人给双手架住 你们干什么 一旁的江无名哄完儿子 这时抱着小胖走了过来 眼神冰冷冷地看着二人 江言和男人是情侣关系 男人没有什么背景 虽然老实 但是和江家差距太大 江家父母就没同意这门婚事 结果没想到 江言竟然跟着男人跑了 一年以后 江言怀孕 江家心疼女儿 最后还是把二人接回了家 过了没多久 江言的孩子出世 可是三岁的时候就夭折了 二人受到打击 痛不欲生 江无名知道自己这个姐夫没有本事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 男人竟然会封建到了这种地步 拿着他的儿子当祭品 这种事情都能想得出来 无名 我们不是故意的 你放过我们好不好 我们也只是一时糊涂 一时糊涂 此时 一道冷风吹过 江言和男人看着江无名眼神的时候 整个人都哆嗦了一下 你们一时糊涂 就拿着我儿子的性命开玩笑 江无名从来没想过 江言会这么糊涂 一时间 男人难以接受 江言看着好不容易停止哭泣的小胖 看着对方可怜巴巴的眼神 小胖的眼里面没有害怕 而是充满了不解 他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的亲姑姑竟然会这么对他 江言被小胖的眼神胸口一震 脑袋像是轰的一下炸开 我 江无名不再看江言 直接抱着儿子 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了江言撕心裂肺的哭声 晚晚就站在江言的鞋对面 看着江言哭得这么伤心 晚晚忍不住道 阿姨 你不要哭了 江言哭声一顿 抬起头看着穿着小裙子 一本正经跟他说话的晚晚 晚晚 世界上没有后悔要 等以后小胖懂事了 他想起今天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江言一愣 等晚晚走了以后 脸上露出了崩溃的表情 江明是江家唯一的儿子 虽然小胖姓江 但是江无名家中并不是豪门 但江无名的妻子是 江无名的妻子叫己云念 比江明大了五岁 当得知自己女儿差点死在了自己丈夫姐姐和姐夫的手里面时 第一反应关心的竟然不是儿子 而是自己的丈夫 江明自己福大命大 你说 你不会游泳跳下去干嘛 说完 几云念看着湿漉漉的儿子 抬手拍了拍小胖的后脑勺 明天我给你抱个跆拳道 等你长大了 保护你爸 晚晚看着几云念一身黑色的长沙裙子 听见对方这句话的时候 眼睛睁得大大的 最重要的是 小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保证道 妈妈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爸爸的 江无明 这下子好了 吃软饭这事儿 被他们母子二人得坐实了 宴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很快就停止了举办 江炎和他的丈夫 被苏彦青带到了警局 警局里 江炎的丈夫一言不发 不管警方怎么询问 男人就是低着头 一言不发 倒是江炎 一到警察局全部交代了 当警察得知 这二人竟然用自己弟弟的孩子当祭品 并且等孩子死了以后 他们也会跟着一块去 为的就是 能够和自己死去的孩子相团聚 这都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会有这种封建思想 警察听后 生气又痛惜 唯一感到幸运的是 那个被绑架的孩子 没事 另一边 江无明和几余念 带着小胖回到了家里 江无明担心孩子 抱了小胖一路 这可把几余念给心疼坏了 无明 江明自己优腿 你让他自己下来走 他这么蹲势 把你累着了怎么办 江无明正准备说自己不累 但是下意识看了一眼自己怀里的大胖儿子 沉默了 江明也看了看自己的肚子 感觉自己也就比婉婉的肚子大了一点点 只是到了 他妈妈的嘴里面 他就是全天下最重的孩子 心里吐槽归吐槽 小胖子江明看了看自己额头上满是汗水的老父亲 默默道 爸爸 我没事 你放我下来吧 江无明 好 几余念忽然想到了什么 问道 刚才旁边的就是你经常说的苏婉婉 嗯嗯 小胖一听到自己老妈说婉婉 赶紧点点头 婉婉是我最好的朋友 几余念 那他今天是怎么找到你的 他嘴里虽然说着不担心儿子 可实际上也只是表面的风轻云淡而已 只是看着自己儿子没事 几余念整颗心都落了下来 我不知道 婉婉为什么能找到我 可能是因为 婉婉想吃大鹅吧 突然想到了什么 小胖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我想起来了 婉婉说我有血光之在 几余念下意识地看向了自己的丈夫 二人眼神对视了一下 紧接着江无明点了点头 没错 我知道小明被绑架 也是苏家人通知我的 婉婉会倒数 江家是阴阳世家 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几余念这么一问 江无明想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很有可能 而且我估计那孩子是天师 夫妻二人对话完以后 就再也没有说话了 江无明望着妻子 又看了看自己儿子 苏婉婉只是咱们儿子的 今天婉婉救了咱们儿子 不管怎么说 都要去苏家走一趟的 于是第二天 婉婉就收到了一大车的零食 但是更显眼的是 小胖竟然给他提了一大只烧鹅过来 油滋滋的 表面还泛着金黄色的光芒 婉婉瞬间觉得 小胖在他面前高大了不少 顺带吞了吞口水 婉婉 谢谢你昨天救了我 我请你吃烧鹅 那烧鹅是用透明的蛋糕盒子装着的 看起来很大 婉婉双手环抱 才把烧鹅拿住 此时婉婉看着烧鹅 已经离不开眼睛了 吸溜吸溜了口水 脑袋摇着 但是眼睛却黏在了烧鹅上 不谢不谢 此时 烧鹅的香味已经冒了出来 婉婉的鼻子在口中嗅了一下 就像小狗一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小团子好几个月 没有吃肉一样 四季周好笑道 你跟小 小明一块去桌子上吃吧 说完 有些不放心自己女儿 添了一句 记得给小明也吃一口 还有笑天犬 你可千万别又给他吃骨头了 婉婉连忙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 苏季周还在跟江吴明夫妇说话 时不时地撇了一眼婉婉 然后就看见婉婉直接把大鹅的脑袋给了江明 至于笑天犬 婉婉给他了一个屁股 苏季周 婉婉一个人吃完了一只鹅 吃完后 小嘴油腻腻的 苏季周见了 赶紧让孩子过来 然后娴熟地抽出一张卫生纸 给小孩擦嘴 苏季周和几云念 还有事情要商量 等婉婉和小胖吃完大鹅以后 就让他们自己去别墅外面玩了 婉婉现在早上起不来 但是每天都会抽出一些时间练剑 婉婉把自己的桃木剑送给了苏宇石 而七星剑还坐镇在天师会 婉婉没有剑练 于是从地上捡了一根棍子 婉婉动作行云流水 似乎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 小胖第一次知道婉婉会功夫 以前他只知道婉婉生气了会挠人 还会抓别人头发 以前他们般的苏宇卿经常被婉婉揍 小胖还想着事情 突然看见婉婉竟然一蹦三米高 瞳孔一缩 顿时睁大了双眼 我的妈 妈妈咪呀 小胖惊得目瞪口呆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婉婉 婉婉把棍子当剑使用 因为力道很大 木棍在空中发出了羞羞羞的声音 小胖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屁股 心想婉婉还是挺温柔的 打架从来不用棍子 等婉婉气喘吁吁练完剑后 小胖摸了摸自己身边的笑天犬 笑天犬 婉婉练得太好了 赶紧叫两声助助性 笑天犬 滚滚滚滚滚滚 小胖 婉婉 你们家的狗子太神奇了 竟然还会对着我翻白眼 话音刚刚落下 笑天犬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小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总觉得这狗有点看不起他的感觉 婉婉 你家的狗可真胖 跟我爸爸喂的小香猪一样的 小香猪 婉婉没听见别的 只是听见了小香猪这个词 小团子停了下来 把木棍放在身后 忍不住问 小香猪多大 好吃吗 香辣好吃还是炖汤好吃 小胖没想到 婉婉竟然打起了自己爸爸的小香猪的主意 顿时惊恐地摇摇头 表情万分惊恐 不行不行 为什么 小香猪不好吃吗 婉婉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小胖神秘兮兮地凑到了婉婉的耳边 用自己最低的声音道 你知道我在家里的地位排地级吗 婉婉摇头 小胖伸出了四个手指头 在我家里 我爸爸的地位第一 第二是我妈妈 而那头小香猪 是第三 啊 婉婉睁大双眼 是因为小香猪要留到过年吃吗 毕竟以前在李春梅家里面的时候 家里为的猪家庭地位也比他高 只不过过年的时候 猪一死 他的地位就蹭蹭蹭往上提 婉婉三句不离吃 小胖对此十分无奈 小香猪不能吃 它是我爸爸的小宠物 我爸爸可宠他了 还在我们家的别墅外面 起了一座很大很大的小猪乐园 婉婉一听 小香猪不能吃 一时间就没什么兴趣了 小孩子砸了砸嘴巴 忍不住道 真想吃小香猪 我觉得烤全猪应该好吃 我还没吃过呢 说完 还吸溜了一下自己的口水 对于婉婉三句话不离吃的 小胖表示自己十分熟悉 两个小孩在屋外玩了一会儿 等到中午 小胖领走前 把自己最喜欢的蜘蛛侠手办 送给了婉婉 婉婉 我爸爸说了 昨天要不是你 我可能就死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手办 现在送给你了 你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 我将明一定上刀山下火海 都会帮你 蜘蛛侠的手办有些大 婉婉是抱着的 而此时 他还有些猛逼 对他来说 就小胖 也只是轻轻松松的一件事 可是小胖竟然把他最喜欢的手办 送给了自己 婉婉也喜欢蜘蛛侠 看了一眼这么精致的东西 下意识地摸了摸 不用谢我 我们是朋友嘛 只要你以后 还有什么好东西想着我就行了 还有以后的寒暑假和家庭作业 你也替我做了吧 小胖被婉婉突如其来的 报恩给弄梦了 啥 啥 婉婉抱着蜘蛛侠 再次重复了一遍 我说 以后寒暑假作业 我都交给你了 小胖眼前瞬间一黑 要哭不哭地看着婉婉 见此 婉婉一点自觉都没有 反而问道 怎么了 不行 你不是说 要感谢我吗 小胖支支吾吾 手足无措 我 婉婉看着小胖有些不情愿的样子 小嘴一堵 小胖拒绝的话 瞬间说不出口 最终拳头捏紧 像是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一样 点了点头 行 以后你的寒暑假作业 我都帮你写了 婉婉嗡两声 想着等以后上小学了 一定要让小胖跟他一块 离开的小胖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一个小团子给惦记上了 眼看着就要到了四月底 帝都的天气 越发变化无常 明明昨天还是晴空万里 结果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雨 一下就下了好几天 并且没有停止的趋势 西南的地方因为大面积降雨 很多地方都坍塌了 电视上说 还有人被埋在了山洪里 全国各个地方的自然灾害不小 起初这件事都没有过多关注 直到这场雨根本没有停止的意思 这样本来就艰难地抢险工作 更加困难了 人力不够 物资缺乏 好在现在网络十分发达 西南地区的事情上了抖音 当天因为物资和人力问题 冲上了各大热搜 苏季州立马调派人手去了灾区 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 找到了特别多的挖掘机器和部分物资 在第一时间送往灾区 而苏彦青和何穷 也带着人去了灾区支援 甚至墨金春 也跟着医院的治疗队 前往了一线工作 晚晚在电视上 看见了自己家的商标 还在电视上 看见了满身是泥土的苏彦青和何穷 甚至一向身上 都是干干净净的墨金春 身上也夹杂了很多的泥土 晚晚坐在沙发上 看着新闻报道 半边身子靠到了啸天犬的身上 师父之前跟我说过 自以国有据老话叫做 一方有难 八方之缘 看来果然不假 说完 晚晚只冷起身子 从沙发上下去后 回到房间 给三清老祖上了一炷香 隔日 晚晚再次看报道的时候 发现雨真的好了很多 晚晚开心得不行 于是再次给自己 祖师爷上了一把香 四月底最后一天 晚晚放了五天的长假 而在一中备战高考的 苏承奇和苏星满 终于回来了 最让晚晚晚开心的是 两个哥哥竟然都给他 准备了他最爱吃的蛋糕和烤鸭 两个月不见 晚晚觉得 两个哥哥 好像长高了不少 小团子看着自己五哥六哥的下巴 忍不住道 五哥六哥 你们是不是又长高了 二人身上的衣服 是晚晚自己选的 开学的时候 衣服还很合适 但是现在明显是 肉眼可见的短了一点 晚晚见了十分羡慕 苏季周每周都会让人送衣服过来 小团子每天穿的衣服 几乎没有重样过 因此根本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长高 之前在幼儿园的时候 晚晚还能晾一凉 但是现在转了幼儿园 晚晚都不知道 自己长高了多少 而对于苏承奇和苏星满 两兄弟来说 晚晚的变化也很大 苏星满蹲了下去 揉了揉晚晚的脑袋 晚晚也长高了很多 我听说现在晚晚排队的时候 都排到第五的位置了 对吗 对 一句话让小团子终于找到了自信 因着太久没有看见两个哥哥 晚晚晚上睡觉的时候 抱着枕头 跑到了苏星满的房间里 六哥 你在干什么啊 晚晚刚进门 就看见了自己六哥 正坐在书桌旁边看书 小团子不小心瞥了一眼 顿时闪下了他的眼睛 晚晚捂着眼睛 小表情有些痛苦 妈呀 好多字 头晕 苏星满的书上面 全是密密麻麻的文字 一张插图都没有 晚晚只是看了一眼 就觉得头皮发麻 甚至像个小细精一样 像是下一秒就要晕倒一样 苏星满把书盒上 哭笑不得地走到了晚晚的面前 把晚晚抱了起来 哎呀 我晕倒了 晚晚看见自己六哥来抱自己 赶紧倒在自己六哥的怀里 苏星满眼神无奈 捏了捏晚晚的鼻子 忍不住道 小细精 嘿嘿 晚晚抱住了自己六哥的手 肩膀一抖一抖的 苏星满抱着晚晚学习了一会儿 晚晚一会儿 看着小蝌蚪一样的字 一会儿又抬起头看自己六哥 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听着怀中的呼吸声 苏星满这才把晚晚 抱到了自己的床上 五一节这天 除了晚晚四哥没有回来外 一家人都到齐了 苏季周让人准备了 一大桌子的饭菜 中午的时候 一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 苏季周看着儿女 忽然感觉时间过得太快 儿子一天天大了 大多数时候 都是聚少离多 唯一庆幸的是晚晚 还会陪着自己 这么想着 苏季周低头 看向坐在身旁的晚晚 问道 晚晚要不要吃烧鸡 晚晚点点头 要 我还想吃大鹅 苏季周一一满足了 吃过午饭 苏季周就去厨房忙碌去了 晚晚本来是想让自己哥哥们 陪自己玩一会儿的 结果发现 一个人都不在 就连笑天拳也见不着 晚晚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只有在厨房忙碌的老父亲 和孤零零的自己后 气呼呼地上楼补觉去了 只是没想到 自己一睡 竟然睡到了晚上 等晚晚起来的时候 屋外的天都已经黑了 黑暗中 晚晚仍然能够看待一清二楚 小团子穿着拖鞋走了出去 走廊里空荡荡的 敲了敲自己几个哥哥的门 愣是一个都不在 人捏 晚晚小嘴一撅 语气十分委屈 尤其是看着厨房 一个人都没有 厨师和阿姨也都走光了 饭桌上也没有给自己留饭 一时间 晚晚背从中来 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的晚饭呢 怎么什么都没有 啪 突然 四周的灯光亮了起来 紧接着去 好听又稚嫩的歌声 突然响起了来 晚晚抬眼看了过去 就看见了自己小池哥哥 正和一群大人 拖着一大的蛋糕走了过来 直到顾方池走在他的面前 晚晚仍然没有反应过来 晚晚 生日快乐 顾方池话音刚落 气氛组苏宇时和苏承奇 立马放了小礼炮 亮晶晶的碎屑 落到了晚晚的头上 晚晚的表情 伤心又猛逼 小团子看了看自己二哥 又看了看苏继周 眼神懵懂 恭喜我们的晚晚 今天四岁了 晚晚这才反应过来 他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推车上 比他手还长的蛋糕 眼泪汪汪地 抱着自己爸爸的大腿 紧接着 晚晚抬起头 问道 这是爸爸亲自做的吗 苏继周点了点头 嗯 晚晚喜欢吗 蛋糕仍然是晚晚最喜欢的 黑天鹅蛋糕 奶白色的奶油上面 点缀着四只黑色的天鹅 模样微妙为恰 最重要的是 这次黑天鹅的脑袋没有断掉 而奶油上面 苏继周还画上了晚晚的Q版画 微妙微笑 晚晚在猛逼中点上了蜡烛 唱了生日歌 许了愿 晚晚开开心心 吃了油闷大鸡 还吃了一大块蛋糕 吃完饭后 长辈们轮流送上了祝福 并且知道 晚晚喜欢钱 因此还额外给晚晚准备了红包 没一会儿 晚晚每个口袋里装的都是红包 顾方池最实在 给晚晚的红包里面装了三万块钱 因为钱太多 红包口袋都被撑坏了 但依然没有影响晚晚的好心情 吃完蛋糕后 晚晚回到了自己的大床上 旁边还有一个顾方池 小吃哥哥 我们一块数数 说完 赶紧把红包都拿了出来 晚晚数不明白多少钱 但是顾方池数钱数得又快又准 晚晚一想到自己一个晚上竟然有了这么多钱 而且 此时他的手机在叮叮叮地响得不停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是他的师兄弟给他发红包了 晚晚把自己的钱存到了水桶里面 存完钱后 晚晚突然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顾方池觉得晚晚的情绪在突然之间低沉了很多 晚晚绝了绝小嘴 今年师父没有陪我过生日 晚晚拍了拍顾方池的大腿 生气道 哼 师父是大骗子 说好的 每年我过生日都给我准备生日礼物的 晚晚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心里十分酸涩 小团子摸着自己的胸口 忍不住道 小吃哥哥 我想我师父了 顾方池拍了拍晚晚的后脑勺 语气十分温柔 有时候我也会想我的妈妈 但是你之前告诉我 我的妈妈很爱我 所以不想让我伤心 晚晚的师父是个好师父 他肯定也不想你为他伤心 所以 晚晚以后 一定要快快乐乐的 嗯嗯 晚晚抬起头 看着顾方池 漆黑如同繁星一样眼睛 我一定要做全世界最开心的小崽子 晚晚想得通 等把半米高的存钱水桶放好以后 小团子就爬回了床上 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晚晚准备亲自送顾方池回去 没想到顾方池拒绝了 那怎么行 晚晚不放心 顾方池一个人回去 毕竟他们家离着小池哥哥的家里 有这么长的距离 顾方池看着晚晚拉着自己 就往车上走的时候 赶紧解释道 我爸爸已经隔壁的别墅买下来了 以后我们就可以一块上下学 晚晚猛逼 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顾方池看着晚晚脸上惊讶的表情 心情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不错 我说 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 哇 晚晚惊呼出声 一下子就把顾方池抱了起来 顾方池 小团子实在是太高兴了 抱着顾方池 还在原地转了两个圈圈 因为太兴奋 等停止以后 还巴结两口 亲在了顾方池的脸上 太好了 这样的话 谁也不能分开我们了 晚晚说着 赶紧道 我能去看看吗 顾方池没有任何犹豫的点点头 不过别墅才刚刚搬进去 可能比较乱 没关系的 说着 小团子就拉着顾方池出去了 顾廷远早就猜到了 晚晚要过来玩 于是今天都没有去公司上班 而是一直等在这里 等晚晚进去以后 发现顾方池没有说谎 因为这栋别墅 相对于来说 真的有些乱糟糟的 虽然能够住人 但是前面必须加上勉强两个字 这家别墅的主人 因为破产 不得不把房子卖掉 但别墅那里的装修 已经被催债的人 弄得一塌糊涂 如果是平时 顾廷远绝对不会买这种房子 但是耐不住自己儿子 半个月前给了他五千万 让他把晚晚家隔壁的别墅买了 顾廷远没想到 自己儿子竟然这么有钱 只不过想着 他住在晚晚的旁边 那岂不是可以天天都看见小团子了 因此 顾廷远直接把房子买下了 晚晚听后十分开心 毕竟这样的话 他以后就可以跟小池一块上下学了 晚晚想着 牵着顾方池的手 来到了别墅的草坪上 说想要玩过家家 中途 晚晚还回家了一趟 把还在睡梦中的笑天犬 给抱了过来 顾廷远出来的时候 就看见一条黑色的大狗上 带着两个粉红色的蝴蝶结 脖子上有个粉红色的饭兜兜 而大狗的身上 全是碗碗贴的贴纸 至于笑天犬 正双眼无神地瘫倒在了草坪上 生无可恋 顾廷远嘴角一抽 于是 男人掏出自己的手机 对着生无可恋的大狗 就是咔咔咔地拍的几十张照片 紧接着 顾廷远又看了看自己的儿子 今天天气格外地热 顾方迟 穿了一件短袖在外面 而此时 自己儿子的手臂上 竟然满是花壁 甚至脖子上 还挂着笑天犬平时戴着的金链子 扑 顾廷远没忍住 直接笑出了声音 婉婉 你画的是什么 婉婉转过头 我画的纹身 顾廷远眉头一挑 哦 这纹身是小猪佩奇 婉婉双手交叉在胸前 不是 这个是弟弟乔治 顾廷远也只是听说过 小猪佩奇这头猪 深受小孩子喜欢 但是的确分不清楚 乔治还是佩奇 那你为什么 给你小吃哥哥 画一头猪 婉婉认真说 因为我只会画猪呀 而且网上的人 都是这么画在手上的 婉婉说着 指着顾方迟的手臂道 干爹 你觉得我画得好看吗 顾廷远没话说 毕竟婉婉这话吧 说是猪也能看出来 说不是猪吧 又觉得哪哪都不像 但是自己干女儿 这么期待的小眼神 顾廷远怎么可能说一句不是 于是点了点头 好看 说着 顾廷远看着自己儿子 眉头一挑 你小吃哥哥 平时可喜欢看小猪佩奇了 你给他多画点 画个大花壁 婉婉也正好有这个打算 不过小团子想了一下 好东西就要一块分享 于是抬起头 问道 干爹你要去上班吗 顾廷远一愣 摇了摇头 不上班 怎么了 那我也给干爹你画一个佩奇吧 婉婉说着 抱着自己的水彩笔 开始挑选颜色了 小团子嘴里面念叨道 我要给干爹画一个手臂的小猪佩奇 顾廷远听见后 下意识地吞了吞口水 转身就想跑 这时候 顾方池站在笑天犬的旁边 眼眸中带着一点点嘲讽 无情地开口道 婉婉 让我爸爸把衣服脱了给你穿吧 到时候 你还可以 让他顶着大花壁上班 婉婉眼神一亮 但是这次还算反应快 犹豫了问道 这不合适吧 顾廷远正觉得自己干女儿 还是为自己着想的时候 顾方池却突然开口道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刚才也听到了 我爸爸 说他喜欢小猪佩奇 对哦 婉婉挠挠脑袋 眼神赤裸裸地看着自己干爹 那我要给干爹画 好多好多的佩奇 顾廷远 绝望 JPG最后 等晚晚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 顾家父子二人 在洗手间里 疯狂地搓着手上的大花壁 一直到两个小时后才出来 另一边 笑天犬不知道什么时候 爬上了别墅的阳台 此时 他的两个耳朵旁边 还分别有个粉色的蝴蝶结 粉色的饭兜兜 好记在他的脖子上 好不容易小团子睡着了 笑天犬可算能清静了一会儿 这几年被晚晚折磨这么惨 笑天犬不禁对着天空哀嚎了两声 周围的邻居 还以为附近着火 一一九出井啊 五一结过后 苏承琦和苏星满申请了休学 自己在家学习 还是普通的学生学校 当然不会同意 但是耐不住二人 在学校名列前茅 再加上两兄弟 态度十分坚决 老师还是同意了 晚晚得知以后 每天都能看见自己的五个六个 心里面别提有多开心了 晚晚叹了一口气 如果四哥也能回来就好了 苏星满摸了摸晚晚的脑袋 轻声细语地哄道 四哥封闭式训练 再过两个月就训练结束了 晚晚虽然没有跟自己四哥见过面 但平日里 还是会给自己四哥打电话 还有视频 虽然相处少 但是晚晚和自己四哥 相处得非常愉快 晚晚做梦的时候 都在想他 五一结结束后 小团子又背着自己的小书包 上幼儿园了 只不过 这次晚晚是主动要求去上学的 苏基周早上都还没起来 晚晚就已经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背着自己的章鱼小书包 就下了楼 苏基周醒来后 在晚晚房间摸了一个空 结果在楼下的餐桌上 看见了正对着包子流口水的小团子 晚晚 小团子听见有人 叫自己名字 赶紧回过头 看见是苏基周 天天地喊了一声爸爸 苏基周有些惊奇 小团子 今天竟然起来这么早 要知道 每次放假结束的时候 小团子不管怎么哄 都不会从床上挪一下的人 可是现在 不仅自己收拾好了书包 而且还一脸期待的样子 爸爸 快吃饭吧 吃完饭 我就可以和小吃哥哥一起去上学了 晚晚坐在凳子上 小短腿一晃一晃的 苏基周可算是明白 小团子为什么这么喜欢了 没想到 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 一时间 老父亲心情复杂的同时 还松了一口气 快吃吧 吃完了 送你去上学 晚晚嗡嗡两声 补充道 不对不对 是送我和小吃哥哥一起去上学苏基周 最后 苏基周还是亲自送两个孩子上学的 到了学校 老父亲看着女儿蹦蹦跳跳的身影 竟然有些不舍起来 男人蹲下身 喊住了晚晚 怎么了 晚晚偏着头 不解地问道 爸爸想你了 晚晚眼神无奈 在老父亲的脸上巴唧一口 乃声乃气地道 真拿你没办法 这样吧 晚晚亲亲就好了 苏基周 这边也要 最后 在晚晚嫌弃的目光中 老父亲得到了两个亲亲 这一天 苏基周心情大好 在公司准备工作日 第一天加班的员工惊奇地发现 群里面一大早就发了正常上下班的消息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是董事长家的小宝贝 给了自己老父亲两个亲亲 老父亲心里一高兴 大手一挥 不用加班了 晚晚在幼儿园混得风生水起 除了在唱歌的时候 之前班上的声乐老师 并不知道小团子不会唱歌 他是外聘的老师 因此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一眼就看中了小团子 当时 晚晚坐在最后面 相比于其他坐不住的幼儿 晚晚的确是最惹人突出的存在 因为实在是太乖太可爱了 因此 声乐老师就让晚晚上台展示一首 起初被点名的时候 晚晚的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一上台就说自己不会唱歌 老师以为晚晚是害怕展示自己 因此鼓励了很久 晚晚最后没办法 只能深吸一口气 表情十分明重地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直到唱歌的时候 声乐老师终于知道 晚晚为什么会如此抗拒上台唱歌 人家明明说的是实话 可他却以为小孩子是谦虚 甚至后来才知道 整个幼儿园里最不谦虚的就是苏晚晚 现在这哪里是谦虚 那是害怕 好在音乐老师虽然觉得晚晚五音不全 但只是心里有些好笑 可是不管怎么样 音乐老师都没有去嘲笑晚晚 晚晚的小心脏 这才轻松了不少 下课后 晚晚靠在顾芳池旁边 下巴撑在了顾芳池的肩膀上 双眼无神 顾芳池有些担心 忍不住问道 晚晚 怎么了 晚晚黑色的眼珠子 十四五度看着洁白的天花板 道 我现在不完美了 以后怎么当幼儿园的扛把子啊 晚晚在幼儿园的时候 那可是小弟成群 平时上个厕所 后面起码会跟着十几个小朋友 今天唱歌暴露了晚晚的短板 小团子觉得自己 已经没有微信可言了 没关系 顾芳池转过身 晚晚抬起头 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亮晶晶地看着顾芳池 真的吗 晚晚心里 已经燃起了一线希望 顾芳池点点头 十分认真的说 真的 半个月前 小胖已经把你唱歌难听的事情 给全班说了 现在应该整个幼儿园都已经知道了 晚晚 那你 晚晚手指捏得紧紧的 而此时 小胖凑了一个脑袋过来 双眼猛逼地问道 我刚才听见有人叫我 晚晚 是你们在叫我吗 晚晚转过头 对着小胖无辜又迷茫的眼神 咬牙切齿地道 江明 小胖子被打了 老师来的时候 就看见小团子骑在小胖的身上 坐着 也没有动手 但是就是气呼呼的样子 老师好不容易把小胖 从晚晚屁股下解救出来了 小胖还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被按在地上 晚晚其实已经手下留情了 要是换做对面的人 是刘又青的话 指不定头发都被豪秃了 但是看着晚晚气呼呼的模样 小胖 连哭都不敢哭了 赶紧回想 自己什么地方 惹到晚晚了 可是明思苦想好久 从早上给晚晚带了十块巧克力 再到帮晚晚写作业 整整一天 晚晚让他往东 他绝对不敢往西 让他做雨纹 他绝对不敢碰数学 所以 晚晚到底 为什么会生气 小胖把求助的目光 看向了顾方池 然而 顾方池看着他 愣是一点表情都没有 晚晚 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你要是还生气 我再给你骑着揍几下 晚晚 哼 小团子满脸不高兴 听到小胖的话 直接鼻孔朝天 你说我唱歌难听 啊 小胖不解的摸了摸自己的头 十分苦恼地问道 这不是 事实吗 但是小胖还算是智商在线 话说到一半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 可是晚晚却撇了一眼小胖 不是什么 小胖赶紧摇摇头 我的意思是说 我没有说你唱歌难听 那你怎么说的 小胖 我说的是你一唱歌 我们所有人都要无耳朵 我没有说你唱歌难听 晚晚听着小胖的解释 生气又着急 红着眼眶找班主任告状 老师 小胖侮辱了我纯洁的人格 强大的自尊心 你可得快点给我做主啊 班主任的手被晚晚不停地摇着 耳朵周围 全是晚晚嗡嗡嗡的声音 但是在两个小团子的直言片语中 班主任也大概了解了事情的大概 再加上一询问 总算是明白了 看着小胖自责又害怕的眼神 又看了看小团子委屈又着急的目光 班主任叹了一口气 最终还是让两个小朋友相互道了歉 下课的时候 给两个孩子的家长打了电话 晚晚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 小胖说的是 事实没错 所有人都可以说他唱歌难听 但是他喜欢的人 就是不能说 只是刚才把小胖按在地上打的时候 晚晚还是后悔了 甚至主动承认了错误 小胖接受了晚晚的道歉 受宠若惊 不好意思中又带着一丝愧疚 两个小朋友压根就没有闹矛盾 事情就完美解决了 没多久 几个孩子又在一块玩了 晚晚最喜欢玩老鹰抓小鸡 这次顾方池当了最末尾的小鸡 晚晚舍不得抓顾方池 于是指着小胖抓 小胖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不公平的操作 早就已经习惯了 而且 晚晚特别会玩 就算每次不到一分钟就被抓住了 小胖仍然玩得很高兴 只是他们玩得高兴 不代表别的小朋友也是同样的想法 乌恩利是小胖后面的那位小鸡 他是小胖除外 被抓次数最多的小鸡 我不玩了 乌恩利见着晚晚又抓到了自己 顿时脸色一垮 晚晚不太明白 明明刚才大家都玩得挺开心的 怎么乌恩利突然生气了 晚晚搞不动 怎么了 晚晚睁大双眼 不解地看着乌恩利 或许是小朋友的眼睛实在是太好看了 乌恩利本来很生气 可是看着晚晚的时候 突然火气就降下去了一大半 你每次不是抓小胖 就是抓我 我不想玩了 晚晚一听就明白了 主要是没办法 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一共才五个人 除了老母鸡以外 就只有三个小鸡仔 他肯定是不会抓自己小吃哥哥的 那就只剩下小胖 还有乌恩利了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我请你吃冰棍 五月 天气时冷时热 可能早上出去 还穿着一件厚厚的外套 到了中午太阳一出来 那就热得不行 每次晚晚 总会跑到幼儿园门口 然后让幼儿园旁边的商店老板 给他一根雪糕 晚晚想到自己 喜欢吃的甜筒 都不等乌恩利反应 哒哒哒地就跑了过去 幼儿园的保安 看见晚晚又跑到了幼儿园的门口 整个小脸都贴在栅栏门上 然后对着旁边的雪糕店老板 一边招手一边喊 老板似乎早就习惯了 看见晚晚贴在栅栏门上 慢慢地走了过来 老板 我要五只甜筒这些天 老板早就知道了 晚晚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因此听见晚晚要什么的时候 赶紧回去拿雪糕 等其余几个小朋友 拿到雪糕的时候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晚晚 晚晚 你爸爸对你可真好 我爸爸妈妈告诉我 小孩子不能吃雪糕 所以我长这么大都没有吃过几次 晚晚睁大了双眼 小团子觉得这个问题十分严重 你爸爸妈妈对你也太严厉了 我爸爸每天都让我吃的 说着 晚晚一口就把手里面的甜筒 给咬了一大半 顿时被冰的五官猙獰 顾方池把雪糕拆开 递到晚晚面前 担心道 晚晚 慢慢吃 我这里还有 好晚晚说完 还真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咬 然而这一幕 却被一辆面包车里的人 看得清清楚楚 面包车里 一共坐着三个人 看起来年纪都有些大了 一个驼背 一个眼神凶狠 另外一个 则是一个女人 头发花白 苍老的脸上 带着精明和算计 放学的时候 对着最漂亮的孩子动手 妇人声音沙哑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一会儿 吃自己手上的甜筒 一会儿又吃顾方 吃手上的东西的晚晚 那孩子是最好骗的 已经吃完甜筒的晚晚 根本不知道 自己被人盯上了 此时 他们吃完甜筒 赶紧跑回了教室 晚晚的小嘴都没有擦干净 脸上还全带着巧克力 丸子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 晚晚做贼心虚 擦了擦自己的小嘴 结果越擦越花 顾方池看不下去了 自己站在晚晚的对面 然后轻轻地擦了擦 晚子老师无奈地挥挥手 下次不许一个人乱跑了 好搭 晚晚答应得特别快 但是晚子老师知道 下次小团子还会继续犯 下午 晚晚让顾方池给自己盘了个头发 雷姬木作的簪子 直接插在了头发上 看起来十分可爱 顾方池觉得 晚晚哪哪都好 就是白白长了一张嘴 但是不管怎么样 顾方池还是最喜欢晚晚 在他们家 晚晚绝对是排第一的 晚晚下午的时候没睡好 一整天都没精打采的 下午老师在教室里上课 晚晚在桌子旁边 脑袋一点一点的 好像下一秒就要睡着了一样 晚晚 小团子马上就要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模模糊糊之间 马上就要睡着了 然而这个时候 晚子老师喊了他一声 小团子后背一凉 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到 晚晚 我刚才在讲什么 晚晚神情慌张 刚才自己睡磕睡去了 哪里知道晚子老师在讲什么 我 晚晚磕磕巴巴了半天 突然看向小黑板上的数字 心一横 刚才老师你在讲七加四等于多少 晚子老师本来以为这小家伙答不出来 没想到真的被晚晚给蒙对了 那七加四等于多少 啊 晚晚愣了一下 远不住问道 老师 这是两个问题了 小家伙学会讨价还价了 实际上心里慌乱的一批 因为小家伙压根还没算清楚 晚晚的双手背在身后 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的数 没想到还真的算出了结果 老师 我算出来了 晚晚举起手 开心地说道 这道题的答案等于十一 顾方池第一个反应过来 带头鼓掌 这还是晚晚第一次算对了两位数以上答案的题目 晚子老师差点喜极而泣 要知道 晚晚来了幼儿园快一个月了 小家伙看着挺聪明的 但是在数字方面 却一点也不敏感 有道题是问小明 买童话书花了五元 买漫画花了三元 请问要怎么支付 结果晚晚写的是支付宝 或者微信支付 并且据晚晚家长说 上学期在幼儿园的期末考试上 孩子也是这么写的 以至于老父亲有些头突 这些日子 已经再给晚晚寻家教了 可是那些 一听晚晚这个情况 都来家里教了晚晚一点 最后几乎是哭着回去的 明明上一秒才告诉他 三加三等于六 结果晚晚下一秒就能忘记 最重要的是 想到生气 又生气不起来 每次这个时候 晚晚总是会一眼 无辜地看着他们 一副他很无辜的样子 这也导致都很多天了 家教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而晚晚今天回答很不错 老师一点也不吝啬 给晚晚一朵小红花 以至于晚晚额头上 贴着小红花 逛遍了整个幼儿园 到了下午放学 晚晚的小红花年性不大 都没挺到放学 就从额头上掉了下去 晚晚撅着小嘴 又是一脸不高兴 更加不高兴的是 今天自己爸爸和干爹 竟然都没有来接自己 晚晚看着花坛里 刚冒出心芽的小草生嫩气 二十分钟后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 都快走光了 在警局工作的苏燕青 接到消息 直接往幼儿园赶 打算先把两个孩子 接到警局去 晚晚和顾芳池 站在幼儿园门口 晚晚伸长着脖子 眼巴巴往外面看 顾芳池安慰说 晚晚 今天周叔和我爸 应该是有会所以耽搁了 你不要生气 晚晚心里也没有多生气 之前还在绵绵老师 教书的那个幼儿园时 很多都是爷爷奶奶 来接小朋友放学的 而到了这个幼儿园 更多的 却是一些穿着黑衣服的 保镖大叔来接孩子 倒是小胖的爸爸 好像是无业游民 所以基本上 每天都可以来接小胖放学 而他爸爸要管理 这么大一个公司 已经很辛苦了 随意小团子虽然生气 可还是暂且原谅了 自己的老父亲 而就在这时 自己面前突然出现了 一道阴影 晚晚被阴影给挡住了 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上去 只见一个五六十岁的中年女人 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晚晚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 不让中年妇女碰到自己 幼儿园的保安大叔 只是回到保安厅 给晚晚拿了两个棒棒糖 没想这才几秒钟的时间 就多了一个妇女 保安严厉地开口道 没看见外面的牌子吗 要接孩子去专门的通道 要么就跟孩子老师打电话 梅一听到保安呵斥自己 脸上带着局促的讨好 实际上 心里早就把保安 骂了百八十遍了 这是我家的孩子 我是他外婆 说完 梅一蹲下身 用慈祥的笑容柔声说道 跟我走吧 待会儿 外婆给你买零食吃 说着 就要站起来 牵着婉婉走 等等 作为安保人员 保安立马就把梅一叫住 上下打量了一下对方 我看你和这个小朋友 长得也不像啊 说着 直接把婉婉给拉了回来 婉婉也点了点头 叔叔 我不认识这个老太婆 梅一见此 一点也不慌 只是对着保安道 我知道她叫苏婉婉 要是你不放心 就跟我家孩子的老师 打个电话吧 婉婉被这通话说得莫名其妙 甩开了梅一的手 生气道 你有病吧 我都说了 我不认识你 我爸爸说我外婆是艺术家 你看看 你浑身哪点散发出艺术细胞 骗小孩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 梅一没想到 一个小孩子 说话说得这么狠 但是看着婉婉漂亮的小脸蛋 又不想现在放弃 他们三个人 可是盯了这小孩 盯了整整半个多月 之前在幼儿园里 那些老师随便给个吃的 这孩子二话不说 就跟着人家走了 一看就是个好吃的 怎么到了他这儿 却一点不作笑 一旁的顾方池 把婉婉护在身后 对着身后的保安道 他是人贩子 婉婉外婆外公都在国外 不可能回国 保安一听 立马意识到事情不对 赶紧亮出了自己的电棍 梅一面对这种事情 一点也不慌乱 而是解释道 今天早上 还是我来送婉婉上学的呢 怎么可能是人贩子 这两个孩子 肯定还在生我气呢 你放屁 梅一话都没有说完 那保安忍不住道 每天早上都是人家 婉婉爸爸 送孩子来上学的 我可从来没见过你 说完 电棒直接扬起 梅一还是第一次失手 眼神一按 直接把顾方池推开 连拖带拽 把婉婉拉了过来 而就在这时候 一辆面包车急迟而来 车都没有停下 面包车的门哗啦一下 就打开了 梅一背上挨了一记棍子 顿时疼得 唉呦一声叫了出来 只不过 梅一是个狠人 直接在千军一发之际 带着婉婉一块上了车 保镖都来不及追 车就开走了 顾方池看着飞驰而过 扬起一片尘土的面包车 眼神发狠 根本没有犹豫 直接从地上爬起来 追着面包车的方向跑 但是顾方池脚上的伤 本来才好不到半年 才跑了不过两百米 车就跑没影了 婉婉 顾方池脱离地跪在地上 心里七上八下 他妈妈去世的时候 没哭 曹叔虐待他的时候 没哭 他被人弄断腿得知 要当一辈子瘸子的时候 同样没哭 可是 看着及时的面包车的车尾巴 顾方池没忍住 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而准备来接孩子的苏彦青 刚好看见这一幕 但是他离得最远 即便想要救婉婉 可是根本来不及了 苏彦青颤抖地拿出手机 赶紧叫人封锁道路 而自己则是随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一听说苏彦青是警察 瞬间油门才死 搜的一下飞了出去 然而 让苏彦青震惊的是 出租车开出去才不到五百米 之前绑走婉婉的那辆面包车 直接停在了路边 苏彦青心里心里咯噔一声 如果人贩子中途汽车 那么寻找范围更广了 可就在苏彦青下车的时候 面前停着的面包车 车门突然砰的一声被踹开 苏彦青熟悉的一幕来了 果然 驾驶室的车门突然伸出了一只小短腿 那小短腿在空中探索了很久 似乎是想要找到地面 然而 距离地面还有很长的距离 或许是太久没挨着地 婉婉收回自己的脚 伸出了脑袋看了看地面 然后一只手扒拉着方向盘 另外一只脚 努力寻找地面 费尽了千辛万苦 可算是下地了 婉婉刚下车 就看见了自己三哥双眼通红 顿时哒哒哒地跑了过去 可是跑到半路 突然想到了什么 小脸一拉 又折返了回去 已经伸出手准备 把婉婉抱在怀里的苏彦青 脑袋上缓缓出现了三个问号 怎么了 婉婉低着头 有些害怕 三哥 把别人腿打断了 要盼几年 婉婉想了想 又着急道 你知道进去以后 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吗 里面 还要不要上幼儿园 每天是三餐还是两餐 管饱吗 有零食吗 婉婉 说着说着 眼泪哗啦哗啦往下掉 小手不断地抹着眼泪 我不进去行不行 我不是故意的 苏彦青听了半天 可算是明白了 嘴角一抽 她可算是明白 面包车为什么会突然停了 感情是 小团子是在车上 进行了一场武术交流大会 苏彦青看着 时不时传来哀嚎的面包车 缓缓地走到了婉婉面前 轻声道 难道婉婉不是自当防卫吗 婉婉哭声一指 睁大双眼看着苏彦青 那双大眼睛 像一只小狗一样 这也行 苏彦青嗡哼一声 不说话 婉婉脑子转得极快 赶紧点了点头 嗯嗯 婉婉明明是原告 苏彦青听完 不得不改完婉婉脑袋瓜子 竟然转得这么快 只是婉婉得知自己 不会被自己三哥抓进去后 一蹦三跳就跑了过去 婉婉的头发已经乱了 要不是头上还插着一根簪子 不然的话 估计头发都能呼一脸 苏彦青看见婉婉来的时候 下意识拉直了自己的裤子 婉婉嘿嘿一笑 小模样像急了一只会偷心的猫咪 苏彦青见此 把小团子抱在怀里 凑近婉婉的身旁 轻声问道 婉婉 人没跑吧 没跑 婉婉伸出了三个手指 一个一个的算 有个刀疤脸 被我给打成了熊猫眼 还有一个驼背的干姜痘 被我用绳子套在了方向盘上 还有那个老太婆 腿被我打断了 婉婉越想越生气 忍不住道 哼 那个老太婆太坏了 刚才她推了我小吃哥哥 别以为她没看见 刚才顾方池手掌都蹭掉皮了 婉婉心疼得不行 越想越生气 结果生气过头 咔嚓一下就把梅姨的腿给打断了 苏彦青见此 一只手抱孩子 一只手揉揉小团子的脑袋 很不错 嘿嘿 婉婉笑了笑 然后从苏彦青的怀里下去 然后哒哒哒跑到了面包车门前 此时 面包车的门前 已经围满了过路的行人 婉婉把几个车门打开 面包车里面的场景 明晃晃地摆在了众人的面前 一时间 周围全是哗然的声音 婉婉不知道在哪里找了一根棍子 啪啪啪地敲在了车身上 发出了难听的噪音 一时间 人群里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了 婉婉大声道 他们要拐卖我 他们是人贩子 婉婉看着不少人 在拿着手机录视频 赶紧把地方让开 然后大声道 你们赶紧拍 放大十倍拍 这种人就应该遭到道德的谴责 法律的制裁 让他们的家人 好好看看这几个人面受薪的人 小团子说着 突然眼神忧深地看着 一直在车里掩面哀嚎的梅姨 梅姨面向刻薄 前半生命苦 生在了重男轻女的家庭 有了自己家庭以后 梅姨的丈夫不到三年就去世了 到了三十岁 梅姨面向突变 变得阴辣很利 她手里不知道转卖了多少孩子 而且还背负了不少人命 那些被梅姨害死的孩子 最多才不过五岁 晚晚拳头紧紧地捏了起来 后悔自己 刚才没有往死里揍她 而苏彦青 看见梅姨面容的时候一顿 因为梅姨正是最近半年来 拐卖案件的头子 没想到 今天把晚晚当成了拐卖目标 苏彦青二话不说 根本不顾梅姨断掉的小腿 直接带人反扣着 附赠了一双蹭亮的手铐 晚晚 过两天 我会向上面申请三十万的奖金 晚晚 多少 小团子因为太惊讶 以至于声音都在颤抖 到了最后 甚至还破音了 打个人还有三 三十万 这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早知道把老太婆肋骨多打断几根 也不知道 价钱会不会增加 晚晚嘟着嘴 正准备跑过去 再补两拳的时候 结果后面的衣领子 被苏彦青给拎了起来 晚晚的小短腿 在空中扑腾了两下 紧接着 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着自己的三哥 怎么了 你要干什么 苏彦青眼神中 带着一丝询问 刚才他可是看见 晚晚衣袖 都撸了起来 这明显 是要打人的节奏啊 我再不几拳啊 到时候 三哥你再给你领导说说 多奖励我一点钱呗 苏彦青心里一阵无语 他把晚晚放到了地上 忍不住道 你知道 你这样会变成什么吗 什么 晚晚一脸猛逼 压根没明白自己三哥 在问自己什么 你要是再感动人家一下 你就从原告 变成了被告了 这一句话 瞬间吓得晚晚 缩回了自己的小拳头 紧接着笑得一脸谄媚 我就开个玩笑 三哥你到时候 一定要回去 跟你的领导说清楚 就说 他们的伤势 晚晚正当防卫的结果 我不是故意的 三十万就三十万嘛 晚晚说完 心里涌上一丝疑惑 原来这不是看奏青 还是奏重来发钱啊 那为什么要丢钱啊 这三个人 全是市局的通缉犯 那两个男的 一个人头五万 被你腿打断的那个女的 值二十万 晚晚睁大双眼 这 这么多 苏彦青恩了一声 那个女的叫梅姨 从三十岁开始进行儿童拐卖 现在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 她拐卖儿童 差不多有一千多名儿童 而在这一千多名儿童中 被找到活着的不足十人 而找到后 却已经死亡的超过三十名 而且 而且什么 晚晚歪着头 见苏彦青不说话 忍不住问道 苏彦青漆黑的目光 看向梅姨 声音压得很低 只用她和晚晚听得见的声音道 而且 死亡的三十名 全是女性幼童 晚晚眼神震惊 心里十分复杂 而就在这时 警车和幼儿园的老师 也纷纷赶到 丸子老师看到晚晚没事 瞬间松了一口气 晚晚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突然看见了 站在最前面的顾方池 小池哥哥 晚晚瞬间就忘记了自己三哥 哒哒哒 朝着顾方池跑了过去 小池哥哥 你没事吧 有没有摔痛 顾方池眼眶还红着 被晚晚这么一安慰 眼眶更红了 隐隐约约 有眼泪要掉下来 晚晚顿时着急的手忙脚乱 着急的跺脚 小池哥哥 你别哭啊 你哭干嘛啊 是不是那个老太婆 把你给弄疼了 他奶奶的 那三十万 我不要了 金妞 一定给你报仇去 晚晚看着自己小池哥哥 要哭不哭的模样 心里跟被挣扎了一下 一时间 连自己二哥平时经常说的粗话 都说了出来 顾方池见此 哪里还顾得上伤心啊 赶紧拉住了晚晚的衣袖 我没事 我只是担心你 说完 顾方池看了一眼 晚晚白白净净的小脸 忍不住问道 晚晚 有没有受伤 晚晚摇摇头 还嘿嘿一笑 偷偷道 我跟你说 我已经帮你报仇了 什么 顾方池一时间 还没有理解过来 刚才那个老太婆把你推倒 所以我把她的腿给打断了 而且我三哥说了 这三个人是在逃通缉犯 国家要奖励 给我三十万 这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发现的 等奖金下来 我们一人一半 顾方池张了张嘴 可是晚晚已经从前怎么分 再说到了这个钱要怎么花 甚至还说等 拿到钱了 第一顿要吃小龙虾 第二顿要吃火锅 第三顿要吃黄焖鸡 第四顿 接下来一个月的行程 晚晚都自己想好了 顾方池心里更多的是无奈 但是看着晚晚在自己身边 还能巴巴巴的 顾方池松了一口气 只要晚晚在她身边就好了 警车来了以后 苏彦青说明了情况 而路过的时候 梅伊突然恶狠狠地看向了晚晚 晚晚眉头紧紧地皱着 忍不住问道 老太婆 你看什么看 信不信我再给你一锤子 说完 小团子立马亮起了自己的小拳头 模样乃凶乃凶的 相对于两个已经认怂的人贩子 梅伊更加淡定自若 苏婉婉是吧 给我等着 梅伊走到晚晚身边的时候 说了那么一句 还没等晚晚反应 直接被拦住了 但是很快 晚晚跳起来骂道 等着就等着 你到时候不来找我 你就是狗 梅伊 梅伊眼神复杂地看着气得跳脚的小团子 直接扭头就走了 晚晚看着被警车拉走的梅伊 哼了一声 男男道 你能不能出来都不一定呢 民间有句话叫做 好人命不长 坏人活千年 这说的就是梅伊本人 只不过他的命 断送在了苏婉婉的手里 同年八月 梅伊拐卖案中 梅伊被判处死刑 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 也坐了一辈子牢 此新闻由红星网发出 直接罢榜各大热搜 整整半个月 从前大家体会不了 丢孩子 到底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甚至觉得偷孩子 直接判处死刑过于严厉 然而 当各大警方把梅伊这二十多年 一件又一件的事情 累积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三观碎了一地 一个孩子的丢失 那是两个家庭 无数亲人的灭顶之灾 因为这件事 在机缘巧合之下 有人甚至在网上 找到了自己被拐二十年的孩子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而此时的婉婉 再次因为彪悍的形象 登上了各大热搜 视频里 婉婉一张小嘴巴巴巴的 甚至说着说着 还要动手 并且说到有钱的时候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一时间 大家做动途的做动途 截凭表情 当表情包的遍地全网 小团子看着自己的表情包 被网上的人到处拿来用 撅着小嘴 一副十分不高兴的模样 怎么了 这几天 幼儿园给婉婉和顾方池 放了一周的假期 这七天 婉婉开心的不行 天天中午都要去隔壁顾家蹭饭 而吃过午饭 则是由苏启怀 把婉婉接回家 看见婉婉早上出去玩的时候 开开心心 两个小辫子 恨不得飞到天上去 可是才蹭完饭 婉婉小脸 竟然这么快就垮了下来 苏家人除了苏语实外 好像每个人都喜欢板起一张脸 但是每次和婉婉说话的时候 苏家几个男人 用尽了温柔去说话 就像是现在 苏启怀一只手抱着婉婉 另外一只手 还提着从顾家打包回家的蛋糕 婉婉把脑袋埋在了苏启怀的脖梗边 问声问气地吐槽道 网友拿着我的表情包逗图 特别特别丑的那种表情包 苏启怀一听 乐了 那婉婉介意网友用你的表情包吗 婉婉摇了摇头 不介意 但是他们在网上拿着表情包互相逗图 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明明我二哥的表情包最多 苏启怀心道 果然如此 婉婉既然不介意 那就没关系 你只要想着 反正你二哥的表情包比你还多 婉婉一听 瞬间没有不开心了 小团子猛地点点头 对 我二哥很多很多的表情包 每个表情都特别丑 苏启怀牵着婉婉 慢慢地走回别墅 一路上 一个小孩一个大人 你问我答 苏启怀答得游刃有余 一副时光静好的模样 婉婉回到幼儿园后 天气越来越热了 今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 婉婉早早地就把自己的小外套 换成了一条米白色的长裙 脚上还穿着一双小皮鞋 一到幼儿园 婉婉又一次成了整个幼儿园最漂亮的小崽子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婉婉 和顾芳池并没有参与 因为学校早就在这学期刚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排练 因此 婉婉成了全员唯一的两个小观众 因此 到了六一儿童节当天 当小朋友画着口红 额头上点着一个红红的圆点时 婉婉眼睛里充满了羡慕 小吃哥哥 明年 我们也上台吧 你唱歌 我给你伴奏 顾芳池有些惊讶 忍不住问道 你会乐器吗 会啊 婉婉点了点头 我可厉害了 顾芳池没见过 婉婉练过任何乐器 忍不住问道 婉婉 你会什么乐器 婉婉 我师父教过我琵琶 软 古筝 但是师父说我这些就是丢人现眼 但是我的二胡 索娜 还有铜擦是很厉害的 我们村子里 那些孤寡老人的乐队 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顾芳池 果然 主要是苏婉婉 任何事情到了她的身上 都会变得不正常 可是婉婉这么想上台 顾芳池还是点了点头 我会弹当琴 到时候 你可以跳舞 好呀 婉婉自己想都不想 直接就答应了 心里还美滋滋的 六一儿童节这天 幼儿园搭了一个台子 邀请了所有小朋友的家长 但是婉婉跟别人不一样 板凳只有一张 但是家长却来了七个 不管怎么分都不够 这凳子 还不是普通的凳子 是代表它是婉婉家长的象征 一时间 一张凳子 直接成了苏家几个男人的争抢对象 我年纪最大 这凳子 应该我坐 我是婉婉爸爸 是他的监护人 这板凳我不坐谁坐 要我说 爸你一大把年纪 身体不好 直接回家休息算了 婉婉这里还有我呢 苏家几兄弟 直到最后 众人看见被他们不断争抢的板凳 被一个女人一屁股坐了下去 女人十分年轻 大红唇大波浪 秀丽的头发披在脑后 苏家几兄弟睁大了双眼 此时也顾不得其他的了 团结一致 想要抢回属于他们其中一人的板凳 那什么 这凳子是我们家孩子的 苏语石拍了拍女人的肩膀 轻声地提醒道 女人被打扰了十分不高兴 回过头看向戴着口罩的苏语石 觉得眼前的男人有些熟悉 可是紧接着脸色一黑 这里这么多位置 你们随便坐不就行了吗 苏语石眼神一暗 你坐的凳子 我们家孩子的 你坐了之后 我们家孩子做什么 怎么 这凳子 写了你家孩子的名字了吗 苏语石又或两声 那不是 你看那椅子腿上 写的就是我们家孩子的名字啊 女人愣了一下 目光慢慢往下 然后就看见椅子腿上 写着的苏婉婉三个大字 瞬间尴尬了起来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 之前因为老是拿错板凳 经常打架 因此 后来每张板凳上 都写上了小朋友们的名字 此时 女人坐的板凳 正好是婉婉的 这边婉婉 也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赶紧牵着顾方池看了过来 婉婉的椅子最独特 因为名字是她自己写的 而且还是用毛笔字 婉婉一看 有个阿姨乱坐自己的位置 赶紧哒哒哒地跑了过去 抱住自己凳子 一双眼睛眨了眨 阿姨 这是我的凳子 你做错了 女人被婉婉的一声阿姨 喊得有些生气 你叫谁阿姨啊 我有这么老吗 女人声音尖利中 带着一丝委屈 婉婉觉得自己耳膜 都被刺破了一样 十分嫌弃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这样无疑让女人更加生气 她指着小团子生气地质问道 你这人什么意思啊 婉婉揉了揉自己的耳朵 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几个哥哥 这一下子 苏家几个男人 怎么可能还忍得了 赶紧把婉婉抱起来 苏语时一马当先 挡在婉婉的身边 忍不住道 我们能有什么意思 这女人站座位就算了 说了她还不让 此时 幼儿园来的家长越来越多 不少人都看了过来 婉婉看着自己的凳子 被一个女人坐着 一脸不开心地看着女人 顾方池站在苏家人的旁边 眼神忧深 那不是易梦瑶骂 大网红来着 发生什么事了 听说 是把苏婉婉的位置给坐了 人家小姑娘让她起来 她不干 听到这里 所有人都一脸比一地 看着易梦瑶 这易梦瑶也太小气了 不就是凳子吗 自己女儿没有吗 再说了 人家小孩子的东西也要抢 这还大网红 脾气这么差 贵族幼儿园里 大多数都是妇人 对于一个大网红 根本不放在眼里 因此 有什么就说什么 易梦瑶听后 心里有些生气 她很少关心 女儿幼儿园的情况 当然也没听说过苏婉婉 况且 在生活上 哪个不是优待自己 她一时间被这么对待 易梦瑶心里不是个滋味 尤其是苏家人 还凶神恶煞地看着她 心里渐渐地涌上了 一丝害怕和委屈 不就是坐了你一个位置吗 这么凶干什么 走就走 说完 直接站起来 可能是还不服气 走了几步又折返回来 踢了凳子一脚 但是幼儿园的凳子 十分结实 全是实目的 虽然没有边边 脚脚尖锐的地方 但是一脚踢过去 仍然有些不好受 易梦瑶觉得自己 像是踢到了什么铜墙铁壁一般 脚趾传来一阵剧痛 婉婉看了一眼 无奈地摇摇头 哦吼 BBQ了老父亲 撇了婉婉一眼 少刷抖音 多读书 这才几天 又学会了一个网络热词 苏季周一时间 不知道应该说 婉婉适应能力 强还是其他 小团子吐了吐舌头 然后看了一眼易梦瑶 易梦瑶今天来看 女儿的六衣表演 再加上本身就是网红 因此 穿着一袭黑色长裙 脚上一双黑丝绒的高跟鞋 刚才那一踢 直接把脚上的骨头 给踢错位了 晚晚看着都觉得疼 这时候 易梦瑶的女儿过来了 小孩看着自己妈妈 竟然坐在地上痛哭 愣了一下 赶紧走了过去 妈妈 你怎么了 易梦瑶脚上 传来一阵阵剧痛 生理上的泪水 哗啦啦直接往下掉 哭得比旁边 害怕上台的小朋友还要伤心 旁边准备表演节目的小朋友 哭都忘记哭了 一个个地全部看向了易梦瑶 妈妈 你在地上坐着干什么 易梦瑶落风的小棉袄 蹲下身看着自己妈妈 忍不住问道 妈妈 刚才你是不是欺负婉婉了 易梦瑶 她感觉自己的心里 挖凉挖凉的 可关键是 自己女儿见此就更加确信了 忍不住道 妈妈 你怎么能欺负婉婉呢 易梦瑶听到这句话 便捂着耳朵 装听不见 但是现在脚受伤了 她铁定现在就离开 只不过这边老师们发现了情况 协调了几句 易梦瑶就被送到了医院 易梦瑶的女儿叫白清玄 苏婉婉来幼儿园的第一天 就听说过白清玄的大名了 白清玄长得很好看 因为自己妈妈是大网红的原因 小小年纪 每天都穿得特别好看 而且每天扎的辫子 都特别精致 即便是婉婉只喜欢扎丸子头 但是每次 在隔壁班看见白清玄的时候 婉婉都觉得特别好看 甚至暗戳戳地回去 让顾芳池多学学 学好了她也要这样的辫子 等易梦瑶被自家保镖送到医院以后 白清玄继续留下幼儿园表演 得知自己妈妈做错婉婉位置 还要硬气 和婉婉哥哥硬碰硬的时候 白清玄脑袋里只有两个字 好蠢 婉婉 我妈妈刚才不是故意的 她这人很倔 我爸说我妈妈耍起小脾气来 简直九头牛都拉不住 出了社会 铁定遭社会的毒打 这不 这第一次来我幼儿园呢 脚趾就给弄错位了 白清玄心里有些愧疚 也怕婉婉觉得 她的妈妈是个坏妈妈 然而婉婉点了点头 嘿嘿一笑 我知道你妈妈是个好妈妈 我会看面相 但是你爸爸也很厉害 知道你妈妈出社会 就要遭到社会的毒打 易梦瑶平时忙自己的工作 白清玄大部分时间 都跟着自己爸爸 这还是易梦瑶第一次来幼儿园 因此来到幼儿园 看见全市座位 满脸迷茫 自己女儿跑去化妆去了 所以 先随便找了一个座位坐下 要是平时 易梦瑶肯定不会说什么 就会直接起来 但是苏家几兄弟面色不善 易梦瑶差点以为是混社会的兄弟 不过得知自己坐的 真的是人家小孩子的凳子的时候 有些尴尬 本来想着站起来让一让 但是好死不死晚晚 竟然直接叫了一句阿姨 易梦瑶今年还不到三十 并且看起来十分漂亮 走在外面 人家小孩子都是喊姐姐的 结果这小团子 直接喊了一句阿姨 易梦瑶一时间气不过 站起来的时候 还踢了一下板凳 好死不死 把自己脚趾的骨头给踢断了 白清玄觉得自己妈妈内心系太多 只是这事儿 的确是自己妈妈做的不对 因此 白清玄内心十分自责 晚晚本来就知道 易梦瑶不是坏人 只是说 性格上比较让人讨厌 但绝对不是大奸大恶之人 再加上白清玄实在是太好看了 因此 晚晚一心思 都在白清玄的脸上去了 晚晚摸了摸自己嘴上的口水 一双眼睛都快粘在了白清玄的身上了 苏家几个男人 自然也不会为难一个 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孩子 而且 看着晚晚挺喜欢白清玄的 也就没有阻拦 他们现在还在讨论 晚晚的凳子 应该谁坐 晚晚一听 忍不住道 可是你们待会儿不坐这儿呀 啥 最激动的莫过于苏宇时 苏宇时嚷嚷着嗓子问道 不坐这儿 我们坐哪儿 晚晚指了指后面的管理台 晚子老实说 所有的家长都应该坐在最后面去 这里是我们的座位 你们要是把我的小板凳拿走了 我就没地方坐了 众人 只不过这一下子 谁也别争了 苏家的男人一个个眼神无光 没多久就灰溜溜 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座位 幼儿园的台子搭得很大 小朋友们的表演 算不上多好 第一个节目 有几个小朋友节奏没跟上 一脸猛逼地站在舞台上 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第二个节目是拍篮球 结果有几个小朋友拍一拍的 球给滚台下去了 还砸到了评委 第三个节目 有个小朋友走神 刚刚上场 就趴击一下摔到了地上 最后表演结束 还是让老师给抱下去的 第四个节目 零五趴在地上 结果趴得太久 直接睡着了 台下的老师着急地 恨不得穿上小衣服 替小朋友跳 虽然节目中 总是会出现很多意外 可是小朋友们却十分高兴 这毕竟是他们的六一 不是家长们的 上午的节目表演完 临走的时候 幼儿园还给小朋友们 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 礼物不算珍贵 但是对于小朋友们 却很高兴 礼物是一个红色的沙袋装着的 里面有一个红彤彤的苹果 还有很多饼干 幼儿园很大方 晚晚回家的时候 是双手抱着出去的 只不过还没回到家 晚晚口袋里的东西 就被他吃完了 晚晚看着空荡荡的沙包 然后又看了看自己爸爸哥哥 还有爷爷手上的糖果纸 脸上浮现出了一点点尴尬 刚才吃得太忘我 压根把他们给忘记了 好在几个大人一点没在意 反而觉得自己宝贝不够吃 正准备叫人再送些过来 还是老爷子用拐杖敲了敲地面 咳嗽两声忍不住道 这都中午了 还吃什么零食 要吃下午 爷爷叫人给你送过来 晚晚一听 赶紧小鸡灼米般地点了点头 和顾方池分别后 晚晚被老父亲牵进了房间 此时菜还没做好 晚晚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晚晚喜欢白清玄 因此 二人相交不到十分钟 就相互交换了微信 此时晚晚刚刚通过了 白清玄的微信好友 两个小朋友也没说话 而是在聊天矿里 不停地刷苏语石的表情包 直到要吃饭的时候 苏语石喊了好几声 小团子的名字 然而对方没有回答 走过去一看满屏的表情包 苏语石瞬间上头 晚晚 你 我赢了 晚晚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 跳了好几下 才发现脸色通红 捂着胸口下一秒 就要倒下的苏语石 二哥 你咋低了 苏语石摆摆手 另外一只手 死死地捂着自己的胸口 忍不住问道 晚晚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晚晚睁大双眼 爱的呀 那家丑不可外扬 你怎么还把我的表情包 发给别人了呢 晚晚一听 呕了一声 一点也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那就没关系了 反正我们家的丑 都扬到国外去了 二哥你就放心吧 爸爸一定不会 因为你让家族出丑 就不要你这个儿子打 苏语石 此时男人觉得 自己身上 应该时刻背着救星丸 听听这小姑娘的话 任谁听了 都想打她 但是 打是不可能打的 苏语石把晚晚一只手抱起来 然后弹了弹晚晚的脑袋 晚晚委屈地抱着头 坐在上凳子上 一看见自己爷爷 立马告状道 爷爷 我二哥用手谈我 可疼可疼了 老爷子一眼看了过去 就看见晚晚的脑袋上 真的红了一大块 顿时 老爷子生气地望着自己的儿孙子 忍不住埋怨道 你怎么回事 也不注意一点 苏语石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轻轻一谈 还真把小家伙的脑门 给弹出个好歹来 一时间 脸色慌张 晚晚其实也就是疼了那么一会儿 实际上根本没受伤 只是她她长得白 哪怕是一点磕碰 都十分明显 晚晚也没想让苏语石挨骂 看见自己二哥这么自责 晚晚顿时就后悔了 二哥 我没事 晚晚拍了拍苏语石的肩膀 安慰道 苏语石看着晚晚被自己捉弄了 还反过来安慰自己 一时间更加自责 晚晚 以后 我再也不欺负你了 晚晚文言 小脸上带着一丝丝探究 忍不住道 二哥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苏语石 一旁的苏启怀 看见两兄妹的对话 一时间 心里有些无奈和好笑 老二 以后别这么没亲没中的 晚晚还小 要是磕着 碰着怎么办 说到这里 苏启怀想起了 自己公司有个女员工 因为出来上班 结果忘记关窗户 三岁的孩子 醒来以后找妈妈 结果一不小心 从十几楼的地方摔了下去 奇迹倒是在小孩身上出现了 因为中途有东西 阻拦了一下缓冲速度 再加上被人发现得早 因此很快就送往医院 但是不幸的是 这个孩子 极有可能当一辈子的植物人 晚晚的年龄 也就比那个小孩子大了一岁 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工作 家里的保姆和保镖 虽然一直看着晚晚 但总是怕有疏漏的地方 晚晚 大人不在的地方 不能趴在窗户边玩 出去玩也可以 但是身边一定要保镖 晚晚点点头 我知道的 过马路的时候 要看红绿灯 陌生人给堂我别吃 因为可能是人贩子 还有不要玩火 也不要玩电 家里的电器 我不清楚的 就不能碰 对不对 苏启怀听着晚晚 奶声奶气的声音 点了点头 晚晚说得很对 晚晚嘿嘿一声 这些小吃哥哥 早就跟我说过了 说完 晚晚小大人一样摇了摇头 唉 晚晚虽然还小 但是已经长大了 你们就不要当小孩子了 在他看来 他可是全幼儿园 最聪明的女孩子 晚晚说完 肚子突然咕咕咕叫了起来 晚晚吞了吞口水 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爷爷 意思很明显 老爷子低着声音道 吃饭吧 今天中午 厨房还做了一份饭后小甜点 满满的奶油上面 放着一颗一颗的大草莓 晚晚吃过饭 就把甜点抱在了沙发上坐着吃 小团子没忘记笑天犬 还专门给挖了一勺蛋糕 放在笑天犬的专属狗盆里 苏承其吃完饭 就坐着自己的车去了全社 而苏星满则是拿着一本 可控核巨变的书在那里看 晚晚在顾方池的带领下 这学期认识了不少字 然而 自己六哥手上封面的五个字 他只认识了一个 苏星满也没觉得晚晚烦人 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晚晚怎么读 怎么写 一直等晚晚知道了为止 那什么是可控核巨变 晚晚知道核武器 因为在道馆的时候 他师父经常说 因此 晚晚觉得他六哥就是不一样 他还在看阿呆漫画的时候 他六哥看的都是有文化的书 晚晚一脸佩服地望着苏星满 只不过苏星满跟晚晚稍稍解释了一下 晚晚听得一个头两个大 六哥 你真厉害 我觉得 你一定能研究出来的 苏星满一愣 小团子其实只不过是随便一说 然而他的眼神 却并没有敷衍 小孩子的大眼睛里 充满了对他的信任 晚晚 你知道在咱们国家 还有很多东西 处于落后状态吗 晚晚点点头 我知道 师父说过 因为我们国家经历过战争 文化变革 各方势力的压迫与演变 所以很多东西别的国家都有 我们却没有 苏星满张了张嘴 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晚晚 等他继续说 可是六哥 很多东西都是从无到有吗 人家虽然比我们技术先进 可是却也付出了很多东西 他们有的 我们一样 也可以有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苏星满没想到 晚晚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而他脑海里 却像是豁然开朗一般 突然朗声笑了起来 把晚晚紧紧地搂在怀里 在晚晚的脑门子上巴唧一口 谢谢晚晚 晚晚摸了摸自己的脑门 脸上浮现一丝疑惑 他刚才只是把师父告诉他的 说了一遍呀 六哥为什么这么激动呀 只不过苏星满没有在家里待很久 只是坐了一会儿 也出去了 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家 晚晚看见吃完饭的时候 自己六哥都没有回来 忍不住问道 爸爸 六哥去哪儿了 苏季周看了一眼 属于苏星满的位置空空的 解释道 小满走之前 跟我说 有实验要做 可能这几天 要去实验室那边 苏星满物理化学都不错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还拿过全球第一的名次 老父亲并没有特别关注 自己几个儿子的成绩 但得知自己儿子 在实验上这么厉害的时候 还是狠狠地骄傲了一下 因此 老父亲还专门送给苏星满 一个小型的实验室 自从不去学校读书后 苏星满就经常跑过去做实验 常常两三天不回家 那我可以去找六哥玩吗 晚晚说完 吃了一口老父亲 喂的牛肉丸子 你六哥做实验 没空陪你玩 你要是无聊 爸爸明天不去上班了 就在家里陪你 话音刚落 晚晚小朋友一脸比 我才不要呢 爸爸你怎么总是翘班 信不信我让大哥扣光你的工资 苏季周感觉自己的小棉袄 无比漏风 倒是苏启怀心情很不错 苏家人餐桌上 虽然不会谈工作 但苏启怀 还是简单地提了两句 大概意思就是说 明天工作很重要 我能缺席 但是作为公司的董事长 苏季周绝对不能缺席 以至于第二天的时候 苏启怀没去上班 苏季周去了 临走的时候 苏季周脸都是绿的 晚晚看着自己爸爸 五彩缤纷的脸 站在苏启怀身后偷笑 等老父亲走后 苏启怀便道 晚晚 要不要去游乐园玩 晚晚愣了一下 忍不住问道 小吃哥哥一块去吗 苏启怀 不带他 他跟自己妹妹出去玩 怎么哪哪 都有顾家的小子 带上顾方池 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能带上自己的小吃哥哥 晚晚也只是 稍稍失落了一下 但是一想到到时候 自己可以去游乐园玩 没多久 就把顾方池抛之脑后了 苏启怀平日里 穿的都是西装 就连衣帽间里 也找不出几件日常的衣裳 因此 带着晚晚去游乐园的时候 苏启怀仍然是穿着 一件棕色的西装西裤 脚上是一双 铜色的皮鞋 男人牵着孩子 取了门票后就进去了 晚晚今天穿了一件 红色的运动服 进门的时候 苏启怀还给晚晚 买了一个猪猪侠的气球 把绳子绑在了晚晚的手上 二人的颜值 在人群中算很高的了 男人长得英俊潇洒 孩子可可爱爱 尤其是男人牵着的小团子 一路上都蹦蹦跳跳的 扎着两个小辫子 一蹦一蹦的 还没走一百米 晚晚手上就拿着 两个大大的田筒 卖田筒的是个外国人 卖的时候 总是喜欢玩一些小手段 要是别的游客 可能还觉得好玩 但是对于晚晚来说 那都是花里胡哨的东西 因此 几次没拿到自己的田筒后 那个店主还想在逗逗他的时候 晚晚直接快准狠地抓住了田筒 然后点着脚 啃了一口 苏启怀本来想带着晚晚 玩旋转木马的 然而晚晚看着不远处 呼啸而过的过山车 眼睛都一不开了 大哥 我要玩那个 晚晚指着过山车 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晚晚年纪还小 不能坐过山车 晚晚撅着嘴 可是我想坐马小团子撒娇起来 简直把人软到了心里 但是规定就是规定 苏启怀也不放心 晚晚一个人坐过山车 晚晚见自己 无论怎么耍赖都没办法 最后只能叹了一口气 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坐 晚晚再多长几岁就可以了 孩子太小 过山车属于刺激性游戏 苏启怀也不想让晚晚坐 即便他清楚 现在的游乐设施安全系数都很高 晚晚虽然觉得很可惜 但是自己大哥都这么说了 晚晚就没办法了 后来晚晚看上了大摆锤 结果发现自己年纪不到 仍然不让坐 开开心心来游乐园的小团子 瞬间烟啪啪的了 苏启怀最后带着晚晚玩了碰碰车 起初晚晚还不感兴趣 但是他的红色小玉车车 被一个小男孩撞了以后 晚晚也开车自己的碰碰车撞了过去 等游戏结束以后 晚晚从车上下来 晚晚还没有走到苏启怀身边 突然感觉自己身边出现一道强风 晚晚下意识往旁边一闪 还没等看见来人 就听见了一阵破口大骂的声音 你这个小逆子怎么回事 这么多人你不撞 偏偏撞我孙子 我孙子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你赔得起吗 说话的人大概五六十的模样 嘴角凸起 眼神闪着刻薄的光 晚晚想得不想得到 是你孙子先撞我的 而且我也没有伤害他 也没有刻意去撞他 他也是第一次玩碰碰车 起初还不会 结果就被一个穿着蓝色水手服的小男孩给撞了 他熟悉碰碰车以后 当然要撞回去 怎么到了这个人嘴里 就成了自己故意欺负他孙子了 晚晚目光看着那个孩子 忍不住道 你快给你家长解释一下 是你先撞我的 然而 那个小男孩冷哼一声 指着晚晚就到 奶奶 就是他欺负我的 晚晚睁大双眼 忍不住看面前这个小无赖 苏起怀一直在场外守着 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 他就过来了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 这两人竟然这样 不仅不道歉 还想要倒打一趴 苏起怀怕晚晚被面前的老太婆 伤到 赶紧把孩子从地上抱起来 晚晚开开心心来游乐园玩碰碰车 结果遇到这两个奇葩 心里生气又委屈 忍不住道 大哥 那个小胖子说谎 是他先撞我的 苏起怀嗡了一声 大哥刚才都看见了的 晚晚顿时觉得有底气了不少 看着刚才污蔑自己的小胖子 忍不住道 你今天小心点 小胖子祸从口出 今天就要倒打煤 晚晚只是随口一提醒 结果小胖子奶奶 却认为这是 对他的嘲讽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还不学好 怎么还诅咒人啊 今天是周末 游乐园里人多 老太太的声音尖锐 没一会儿就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 快点给我孙子道歉 不然我饶不了你 晚晚 小团子也懒得提醒了 无语望天 然而这个模样 老太太却误以为 奶团子是心虚害怕了 而且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老太太感觉自己 找到了力量一样 扯着嗓子喊人 你们快来看看啊 这个小女孩子 用车撞我孙子还不道歉 这男的也不是个东西 一点教养都没有 大家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结果一听到老太太的话 瞬间沉默了 这碰碰车 不就是用来撞的吗 而且 老太太旁边的那个小胖子 一看就是个结实的 怎么看都不像是 弱势的那一方 更何况这看起来 似乎这位老太太 更像是咄咄逼人的那一方吧 大家看着觉得没劲 慢慢地就散开了 原本还觉得 能够让大家给自己 平平的老太太 哎 你们都怎么回事 还有没有人性啊 刚才童晚晚一块玩的人 忍不住道 老太太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 刚才我可是看见的 是你那个孙子 先撞的人家小姑娘 你看那边的围栏 都是你家孙子撞的 对啊 就算是人家小姑娘 撞的你孙子 但是碰碰车 不就是撞的吗 你孙子这么蹲势 你还害怕你孙子受伤啊 老太太下意识 看了一眼自己的孙子 沉默了 老太太觉得有些丢脸 牵着自己孙子 就准备走 结果没走两步 突然一个男人 从小男孩的身边擦肩而过 因为走得有些快 男人的衣角 碰到了小胖子的手臂 小胖子脸色一黑 各种难听的话 直接喷口出 那男人深深地 看了男孩一眼 直接掏出了三千块钱的现金 给了小男孩的奶奶 老太太人怀里拿着一把钱 人还有些猛逼 一看就是没搞清楚情况 然而没多久 就听见了自己孙子 惊天动地的哭声 男人是个狠角色 拿了钱 直接一巴掌 朝着小胖子的脸上呼了过去 小胖子顿时脸都肿了起来 老太太看见自己孙子受伤 心疼得不行 指着打自己孙子的男人声音颤抖 你 然而 男人再次掏出三千块钱 递给了老太太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又往小胖子的另一边脸扇了过去 顿时 小胖子的脸顿时肿成了猪头 婉婉对于这一操作 看得目瞪口呆 我靠 还爽 苏启怀捂住婉婉的小嘴 轻声道 婉婉 不要跟你二哥学这些 这老二也真是的 一天到晚好的教 竟然教这些 婉婉很想说 这是跟着自己得寿师弟学的 但是他抬头看了一眼 自己大哥幽深的目光 还是有些怂了 大哥 那个大叔可太厉害了 直接丢一把钱 然后啪啪两耳光 看着都爽 苏启怀虽然觉得 事情做得不对 但是不得不说 刚才那个男人 做得真的很解气 老太太最终报了警 男孩进了医院 救护车来的时候 小胖子非要自己上救护车 结果因为腿太短 没有跨进去 嘴巴给磕到了车上 不到六岁的小胖子 门牙直接给磕断了两半 晚晚看见一老一哨的离开 无辜地耸了耸肩膀 忍不住道 不听婉婉言 吃亏在眼前 人啊 永远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明明都让他自己小心点了 结果还要使劲做 虽然有了游乐园这个小插曲 但是晚晚的好心情 并没有被无关紧要的人给影响 晚晚在游乐园的亲子餐厅 吃了一份鸡排咖喱饭 然而 当晚晚看见服务员端上来 那一两口就可以吃完的鸡排咖喱饭 整个人都震惊了 就 就这 就这一碗饭就要128块钱 他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 晚晚凶巴巴地吃完了饭菜 然而 没一会儿就吃完了 我还饿 苏启怀又给晚晚买了三份 本来想给晚晚直接买十份的 但是苏启怀看着大家投射过来的目光 还是打住了 晚晚一直吃了十份咖喱饭后 走出亲自餐厅就忍不住吐槽道 这也太贵了 还不如上次我跟爸爸一块去吃的馄饨呢 好歹里面的肉还特别多 苏启怀听着晚晚的吐槽 轻声道 游乐园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光是里面的房租 就要比外面的普通店面高出十倍 晚晚一听 还是觉得自己被坑了 下次我们偷偷带零食进来吃 不去餐厅吃饭了 晚晚说着 就让自己大哥 带着自己去再玩一下碰碰车 碰碰车对于晚晚来说 是有手就行 小团子在场内大杀四方 还交到了不少好朋友 等晚晚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此时在外工作一天的老父亲 正忧深地看着自己的大儿子 眼神十分危险 爸爸 晚晚看了一眼自己爸爸的眼神 紧接着又看了一眼自己大哥 赶紧迈着小短腿 哒哒哒就跑了过去 语气里还带着一丝馋妹 爸爸 今天我去游乐园玩了 苏季周低下头 然后弯下腰 十分自然地把晚晚抱了起来 晚晚玩得开心吗 开心到飞起来 晚晚一说到自己开心的 嘴巴就停不下来 一张小嘴巴巴巴的 我还给爸爸带了一份礼物 晚晚说着 赶紧从自己的口袋里 拿出了自己从游乐园买的一个小黄鸭子 哎呀 拿错了 这个是我送给小吃哥哥的 这个才是爸爸的 说完 从礼物袋子里 拿出了一只尖叫机 晚晚捏了捏 顿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鸡叫声 苏季周 呵呵 对比送给顾方池的礼物 他的礼物 已经不能用敷衍来形容了 但是晚晚看着自己 爸爸的脸色不对 忍不住问道 爸爸 你不喜欢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吗 这个尖叫机多有意思啊 一捏就会叫 而且身上还一根毛毛都没有 这个尖叫机 可比小黄鸭贵多了 苏季周不相信 毕竟那小黄鸭 哪怕是一根毛线 都散发着好看 而这只鸡 晚晚捏自己老父亲不相信 忍不住说 卖小黄鸭的老板说了 这可是店里面的镇店之宝 只要我把小黄鸭买了 就把他们家的镇店之宝送给我 苏季周闻言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此镇店之宝 非比镇店之宝啊 但是眼看着晚晚那一副 你再不收下 我就要生气的模样 苏季周只好艰难地 把尖叫机给拿到了手里 但姿势十分勉强 晚晚 爸爸 你捏一捏 他会叫 苏季周面露苦涩 可还是听了晚晚的话 捏了捏晚晚送过来的尖叫机 啊啊 刺耳的攻击叫声 响彻整个房间 苏季周内心一颤 结果一不小心 又捏了一下尖叫机 那头顶上 还有三根毛线的尖叫机 发出了比之前更大的声音 苏季周实在是忍不了了 一言难尽地看着晚晚 问道 好听吗 晚晚看了看自己爸爸的脸色 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不 不好听吗 不有趣吗 哼 苏季周实在是接受不了晚晚送给他的尖叫机 但是晚晚一副你不收下 我就要哭出来的模样 最终还是拜下阵来 并且还在晚晚的要求下 把尖叫机带到了公司 以至于每次小王进去 想找自己老板的时候 就能看见豪华的办公桌上 放着一只黄黄的 头顶上顶着三根毛的尖叫机 每次这个时候 自己老板都会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道 这是晚晚送的 小王作为总裁助理 马屁瞬间拍得胖胖响 我就说 谁这么有眼光呢 原来是晚晚送的呀 看他这皮质 纯手工的吧 还有这个设计 不知道是出自哪位玩具大师之手 还有头顶上的三根毛 真的是 是 小王夸着夸着 自己都夸不下去了 苏季周从来没想到 自己身边的人竟然会这么拍马屁 可是看了看晚晚送的尖叫机 忍不住想到底是不是自己眼光有问题 怎么一个二个 都把这PDD卖二块六的东西 说得天上有 地上无的 苏季周下意识开始搜索某大牌的同款 想看看 到底是不是如晚晚所说 真的是正殿之宝 然而 正殿之宝个屁 晚晚的六一儿童结过得很高兴 周日的时候 把自己买的小礼物 送给了顾方池后 然后带着顾方池 又玩了好几次碰碰车 到了第二天读书的时候 晚晚因为昨晚玩太累 早上愣是没起得来 顾方池在苏家别墅门口 左等右等 终于在离还有半小时 就迟到的时候 小团子一边揉着眼睛 顶着一头鸡窝下来了 晚晚的头发 发色比正常人的小孩子偏黑一些 而晚晚的皮肤如同凝脂 就像是一个精致的洋娃娃 小团子看着别墅门口 站着的顾方池 也不睡眼朦胧了 赶紧迈着小短腿 哒哒哒地跑过去 牵起顾方池的衣袖 小池哥哥 你怎么不进来啊 顾方池看着婉婉的头发 道 马上要迟到了 婉婉看了一眼手表 还有半个小时呢 说完 小团子从厨房 拿出了一个不锈钢饭盆 赶紧爬到凳子上 伸手把面前盘子里装的包子 全部倒进了自己的饭盆里 在顾方池猛逼的时候 婉婉顺手把不锈钢盆 放到了自己小池哥哥的手里 然后低下头换了一双鞋 我好了 顾方池 婉婉的包子是在车的 婉婉一边吃包子 头发还是鸡窝的模样 顾方池忍不住提醒道 婉婉 头发 啊 婉婉回过头 两颊鼓鼓的 像是一只只会偷吃的小仓鼠 没关系的 等一会儿到了幼儿园门口 保镖叔叔会给我梳头发的 顾方池不禁看向了 正在开车的保镖 保镖从后视镜里 看到了顾方池的眼神 恭敬地点了点头 嗯 车上有婉婉小姐梳头的工具 顾方池并不是惊讶车上 有婉婉的梳子 而是惊讶于现在的保镖竟然都这么内卷了 不仅要保护主子安全 还要学会梳头发 顾方池顿了顿 轻声道 今天婉婉想要扎什么头发 小团子一听 想都不想到 我想要一个丸子头 顾方池一听 道 保镖大叔 把梳子给我吧 我给婉婉梳头发 保镖 顾方池以为保镖不相信 忍不住道 在幼儿园的时候 婉婉的头发 都是我给他扎的 保镖 不是 什么 顾方池满脸疑惑 保镖有些委屈 望着后视镜里面的顾方池 忍不住道 婉婉都是 叫我哥哥 怎么在你嘴里 变成叔叔不说 还加了一个大字 他今年不过二十八 哪里就是大叔了 保镖眼神忧怨 顾方池面无表情 到了幼儿园 婉婉把最后一口吃的 塞进了嘴巴里 正当顾方池准备拿出 湿纸巾给婉婉的时候 小团子突然不知道 从背后拿出了一个 冒着热气的包子 小池哥哥 给你吃 顾方池看着婉婉手里面 看着有些烫手的包子 犹豫了一下 接了过去 谢谢婉婉 不用谢 小团子背着自己的章鱼小书包 一手拉着顾方池 一只手在空中笔笔画画 时不时还要偏头 跟顾方池说话 而顾方池 却拿着婉婉的包子 直到冷了 都没舍得吃 最后还是 婉婉没忍住 偷偷跑去找幼儿园厨房的阿姨 让她把早上的包子给热了一下 自己没忍住 又给吃掉了 今天幼儿园的游戏的是老鹰抓小鸡 婉婉这次又争先恐后的要当老鹰 一节课下来 班上的小朋友们都要被婉婉玩吐了 别看小团子连算术都算不好 但是那体力真的厉害 一个人把全班都干趴下了 幼儿园的体育老师是外聘 第一次来幼儿园上课 当看到婉婉这体力的时候 都忍不住惊叹了一下 这小孩子看着胖嘟嘟的 没想到体力竟然这么好 因为赢得游戏有奖励 所以婉婉得了一个体育老师送的金哨子 小团子把金哨子挂在脖子上 有事没事就喜欢吹两下 也就是这两下 全班的小朋友都眼巴巴地看着婉婉 婉婉倒是想跟小朋友们分享 但毕竟嘴只有一张 摸摸是可以的 但是吹就别想了 当然 除了顾芳池是个例外 婉婉吹了两口哨子以后 差点直接把哨子递到了顾芳池的嘴前 顾芳池看着满是口水的 吓得连连后退几步 婉婉挠了挠后脑勺 觉得刚才自己小池哥哥 是有点嫌弃自己了 小池哥哥 你吹吹 可好听了 顾芳池倒是想答应 但是一看婉婉脖子上的金哨子 还是摇了摇头 他怕小团子生气 赶紧道 这是老师送给你的奖励 你自己好好收着 婉婉歪着头 小脑袋里面想了想 紧接着 小团子看着顾芳池 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我把哨子给你 你帮我收着吧 小奶团子说完还嘿嘿一笑 小池哥哥你也知道 婉婉东西经常不见了 还记得上次自己找手机 不管怎么都找不到 到最后 他还甚至为自己手机算了一挂 显示手机就在附近 可是不管怎么样 他愣是没看见 最后还是顾芳池告诉他 手机在他手里面 听了婉婉的话 顾芳池心里狠狠地做了一番斗争 最终还是收下了金哨子 只不过没几天婉婉 就已经不喜欢了 天气越来越热 婉婉每天都要去幼儿园外面的雪糕店 让老板给他两只雪糕 婉婉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抵触幼儿园 只不过每次老师让唱歌的时候 婉婉都坐在最后一排 只是让婉婉没想到的是 小胖的虽然身材不行 但是唱歌却很好听 在之前的幼儿园 小胖其实就已经表明过 自己很喜欢唱歌这件事 合唱的时候也想去当领唱 那会儿婉婉就觉得 小胖唱歌很好听 但是之前幼儿园的老师 却觉得小胖长得太胖 影响了整体的水平 要不是几余念 当时给学校捐了不少钱 不然那老师都不会让小胖上台 好在这贵族幼儿园 每个孩子都身份不凡 这些老师喜欢孩子的同时 更多的是尊重 因此 小胖喜欢唱歌 老师们也给予了很多机会 更加不负众望的 小胖还获得了全市幼儿园歌唱比赛的冠军 当晚晚看见小胖拿着冠军杯子回来的时候 晚晚的一双大眼睛都充满了渴望 小胖见此 立马把奖杯捧到了晚晚的面前 老大 你喜欢吗 我送给你 晚晚挠了挠头 忍不住问 啊 你送给我干嘛 这是我第一个奖杯 我送 小胖话说着 突然余光看向了顾方池 心里突然咯噔一声 顾方池除了和晚晚说话以外 平日里基本上不跟他说话的 而且顾方池的眼眸深邃 看着别人的时候 一双眼睛如同孤狼 小胖被顾方池看着 咕咚咕咚地 吞着自己的口水 我 晚晚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忍不住问 怎么了 小胖抱着自己的奖杯 没敢送给晚晚 正当晚晚在准备问问什么情况的时候 晚晚再就一溜烟地就跑了 晚晚 小团子看着小胖离开的身影 眼神充满了疑惑 时间一晃 端午节就快到了 小团子买了一本日历 每天数着盼着 而在端午节放假的前两天 老师突然宣布 有个亲子游戏 需要家长来幼儿园 和孩子一块包粽子 当别的小朋友 都在担心自己父母能不能来的时候 只有晚晚的一群大家长们 在争论到底谁去幼儿园 就连还在拍电影的苏玉石 也回来了 苏玉石早早地就看见 家长群里老师发的通知 第一个就跟丸子老师报了名 没想到自己大哥 竟然比自己还快 这一下子 苏玉石怎么可能忍得了 匆匆忙忙跑回家 想跟自己大哥争个高低 结果刚回去 家里所有人都吵成了一团 其中 老爷子最为激动 拐杖在地上弄得琵琶响 你们会包什么粽子 到时候比赛输了 晚晚还不得守着你们哭 苏玉石 我今天已经学会包粽子了 而且群里面也通知了 最好是让父母陪着孩子一块去 苏玉石满推了推眼镜 爷爷 我记得您端午的时候 是约了李爷爷他们 一块出海钓鱼吧 可能赶不上了 说完 又看着自己老父亲 道 您最近不是还在芒果外的竞标吗 您这么闲 还有二哥 你不是要拍电影吗 苏玉石刚准备说话 结果就被自己 六弟给对了回去 不是 我 二哥 你赶紧回去吧 就不要来这里凑热闹了 苏家人一大家子 直接你一句我一句讨论起来 而小团子坐在沙发上 一会儿看到自己爷爷激动地拿起棍子 准备揍人 自己爸爸面红耳赤 跟六哥争论 至于自己二哥 几次想要插嘴发表意见 结果都被所有人挡了回去 只有自己大哥 默默地坐在沙发上 低着头看手机 晚晚一时间有些好奇 整个身子都凑了过去 小声地问 大哥 你在干什么呀 苏启怀文言 揉了揉晚晚的脑袋 手机上的内容 也并没有避讳小家伙 而是大大方方给他展示出来 晚晚凑了过去 就看见苏启怀在苏家人争论的空档 竟然跟丸子老师发了消息 说这次的亲子游戏 他要去参加 丸子老师一看苏家的哥哥来联系自己了 直接答应了下来 晚晚见此 不禁看了看正争论的面红耳赤的爸爸和哥哥们 无奈地摇摇头 大哥 还是你最厉害 一旁的苏成奇离得最近 一脸警惕地道 什么最厉害 说完 苏成奇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大哥 苏成奇寸头 眉间一道断眉 虽说长得和自己弟弟差不多 但是风格却不一样 有次小胖 见过苏成奇以后 还偷偷问过晚晚 说他五哥 是不是刚从橘子里出来的 这么凶狠的面相 没捅过几个人 他都不相信 苏成奇静静地看着人的时候更甚 只不过苏起怀坐在沙发上 黑色的西装 加上英俊的脸庞 周身散发着矜持的贵气 对于自己弟弟 袭来探究的眼神 苏起怀眼神愣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我跟晚晚的老师说了 明天的亲子活动 我陪着晚晚去 名单也已经报上去了 什么 苏家人不可思议地看着苏起怀 双眸中纷纷带着怒火 尤其是苏与时 直接走到苏起怀的面前 可是当苏起怀抬起眸子 漆黑的目光盯着苏与时的时候 苏与时 算了 算了 老大的一个眼神 吓得他腿都软了 但是好不容易 学校来了一个亲子活动 苏与时心里不甘心 忍不住道 爸 你上 那模样 就像是要让苏继周 给自己做主一样 作为父亲 苏继周怎么可能不知道 自己这个不着调儿子的心思 心中冷笑一声 只是大儿子要去参加亲子活动 老父亲虽然觉得不甘心 但是细数家里的人 也就大儿子最稳重 苏继周深深地看了一眼大儿子 陈生道 既然你要去 明天就给晚晚一个第一回来 苏与时一听 立马着急了 爸 你怎么 话都没有说完 苏继周便看了过来 忍不住问道 你会包粽子 苏与时 不 不会 苏继周又问 你能区分糯米和大米吗 苏与时冷汗直流 应该 大概是不 不认识的 他爸到底都是什么神仙问题啊 还有大米和糯米 有什么区别吗 难道不都长一个样子啊 苏与时看着自己老父亲的眼神 实在是没敢 把这些话说出口 第二天 苏起怀一大早就起床了 男人站在自己偌大的衣帽间里 看着一整排的西装 陷入了沉思 最后 苏起怀拿起了手机 让自己助理 给他从商场拿了一套运动装 小团子今天穿了一件漂漂亮亮的小裙子 背上仍然背着他最喜欢的章鱼小书包 今天包完粽子以后 幼儿园就放假了 苏起怀和晚晚吃完早饭 就去了幼儿园 然而 到了幼儿园以后 苏起怀震惊了 因为幼儿园里大部分来的不是生意场上的朋友 就是各个家族派来的保镖 每个人都穿着正装 显得十分严肃 苏起怀下意识看了看自己的运动服 忽然觉得自己是失算了 苏总 突然 背后突然走来了两个人 来人正是小胖和江无明 江无明身体不大好 平日里都在家里 因此 这次亲子活动 也是江无明来陪儿子参加 小胖看见晚晚十分激动 赶紧跑了过去 小胖长得比同龄孩子高出不少 再加上特别壮实 当小胖跑过来 抱住自己的时候 晚晚没反应过来 不禁往后退了几步 才稳住了身形 江无明觉得 此时此刻 儿子有点丢脸 恨不得立马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这孩子看见晚晚 就跟狗见了主人一样 要不是江明身后没有尾巴 要不然的话 指不定还要咬两下 然而晚晚压根 没看见小胖的热情 只是一双眼睛 都直勾勾地盯着江无明 江无明的面相很不错 为人豁达 周身散发着的精光 足以说明是个好人 但是对于晚晚来说 这一切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晚晚喜欢的是江无明的脸 江无明身形消瘦 但是心没见目 整个人都散发着温润的气质 江无明虽然不从商 但是几云念作为济世集团的董事长 却十分有名气的 再加上两家关系也不错 苏启怀和江无明的关系 也是十分不错的 苏启怀看着江无明 笑了笑 最近身体好些了 嗯 说完江无明看了一眼晚晚 发现小团子好像比之前瘦了一点 这么一想也直接说了出来 这下子可把晚晚开心坏了 小团子一边跳 一边高兴道 大哥 听见没有 小胖爸爸说我瘦了很多 苏启怀 人家明明说的是 看起来瘦了一点 怎么到了小团子的嘴里 就变味了呢 江无明很喜欢晚晚 因此 两个家长带着自家的孩子 一块到了教室 晚晚坐等又等 却都没看见自己的小池哥哥 大哥 小池哥哥和干爹 怎么还没有来啊 今天去隔壁的时候 顾家也没有人 应该是有事耽搁了 你不是说了 顾芳池要来参加的吗 晚晚N了一声 昨天小池哥哥跟我说的 他和干爹 应该是有事耽搁了 话音刚落 门口突然出现了 一大一小的两个人 这二人 正是顾廷元和顾芳池 老师 不好意思 来迟了 顾廷元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服 一手把自己儿子捞起来抱着 一直手扶着门框 正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至于被自己老父亲捞起来抱着的顾芳池 下意识看向了教室里 正好奇地看着自己的婉婉 紧接着 默默地捂起了自己的脸 昨天放学他 就被自己爸爸接到了公司 但是 作为工作狂魔的老父亲 直接在公司干了一夜的活 以至于今天早上来 都差点迟到了 刚才半路上堵车 他爹直接下车 捞起他 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跑到了幼儿园 尽管如此 仍然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丸子老师也是一愣 赶紧招呼顾婷元坐下 干爹 你们怎么才俩 顾婷元刚坐下 婉婉整个身子就凑了过去 对于婉婉 顾婷元可是稀奇得不得了 见着小团子向自己伸手 二话不说 就把儿子放到一旁 然后把婉婉抱在怀里 紧接着 顾婷元悄咪咪地说 还不是你小池哥哥 今天起床迟到了 顾芳池听闻 一双眸子紧紧地盯着自己老父亲 那目光死死的 顾婷元被盯着 有些害怕 婉婉也不太相信 不可能呀 小池哥哥上学 都从来没有迟到过 是不是干爹你起不来床 所以把责任推给小池哥哥 小团子一本正经 那话如同一把把利剑 直接插进了顾婷元的胸口 苏启怀哭笑不得 揉了揉婉婉毛茸茸的脑袋 轻声道 好了 等会儿就要包粽子了 你要是不学习 待会儿最后一名可怎么办 婉婉一听 赶紧聚精会神 听丸子老师讲制作步骤 这次包粽子 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场地 班上的两个老师 在教完小朋友们 和家长怎么包粽子以后 就带着他们 来到了各地的场地 婉婉最为兴奋 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开始有模有样地包粽子 只不过小团子的手太小 实在是不好操作 苏启怀都包了三个粽子了 婉婉还一个粽子 都没包好 小团子是一心想当第一个 于是看了看别的家长的速度 发现 不管是家长还有小朋友 基本上连一个粽子都没包好 小胖和姜吴明那边 小胖正黑羞黑羞 努力地包粽子 而姜吴明想要上手包粽子 结果被自己儿子给制止了 小胖忍不住道 爸 我妈临走之前都说了 让我照顾好你 这些活儿 还是我来吧 说完 自己就开始埋头苦干 倒是姜吴明 看着自己的手掌 陷入了沉思 而顾方池和顾听元这边 更是佛系 顾方池还在努力思索 粽子怎么包 而顾听元 直接毫无形象坐在地上开始摆烂了 儿子 实在不行 就别勉强自己了吧 咱们人啊 又不是什么都会的 说完 顾听元还打起比方来 就拿咱们婉婉说 是不是看起来干啥啥都行 结果一唱歌 一算术 这不全暴露了吗 婉婉只觉得自己胸口 瞬间袭来了两只利剑 插得他胸口疼 小团子从地上爬起来 走到自己干爹面前 捂着自己的面前 一双眼睛水汪汪的 干爹 你这么说我会伤心的 顾听元看着小团子的模样 忍不住逗弄两下 是吗 婉婉一本正经地点头 嗯嗯 哦 既然这样 干爹下次不当着你的面说了 婉婉 小团子忍不住拔高了音量 还有下次 婉婉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 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干爹 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 最终 小团子捏巴巴地回去 低声对着自己大哥道 大哥我跟你说 干爹这人不能处 有事他真往外面说 我怀疑外面那些叔叔阿姨 知道我唱歌难听 都是干爹 这人在外面宣传的 苏启怀哭笑不得 但是此时顾听元明显是想跟自己抢妹妹 苏启怀看了一眼顾听元 最后跟婉婉说 那今天婉婉就不要理干爹了 这样的话 下次他就不敢了 婉婉也觉得 这事行得通 于是 小家伙双手怀抱于胸 娇气道 哼 干爹 你今天是吃不到我包的粽子了 顾听元 只不过等粽子包好以后 谁都没有吃到婉婉包的粽子 因为小家伙的粽子捞起来的时候 只剩下了几张粽子叶 婉婉 呜呜呜 小团子伸长了脖子 在幼儿园食堂的大锅里 不断地用勺子翻转 我的粽子捏 婉婉期待了这么久 没想到粽子没吃成不说 就连粽子都不见了 婉婉的粽子特别好认 因为小团子的粽子叶要小很多 只有自己拳头大小 包得不延时 打劫的时候也没有打好 这也是为什么还没有出锅 粽子就散架的原因 不止婉婉 就连很多家长都是这样 但是整个幼儿园只有婉婉的哭声最惨 苏启怀在一旁心疼地不行 赶紧把婉婉抱起来 用手不停地轻轻地拍着婉婉的后背 甚至还在不断地哄着 苏启怀声音温柔 一个一米八几的大男人抱着一个奶团子 还能游刃有余地哄着小家伙 隔了十几分钟 婉婉满脸委屈地看着自己散了一锅的粽子叶 陷入了沉思 小团子很想吃自己的粽子 最后苏启怀没办法 亲自拿着勺子 一粒米一粒米地给婉婉把粽子米给从锅里盛了出来 当然 粽子不可能是成为粽子了 而是一碗糯米粥了 婉婉不喜欢吃其他味的粽子 因此包的全部都是白水粽 当然 虽然现在的白水粽子成为了一碗糯米粥 但是小团子拿着勺子一口一口地吃着 脸上十分高兴 为了 还给自己小吃哥哥炫耀了一番 这是自己做的 顾芳池一共才包了三个粽子 给自己爸爸留了一个后 剩下的两个都给婉婉了 苏启怀也包了不少 但是他不爱吃 因此在那里给婉婉包粽子也 婉婉一边喝着糯米粥 一边吃一口粽子 此时此刻 小胖也拿着他的腊肉粽子走了过来 递了一个给婉婉 小团子一看 竟然是肉粽 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不要 他平时不挑食 但是唯一不肯尝试的是 甜的豆腐脑和咸的粽子 小胖一天婉婉不吃 虽然有些疑惑 但是 想到自己还能多吃一个的时候 还是特别开心的 活动一结束 婉婉获得了第一名 幼儿园给婉婉送了一个粽子大礼包 小团子抱着礼物盒子 回去的时候 脑袋都是昂着的 苏启怀本来想帮婉婉搬东西 但是小团子死活不让人帮他 起初男人还不明白 婉婉到底是什么意思 直到出幼儿园的时候 门口所有的小朋友 都一脸羡慕地看着婉婉 这时候 苏启怀才明白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苏启怀哭笑不得 抬手揉了揉小团子的脑袋 你呀 婉婉歪着头 小路般的眼睛闪过脚下的亮光 端午节假期一过 婉婉就向幼儿园请了假 原因是 端午节过后两天 自己五哥和六哥就要高考了 相对于马上要高考的二人来说 婉婉比自己两个哥哥还要着急 这不 端午节一听说 自己哥哥马上就要高考了 立马就跟自己爸爸打报告 说自己在家里监督两个哥哥学习 苏启怀心里跟个名劲的 但是看着小团子因为自己哥哥要高考的事情 急得嘴角出现两个水泡的时候 老父亲还是答应了 高考前一天 婉婉就抱着枕头 跑到了自己六哥的床上 苏星满不知道 婉婉为什么这么焦虑 因此轻轻地拍着婉婉的后背 声音温柔 婉婉 五哥和六哥一定会考一个好成绩的 婉婉撅着嘴 也不肯说自己怎么了 这几天他做梦 老是梦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是醒了以后 却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只觉得心里比之前更加慌乱 本来以为是两个哥哥高考会出什么事 但是一算挂 根本没有事情发生 我怕到时候你和五哥考试没考好 伤心了可怎么办 要知道 自己五哥是傻子 自己六哥是全校倒数 倒数的滋味 他可太懂了 这哪里是不学习啊 是根本学不起来才对 当时在幼儿园上数学的时候 他明明只是 比掉在地上几秒钟 趴下去再捡起来的时候 老师讲的东西 他就完全听不懂了 其实他每节课都很认真听课了 苏星满可算是明白 婉婉为什么会这样了 一时间哭笑不得 也不管婉婉听不听得懂 只是轻轻地说道 这几次模拟考试 我和老五成绩都很不错 考大学没问题的 真的吗 真的 苏星满道 婉婉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没一会儿抱着自己的小枕头 就打起了小呼噜 苏启怀看着婉婉 最后起身 去自己老父亲的房间 拿了药膏 这两天婉婉 嘴角的水泡 都还没有消下去 家里面的医生 开了一盒药膏 每天都要涂 第二天 婉婉起了的大早 一起来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书包 然后一边收拾一边问道 六个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赶紧再检查一遍 苏星满从一起床 就听见婉婉说了无数次 非但没觉得不耐烦 反而心里暖暖的 婉婉问什么 他就答什么 苏家人对自己孩子高考的这件事 十分重视 不管是苏季周 还是老爷子 纷纷早起 只不过 看见婉婉的时候 态度立马就变得不一样了 轻声地说 婉婉 现在还早呢 再去睡一会儿吧 婉婉赶紧摇摇头 不早了 还有一个多小时 五个六个就要考试了呢 早点去 别迟到了 这几天 小团子看了不少 因为堵车 导致高考迟到的视频 因此也害怕自己两个哥哥 出现同样的问题 苏家人相互看了一眼 看着婉婉眼底的青黑色 最终叹了一口气 苏季周到 那等会儿 把你五个六个送到考场以后 你再去酒店睡一会儿 婉婉说了一句好 这一路上 果然堵车了 但因为是提前出发去考场 比计划时间 还要早到二十分钟 只是没想到的是 半路的时候 竟然下雨了 不少学生都没带伞 直接淋成了落汤鸡 苏季周抱着婉婉 一旁的保镖 替父子二人打着雨伞 婉婉目送着两个哥哥 进了学校 想到了什么 突然叫住了二人 怎么了 两兄弟齐齐回过头问道 婉婉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了两下 终于掏出了两个锦囊 这是婉婉研究的好运符 小团子的锦盲 好像是用不完一样 都是长一个色的 只是这次锦囊上 编了一根绳子 只是 两兄弟看着 用毛线串起来的绳子 陷入了沉思 婉婉见此 赶紧道 这是婉婉自己做到 到时候五个六个 你们可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这次考试 一定能顺风顺水 如鱼得水 马到 成功 小团子一连说了好几个成语 甭管对错 反正想到什么好词 都往外面蹦就是了 苏承奇和苏星满 也仅仅只是犹豫了几秒 还是把那锦囊 挂在了脖子上 只不过 婉婉的荧光绿的毛线 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 两兄弟最后没办法 只能在进教室的时候 把锦囊拿了下来 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 对于他们来说 要不要这个锦囊 其实都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一想到 他们两个是独一份 这么想着 心里就高兴 两兄弟进了考场 婉婉只棱着脖子 在校门口看了半天 一直到考试开始后 小团子才肯回到车里 苏继周抱着婉婉 瞧着孩子睡着的模样 轻声道 把车开到酒店 考试的场地离酒店不远 苏继周想着 考完是中午 可以让两兄弟 可以休息一下 再加上老爷子年龄大了 一来一回不方便 因此 苏继周早早地 就在酒店订了几间房间 婉婉这几天 为了自己哥哥高考的事情 都没睡好 这会儿再也忍不住了 倒头就睡 本来还想着 中午睡起来 给自己两个哥哥 在加油打气的 婉婉直接睡到了晚上 婉婉一睁开眼 就是洁白的天花板 再坐起来左右看一看 全是陌生的环境 婉婉也不慌不忙 从床上爬起来 坐到了床沿 紧接着 盯着自己的鞋子发呆 小团子歪着头看了半天 总算是弄清楚了 鞋子的左右 婉婉穿好鞋子 哒哒哒地迈着小短腿 准备跑出去看看 结果没走几步 大门就被打开了 苏彦青从警局回来 正好来酒店 准备看看自己妹妹有没有睡醒 没想到一打开门 小团子就跟一个小炮弹一样 朝自己射了过来 苏彦青反应速度很快 害怕婉婉摔倒 直接弯腰 把婉婉从地上抱起来 然后萌萌地吸了一下 真香 小朋友的身上 有着独特的味道 婉婉味道比较淡 和大多数孩子身上的味道不一样 奶团子身上带着淡淡的菊香 苏彦青忍不住问道 最近吃菊子了 婉婉点点头 嗯嗯 小胖爸爸前几天 给我寄了几箱砂糖菊 我给吃完了 苏彦青 感情那根本就不是因为 老五老六的事情 嘴角起泡的 小团子还不知道 自己三哥内心的想法 只是看了一眼窗外的天气 忍不住问道 三哥 现在啥时候了 怎么天都黑了 他不就是早上的时候 睡了一觉吗 怎么一觉醒来 天就变成这样了 你一觉睡到了晚上七点 这天能不黑吗 今天雨下得很大 苏彦青也被临时派去 维持高考的工作 刚下班就来见婉婉了 一天没吸吸小宝贝 苏家人都有些不习惯 倒是婉婉听到自己 竟然一觉睡到了晚上 满脸不可置信 那五哥和六哥考完了吗 苏彦青 饭都吃了 婉婉睁大双眼 吃饭不叫我 不等苏彦青回答 婉婉直接哒哒哒跑了出去 很快就精准地找到了包厢 看见自己爸爸真的在吃饭 婉婉插着腰 生气道 爸爸你竟然不叫我 瞧瞧桌子上的饭菜 都快吃光了 婉婉越想越生气 捂着自己胸口 可怜巴巴地问道 爸爸 你是不是不喜欢婉婉了 苏继周看小团子那劣质的演技 瞬间哭笑不得 爸爸不喜欢婉婉了 婉婉会怎么样 婉婉 下话现 小团子要哭不哭的模样 苏家一群人 看了都哭笑不得 就连一旁的苏雨时 都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道 爸 你都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喜欢逗小团子 说完 苏雨时赶紧叫来门外的服务员 重新点了一桌子菜 婉婉 来二哥这儿 今天你不要跟他说话了 婉婉此刻 觉得自己二哥 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于是哒哒哒地跑了过去 很快 餐桌上的饭菜就上来了 婉婉自己拿着筷子 然后给自己盛了一碗大米饭 五哥 六哥 你们高考考完了吗 婉婉今天有点后悔 自己睡过了 苏承其坐在婉婉的左手边 文言给婉婉加了一块孜然羊排 婉婉凑到饭碗旁边 用鼻子嗅了嗅 闻到香味以后 迫不及待咬了一口 苏承其放下筷子 说明天还有一天 烤完就结束了 婉婉一边吃 一边不忘说 五哥六哥 你们一定能考出好成绩的 就不要担心了 苏承其 他和小六 似乎从来没有担心过吧 倒是婉婉 焦虑的嘴角 都涨水泡了 婉婉中午饭都没吃 因此 晚上的食量 比之前还要多不少 苏家人今天晚上 直接在酒店里休息 第二天的时候 雨室仍然没有小 甚至越来越大 婉婉早上起来 透过窗户 看着西南的方向 久久没有说话 正在给女儿换衣服的苏继周 看着婉婉小表情 突然严肃起来 以为是出了什么事 怎么了 婉婉听着把玻璃 打得劈啪响响的雨珠 道 西南方向要涨水了 苏继周没明白 婉婉说的涨水是什么意思 但是婉婉的表情 实在是太严肃 苏继周便忍不住问道 很严重吗 和田万寝三秋绝 房屋千间一煞屋 苏继周心里一万个卧槽 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女儿 竟然会蹦出来一句 这妖牛逼的诗句 但是反应过来后 心里却涌上了一丝担心 西南方全是高山地区 降水量本来就比大部分地区多 如果发生特大洪灾 那么灾难情况是无法估算的 婉婉算挂从来没有失手过 既然说要发洪水 那这场洪水绝对会来 作为一个企业家 苏继周能够动用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在送两个儿子进入考场以后 苏继周就在第一时间联系了顾廷员 也是第一时间集齐了物资 但是事情发展太快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苏承其和苏星满考完的下午 当天西南各部分地区 就因为特大洪水冲上了热搜 西南地区山地高 地势复杂 撤离也不及时 甚至因为洪水原因导致大面积塌方 有的高山地区甚至泥石流滑坡 大部分洪水受灾区信号不好 好几个村子已经跟外界切断了联系 唯一庆幸的是 在大家都措手不及的时候 苏家 顾家 甚至几云念的基金会 在第一时间凑集了许多物资 直接运往了灾区 晚晚回到家里 立马跑去自己房间 给祖师爷烧了三根特粗特长的清香 但是今天的香无论如何也点不然 晚晚意识到不对劲 赶紧掐纸算道 结果挂项显示 西南地区这个时候 本就无语才对 这时候突然大雨 难道又是什么人在搞鬼 小家伙的脑龙量实在是想不出来 晚晚干脆从自己的小布包里 拿出了一对硅甲 向上一扔 仍然是大凶之兆 这次的洪灾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小团子把这件事告诉了苏继州 苏继州也没有瞒着晚晚 把西南地区的第一手消息告诉了他 目前还没有死亡名单 但光是失联的村庄就有七个 消防已经全力搜救了 三哥去了吗 晚晚忍不住问道 苏继州今天忙了一天 但还是肯定苏彦青此时肯定没有离开 事情发生突然 消息也是从上而下的 如今作战指令没有下达 苏彦青肯定不会离开 晚晚见此 说 爸爸 我刚才用师父留下的硅甲 算过了 是大凶之兆 苏继州哪里还不能明白自己女儿的意思 这是想跟着自己三哥一块去栽区 苏继州想都不想直接回绝了 晚晚 苏继州低下头 嘴巴肚着卖萌也没用 在爸爸眼里 你的安全最重要 对于这次的灾情 他已经做得够了 无论多少物资他都可以捐 无论多少钱 他也可以出 女儿虽然有能力 但是作为父亲 自己女儿这么小 当然不可能同意女儿去这么远 上次隧道二号线坍塌 就已经让他连续做了一个月的噩梦 这次帝都距离西南 整整1800公里 可是 苏继州拍了拍晚晚的脑袋 没有可是 不准去 小团子撅着小嘴不高兴 没多久又哒哒哒跑回了房间 苏继州看着晚晚那撅着屁股 跑上楼的身影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男人朝身后的保镖招了招手 道 这几天晚晚要干什么 要吃什么都抑着他 但是得看着他 不要让他自己跑了 现在小家伙手机玩DZ6 要是一个没看住 自己买票跑了可怎么办 别不相信 这事苏晚晚还真的干得出来 帝都的大雨 接连下了三天 而西南的大雨 仍然没有停止过 网上的报道越来越多 六七月本来就是西南地区雨水的多发季节 往年大大小小的洪灾也不少 只是这次实在太严重 就连五十年前西南地区的罕见洪水 都没有这么严重过 唯一庆幸的是 现在通讯方便 科技发达 道路也比五十年前方便不少 晚晚接连算了几天挂 显示的都是大凶 他在家打电话给了湘德寿 结果老爷子在几天前 就千里迢迢赶往了西南 从一开始 湘德寿也觉得这与实在是不对劲 德寿师弟 你要是实在解决不了 一定要找我帮忙 晚晚在电话那头 乃声乃气地说道 湘德寿此时穿着一身黄色道袍 外面裹着一层羽衣 赶紧点了点头 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些头绪 如果真的是大阵 找到阵眼就可以处理了 只是我怀疑 这次的事情又是张庆荣的手笔 湘德寿不说 晚晚都忘记了 还有张庆荣这个人了 张庆荣之前用试运符杀了这么多无辜的人 都这么久了 消失的一点消息都没有 德寿师弟 这次你一定要把他给抓住 这种人还配姓张 还配当天师 狗屁 配个屁 晚晚心里想着粗话 说了几句 又说要给湘德寿游寄一些符址过去 湘德寿一听 瞬间乐得不行 西南地区S省 湘德寿黄色的道袍底下满是泥土 黑白色的布鞋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掉了一只 然而此时 七八十岁的老爷子 乐滋滋地拿着手机 把手机一一从自己的徒子徒孙眼边闪过 哎 你们小师伯也真是的 生怕我这个师弟出事 非要送我一大碟福祉 你们说我这小师姐 是不是太护着我了 徒子徒孙们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是在赤裸裸地炫耀 倒是张怀玉听到小师伯 竟然要送自己师父这么多福祉 心里羡慕得不行 很多天师不认识小师伯没关系 但是当初小师伯的一张五雷符 直接是震惊了整个天世界的呀 张怀玉见词赶紧低声道 师父 到时候你拿到福祉 能不能分我一张 香德寿张口就想拒绝 但是张怀玉赶紧比了一个二 用着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道 师父 回去我给您做两顿油闷大鸡怎么样 香德寿有点犹豫 张怀玉想了想 那三顿不能再多了 他师父的胃口和碗碗 比那可是有过至而无不及的 这要是再多吃几顿 别说钱了 估计到时候 裤衩子都得被吃没 张怀玉厨一好 想吃一顿自己徒弟的饭菜 简直难于上青天 没想到 一张符就能混到三顿油闷大鸡 这一下子 香德寿根本没有犹豫 行 三顿就三顿 而此时在别墅拼命画符的碗碗 正撅着屁股 地上全是保镖大哥 从之前那条小巷子买来的五颜六色的符纸 碗碗拿着毛笔 画符的手没有丝毫犹豫 一气呵成 没一会儿 厚厚的一叠黄符 全部画好了 碗碗画好以后 赶紧让保镖帮忙寄过去 突然 碗碗打了一个喷嚏 保镖瞬间紧张起来 赶紧问道 碗碗小姐 是不是感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碗碗摇摇头 没有没有 说完 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感觉湿湿的 小团子抬起头 看了一眼保镖 又看了一眼窗外 一想二骂三感冒 肯定是有人想我了 碗碗虽然这么说着 但是保镖并不放心 小孩子体弱 一场小感冒都能造成大病 最后 医生拿着听诊器 给碗碗检查了半天 发现真的没事以后 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小团子不生病则已 一生病 简直是来势汹汹 也不怪大人们这么紧张 西南的灾情 碗碗一直关注着 一连三天 手机的头条推送 微博的热搜 都是关于这次洪灾的 这次洪灾 不仅仅是山区 就连城市 也受到了不小的考验 只不过这些碗碗 都只能在网上了解 在两个哥哥高考完不久 小团子也要准备期末考试了 老父亲为了不让碗碗 再次考出99.5的成绩 这几天让家里的人 一刻不停地给碗碗补习 好在考完以后 碗碗对自己十分有自信 直言自己肯定比之前 进步了半步 老父亲一听 碗碗这副信誓旦旦的模样 这一颗心 可算是松了下来 女儿成不成才没关系 重要的是 不要成文盲就行了 苏碗碗还没有正式读书 老父亲的一颗心 就已经担心得不行了 但是碗碗的新班主任 是个十分负责的老师 通过一个多月的观察 他也知道 碗碗除了在算术方面 反应比较慢之外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甚至他觉得 碗碗比其他的孩子 还要优秀很多 只不过 因为西南地区的灾情 碗碗的心思都不在学习上 好不容易期末考试 碗碗再次提出了 想要去西南看看 如今帝都天气放晴 小团子已经穿上了 粉粉嫩嫩的小裙子 半年的时间 碗碗的身高 还是长高了一些 当然 这身高只能跟自己比 相对于同龄的孩子 碗碗仍然是矮了一小节 爸爸 你就让我去看看嘛 三哥前天不是去了吗 他会照顾好我的 碗碗抱着老父亲的大腿 眼睛眨了又眨 苏季周看着自己女儿 那小鹿般的大眼睛 差一点就答应了 你还小 碗碗立马支起身子 道 我不小了 我已经四岁多了 你刚四岁 不管是法律 还是在爸爸的眼里 你都是小孩子 西南那边 现在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爸爸虽然知道 碗碗很厉害 但是爸爸还是很担心 你懂吗 碗碗文言 很久没有说话 正当苏季周以为 小团子终于开窍的时候 碗碗摇了摇头 认真的看着他 说实话 碗碗不是很懂 苏季周 他就知道 小团子不懂 男人整个人都无奈极了 总之你现在不能去 西南那边有像大师 你三个 还有你师兄都在 不会出大乱子的 碗碗这次没说话了 最后 小团子坐在沙发上 一个人落寞的不行 苏季周心疼又难过 可是小团子现在不开心 他也不知道怎么哄才好 碗碗 爸爸知道 你担心西南的灾情 但是你现在还小 这些都不用你操心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还有很多比你高的人挡着 碗碗虽然难受 但是也知道 爸爸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他伤心难过的是 自己明明有能力 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最近西南的雨势越来越大 已经出现人员伤亡 失踪的情况 他同样明白人的生死都有定数 只是看着一条人命 换成了一个数字 在电视上报道 他心里就难受极了 他明明答应过师父 一定会保护好所有人的 小团子越想越伤心 干脆光着脚丫子 坐在沙发上 伤心的闷声哭出来 苏季周哪里会想到女儿会哭 哄也哄不好的那种 就差学着玩玩 急得跺脚 玩玩越哭越伤心 越哭越发觉得自己没用 委委屈屈地 趴在自己老父亲肩膀上 玩玩抽噎着 上气不接下气 老父亲心疼得不行 嘴里不断地安慰着 唯一庆幸的是 玩玩哭着哭着 呼噜就想了起来 睡着了 苏季周松了一口气 把玩玩放到房间 本来是想去工作的 可是望着玩玩的脸上 还带着泪痕 实在是没舍得离开 在玩玩睡着期间 苏季周又捐赠了一大批物资 国家的抢险工作 也彻底打响 各个地方的兵种 医生 各体户 全部赶往现场 而西南的雨室 也逐渐小了很多 所有人都认为 这只是一场天灾 但天师会的人 此时此刻 还在满山寻找阵眼 湘德寿等人 在各个地方 寻找了整整半个月的阵眼 然而一无所获 虽然雨室逐渐减小 网上的人都以为 这是雨婷的趋势 唯有天师会的人 高兴不起来 这哪里是要雨婷啊 这分明是接下来 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半个月风雨无阻 天师会的天使们 也是肉体繁胎 尤其是湘德寿 脸色苍白无比 张怀玉体能很好 此刻搀扶着师父 另外还要喊上 后面掉队的师兄师弟们 师父 这都半个月了 会不会阵眼不在这座山上 湘德寿摇了摇头 不会 我和小师姐都算过 就在附近 西南地区的山峰绵延不绝 一座接着一座 想要找到阵眼 并且破坏掉 同样是一个大工程 如果说是自己师父的挂像 张怀玉可能怀疑几秒钟 可是一听说自己小师伯也算过 那他根本不带丝毫怀疑 小师伯说在这儿 那绝对就在这儿 一行人休息了片刻 继续踏上了路程 三天后 苏济周接到了苏彦青的电话 电话里说 湘德寿在寻找阵眼的过程中 失足摔下山崖 老爷子人没事 就是腿受伤了 现在唯一能够领导天师会的 只有晚晚一个小团子 苏济周千算万算 的确是没有算到过 湘德寿能失足摔到山崖下去 晚晚知道以后 也是瞠目结舌 德寿师弟 这是好几天没给师父和祖师爷烧香了吧 竟然这么倒霉 苏济周没说话 但是这次晚晚 是非去西南不可了 老父亲一颗星七上八下的 不仅派了安保公司八成保镖跟着晚晚 甚至自己也跟着去了 只不过看着自己爸爸 一整个后备箱的行李 晚晚陷入了沉思 爸爸 我和保镖哥哥们一块去就行了 你要不还是回家吧 晚晚眼神十分无奈 他爸爸以后备箱的行李 知道的是去帮忙寻找阵言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去旅游的呢 只不过苏济周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自己女儿话里的意思 倒是车上的保安都看不下去了 提醒到 苏董 西南那边路不太好走 这些行李可能会成为累赘 苏济周经过保镖这么一提醒 终于反应过来了 回头看向自己的行李 也觉得自己有些夸张了 于是 又让人卸下了不少 最后 老父亲揉了揉婉婉的脑袋 认真说 爸爸必须跟你一块去 女儿一个人 跨越一千八百公里 她怎么可能放心得下 如果不是婉婉的身份 无论如何 她都会阻止的 婉婉瞧着自己爸爸 一副要去赴死的模样 一时间摸不着头脑 她不理解 明明只是去找个东西 怎么自己爸爸 就一副自己快要死了的模样 婉婉不懂 婉婉不理解 四个小时后 一辆白色的飞机 降到了S省的机场 机场的外面 站着许多身穿军服的士兵 而中间 则站着一群穿着西装的男人 为首的男人黏过半百 但是头发已经花白 眉间染上一丝忧愁 明显是因为最近的洪灾感到无力 苏彦卿和张怀玉 站在男人的身后 当看到婉婉从梯子上 被牵着下来的时候 二人激动地向前走了几步 婉婉一看到自己三哥 赶紧哒哒哒跑了过去 三哥 婉婉完全忘记了 自己身旁的老父亲 直接甩开手 带着一丝小颤音 然后像那小炮弹一样 抱住了苏彦卿 三哥 我来了 苏彦卿眼神中 带着一丝无奈 只不过现在婉婉来了 她心里还是松了一口气 苏彦卿恩了一声 轻轻地揉了揉婉婉的脑袋 算是对婉婉的回应 苏彦卿的手上都有剪子 婉婉只觉得脑袋有点痒 息息两下就跑掉了 怀玉失职小失薄 怀玉双手做急 语气动作十分公顺 张怀玉才送自己师傅上飞机休养 此时双眼还泛着红血丝 脸上也带着一丝困倦 婉婉平时看着大人的时候 都是抬着头看的 此时张怀玉恭恭敬敬地低着头 婉婉也只能抬着头 然后歪着脖子看 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 直愣愣地看着她 张怀玉的目光正好对了过去 心脏瞬间像是被什么击中了一样 怀玉失职 你辛苦了 婉婉本来是想学着大人的样子 拍拍张怀玉肩膀的 无奈自己抬手都够不到怀玉的肩膀 最后 小团子还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点起脚 仍然够不着 没办法 婉婉只能拍了拍张怀玉的大腿 张怀玉瞬间哭笑不得 虽然两个月不见 小师伯还是那个小师伯 婉婉把手给张怀玉牵着 几人一块走到了机场的等候室里 四个小时的飞机让婉婉有些困顿 苏季周便让人给婉婉准备了一个大蛋糕 先凑合凑合 而S省的高层 看到小姑娘抱着一个比她脸还要大的蛋糕吃的时候 整个人震惊不已 更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当爹的 竟然只是说先让孩子垫垫肚子 那么可以想象 这孩子平日里到底有多能吃 这位就是天师会的顾问 苏婉婉 婉婉文言 嘴边的奶油都没来得及擦掉 赶紧点了点头 我就是苏婉婉 翟刚并没有因为婉婉是个孩子 就看清了她 反而对婉婉更加尊敬 于是对婉婉自我介绍了一番 其实有一半的话 婉婉都是听不懂的 但是看着对面这个大叔这么有礼貌 甚至还伸出手 要跟自己握手 婉婉赶紧悄悄地在后背擦了擦自己的手 一本正经地介绍道 翟叔叔您好 我叫苏婉婉 现在还在帝都读幼儿园 还 还在读幼儿园 翟刚知道婉婉很小 但是还是被幼儿园这三个字 深深刺痛了内心 而且婉婉长得实在是太乖巧 怎么看都像个被家里宠着长大的孩子 就拿旁边的苏季周来说 从下飞机开始 脸色就谈不上多好 但是翟刚好歹混了这么久 也只是愣了两秒 又开始跟婉婉说话 婉婉虽然说话乃声乃气 但有问必答 谈吐之间丝毫看不出来 面前的孩子只有四岁 等了解完情况 翟刚便派了一群人保护天师们的安全 去寻找阵眼的路上 苏季周和苏燕青跟在婉婉的身后 此时 婉婉已经换上了一身黄色的道袍 道袍的胸口 隐隐约约 还有一道透明的阴阳八卦阵图案 张怀玉见到婉婉的衣服 眼神非常羡慕 心想 小师伯不愧是小师伯 整个天师会 赶穿黄袍的天师不足五人 他小师伯小小年纪穿上了不说 胸口还敢戴八卦图 小师伯 你能感受到阵眼吗 张怀玉一下车 就看见婉婉一手捏着桃木剑 一手打着爱杀公主的小雨伞 沉默不语 婉婉歪着头看向张怀玉 指着面前绵延不绝的山峰说道 怀玉啊 你发现这座山 有什么不一样吗 张怀玉一眼看了过去 只能看见 因为下雨 山林间泛起了浓浓的白雾 此刻正随着风在山林间游走 再看其他的 却一点也看不出来了 张怀玉脸色微红 有些不好意思 可还是如实地说道 看不出来 小团子一听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张怀玉惭愧地低下头 婉婉抬头看了一眼张怀玉 随后指向了最远处的山峰 问道 怀玉 你看那座山峰像什么 啊 张怀玉远远看了过去 半天没看出 婉婉指着的山峰像什么 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张怀玉眉头一紧 语气中带着一丝颤抖 龙头 婉婉嗡了一声 然后眼神从左到右扫了一圈 说道 这里是S省的龙脉 别人或许不懂龙脉是什么 但是张怀玉作为天师会的天师 不可能不知道 龙脉意味着什么 只不过是龙脉的话 他师父应该一早就看得出来才对啊 婉婉似乎知道张怀玉心中的疑惑 解释道 这条脉络虽然是龙脉 但是你也看见了 龙头受损 气数已尽 他们国家整整传承几千年 虽然很多神话故事是编撰而来 但并不是所有都是假的 古时候每个地方都有龙脉 有龙脉的地方 能保护地方百姓不受自然的灾害 有的龙脉甚至会保护方圆百里的土地 能得到丰收 但是经过几千年的演变 战争 思想 再加上如今过度的开发 天师会所发现的龙脉不足十条 没想到在这种地方 竟然也能发现一条龙脉 可是很快 张怀玉就发现了不对劲 既然这里有龙脉 这些地区应该风调雨顺才对 为什么还会下这么久的雨 因为龙脉的源头被人破坏 晚晚说着指着最边缘的山脉 道 古代的龙本身就应该有两脚 但是你看现在 脚似乎被人砍断 师父曾经说过 来龙气势如崎岖斜徐的蛇 那就是胸脉 我猜测 是有人吸收龙脉的力量 才导致下了这场大雨 张怀玉一听 立马想起了张青荣这个人 少年的脸上还带着雨水 白净的面颊上夹杂着泥土 藏青色的道袍 基本没有一处是干的 张怀玉的眼中充满了怒火 一把将头顶的雨伞扔到了地上 双手紧紧地捏着 晚晚感觉到痘大的雨水 落到了她的脸上 赶紧跑过去抱住张怀玉的大腿 大声道 怀玉 你生气归生气 把伞丢在地上干什么呀 张怀玉瞬间晃过神来 这才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小团子的刘海 已经被雨水给打湿了 紧紧地贴在脑门上 再看那可怜巴巴的小眼神 张怀玉没有多想 立马把伞从地上捡了起来 随后把晚晚抱起来 少年的语气带着局促的歉意 小师伯 对不起 刚才我太生气了 晚晚闻言 漆黑的毛子抬起来看着张怀玉 随后乖巧地摇摇头 没关系大 说完 晚晚双手举过头顶 出发 上山了 因为考虑到一群天师的安全 这次上面还安排了许多军人 一块随行 所有人都以为 路上带着一个孩子 会拖慢大家的脚步 结果走了一个多小时 大家才发现 竟然是他们自己拖累了人家小姑娘 晚晚最初是由大人们轮流抱着走的 但是晚晚自然知道自己的体重 虽说不会拖累大家的行程 可是看着自己爸爸 还有怀玉抱着自己 才走了十分钟不到 就气喘吁吁的样子 最后就自己下来走了 小团子一路上十分讨喜 见此 纷纷放慢了脚步 然而晚晚下地以后 一路飞奔 一脚 就跨过了水坑 脚下生风 唯一能跟得上速度的 只有张怀玉 和苏燕青二人 晚晚走在前面 隔了几分钟 看见大家还在爬山 总是会找到一处休息的地方 然后从自己的小包包里面 拿出一点吃的 蹲在地上一边吃 一边等着大部队 一直走了四个多小时 晚晚身上还是打湿了 好在苏家的保镖 都背着替换的衣服 苏继周作为随行的保姆 摸到自己女儿身上打湿了以后 赶紧给晚晚换了一件新的道袍 新的道袍 仍旧是黄色的 只不过胸前 没有八卦镇的图案了 因为这次八卦镇的图案在后面 张怀玉实在是没忍住 忍不住跑到晚晚的面前 恭敬地问道 小师伯 您的道袍怎么这么多啊 啊 晚晚疑惑地抬起头 眼神中带着一丝不解 多吗 张怀玉看着晚晚那懵懂的眼神 一时间胸口一痛 好在对于自己小师伯小师伯来说 这些黄色的道袍 都是和平常衣服差不多的 但是实际上 敢穿黄袍的整个天师会 没有几个人 甚至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这么多黄袍 就拿他师傅来说 黄袍数量加起来 还不足三件 平日里都宝贝得不得了 刚才保镖给晚晚拿衣服的时候 他可是看见了 那一个登山包里 全是黄色的道袍 也就是说 小师伯的道袍数量 甚至比自己师傅还多 对于天师来说 就连道袍的颜色 都是有规定的 他师傅作为天师会的会长 自然穿的是黄色 而像他这种弟子 穿的是藏青色 但是更多的弟子 穿的则是青色 白色和黑色之类的道袍 跟网上售卖的那些道袍不一样 天师穿着的道袍 那可是在关键时可能救命的 张怀玉把道袍的珍贵之处 解释给了晚晚听 小团子听了一眼 愣了很久 最后忍不住说道 可是晚晚有很多这样的衣服呀 别说黄色的 紫色的他都有 张怀玉听到晚晚说的 嘴角直抽抽 但是心里更多的是羡慕 心想 小师伯不愧是小师伯 发袍都要比别人多 晚晚看着张怀玉羡慕的目光 想了一下 我师父给我留了好多 等以后 你厉害了 我就送你一件吧 张怀玉大喜过望 一路上嘴角都没有放下过 一行人行走四个多小时 林子里泛起了大雾 但并不影响大家的视线 晚晚有点担心自己老父亲 于是也不往前面跑了 而是牵着自己爸爸 苏季周心里软成了一片 终于 大家到了龙头的位置 只不过看到周围倒塌的树木 所有人都震惊了 在他们面前 大片的树木倒塌 很多地方直接塌陷 看起来惨不忍睹 晚晚蹲下身 摸了摸湿漉漉的黄泥 随后站起身 阵眼就在附近了 说完 晚晚从自己的小布包里 拿出了一个法盘 一拿出来 法盘上的指针 就在不停地动 小团子在原地转了一圈 终于 指针指向了最杂乱的空地上 在这里 晚晚哒哒哒跑了过去 紧接着 当着大家的面 一下子就把倒下的大树 给抬开了一点点 所有人 这树 应该挺重的吧 小姑娘怎么一下子 就给搬起来了 一行人听着小姑娘的声音 赶紧走得过去 有的人还有些不相信 想要自己试试 结果抱着大树 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周围的断树很多 总不能让苏婉婉一个人动手 苏燕青见此 开始安排人 将周围的断树处理干净 等地上断掉的树木 处理干净以后 看到地上刻着 偌大的古老符纹时 深深倒吸一口凉气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块空地不受风雨侵蚀 地上的符纹带着血色 看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张怀玉看见地上血淋淋的符纹后 内心充满了震惊 这是什么 专门破坏风水的符纹 但是你看这些血淋淋的东西 其实是人血 说完 婉婉的鼻子还在空气中嗅了嗅 结果鼻子太灵 这一嗅差点没给呕出来 婉婉这么一说 大家才闻到了周围浓厚的血腥味 苏燕青文言 立马取出了地上的一点血液 放进室馆里 随即又对着场地进行了拍照 把这些东西 第一时间送往最近的检验室 苏燕青把东西递给了自己的徒弟 然后调离了一群人往回走 地上的符纹大约有三米长 勾勾赫赫之间 全部躺着红色的血液 这些血液加起来 起码是一个人全身的血液量 这不仅仅是玄学上的问题 而且可能还涉及了人命 苏燕青反应很快 将东西派人送回对街的警局 自己则是继续留下来 只不过空地上的符纹 看着都阴森森的 不禁让他心里涌上了一丝不安 倒是婉婉捂着鼻子 在周围转了一圈 一点没被吓到 一腔安慰小朋友的话 憋在胸口 愣是没说出来 哦哦 突然 一阵呕吐声 让苏燕青 不禁回过头去 只见自己老父亲 正扶着一根树干 然后尽情呕吐 仅仅几秒钟 脸色从通红 变成了煞白色 苏燕青 晚晚也听见了这边的情况 歪着头看了过去 见自己爸爸正在呕吐 赶紧哒哒哒跑了过来 然后递上一个黑色塑料袋 苏继周心里一暖 正准备说自己没事的时候 晚晚道 爸爸 要不你回去吧 不然等会儿这个塑料袋 都不够您用 苏继周 他的小棉袄又漏风了 但是苏继周活了这么久 虽然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 最初只是觉得冲击力强了一点 但是适应后又恢复了正常 他看着晚晚 忍不住问道 有办法解决吗 晚晚点了点头 有的 破坏掉阵眼就可以了 只不过龙脉受损 不知道多少年才可以恢复了 龙脉可遇不可求 这座山从几千年前就升了零 渐渐地形成了龙脉 如今气数受损 想要恢复已经很困难了 想着 晚晚叫来了张怀玉 以及天师会的众人 晚晚提着陶木剑 站在斧头上 张怀玉站在第二列的位置 整个天师会的天师 形成了一副两仪八卦阵的阵型 前缘响力针 对则英雄兵 更山风鬼路 离火架燕轮 砍水永波涛 昆地管入门 震雷霹雳声 驯风吹山月 无入中攻入 诸将护无身 整齐华一的咒语 动作在山林中响起 不知道是不是幻听 所有人感觉都听到了 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 更奇幻的一幕出现了 在天师们的上空 赫然出现了一道八卦阵的图案 煞时间 风云变色 天空中满是漆黑的乌云 雷电在云缝中翻腾 一阵噼里啪啦 从天师们的脚下响起 下一秒 所有天师纷纷举起陶木剑 随后刺拉一下 刺入了地里 而另一边 张青荣正在躲避众人的搜捕 躲在了山林间的一处山洞里 自从上次去天师会 他想要让天师会那些小辈灭绝时 没想到被天上的雷给劈了不说 一路逃到S省 没想到竟然遇到了水龙脉 只要他将龙脉吸收 不仅受的伤会和好如初 甚至功法也会更上一层楼 为了活下去 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徒弟当作阵眼 一切都十分顺利 他只需要再等一天 龙脉的能力会悉数掌握在他手里 本以为一切都能顺利 没想到这时候 竟然又被人破坏了 张青荣看着远处巨大的八卦阵 陷入了沉思 能启动两仪八卦阵 功力绝对在他之上 相得寿符文和阵法都略有欠缺 自然不可能破阵 难道是张伯瑞 但是很快 这个想法就被张青荣给否定了 张伯瑞明明已经死了 不可能再出来 只不过 现在他的阵法仍然没有被破解 如果这时候 给这群天师致命一击 张青荣这么想着 嘴角泛起了阴冷的笑容 他从自己的道袍中 拿出了一张紫色的雷符 犹豫了一下 还是扔向了空中 手中掐了一个绝 嘴上念念有词 而原本马上就要放晴的天气 再次乌云密布 雷声比之前还要响彻几分 婉婉意识到不对劲 赶紧抬头看了上去 有人在催动五雷浮爱 婉婉惊讶地说出声 紧接着就看见一道明黄色的雷电 朝自己劈来 苏季周见此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但是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那明雷如同人一般 在看见婉婉的那一刻 突然愣住了 似乎带着试探 婉婉黑黑一笑 下一刻 他同样从自己的小口袋里 拿出了数十张紫色的符纸 扔到空中 上达天庭 下达幽名 五雷助我 雷公显灵 婉婉话音刚落 那明雷直接缩了回去 随即向着远处的方向射去 砰的一声 一阵惨叫声 瞬间惊起了附近的鸟群 苏燕青眉头一皱 赶紧派人过去查看情况 慢慢地 八卦阵的图案慢慢消失 天上的乌云散去 露出了半个月以来第一道阳光 婉婉黑黑一笑 心想国家爸爸的奖励 应该是到手了 小团子越想越开心 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着张怀玉道 咱们脚下应该有一具尸体当阵眼 啥 张怀玉一听说他们脚下 竟然还踩着一个死人 当即来了一段霹雳舞 婉婉隐身无奈 拍了拍张怀玉的大腿 忍不住道 怀玉啊 以后还得练练 你这么胆小 恐怕你说你是天师 也没几个人会相信 再说了 这些都是小场面 怎么就被吓成这个样子了 要知道 以前师父还带着他看十年 都没有腐败的僵尸呢 张怀玉看着小姑娘 一脸淡定的模样 不得不怀疑自己 是不是太过于胆小了 不过 众人听了婉婉的话 当即拿着工具跑土 果真在地下一两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具 已经高度腐败的尸体 从衣着上来说 死者应该是一名道士 后来尸体运回去 做了DNA对比 发现正是张青荣的徒弟 也就是说 张青荣竟然残忍到 把自己的徒弟 当成了破坏龙脉的阵眼 这事儿 还是婉婉回到帝都以后 自己三哥告诉自己的 婉婉作为天师会的特别顾问 这次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 上面给了婉婉不少奖励 甚至还让张怀玉 以及婉婉去了表彰大厅 一人送了一张红色锦旗 不过那锦旗是按照 大人的身高来做的 以至于拍照的时候 张怀玉一只手 就能拿着锦旗放在胸前 只有婉婉 拍照的时候 把锦旗双手举过头顶 即便如此 锦旗上的流苏仍然拖在了地上 当照片寄回家里的时候 婉婉开开心心地打开信封 结果找了半天 愣是没看见自己 爸爸 我人念 婉婉不可思议地 指着照片上的人 睁大了双眼问 苏季周一时间哭笑不得 从S省回来以后 苏季周彻底明白 婉婉的一生 不可能跟别的小朋友一样 于是对婉婉比之前 还好疼爱几分 此时 他渐渐把公司交给了大儿子 自己则是在家全职带娃 你在这儿呢 苏季周指着只露出一截手指的锦旗 婉婉满脸不敢相信 那我头呢 苏季周 锦旗里面呢 婉婉实在是想不通 自己好不容易光荣地开了一个表彰大会 好不容易拿到锦旗拍了一张照片 结果头都没有露出一点 小团子伤心到自闭 但是伤心归伤心 到了下午 小团子还是去找自己小吃哥哥一块玩 顺便还带上了在沙发上呼呼大睡的笑天犬 笑天犬被婉婉举过头顶 整个狗身体都是僵硬的 要不是怕婉婉突然把自己丢下去 他肯定要仰天长笑 表达自己的不满 顾方池听说婉婉要过来 每次都准备了不少零食 小团子把自己去S省的经历 绘声绘色地讲了出来 当然 夸张的成分比较多 毕竟小团子的脑洞实在是太大 最初讲得还好好的 最后直接变成了奥特曼与哥斯拉大战 顾方池叹了一口气 只不过心里也有些担心 你有没有受伤 没有呀 婉婉坐在沙坑里 拿着饭勺咬了一勺沙子 紧接着递到了笑天犬的嘴前 笑天犬抵死不开口 婉婉也不勉强 继续道 三哥说张庆荣太残忍了 竟然连自己的徒弟都呛害 还好小吃哥哥你没去 不然的话 就要像我爸爸一样一路吐回家了 能够跟着一块去的 都是军队里的顶尖级人物 经历的东西比普通人多了不知道多少 当天的事情虽然过于玄幻和震撼 但来之前早就有了思想准备 也就是说 整个队伍里就只有苏季周一个普通人 婉婉说到自己爸爸的时候 与其十分无奈 顾方池抬眸 心里觉得周叔实在是太惨了 可是又忍不住问道 张庆荣现在抓到了吗 婉婉点了点头 我三哥说人赶到的时候 张庆荣已经被雷劈狐了 现在在医院 也不知道能不能就回来 婉婉摸了摸头 之前撒五雷福的时候 不小心撒多了 所以劈得有点狠 顾方池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婉婉应该是抓了一把撒了出去 两个小团子里一句我一句 没一会儿 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苏季周来接婉婉的时候 最先向他跑来的不是婉婉 而是笑天犬 不知道为什么 苏季周觉得笑天犬看他的眼神 就如同救世主一般 苏季周 婉婉的成绩很快就出来了 当老父亲看见婉婉进步那0.5的成绩时 心情复杂 幼儿园总共才考了两科 一科偏数学 一科偏语文 小团子语文很不错 除了写错了几个字外 基本上都是对的 但是一到数学 老父亲看到婉婉拿回来的试卷 不知道是应该犯愁 还是伤心 但是婉婉补习老师的事情 是找定了 苏季周现在每天都在网上找补习老师 结果都和之前一样 要么就是补习老师自己辞职不干了 要么就是他觉得 人家老师不适合 本来想找苏承奇 或者苏星满教婉婉 但是自己这两个儿子 一个比一个忙 老六就不说了 每天都往实验室跑 连自己高考成绩都懒得关注 就是老五 帮着婉婉补习过几次 结果当天晚上他下楼接水喝的时候 发现老五竟然守着婉婉的数学练习册 崩溃落泪 也就是这样 让苏季周歇了心思 爸 婉婉不是挺喜欢绵绵老师的吗 你要不问问绵绵老师 愿不愿意过来帮婉婉补习 苏彦清零出门的时候 看见自己老爹 因为妹妹的成绩焦虑的时候 适当提了一句 苏季周恍然大悟 我给绵绵老师打个电话 问问他愿不愿意 此时此刻 婉完全不知道自己爸爸 竟然在暑假 给自己找了一对一的补习 此刻的婉婉 因为期末成绩比上学期 进步了0.5分 而沾沾自喜 她把自己的成绩 发给了自己的师兄师弟 还有自己好久没有见过面对徒弟 没过多久 婉婉的微信上 消息响个不停 全胜最为大方 看见自己师父 竟然比之前进步了0.5分 连忙转账了3000过来 全胜不知道自己婉婉的成绩 只觉得 一百分这个成绩 已经很不错了 于是顺道夸赞了一两句 全胜 师父 您真棒 单科能考到您这个成绩 已经很不会错了 强 婉婉看着全胜的微信消息 突然陷入了沉默 婉婉 徒弟啊 这是两颗加起来的成绩 这次 换成了全胜无言了 此时此刻 全胜坐在别墅良亭的石凳子上 忍不住问自己的孙子 你知道幼儿园中班单科 满分是多少吗 全景于一愣 脑海里面顿时浮现出来 苏婉婉那个小奶团子的小脸 现在幼儿园还要考试吗 全胜看了一眼自己孙子 眼神奇怪 你问我 我问谁去 你又不是不知道 老头子 我连幼儿园都没上过 全景于 全景于不小心看了一眼 自己爷爷和苏婉婉的聊天记录 一看不得了 看了之后 全景于差点笑出了声 这小家伙 两颗成绩 加起来 一共才一百分 最重要的是 进步了零点五分 反而还自豪了起来 爷爷 就您师父这个样子 以后上大学怎么办 全胜没上过大学 但是听到自己孙子这么一说 也是皱了皱眉头 现在的孩子 怎么能不上大学呢 只不过 全胜没有沉思多久 没一会儿 眉头就舒展开来 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豪 没关系 小丫头家里有钱 实在不行 就让她爸爸给她建一所大学 全景于 网上说的果然没错 有钱就是任性 自从放了寒假以后 晚晚的小日子过得 十分滋润 最近西南地区的消息 渐渐地就从热搜上撤了下去 但是网上有人传言 当天在S省的某个山上 天空中 曾经传来了好几声巨响 还有人说自己好像看见 天上又一个金色的八卦阵图案 本来这些大家都开始猜测 是不是哪位大能在杜劫 结果到后面传言越来越离谱 有的人说自己还看见了 穿着白色皮衣的外星人 这下子 直接没人相信了 晚晚在网上吃瓜 吃得津津有味 一会儿看自己干爹和某某小明星 相约地下车场 可实际上 那天他都在现场 明明是那个小明星说自己车子坏了 想要借自己干爹的车回去 那他干爹能同意吗 肯定不能啊 于是 那个穿得花枝招展的小明星 直接被保镖拖走了 果然 没一会儿功夫 顾廷元的公司 就发出了当天地下停车场的视频 甚至把那小明星 被保安拖走的视频 都放了进去 晚晚都替这个小明星 造得慌 晚晚吃着网上的大瓜 估计是屁股做妈了 晚晚换了一个位置 脑袋躺在笑天犬的肚子上 然后半边身子悬浮在半空中 姿势十分怪异 绵绵老师进来的时候 就看见了晚晚这副模样 晚晚 晚晚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 然后一下子就看见了 站在玄关处的绵绵老师 绵绵老师 晚晚愣了几秒 反应过来后 满脸欣喜 小团子的小奶音直接破开 场面十分滑稽 晚晚连拖鞋都没来得及穿 直接跑到了绵绵老师的身边 然后一把抱住了晚晚 忍不住问道 绵绵老师 你怎么来了 绵绵老师看了一眼身后的苏季周 眼睛里带着一丝询问 感情家教这件事 还没有给晚晚说啊 绵绵老师蹲下身 目光与晚晚的目光重合 轻声道 以后绵绵老师来教晚晚 好吗 晚晚直愣愣地 站在绵绵老师的面前 犹豫了一下 随即点了点头 可以是可以 但是 晚晚声音带着一丝犹豫 紧接着 就把目光看向了自己老父亲 苏季周心脏一紧 总觉得晚晚要说出什么 语出惊人的话 果然 小奶团子深吸一口气 说 既然绵绵老师要来 爸爸你记得把窗户给封好 苏季周愣了一下 想到了什么 脸上顿时五彩斑斓 小孩这话 直接让他手痒痒的 晚晚看着苏季周典型的搓手动作 下意识捂住自己的屁股 解释道 我这不是 怕我的成绩太差 绵绵老师看见了崩溃吗 晚晚想着 觉得这样仍旧是有些不保险 紧接着又说道 我觉得素孝救星完也要准备着 之前 来教我数学的小姐姐 就是这么说的 尤其是那个小姐姐 看了她的算术题以后 脸色苍白 捂着自己的胸口 好像下一秒就要飞升一样 绵绵老师 听见晚晚奶声奶气的话 一时间哭笑不得 只不过 她这次来苏家给晚晚补习 主要是舍不得晚晚 晚晚 只要咱们认真学习 学不好也没关系的 晚晚点了点头 犹豫了一下 忍不住问道 那绵绵老师 你会跳楼吗 绵绵老师保持微笑 摇了摇头 那绵绵老师 你会因为我 做不出来算术题 导致心肌梗塞吗 绵绵老师的微笑 差点把持不住 可还是摇了摇头 晚晚见此 心想 不愧是自己的绵绵老师 心脏就是要比别的老师坚强 对于绵绵老师 能够来教自己数学 晚晚还是很开心的 把自己爸爸打发以后 就牵着绵绵老师上楼 绵绵老师知道苏家宠女儿 但是从来没想过苏家这么宠 绵绵老师一走进晚晚的房间 就看见了买地的洋娃娃 很大一部分都是市场上的爆款 或者奢侈品 绵绵老师 我给你找冰淇淋吃 晚晚说着 哒哒哒卖着小短腿 走到自己房间的小冰箱里 小冰箱里 全是苏季周给晚晚准备的雪糕 一口值五块钱的那种 晚晚选了两只自己最喜欢吃的 不由分说 给了绵绵老师一只 然后又给自己留了一只 绵绵老师看着自己手上的雪糕 一时间欲言又止 这苏爸爸 就不怕小孩子吃这么多雪糕拉肚子吗 怎么还专门买了一台小冰箱 放在孩子的房间里 那不是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了 也不知道 晚晚是不是知道绵绵老师心里的疑惑 小家伙暴力撕开雪糕的包装袋子 绵绵老师 你吃完了还有 爸爸说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 看着晚晚那灿烂的笑容 绵绵老师觉得自己任道而重远 只不过 晚晚虽然数学不好 但是在学习上 态度还是十分认真的 绵绵老师十分了解晚晚的性格 知道晚晚在算术上 专注力十分有限 因此讲了一会儿数学题 就让晚晚自己去玩自己的 等小团子玩开心了 自己就知道要学习了 一晃小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晚晚终于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追上了中班的学习水平 当老父亲看见数学试卷上 六十分的成绩时 当即给绵绵老师包了一个大红包 因为家里有个爱才的小家伙在 苏季周准备的红包又大又红 绵绵老师拿着沉甸甸的红包的时候 觉得实在是太烫手了 小团子勉强跟上了同龄人的水平 苏季住便对晚晚放松了不少 晚晚这些日子 一直惦记着张清荣的事情 听说张清荣醒了以后 便让苏季周带自己去一趟医院 张清荣被名为P的周身的肉已经烂掉 半个月的时间以来 医院抢救了不知道多少次 好不容易把人抢救回来 但是人已经废了 晚晚要去看张清荣 是需要上面批准的 但是小团子天师的身份在那里 苏彦青是这次案件的负责人 因此在苏彦青的带领下 晚晚顺利地进入了张清荣的病房 倒是老父亲 只能在走廊外面 眼巴巴地等着 晚晚和苏彦青穿着无军服 走到了特殊病房里 张清荣浑身漆黑 脸上没有一点好肉 晚晚想要看面相 都有点困难 张清荣之前 本来还有一头银白色的头发 可是现在已经被护士剃光了头发 晚晚慢慢地走了过去 看着在床上发出艰难喘息声的张清荣 他的眼里没有一点表情 苏彦青例行公事 问道张清荣 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不然的话 现在你这个情况 怕是也不好受 张清荣没有看苏彦青 而是一双浑浊的双眼 盯着苏彦晚 晚晚眼里没有一丝惧怕 反而迎着张清荣的目光 眼神清了 和平日完全判若两人 五十年前 那场大雨 也是你搞的鬼吧 不仅是苏彦青 就连张清荣 也是浑身一阵 一时间 张清荣的眼睛里 充满了震惊和惧怕 他看着苏彦晚毫无波澜的眸子 心底涌起了无限的害怕 内心的黑洞 就像是要把他吞噬一般 你 你怎么知道 从初始到现在 张清荣没有说过一句话 再次开口 声音嘶哑 难听得跟乌鸦叫声 没什么两样 晚晚眼底满是嫌弃 五十年前 你想要提升自己的功法 于是在巨神引发了洪水 导致堤坝决堤 说着 晚晚突然歪了歪头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张清荣的手臂 你用着别人的手还方便吗 此话一出 张清荣惊恐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于 晚晚找了一张凳子 随即坐了上去 看着张清荣因为动作太大 疼得呲牙咧嘴的样子 晚晚心情大好 小团子用手撑着脑袋 歪着头道 我师父 张伯瑞 想起来没 张清荣此刻疼得一句话 也说不出口 他之前一直被天使会追捕 因此可靠消息十分少 他只知道 苏晚晚是苏家的小女儿 甚至和湘得寿关系不错 可是他从来没想过 苏晚晚竟然是张伯瑞的徒弟 这孩子才多大 一个四岁的天师 已经足够妖孽了 还是还是张清荣的徒弟 那么苏晚晚的身份 简直不敢想象 然而此时 苏晚晚就这么坐在他面前 那模样气得有种打人的冲动 可是很快 恐惧直接占据了他的内心 五十年前 他刚刚入道 因为天赋问题 进步并不大 可很快他发现 可以借物 来吸取别人的气韵 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功力 他运气很好 五十年前的时候 在巨省看见了一处 十分有灵气的地方 本想将灵气占为己有 没想到 竟然引发了洪水 因为洪水爆发 他还十分担心 可是看着自己 渐渐增高不止十倍的功法 他还是没有停住 自己内心的贪婪 然而好景不长 在一个月后 张伯瑞找了过来 至今张清荣都还记得 那个老道士的模样 一头银白色的头发 脸上带着几颗老年斑 但是来的时候气势汹汹 举着一把七星剑 他都没反应过来 手 直接就被斩断了 而此时 苏婉婉的眼神 和五十年前老道士的眼神 瞬间重合起来 张清荣想要发出声音 可是因为过度的惊恐 只能张嘴 双目像是要瞪出来一样 婉婉看着张清荣的目光 心里十分满意 可是很快 婉婉眼里多了一丝嫌弃 我说你身上怎么这么臭 整个病房都是你的味 虽然是大反派 个人卫生好歹也要注意一下 婉婉说着 夸张地捏着自己的鼻子 苏彦青早就习惯了 因此并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婉婉这么一说 下意识猛吸一口气 哦 即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苏彦青 也实在是没忍住 抱着婉婉就离开了病房 苏季周看着两兄妹 这么快就出了病房 一时间还有些疑惑 赶紧走了上去 然而 刚上前去走了两步 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苏季周又后退两步 眼神有些疑惑 你们俩个掉下水道了 怎么这么臭 婉婉和苏彦青相互看了对方一眼 最后默默地去了一趟厕所 所过之处 行人纷纷让道 婉婉觉得自己 明明是个香香的奶团子 这时候 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心里十分伤心 这一伤心 就在厕所一边洗手 一边伤心地哭了起来 医院的洗手池比较高 婉婉自己垫着脚尖 动作看起来十分艰难 有从厕所一同出来的小姐姐 想要帮婉婉洗手 可是刚走了两步 就直接被婉婉身上的 味给劝退了 婉婉的小表情十分丰富 不禁闻了闻自己的衣服 真有人家说得这么臭 正当婉婉还在思考的时候 就听见刚才 准备帮自己洗手的女孩子出门以后 对着自己同伴说 洗手间里有个小朋友 看起来有点像婉婉 怪可爱的 婉婉还没来得及高兴 紧接着又听到那女生继续道 小姑娘好像掉厕所了 你说她爸爸怎么回事 怎么好意思让孩子一个人上厕所 这下子好了吧 婉婉掉厕所一身味 随着说话的声音 渐行渐远 婉婉一双眼睛 湿漉漉的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可可爱 还有脑袋 不对 谁掉厕所了呀 她冤枉啊 婉婉赶紧点着脚尖 关上了水龙头 正准备给那个小姐姐说的时候 人家影子都没有了 苏继周在外面等女儿 结果就发现 婉婉撅着小嘴 好像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一样 婉婉心 海底针 苏继周不知道自己女儿又怎么了 可看着婉婉那模样 好像再不去哄哄她 真的要哭出来一样 苏继周心疼 赶紧走过去 婉婉 怎么了 苏继周不说还好 一说 婉婉就觉得自己委屈死了 爸爸 你刚才看见 有两个小姐姐走过去吗 苏继周刚才在走廊尽头的窗边接电话 根本没有注意 于是摇了摇头 刚才爸爸没有注意 怎么了 小团的小嘴又绝了起来 忍不住道 刚才路过的小姐姐 说我掉屎坑了 她污蔑我 婉婉觉得 这一届的网友 对她意见真大 不是说她跳起来打别人膝盖 就是说 她掉进了屎坑 婉婉生气极了 哼 苏继周看见婉婉的模样 一时间哭笑不得 男人揉了揉小团子的脑袋 一时间也不知道 该不该告诉小团子真相 婉婉看着自己爸爸的眼神 沉默了很久 虽然自己爸爸一句话没说 但是婉婉却看得明明白白 于是 那肉嘟嘟的小嘴觉得更高了 苏继周这次实在是没忍住 扑斥一下笑了出来 还要去看张庆荣吗 婉婉本来还有事情要问的 可是一想到张庆荣身上迷人的味道 赶紧摇了摇脑袋 不了 不了 这事儿 还是适合我三哥做 说完 婉婉顿了顿 她虽然只会针灸 医术尚浅 但是中医讲究望闻问切 刚才她看见张庆荣第一眼的时候 就知道张庆荣的时间不多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总有一口气吊着她 明冰肉都烤糊了 咋还能活下去呢 十二生肖里应该没有数小强的吧 婉婉犹豫了很久 最后还是道 爸爸 我还有些问题没有问清楚 苏继周没有一点意外 她把婉婉带到了张庆荣的病房 病房门口 婉婉深吸一口气 爸爸 苏继周心里好笑 心想 等会儿回去以后 就要给婉婉洗澡了 苏继周朝着婉婉挥了挥手 婉婉站在病房门口 犹犹豫豫 随后在自己家的口袋里 翻出了一个小口罩 婉婉进去的时候 苏燕青已经到了病房里 此时的张庆荣 面对苏燕青 和其余警察的询问 一句话不说 眼神轻蔑 苏燕青最擅长打赤酒站 对于张庆荣这个模样 她一点也没觉得意外 然而 本来还好好的张庆荣 在看到门口的苏婉婉时 瞳孔再次一缩 苏燕青回过头 就看见戴着口罩的婉婉 你怎么来了 苏燕青本以为小团子 会跟着自己爸爸一块回去 没想到 这才一会儿又过来了 婉婉没有回答 一双又黑又圆的大眼睛 看着张庆荣 语气十分平淡 张庆荣 是谁教你用的这些邪门歪道 张庆荣瞳孔一缩 张庆荣目光看向婉婉漆黑的目光 这一刻 张庆荣觉得 婉婉能够把人望穿一般 我 我自己研究的 你放屁 张庆荣的脸 因为被雷给劈烂掉了 因此 脸上没有一块好肉 婉婉不禁用粗话 打断了张庆荣的假话 但是此时张庆荣根本顾不得脸上的疼痛 听到婉婉的粗话 脸部的肌肉疯狂地颤抖 你 这么奶的一个小孩 怎么还能说脏话 小团子语气严肃 忍不住道 你别以为这样就能唬住我 我都已经四岁了 真以为他好骗啊 这个世界上 或许只有张庆荣一个邪修 但是张庆荣成为邪修 即便没有人指导 那么也绝对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才导致的 婉婉想着 嘴上也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一旁的苏彦青听不懂婉婉说的 只不过还是给旁边审问的警察递了一个眼色 张庆荣之前居住的道观 被他们一锅端了 本以为像张庆荣这样的人 起码会很有钱 毕竟之前利用自己的本事 骗了不少钱 结果警察一锅端发现 张庆荣最近一年来过的生活 简直狗都不如 那道观看着就破破烂烂的 面前两棵阴森的槐树 被批断了半截 直愣愣地倒在了道观的屋顶上 压垮了大半的房子 而在他们勘察的时候发现 张庆荣所居住的道观 不仅垃圾泡面成堆 房间里全部都是破碎的雕像 还有漆黑奇怪的大坑 苏彦青就没见过这么憋屈的天使 这生活可能笑天犬路过 都要忍不住摇摇头 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 张庆荣偷藏的地方 如果不在他身上 就是在那所破破烂烂的道观里 身边的警察立马明白 看了一眼就出去打电话 和道观那边的勘察人员沟通 没过一会儿 出去的警察拿着手机 急冲冲地就进门了 苏菊 是这个吗 苏彦青看着照片上的文字 皱了皱眉头 然后朝着婉婉招了招手 婉婉赶紧哒哒哒跑了过去 看了一眼 心中就是一尘 这上面的功法 正常天师是绝对不可能修炼的 照片上是一张羊皮卷 上面式的文字是用小撰写的 婉婉认字也认不全 但是一看到上面阴森的符文 立马就知道了 这卷羊皮卷上的内容 绝对有问题 苏彦青心里已经隐隐约约明白了 张庆荣年轻的时候 痴迷道家功法 但是世上的天师少之又少 再加上他天赋一般 到最后自然不可能成为天师 因为一次偶然机会 让他获得了这张羊皮卷 从字体上来看 这张羊皮卷 应该是秦朝时期留下来的 张庆荣按照羊皮卷上的内容 结果发现功法大涨 之后便越来越沉迷其中 这期间 不知道利用这张羊皮卷 做过多少坏事 即便张庆荣什么都不肯说 但是如今最关键的证据已经找到 到时候交给天师会 不管怎么样 张庆荣都不可能再脱罪了 苏彦青把手机屏幕对着张庆荣 淡淡道 很熟悉吧 张庆荣只是看了一眼 冷汗直流 汗液刺激 身上的伤口生疼 但是张庆荣的心情 根本不在这儿 似乎知道自己是逃不掉了 张庆荣突然笑了起来 当初张伯瑞都杀不了我 没想到 今天竟然栽倒了一个 还在吃奶的孩子 晚晚赶紧打断 停停停 你可不要冤枉我 我已经不喝奶了 张庆荣 本来酝酿好的情绪 顿时荡然无存 张庆荣恶狠狠地看着苏婉婉 目光如同脆了毒的毒蛇 带着幽暗的光芒 就算我死 我也要你们苏家给我陪葬 不到半个月 你们苏家一定会家破人亡 张庆荣以为自己这句话 至少会让苏婉婉害怕 然而抬眸看过去的时候 婉婉只是直愣愣地看着她 哦 然后呢 婉婉歪着头 想听张庆荣继续往下说 见张庆荣不说话 婉婉便轻声道 虽然不知道你使用了什么办法 让我家里面乌烟瘴气的 但是不好意思 天底下没有我苏婉婉做不到的事情 如今 自己爷爷爸爸哥哥都健健康康地 不再受殷气的困扰 即便家中还有些未消散的黑物 可是张庆荣的话 对她来说 就如同笑天犬放屁 臭的一批 压根不可信 张庆荣看见婉婉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忍不住道 哼哼 既然你不信 那你就等着吧 婉婉点点头 我等着呢 就是不知道你 能不能看到了 说完 婉婉直接跑出了病房 不得不说 病房真的臭到辣眼睛 即便有着层层防护 可该有的味儿 仍然能闻得到 婉婉出了病房 赶紧回家洗澡 这次整整两个小时才出来 第二天的时候 苏彦卿发微信来说 张庆荣再次病危 这次可能抢就不过来了 婉婉一点也没觉得意外 张庆荣利用羊皮圈的东西修炼 S省得阵眼被毁 自然会遭到反噬 但是婉婉一点也不想让张庆荣死 张庆荣这五十年 害了多少人 这个死法简直太便宜他了 因此 晚晚联系了墨金春 不到半天时间 就将张庆荣拉了回来 如今张庆荣生死不能 心中无比后悔 然而 这场长达五十年的报应 才刚刚开始 无数冤魂 都看着张庆荣 渐渐地走向绝望 张庆荣注定不会好过 他的皮肤 已经渐渐开始溃烂 头皮也没有一块好肉 更重要的是 张庆荣的精神逐渐崩溃 五十年来所有的冤魂 晚上都到了他的梦里 晚晚这几天 经常会来医院 小团子就让自己爸爸抱着他 然后透过病房门口的小玻璃处看进去 活盖 晚晚咒骂一声 苏基周揉了揉晚晚的脑袋 突然想起了 恶有恶报这句话 七月 苏星满和苏承其两兄弟的成绩出来了 虽说他们的成绩十拿九稳 但是看到成绩的那一刻 总归是不一样的 只是到了时间 他们点进去查成绩的时候 显示服务器已经崩了 现在人太多了 等两个小时再查成绩吧 苏星满也不意外 没查到成绩也不见慌张 只是坐在沙发上 然后抱着一本幼儿园的算术题看 算术题是绵绵老师给晚晚布置的作业 晚晚每天晚上被抢破至少做二十道题 做完以后 他们轮流检查 苏星满看着 随手画了一把插 晚晚支着脑袋看了一会儿 默默地算了算 上次二十道算术题 他对了十一个 这次他对了十二个 晚晚大眼睛里亮晶晶地 一眨不眨地看着苏星满 意思好像是在说你 怎么还不夸我 苏星满把晚晚的小表情理解得十分透彻 一时间哭笑不得 少年对于夸奖晚晚的话信手拈来 晚晚很棒 比昨天进步了一点 晚晚被自己漂亮的六哥夸了一句 鼻子都快朝着 天花板了 小团子看着正在看报纸的老父亲 大声道 爸爸 你听见没有 六哥说我有了很大进步 苏季周嘴角一抽 晚晚 你知道以鹅传鹅这个词吗 晚晚没反应过来 摇摇头 傲娇的小奶鹰都没来得及撤下去 我不知道呀 苏季周放下报纸 用手指戳了戳晚晚的脑袋 说的就是你 晚晚抱着脑袋 眼神中带着一丝委屈 还不知道自己哪里就以鹅传鹅了 奶团子生气的后果十分严重 只见晚晚脱了鞋子站在沙发上 双手交叉在胸前 脑袋45度扬起 鼻子里使劲地哼了一声 只不过 因为用力过猛 鼻涕直接从晚晚的鼻子流了出来 晚晚 小团子捂着鼻子 一手捂住老父亲的眼睛 但小孩的手实在是太小 根本没办法将苏季周的眼睛给捂住 不许看 晚晚着急地看着 正睁着眼睛 看着自己的爸爸 苏季周嘴上的笑容都快上天了 晚晚捂不住 赶紧转过头找外援 五哥 六哥 你们快来帮帮我 把爸爸的眼睛给捂住 苏成奇看着晚晚嘴唇上方的鼻涕 实在是没忍住 扑哧一下就笑了出来 晚晚终于反应过来 毛发瞬间蹭地一下炸开 五哥 你竟然笑我 说完 晚晚又想去捂住苏成奇的眼睛 倒是苏星满在一旁看了 心里感觉有些好笑 然后在一旁提醒到 晚晚 无你自己 晚晚反应过来 双手轻轻握住自己的鼻子 然后向自己六哥 投来了感激的目光 晚晚一双猩猩眼 六哥 还是你好 不像爸爸和五哥一样 总是欺负我 苏成奇 小六 真的六 苏星满得到了晚晚夸奖的话 嘴角撩起一抹笑容 把晚晚轻轻地唤了一声 晚晚丢下老父亲 和苏成奇哒哒哒 就扑到了苏星满的怀里 六哥 苏星满恩了一声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拿出一张卫生纸 给小团子轻柔地擦拭鼻子 晚晚感动极了 瞧瞧 瞧瞧 当自己爸爸和五哥 都在笑话自己鼻涕流出来的时候 只有自己六哥不笑话他 还轻轻地给他擦鼻涕 晚晚双手环抱于胸前 鼻孔再次对着洁白的天花板 这下子 苏家一下子失去了两位爱妃 晚晚最近 喜欢跟自己六哥一块混 不管老父亲怎么说 晚晚晚上 也不再跟自己老父亲一块睡了 第二天早上 老父亲顶着一双黑色的熊猫眼下楼 整整一晚上 苏季周的浏览器上 全部都是搜索 警号四岁女儿生气 作为父亲怎么红 警号警号女儿生爸爸气 爸爸应该怎么办 警号警号唧唧唧 爸爸惹小女儿生气 小女儿晚上不肯跟爸爸一块睡 请问现在该怎么办 警号老父亲在网上交集地寻找答案 希望广大的网友帮帮他 结果回答的 全是一些不靠谱的答案 还说什么 孩子不听话 打一顿就好 看到这个回答 苏季周差点寻着网线找过去 把网友打一顿 他四五十才有这么一个闺女 他怎么可能舍得打 宁愿打网友 都不愿意打女儿 所以当苏季周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 默默地点击了举报 老父亲熬了一个通宵 然而等他下楼的时候 就听见自己小女儿 正缠着自己儿子 说要跟着一块去实验室玩 老父亲看着自己已经破了 不知道多少个洞洞的小棉袄 顿时流下了心酸的泪水 婉婉 苏季周眼巴巴地喊了一句婉婉的名字 婉婉看了自己爸爸一眼 正准备张口答应的时候 就想到了昨天的事情 小脑袋顿时扬了起来 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 看见小女儿还在生自己的气 苏季周差点哭了出来 爸爸 你知道错了吗 苏季周一抬头 就看见婉婉又黑又大的眼睛 正看着他 苏季周赶紧点点头 我错了 我错了 婉婉文言 心里稍微满意了一点点 那我今天要跟六哥一块去实验室玩 这两天我就不回来了 老父亲苦着脸答应了下来 小女儿要跟着儿子出门好几天 老父亲不敢不答应 但是又担心苏季满忙于实验 照顾不好自己宝贝女儿 眼巴巴的就要跟着一块去 然而 当他收拾好两个人行李的时候 晚晚背上了自己的小书包 然后拍了拍自己爸爸的大腿 开心地说 爸爸 你快点回公司吧 你今年才五十岁 距离退休还早着呢 赶紧回去工作吧 爸爸拜拜 说着 牵着苏季满的手就离开了 老父亲 感情从一开始 两兄妹就没打算带上他 晚晚的确没打算带上自己爸爸 虽然苏季舟已经认错了 可是小团子还记着昨天的事情呢 而且他六哥说了 实验室里有一个专门装零食的房间 晚晚想着 口水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嗯 就是有一点点的期待 细溜 晚晚迫不及待地坐上了自己六哥的摩托车 带上了特制的小头盔 开开心心地上路了 当然 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把笑天犬带走 毕竟笑天犬 晚上可以当枕头 于是 在一辆炫黑的机车上面 有两个一大一小的人 而在车子的后座 笑天犬带着机车帽子 站在了机车上面 脚趾把机车座椅上的黑皮都抓穿了 下车后 苏星满看着自己宝贝机车 屁股上的几个黑洞洞时 陷入了沉默 随即 男人抬起头 忍不住问道 晚晚 你介意 我吃狗肉吗 晚晚抬起头 笑天犬家起尾巴做狗 最后在晚晚的强烈建议下 笑天犬成功被解救下来 笑天犬对此十分感激 要不然的话 他的脑袋要被做成红烧 狗腿拿来炖汤 排骨用来清蒸 当然 要不是在他极力的提示下 晚晚差一点就答应了下来 刚才他可是看见了 晚晚的哈喇子 都快流到了地上 笑天犬最后被苏星满 罚在实验室守大门 实验室的老保安 张着自己没剩下几颗牙的嘴巴 笑呵呵地道 小马 还给我配了一条猪做队友啊 只不过这猪太肥了 汪汪汪 笑天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老保安听到狗叫声一愣 再次露出自己两半的门牙 原来这是狗啊 我这眼神看过去这体型 还以为是头猪呢 说完 老保安拍了拍笑天犬的肚子 呼了一声 这狗也太肥了 这得走一步歇三口气吧 晚晚听着老保安的话 同情地看着笑天犬 笑天犬 你忍忍吧 这辈子很快就过去了 笑天犬听了这话 差点就对着晚晚翻了一个白眼 笑天犬叼着自己的狗盆 一晃不晃地走进了保安室 苏星满撇了大狗一眼 心想保安也没有说过 这狗的确挺肥硕的 笑天犬被安排守门 晚晚和苏星满就走进了实验室 整个实验室就像是一个半圆 上方全是玻璃 然而走进去却大不相同 整个实验室面积 大概占地一千多平方 里面的陈设充满了科技感 实验室里并不是只有苏星满一个人 而是招募了许多的工作人员 苏星满作为实验室的老板 自然所有人都认识他 当他们看见一向不怎么说话的老板 竟然带了这么一个奶乎乎的小团子时 路过的研究人员露出了惊讶的情绪 六哥 你的实验室好大啊 苏星满揉了揉晚晚的脑袋 对于晚晚的评价不可制服 他的实验室虽然面积比不上国内的一级实验室 但是里面的设备绝对是全球最全的 也是最丰富的 苏星满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面积 大概和家里的房间差不多大小 在左手侧的时候 还有一道暗门是他平时休息的地方 正当苏星满打算带着晚晚去茶水间拿零食的时候 身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拿起手机一看 是自己班主任程贺锦打过来的 晚晚被苏星满抱在胸前 自然看见了来电显示 是107师弟晚晚赶紧道 快接快接 苏星满没办法 只能嗡了一声接通了电话 程老师 那边还没有说话 晚晚便对着手机的喇叭道 小锦啊 电话那边愣了一下 声音中带着一丝询问 小师姐 是我 是我 晚晚嘿嘿一笑 小锦师弟 你找我六哥 有什么事吗 程贺锦那边默了一下 随即道 昨天 大家都查高考成绩了 你问问你家六哥 查了成绩没有 晚晚闻言 把目光看向了苏星满 苏星满顿了顿 忘了 昨天因为晚晚跟老父亲闹脾气的事情 成绩好像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要不是今天程贺锦打电话过来询问 他都忘记要查询成绩这件事了 程贺锦那边许久都不说话 只是说了一句查查成绩 然后小心一些的话后 就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 晚晚忍不住问道 六哥 小锦师弟 为什么要让你小心一些 苏星满刚准备说话 手中的电话又响了 这次是苏承奇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 就听见苏承奇气喘吁吁的声音 小六 好多人 什么 我说 咱们这次高考成绩 考了全国前三 现在很多老师都来找我们了 反正家里咱爸已经被围攻了 那些老师 差点相互殴打起来 听到有自己爸爸给自己垫底 苏星满松了一口气 淡淡道 怕什么 不是有咱爸吗 爸什么爸 咱爸把我们两个卖了 现在那些老师 已经往你这边赶了 还有很多媒体记者 反正我先溜了 六你好自为之 说完 匆匆挂断电话 晚晚在一旁听得一头雾水 还没问出口 结果就有一个 穿着白色的衣服员工 就急冲冲地走了过来 老板 外面有很多老师来找您 全是各大学校的招生老师 您 苏星满的实验室 很早之前就开始建设 他们虽然知道苏星满 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苏星满实际上是个 连高中毕业证都还没拿到的学生 这会儿 外面出现了这么多的招生老师 他们心里震撼不已 他们的老板 竟然是高中生 实验室的员工 激动地差点撅了过去 苏星满捏了捏自己的鼻梁 道 把老师们请到休息室吧 我换身衣服就过去 好 好的 晚晚看着自己哥哥的员工 又匆匆忙忙离开的身影 无奈地摇摇头 果然 我爸爸跟二哥一样不靠谱 对此 苏星满表示赞同 而另一边 在家里看报纸的老父亲 打了一个大喷嚏 实验室 苏星满换了一身白色上衣 和黑色运动裤 牵着晚晚就走进了休息室 一进去 所有的目光都投了过来 热烈而炙热 晚晚见此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敲咪咪的跟自己六哥摇耳朵 六哥呀 他们好像很热情的样子 晚晚从来不知道 眼睛发亮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可算是见识到了 这些老师们的眼里面 都是亮闪闪的 看着自己和六哥 就跟看会发光的金子一样 你就是苏星满同学吧 一位老师走了过来 热情道 昨天高考成绩 你应该查询了 我们毕大非常欢迎你的加入 这位老师一开口 剩下的老师也纷纷开口 热情地介绍自己学校 还为苏星满 开了许多优惠的政策 晚晚自己听了 都觉得 大学实在是太美好了 六哥 你要去哪所学校呀 等这些老师都说完 自己学校的好处以后 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 晚晚听了十分认真 说道 我觉得这些学校都很不错呀 尤其是那个X大 给咱们五十万呢 五十万不知道 够吃多少只大鹅了 然后晚晚就想到了 将无名送给自己的大鹅 那味道 简直绝了 西六 苏星满 他着实不明白 晚晚的小脑袋瓜子里 到底想的什么 前一秒还在说学校 下一秒那口水 都快掉地上了 苏彦青揉了揉 小团子的脑袋 意思是 让晚晚稍微注意一点形象 然而晚晚感觉有人在揉他脑袋 抬起头看着自己六个 忍不住道 六个 大鹅 好吃 苏星满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六个 要不咱们选X大吧 他们学校有钱 肯定学校也很大 到时候 六个你拿了五十万 给我买几只大鹅吃吧 我好久没吃大鹅了 饶恕苏星满在沉着 此刻都被晚晚这句话给惊着了 晚晚 少年的语气里 带着一丝无奈 晚晚绝着小嘴 说虽然晚晚很想吃大鹅 但是学校还是得六个自己选 六个开心晚晚 才能开心小孩子一张小嘴 可实在是太甜了 苏星满整个星都被撑得满满的 少年看向各位老师 声音如同清晨山剑的流水 谢谢各位老师 不过 我一开始就打算去逼大 老师们一听 也没有失望 说道 我看了你的资料 你应该对物理化学挺感兴趣的吧 我们X大有全国最大的物理一级实验室 如果你能来我们学校 大二的时候就可以跟教授申请进入实验室 晚晚在一旁认真地听着 紧接着认真地看着说话的老师 乖巧地举起手 就像幼儿园上课回答问题一样 老师 老师 为什么要大二呀 没有大一吗 小团子说话奶声奶气的 并且眼睛里好像有两颗星星亮闪闪地看着 老师第一次见到这么奶的小孩子 愣了一下 小团子今天扎了一个高高的丸子头 因为头发短 脑袋上的小啾啾也没多大 但是小团子一双柳叶眉 小嘴水润 目光看着他的时候 无比真诚 老师见此 立马解释道 因为大一的学生要先学习基础 基础都没有 进入实验室很困难 实际上 能用上实验室的 大部分都是研究生和博士 晚晚呕了一声 道 那算了吧 虽然你们学校给钱给的多 但是X省实在是太远了 以后我见我家六哥 估计只能视频打电话了 苏星满没想到 晚晚竟然这么离不开他 心里有些高兴 于是也没扫晚晚的意思 如实道 晚晚说的没错 我打算在本地读大学 而且 我妹妹还小 需要人照顾 还是她去了X省 自己妹妹因为太想自己哭了怎么办 或许是第一次遇到 因为怕妹妹见不到而哭的学生 老师心里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苏同学 要不你再多想想 回着回家 跟你父母商量一下 再做决定也不迟 苏星满仍旧摇头 拒绝得十分明显 但是说话却十分礼貌 不好意思 我理想的学校是B大 但是我们有全国一流的实验室 晚晚一听 立马就说 可是你们那里有实验室 我六个也用不上呀 而且我哥哥有实验室 自己就可以做实验 神 什么 不管是X大的老师 还是别的大学的招生老师 全部都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星满 那眼睛上明晃晃地写着 不可能三个大字 眼前的少年 看起来才多少岁 不过才18岁的年纪 竟然就有了一间自己的实验室 小朋友 你知道一间实验室 到底意味着什么吗 晚晚哪里知道这些 于是诚实地摇摇头 国内的物理实验室 加起来不到一千所 而一级实验室 全国一共才十所 晚晚哇哦一声 六哥你好棒 晚晚骄傲地举起手 从头顶往下滑下去 那我六哥有好多的实验室 这里所有的实验室 都是我六哥打 晚晚知道物以稀为贵 苏星满的实验室这么大 肯定很值钱 这么多钱 不知道能吃多少只大鹅 想着 想着 晚晚的口水又流了出来 这边 许多招生老师看见自己没戏 心里叹了一口气 而一旁的毕大老师 躲在最角落里面 他这还一句话没说呢 今年的全国状元就招进来了 往年的时候 每次争抢学生 他们可谓是舌战群儒 恨不得把自己毕生所学 全部都体现在嘴上 直到苏星满签了字 招生老师这才反应过来 只不过临走之前 苏星满把苏承齐公寓的地址 告诉了各位老师 老师们一听 又一窝蜂地 全部跑到了苏承齐的位置 当苏承齐听到敲门声 一打开门走廊上 站了一群拿着招生简章的老师们时 见过狗的 没见过这么狗的 苏承齐的煎熬 苏星满和婉婉并不知道 等老师们走了以后 婉婉摸了摸自己脑袋 忍不住问道 六哥 所以说 你到底考了多少分呀 苏星满自己也不清楚 但是从刚才的话里 很显然 他的成绩很不错 苏星满见婉婉这么好奇 于是拿出手机 道 婉婉帮六哥查查 婉婉对此一点不意外 反而还嘿嘿一笑 我知道了 肯定是六哥 你不敢看自己的成绩 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苏星满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对于婉婉的话 没有任何反驳 少年低着头 纤长的睫毛下 头下一片阴影 然后抬手揉了揉婉婉的脑袋 婉婉不喜欢别人摸自己脑袋 但是六哥是例外之一 小团子被摸了脑袋 心里十分满足 立马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道 六哥 你放心吧 成绩的事情包在我身上 说着 就开始埋头看手机 突然 婉婉愣了一下 怎么了 婉婉抬起头 看着自己的六哥 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那个 六哥呀 你的身份证是多少呀 苏星满满是无奈 慢慢地说出了一长串的数字 没一会儿 成绩就出来了 哇 婉婉激动地跳起来 六哥 你是第一名爱 苏星满从一开始 就预料到了自己的成绩 脸上并没有过多的激动 但是小团子很开心 苏星满心情也跟着不错起来 好像拿了全国第一 比他想象中的 要高兴那么一点 六哥 婉婉要向你学习 你告诉我吧 咱们满分是多少 我一定 也要跟你考一样的成绩 婉婉已经被自己 六哥的成绩震撼到了 虽然他学习不好 但是绵绵老实说了 只要认真都会有进步的 只要以后他认真学习 他不幸自己考不出好成绩 给小胖的作业 算了 以后他和小胖一起 一人写一半的作业 婉婉这么想着 双眸亮晶晶地看着自己六哥 苏星满犹豫了一下 七百五十 啥 婉婉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我说高考满分成绩七百五十 嗨 不就是七百五十吗 婉婉丝毫不在意 我的目标 是跟六哥你一样的 成 成绩 婉婉说着 突然睁大了双眼 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星满的成绩 小团子的小奶鹰 带着颤微微的声音 不可思议道 这 这是真大 苏星满点了点头 婉婉一副天塌下来的模样 他从来没想过 打脸 竟然如此之快 明明上一秒 还是要向自己六哥学习 下一秒七百五十的目标 直接一巴掌给他煽清醒了 别说这辈子了 下辈子 下下辈子 他全部高考成绩加起来 可能都没自己六哥一次的成绩高 这么想着 婉婉整个人都捏啪啪的 无精打采的样子 瞬间逗乐了苏星满 少年蹲下身 碎发下的双眸 带着淡淡的笑意 认真说 婉婉不用这么努力 但是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提升学历 小团子哪里懂得这些 于是歪着脑袋 那是为了什么 苏星满笑了笑 揉了揉小团子的脑袋 婉婉的脑袋已经被揉得炸毛 额头前面的小碎毛 直接起来了 等婉婉长大以后就知道了 婉婉抬起头看着自己六哥 小嘴一绝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吗 苏星满看着婉婉这副样子 眼神中带着丝丝的无奈 小团子渴望长大 但是苏星满却不希望小团子长大 这样的话 或许他们一家人 还可以陪婉婉很久很久 苏星满想了一会儿就回过神 紧接着道 走吧 去看给你准备的零食房间 婉婉一听有零食吃 乌娃一声就叫了起来 牵着自己六哥的手 双腿 在地上蹦蹦跳跳 头顶上的丸子头 更是一甩一甩的 实验室的零食间很大 是设计之初 苏星满专门空出的房间 这里平时是研究人员休息的地方 但其实 里面很多零食 都是给婉婉准备的 因此 当婉婉看见零食间里 全是自己爱吃的 激动都说不出话来 只有一只脚在地上激动的堕地 婉婉这一天 都是在零食间度过的 零食间堪比一个小超市 要什么有什么 苏星满见婉婉喜欢 就让人 把守门的笑天犬带了进来 让她陪着婉婉玩 一个下午 婉婉和笑天犬 专门吃零食 都吃饱了 苏星满 估摸着吃饭的时间来的房间 一进门就看见房间的中央里 白色的沙发上 躺着一个小孩 和一条肥瘦的大飞狗 笑天犬一听见有人来 立马就只冷起身子 一抬头就看见了苏星满 顿时夹着尾巴 默默地缩在了沙发角落里 苏星满看着婉婉的肚子 就知道 小团子今天不用吃午饭了 因此抱起睡着的婉婉 在浴室稍微给婉婉擦拭了一下后 就把婉婉抱到了休息间 笑天犬 照顾好婉婉 笑天犬也洗干净上了床 对于苏星满的嘱托 轻轻地汪了一声 婉婉这一觉睡得 十分香甜 梦里见全部都是辣条 薯片 冰淇淋 婉婉一口一个 就是怎么也嚼不动 婉婉皱了皱眉头 慢慢地睁开双眼 她觉得自己嘴巴里 好像有什么东西 松开嘴 就看见一条狗腿在她的面前 抬起头 笑天犬黑白分明的狗眼睛里 充满了怨念 婉婉看着气气的狗毛 又摸了摸自己的小嘴 呸呸呸 婉婉顿时感觉自己 吃了一嘴的毛 笑天犬对此十分不满意 刚才她在婉婉旁边睡得好好的 没想到睡梦中 婉婉直接半坐起来 然后抬起她的大腿 一嘴就啃了下去 那滋味 简直酸爽 现在醒了 竟然还嫌弃上了 笑天犬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婉婉 婉婉也有点尴尬 明明她在梦里吃超级大的火腿肠呢 结果醒来以后 啃的竟然是狗腿 吃了满嘴毛不说 牙齿还疼着呢 婉婉撅着小嘴 有点委屈 笑天犬 你的大腿太硬了 我牙齿是不是掉了 笑天犬睁大双眼 显然没想到婉婉竟然还不认账 笑天犬支起的身子立马躺在地上 不理这个没良心的小家伙 婉婉见此 犹豫了一下 推了推婉婉的身子 轻声道 笑天犬 我六哥呢 婉婉这时候才发现自己六哥竟然不在房间 拿着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竟然已经凌晨三点了 小团子说着 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穿上拖鞋 婉婉就拉着笑天犬的耳朵 离开了房间 但是实验室就跟个迷宫一样 走廊黑漆漆的一片 只有部分灯光亮起 婉婉自己走着走着 也不知道走到哪了 找了半天 自己六哥没找到就算了 反倒是自己给走丢了 笑天犬 现在怎么办呀 说着 婉婉抬头看了看墙壁上的监控 忍不住对着监控挥了挥手 六哥 六哥你在墙上吗 三秒过去了 走廊里一片寂静 婉婉疑惑 怎么监控不回复我呀 以前在三哥的公寓的时候 三哥都是回复了的 婉婉想着 又喊了几声六哥 一旁的笑天犬 被捏着耳朵 以极其扭曲的姿势 看着婉婉 心想 小姑娘是不是傻 这个监控 明显是在监控室才能看 和他三哥家里的家庭版监控 能一样吗 这不 婉婉看见没人回应自己 自己也走累了 干脆爬到了笑天犬的身上 笑天犬 可真是个小祖宗 笑天犬眼里满是吐槽 可实际上 却拖着婉婉 准备先回去 她出来的时候也没记录 于是拖着孩子一个劲地到处乱走 走着走着 直接走出了实验室的门口 婉婉从狗背上下来 抬起头望天 今天正好是七月中旬 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 婉婉脑袋九十度扬起 看着月亮发呆 笑天犬 你是不是鹿吃狗呀 笑天犬不说话 一人一狗也走累了 一个趴在地上 一个直接躺着 然后脑袋睡在笑天犬的肚子上 然而 突然一阵强烈的风光 从某处一闪而过 婉婉惊得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连拖带拽的 就把笑天犬 从地上拖到了旁边的花丛里 趴着 被拖走的那一刻 笑天犬觉得自己的毛肯定秃了 还没等她和小团子理论一番 刚才的强光 再次扫射了过来 才抬起头的笑天犬 脑袋上突然被大力一摁 狗嘴朝土地里插了进去 小声点 有人来了 婉婉一只手抱住笑天犬的脖子 另外一只手放在嘴前 做出了嘘声的动作 话音刚落 实验室外围的围墙上 下来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 来人戴着黑色的鸭舌帽 就连脸上也戴着大号的口罩 除了露出了一双眼睛 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婉婉和笑天犬 就在道路旁边的草丛里面 悄悄地待着 鸡贼似的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那偷偷摸摸的男人 从他们身边走过都不知道 男人看了一眼保安室 看见老保安正露出两个门牙 呼呼睡大觉的时候 心里松了一口气 然后捏手捏脚地 走进了实验室的大门 等人走了以后 婉婉从地上站了起来 捏着笑天犬的耳朵 忍不住问道 笑天犬是小偷爱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婉婉的语气 却有说不出来的兴奋 婉婉赶紧去叫老保安 但是婉婉喊了好几声 老保安仍然睡得死死的 婉婉叹了一口气 哎 算了吧 他这样的 人家小偷一拳能打十个 说着 婉婉直接跟着小偷的背影 悄咪咪地跟了上去 整个实验室很大 那小偷估计也是 对实验室不是多么了解 借着走廊上微弱的风光 拿出地图一边看一边找 因此 身后跟着一个小尾巴 他都没有发现 终于 不知道过了多久 穿着黑衣服的男人 走到了一扇大门前 在大门上偷偷摸摸输入了密码 一下子就打开了大门 男人进去的时候 门还留下了一条缝隙 晚晚看了看门缝 又看了看自己的身材 然后慢慢趴在地上 悄咪咪地爬了进去 笑天犬跟着晚晚的后面 学着晚晚的样子 跟在后面 一人一狗 有着说不出的猥琐 但是 嘎吱 晚晚顺利地爬了进来 然而轮到笑天犬的时候 因为屁股过于肥大 笑天犬的屁股 一下子就把大门给弹开了 笑天犬 苏晚晚 正准备来偷实验成果的小偷 啪哒 下一秒 实验室里的灯光 突然全部亮了起来 晚晚下意识 用自己的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然而那小偷看了一眼 正坐在椅子上 看着他的苏星满 心里咯噔一声 知道自己这是被耍了 当即 他的内心只有一个字 逃 于是 男人拔腿就跑 然而 门口还站着一个小孩一条狗 那小孩看起来这么矮 到时候 他直接从他头顶上直接跨过去 还有那狗这么肥 估计跑两步 就要喘三口气 这么想着 男人心里松了一口气 觉得自己逃跑有望 正当他准备纵身一跃 从晚晚身上跨过去的时候 正趴在地上的小孩 竟然站了起来 然后活动了一下手腕 啊 下一秒 男人应声倒地 晚晚看着男人疼得半天起不来 还开开心心 向着对面的苏星满道 六哥 我跳起来能打他的肚子 所有人 男人心里一万个草泥马奔涌而过 他着实没想到 现在的小朋友 竟然都如此暴力 他好不容易忍着痛站起来 结果腰都还没挺起来 那条又黑又肥的大狗 二话不说 就在一声口令中咬住了他的屁股 小偷名叫王真 是另外一所研究所的小所长 唯一不同的是 他们的研究所没有什么研究成果 马上就要入不敷出了 直到三个月前 他们发现 附近一所研究所 竟然这么豪华 并且研究的东西 和他们 撞了研究题材 他们研究所 如今就靠着这个研究存活 要是苏星满的研究室 提前把研究发出去 那他们的研究所 算是彻底完了 要不是实在是走投无路 他也不可能铤而走险 干这么危险的事情 直升级没想到 苏星满竟然一早就在这里等着他了 只不过找外援 怎么只找一个小孩一条狗 虽然这一大一小能力 实在是过于强悍 王真屁股上还挂着一条狗 一动弹就疼得呲牙咧嘴 然而反应过来后 内心涌上了一丝无限的后悔与害怕 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 我要过来 苏星满没有隐瞒 点了点头 你这几天天天在外面蹲点 外面的监控 拍下来了一千多张你的照片 不想注意你都难 王真第一次干这种事 没经验 王真今年已经四十几 一事无成 当初好不容易在国家的资助下 办了研究所 然而收益逐渐下降 这些年来更是入不敷出 然而苏星满听了他的经历之后 眼里面没有一点同情 苏星满也执意要报警处理 王真这一下子彻底慌了 你不是没有任何损失呢 都是同行 难道不能放我一马 要是他进去了 这辈子算是彻底毁了 苏星满没说话 但是婉婉听后 脸上带着一丝不满 可是 你做错了事情呀 虽然你没得逞 可是你的本质 就是想要偷走我六哥的东西 你自己都说了 这个研究对你们来说很重要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 这个研究对我六哥来说 同样重要 婉婉其实并不清楚 这些资料对于双方来说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但是小团子能够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 比如说 他自己挣钱买了很多吃的 但是小胖没有挣到钱 却同样想吃 可是没钱怎么办 那就想办法 发药偷他的零食 这种情况下 婉婉是绝对不可能原谅小胖的 总之婉婉觉得 这个事情很严重 因此 对于王真的话 婉婉有些生气 这次只是他六个运气好 提前有了准备 但是下次呢 哼 反正这个警 我们一定会报的 你要是有什么委屈 就跟警察讲去吧 说完 婉婉拍了拍笑天犬的脑袋 示意他跟在自己身边 苏星满此时也站了起来 站在婉婉旁边 语气十分轻柔 可是眼神 看着躺在地上的王真时 却异常凌厉 王真 是你先破坏了行业的规矩 一句话 王真瞬间反应过来 脸色辣白 全国这么多研究室 光是一个题材 可能就有几十家机构 或者实验室研究 他能偷苏星满的资料 但是也偷不到别人的 研究就是这么残酷 可能自己辛辛苦苦几十年的研究 到最后 别人却先比自己发出来 从一开始 这个道理 他就应该想明白 王真如同泄气的气球 面色苍白 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到了警局 警察刚一审问 他直接把该说的都说了 等录完彼录 天都要亮了 婉婉坐在苏星满的大腿上 用手捂着自己的小嘴 可是即便这样 哈欠还是一个接着一个 婉婉睡也朦胧 小脑袋一点一点的 苏星满怕小团子掉下去 一只手抱着婉婉的肚子 一只手撑着婉婉的脑袋 警察们做完笔录 看了一眼 已经快眯着眼睛睡着的小团子 声音也小了不少 苏先生 人我们已经逮捕 进行了立案调查 如果后续查证是真的 那么肯定会在 跟您进行后续沟通的 苏星满点点头 拖着婉婉的屁股 淡淡道 那就谢谢您了 苏星满顿了顿继续道 我妹妹今天太累了 如果没有我的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警察点点头 随后看了一眼 马上就要睡着的苏婉婉 小团子正在努力睁着双眼 脑袋扬起来 还可以看见 小团子睡觉的时候 翻着白眼 好像是下一秒就要睡着了 正当警察心里面 想着这件事的时候 婉婉脑袋猛地朝下 贴在了苏星满的肩膀 苏星满用余光看了一眼婉婉 婉婉睡觉的速度 还真的是无人能比 只不过 为了让婉婉睡好 苏星满出了警察局 骑着车回到了研究所 对于研究所禁贼这件事 在第二天的时候 研究所里面所有的人 都知道了这件事 婉婉睡醒以后 肚子饿了 起来去零食间找吃的时候 就听见不少人在议论这件事 婉婉歪着头 听着这些人说话 也不知道门口的保安 到底怎么开门的 他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你还指望他干什么 那老保安每天穿的一件军大衣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以前是军人呢 拿了钱不干活 要不是昨天咱们老板发现了 咱们的研究成功 就被窃取成功了 婉婉一边吃着零食 一边听着大伙的讨论 你们说的不对 婉婉听着这些人 越说越过分 赶紧打断了 窃窃私语的这群人 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 突然有人出声 赶紧回过头看了过去 然后就看见了 货架旁边靠着的小团子 我哥哥说了 老保安是他自己招进来的 而且我还会看向 那个老爷爷身上 全身都是金光 他是大善人 还有 你怎么知道 老保安之前不是军人 婉婉还挺喜欢门口的保安大爷的 即便只剩下了两半门牙 但是人很好 苏星满也是三个月前 研究所刚刚成立的时候 在一个垃圾堆旁边认识的 老爷子以前当过兵 上过战场 一生没有一儿半女 因为肢体残疾 老了以后 生活更加不易 苏星满可怜老爷子 让他来研究所 当看门的保安大爷 虽然是保安 可实际上 苏星满只是想给老爷子 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研究所里 有这么多重要的东西 苏星满不会傻到 让保安大爷一个人 守这么大的研究所 之所以王真能这么顺利进来 也是因为得到了苏星满的受益 研究人员看见婉婉的模样 一时间全部都鸦雀无声 毕竟是老板的妹妹 瞧着老板像疼什么 一样疼这个孩子 他们也不敢说话 推嗓之间离开了房间 婉婉见此 也没有追上去 而是仰起头 把手里面的零食 全部都倒进了嘴里 婉婉并没有在研究所待几天 等第三天的时候 老父亲率先熬不住了 亲自开车来接人 老父亲手里 抱着用巧克力包裹起来的花束 站在研究所面前 看见婉婉被小儿子 牵出来的那一刻 老父亲再也忍不住了 婉婉 爸爸好想你 说完 苏季舟低着头 轻声说 爸爸知道错了 婉婉不要再生爸爸的气好不好 小团子文言一愣 如果不是自己爸爸提醒 他都忘记了这件事 但是 作为家里的小坐经 怎么可能不借题发挥 于是 小团子养着小脑袋 那我要爸爸你给我补偿 苏季舟想都没想 直接点了点头 好 婉婉一听有戏 一双眸子都亮了起来 那爸爸你答应我 把每天二十题 降到每天十八道题 苏季舟一愣 看着婉婉开心的小脸 让他觉得 小团子好像对少两道题十分满意 毕竟大家买菜买衣服 都对半砍 只有婉婉给自己留了这么多不说 还觉得自己赚了 苏季舟眼底划过一丝笑意 苏兴满无奈地捂着脸 上次也是这样 婉婉需要每天做十道算术题 然后跟他讲价 讲到了九道 为此还开心了整整半个月 这次砍了两道题 不会以为自己赚到了吧 苏兴满不愧是婉婉最喜欢的每人六个 这种事 还真的被他给猜对了 婉婉的确觉得自己赚到了 苏兴满把婉婉交到了自己爸爸的手里 黑色的灰藤低调地划过公路 小王一早就在公司外面 等着自己老板还有小开心果 一看老板的车停在公司门口 赶紧巴巴地凑了过去 老板 先把车开到停车场去 本来小王准备抱抱晚晚的 听到老板的话 心情瞬间就低落了不少 苏季舟怎么可能不知道 自己这个助理脑袋里在想什么 越是这样 苏季舟越是不想让小王抱自家崽子 小王一脸失望 老父亲一脸骄傲 晚晚看着老父亲的脸 欲言又止 最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最近天气太热 晚晚都不爱苏季舟抱着自己了 因为最近天气实在是太热 小团子是个怕热的 今天穿了一件宽松的无袖上衣 下半身穿着宽松的短裤 可即便这样 晚晚仍旧热得不行 好在公司开着空调 晚晚才舒服了不少 苏季舟本来打算把工作 全部都丢给大儿子 自己留在家里当全职奶爸 然而 小女儿实在是过于独立 让她那十八般武艺 无处释放 老父亲的心思 晚晚一点也不懂 她到了公司以后 直奔食堂 拿着餐盘 先吃了一顿饭 晚晚拿着奥尔良鸡翅 小嘴上 吃的全部都是油 苏季舟给晚晚端了好几个餐盘 小团子全部都将餐盘里面的饭菜 吃得一干二净 晚晚 等会儿爸爸有半个小时的会议 你自己在办公室玩 有事叫小王哥哥 好不好 老父亲心里还想着 自己女儿会不会害怕 毕竟半个小时都看不到爸爸 苏季舟一双眼睛 亮晶晶地看着晚晚 文言 小团子抬起头 乖巧地点点头 爸爸你就放心去吧 晚晚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的 苏季舟 怎么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老父亲最后怀着一万头草泥马的心情 开了会议 晚晚自己在办公室折指飞机玩 但动手能力一如既往的烂 晚晚看着自己一张纸上全是折印的白纸 无奈地用手撑着脸颊 要是小吃哥哥在就好了 小吃哥哥在 说不定飞机都能给他造出来 对于晚晚来说 自己小吃哥哥不仅是满身紫气环绕余身的贵人 还是不管什么都难不倒他的大哥哥 别说造飞机了 只要顾方只想 飞船都能造十辆出来 晚晚想着 突然就自己黑黑地笑了出来 小王在沙发上整理材料 听到晚晚的笑声 立马抬头一看 晚晚坐在黑色的办公椅上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张着小嘴 就笑了个开怀 晚晚 小王喊了一句 晚晚笑声戛然而止 这时候也意识到自己笑了 一时间尴尬得看着小王 但是在小王眼里 小家伙可实在是太可爱了 瞧瞧那双眼睛多大多圆 瞧瞧这张小脸 多白多嫩 要不是抢小孩犯法 小王觉得 今天自己就要忍不住 把老板家的姑娘给绑回去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目光太过于明显 晚晚道 小王哥哥 偷小孩犯法熬上的还是李春梅 到现在都还没出来呢 晚晚的话如同一道惊雷 把他劈得四分五裂 小王脸上带着一丝可惜 要是有可能 晚晚是他孩子该多好 要真的是他女儿 就算是天上的星星 他都要想办法给小团子摘下来 也不知道自己老板 为什么运气这么好 竟然生出了这么可爱的小姑娘 小王越想越伤心 最后还是 晚晚一个亲亲给哄好的 小王被晚晚巴唧一口后 直接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随即又发到了自己的助理群里 群里面总共也没多少人 但是小王添油加速地说 晚晚喜欢自己 还奖励了一个亲亲以后 引来了一个群的嫉妒 下午 苏季周下了班 带着晚晚就回了家 不过一同回来的 还有苏启怀 晚晚在车上一看到自己大哥 一路上愣是要钻到苏启怀的怀里要抱抱 见女儿竟然都不要自己的抱抱 老父亲心里不停地泛着酸水 心里把自己儿子骂了个遍 苏启怀一早就看见了自己父亲的眼神 可就算是这样 苏启怀也一点没有放手的意思 反而还挑衅地看了一眼苏启周 苏启周 老父亲那一颗心一颤 像个小孩一样问晚晚 晚晚 你告诉爸爸 在家里面你最爱谁 晚晚一愣 抬起了头 爸爸 你今年多大了 苏启周没说话 但是意思很明显 今天晚晚必须说自己最爱谁 晚晚无奈 忍不住道 在我心里 爷爷 爸爸和哥哥 晚晚都爱 我对你们的爱 就像是大兔子爱小兔子一样 很大很宽 不分先后的 苏启周听到晚晚一本正经的话 内心其实已经软成了一片 男人眼中带着一丝无奈 揉了揉晚晚的脑袋 你这小嘴 倒是每次都能一碗水端平 晚晚被捏着小脸 小脸都被捏红了 晚晚对此十分不开心 爸爸 你坏 晚晚捂着自己的小脸控诉道 苏启周恩了一声 但是显然心情很好 嗯 爸爸坏 说着 抬手又揉了揉小团子的脑袋 晚晚抬眸 哼了一声 可即便是这样 晚晚仍然没有躲开 回到家里 太阳还没有下山 连排的别墅 被太阳照得一片金黄 晚晚一回去 就跑到了自己的房间 找冰棍吃 结果发现 本来冰箱里 还剩下的两只冰棍 竟然丝毫不剩了 晚晚愣了一下 下一秒哇哇大哭 爸爸 爸爸 晚晚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脚下好比装上了风火轮 苏启周正准备在楼底下的沙发上 小气一会儿 刚一闭眼 自己胸口上就传来了沉重的感觉 苏启周拿下脸上的报纸 轻声问道 晚晚 怎么了 晚晚撅着小嘴儿 无比委屈 爸爸 我的冰棍没了 说着 晚晚伸出两根手指 两根老冰棍 苏启周看了一眼 晚晚水润的大眼睛 朝着家里的庸人问道 小姐房间里的冰棍 哪里去了 老板 晚晚小姐的冰棍 被笑天犬吃了 晚晚一听 眼神顿时崩溃 要不是知道 小孩子不能太做 小团子只不定下一秒 就躺在地上打滚哭 然而即便是这样 晚晚仍然没忍住蛙的一声哭了出来 苏启周被孩子的哭声弄得头疼 随即转过头问道 笑天犬呢 话音刚落 苏启周就看见了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一大坨黑漆漆的东西 慢慢地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晚晚想吃冰棍 苏启周今天实在是太累 因此 让一群保镖 带着晚晚出去买 晚晚见好就收 下一秒就不哭了 临走之前 晚晚给了自己爸爸 一个亲亲和贴贴 然后牵着保镖的大手 蹦蹦跳跳地就离开了 老父亲从钱包里抽了好几张红票子 晚晚拿在手上 一路上回头绿贼高 尤其是身后 还跟着三四个保镖的时候 别墅外面就有卖冰棍的 晚晚跟卖冰棍的老板很熟 当即就把手上所有的钱 全部都递到了他面前 豪气地说道 老板 给 老板每天最喜欢的 就是晚晚过来 他们家店面有个很高的门槛 对于成年人来说 或许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但是小团子不一样 几乎每次都需要手脚 并用上来 小团子人都没有爬上来 就开始说 要买冰棍 只不过这次老板 看见那数十张的百元大钞时 老板都惊讶了一下 晚晚拿着篮子 点着脚尖 想要看看冰柜里都有什么 可是不管自己怎么点脚尖 都没办法看冰柜里面的情况 晚晚也不傻 赶紧拉了拉身旁保镖的裤子 轻声道 哥哥 你帮帮我吗 保镖拉了一下自己差点垮掉的裤子 紧接着一把就把晚晚抱了起来 晚晚的视线顿时开阔了不手 每种雪糕都要了一块 结账后 老板还补了不少钱 回去的路上 保镖的手上一人抱了一个纸箱子 晚晚蹦蹦跳跳走在最前面 晚晚回来的时候 老爷子也提着筒回来了 今天老爷子看起来很高兴 晚晚咬了一口甜筒 随后走到筒的旁边 顿时明白了 爷爷你真棒 老爷子出去钓了半个月的鱼 满载而归 可即便是这样 都抵不住晚晚对他的一阵夸奖 今天晚晚想怎么吃 晚晚一听到吃的 顿时来劲了 指着眼前的大鱼 认真说 这条清蒸 这条红烧 这条档烤鱼 还有这条 今天苏家吃的是全鱼宴 晚饭的时候 晚晚把所有的鱼头都消灭干净了 晚上洗漱过后 晚晚睡在床上 眼看着马上就要睡着了 这时候 晚晚毛子突然动了一下 眼神无比认真地问道 爸爸 明天吃食吗 还是吃全鱼宴吗 苏季周嘴角一抽 你还想吃鱼 晚晚点点头 随后赶紧摇摇头 也不是 就是今天吃了很多鱼 这几天肯定是不想吃了 要不爸爸明天 你让厨房做一只大鹅吧 晚晚好久没有吃过大鹅了 苏季周 晚晚越说越精神 顺口之下 说了一大堆菜名出来 苏季周听了无比头疼 但是即便这样 老父亲在第二天的时候 仍然让厨房做了晚晚说的那些菜 接下来的时间里 绵绵老师变成了一周来三次 晚晚的算术水平 从对20题对12个 到了现在 20道题对了15个 10以内的加减法 已经难不倒晚晚了 因为晚晚进步显著 老父亲十分欣慰 还专门给晚晚包了一个小红包 晚晚转过身 就把红包送给了顾方池 虽然绵绵老师经常来家里补习 然而每次绵绵老师一走 顾方池都会再帮晚晚复习一遍 最初晚晚成绩 的确是遭得一塌糊涂 10以内的加减法 只见能把小团子 难得抓耳捞塞 顾方池为了晚晚能够进步 还亲手做了不少玩具给晚晚 一个月下来 晚晚进步显著 对此 晚晚十分开心 老父亲起初还不知道这件事 还是晚晚把红包送给顾方池之后 他才知道的 得知顾家的孩子为晚晚做了这么多 老父亲心里虽然怪别扭的 却也打心眼里感谢顾方池 晚晚的补习结束以后 晚晚几乎是天天和顾方池腻歪在一块 同样还带上了 只想在家里睡觉的笑天犬 笑天犬现在每次出门 都要拖着晚晚出去 即便别墅和顾家是挨着的 笑天犬能感受到晚晚的体重 越来越重了 他觉得迟早有一天 他要被晚晚给压死 7月下旬的一天 早晨起来 道路两旁的花草上还盛着露水 周围白茫茫的一片 太阳隐隐约约要从浓雾中出来 晚晚拿着自己的小剑 在院子里练剑 身后 顾方池有样学样 虽然动作不规范 可是却学得很认真 如今晚晚到不常去基地训练了 倒是他基本上每天都风雨无阻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他原本销瘦的身体 也慢慢紧视起来 也正是因为这样 顾方池便觉得自己应该更加刻苦 只有这样 他才能好好地保护晚晚 正当他这么想着 他就亲眼看见 晚晚不费吹灰之力 飞上了家门的围墙 顾方池 他下意识看了看自己脚 一脸羡慕地看着晚晚 或许就像是晚晚说的那样 是他需要保护 一想到一个还没有他高的奶团子 站在他面前 顾方池便露出了一抹笑容 突然 墙外面突然出现了一声焦急的声音 晚晚回过头 垂下头看了下去 眼前的男人 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一双眼睛里满是焦急地看着他 晚晚觉得眼前的男人有些熟悉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晚晚想不太明白 晚晚 你别动 叔叔想办法把你抱下来 墙下面的陌生男人 语气十分激动 晚晚直接一头雾水 在另一面的顾方池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同样听到了围墙外面的声音 晚晚 外面是不是有人 晚晚点了点头 歪着脑袋认真说 围墙下面有个很帅很帅的叔叔 他伸出手 想要抱我下去爱 晚晚说着 显得十分兴奋 虽然不认识这个大叔 但是大叔长得真的好帅 而且背后淡淡的金光耀眼夺目 晚晚见此 便道 算了吧 既然你这么想抱抱我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你吧 说完 撅着屁股 就打算往围墙下面跳 顾方池想要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好在保安一直看着 在晚晚飞上围墙以后 就有人出别墅 抱打算晚晚下来 只不过围墙下面的人 丝毫没想到晚晚一言不合 就往外跳 好在围墙并不高 虽然接住晚晚的时候 闪着了腰 但是索性二人都没有答案 男人名叫裴奇 之前他车子突然出了车祸 司机当场死亡 而他也因此受了重伤 唯一庆幸的是 他们的车是在警察局门口出事的 警察见此对他展开了失救 只不过他昏迷之前 好像是看着一个小孩 把车门给拽开 然后又用金针帮他止血 但是 当时他因为失血过多 差不多已经到了休克状态 直到几天后 他才知道那一切 根本不是他的幻觉 前几天他刚出院 一路打听之下 竟然发现自己的小恩人 竟然跟自己住在一个别墅区 裴奇得知以后 今天一大早就带着满手的礼物 来了婉婉家里 结果走在人家家门口的时候 抬头一看 就看见婉婉竟然站在围墙上 看起来下一秒就要掉下去了 裴奇心里咯噔一声 心想完了 历年来 无数儿童高空坠落案 一一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还没等他说什么 那小团子嘴里对着空气嘀咕了一句 啪哒一下就跳了下来 他根本来不及思索 赶紧张开手抱 好在围墙也才两米左右 小孩被他结结实实地抱在怀里 下一秒 他们就看见穿着黑衣服的保安 从门口出来 裴奇脸色一黑 你们怎么看小孩的 这么高的地方要是摔下来 孩子受伤了怎么办 保镖 好在一旁的婉婉 赶紧替自己的保镖 大哥解释 帅叔叔 你误会了 婉婉经常这样 保镖大哥都习惯了 这么点的高度 压根摔不坏他 可是小孩一解释 裴奇却听出了别的意思 你还经常这样 裴奇因为惊讶 声音都带着一丝颤抖 婉婉不懂裴奇为什么这么震惊 不明所以对点了点头 是的 想了一下 婉婉举起手 秀出了自己好像并没有的肌肉 声音压低了道 我很厉害的 裴奇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忽然想到了什么 婉婉突然问道 对了 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你来我家干什么 你手里提的东西 是给我的吗 裴奇望着婉婉亮晶晶的眼睛 沉默了 婉婉却见裴奇不说话 赶紧问道 叔叔 你叫什么名字 裴奇一愣 还是认真地做了自我介绍 我是裴奇 两个月前你就过我 还记不记得 婉婉后面倒是没听见后面一句话 只是听见了裴奇的话 睁大了双眼 佩奇 裴奇不明所以 点了点头 怎么了 婉婉嘿嘿一笑 你是不是有个弟弟 裴奇的确有个弟弟 我的确有个弟弟 婉婉心想果然不错 嘿嘿一笑 那你弟弟的名字 是不是叫乔治 你爸爸妈妈 是不是喜欢看小猪佩奇 裴奇 佩奇 佩奇叔叔 你怎么不说话呀 裴奇不是不说话 而是不知道说什么话 婉婉这口开的 直接把接下来的话给堵死了 问题是 此时此刻 小孩还用那种求之若渴的眼神看着自己 裴奇无奈 说 我不是小猪佩奇的佩 说完一顿 捂着脸 一时间有些无奈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名字和小猪佩奇 没有任何关系 我的弟弟也不叫乔治 婉婉呕了一声 眼神中透露着一丝失望 那佩奇 不对 是裴叔叔 你来我家 是因为上次我救你的事情吗 虽然已经不记得裴奇的脸了 可是上次车祸的事情 他为了救裴奇 可是倒霉了整整一天 平地都能摔 丢尽脸面不说 泡面还泡驼了 只不过没想到裴奇这人竟然还不错 好不容易出院了 竟然在第一时间就来感谢他 甚至还带了这么多吃的 刚才他可是看见了 裴奇手里面提的 一大半都是零食大礼包 这时候 顾芳池也走了过来 看见裴奇的时候 愣了一下 裴奇看见顾芳池 也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 你 裴叔叔 我是顾芳池 裴奇脑海里迅速搜索这号人物 这才想起来 顾芳池竟然是顾廷元的孩子 嗯 裴奇淡淡地应了一声 婉婉早就迫不及待吃零食大礼包了 赶紧对着保镖道 保镖大哥 你赶紧去告诉我爸爸 说有很重要的客人 说完 小团子哀呀一声 不好意思啊 我忘记我爸爸去上班了 裴奇也不在意 他此次前来 也主要是为了看婉婉 婉婉看见了 他也没打算继续打扰 今天叔叔还有点事 就不去你家里了 等隔天叔叔忙完 再来看你 婉婉赶紧嗡嗡两声 心里已经开始比较起来 这就相当于 下次裴奇再来的时候 又会带小礼物 转了 转了 裴奇不知道婉婉在想什么 可是看着只有他大腿高的小奶团子 忍不住叮嘱道 婉婉 你刚才爬上围墙 是很危险的事情 这次是你运气好 保镖在身边 我也刚好出现 但是下一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婉婉其实也不太明白 裴奇为什么要这么说 可是望着男人关心的眼神 婉婉顿了顿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那好吧 下次我飞上去的时候 让保镖大哥在下面看着 裴奇闻言 放弃了与小团子沟通 心想等下次来的时候 一定要跟婉婉爸爸沟通沟通 裴奇准备离开 婉婉突然跑了两步 拉住了他的裤子 裴奇 他惊恐地看向婉婉 而此时婉婉 正抬起头看着他 怎么这小孩 这么喜欢一言不合拉人的裤子 还好今天穿了西装 系了皮带 不然刚才丢人 都能丢到姥姥家去 只是即便是这样 裴奇在看着婉婉 那亮晶晶的眼神时 仍然没舍得生气 而是问道 婉婉 有什么事吗 婉婉点了点头 一边在自己的小口袋里掏东西 一边道 叔叔呀 我关你额头犯黑 恐有小人侵扰 我这儿有平安符 999 要不要来一张 裴奇的反应有些惊讶 他这段时间 身边频频出现了不少怪事 公司也因为被人窃取了商业机密 损失了不少 他虽然不信鬼神怪力 但在医院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 穿着道袍的青年 说他最近恐怕要遭难 当时他并不相信 但是住院期间 公司接连出事 让他不得不怀疑 这世界上有鬼神之说 只不过现在婉婉自己说出来 倒是显得有几分滑稽 尤其是那符纸 还皱巴巴的 婉婉也发现 符纸实在是没眼看 赶紧低着头 想要把褶皱抚平一下 裴奇心里有些发小 拿出了手机 听语气像是在哄小孩子 那你要微信 还是支付宝 婉婉可高兴了 都行的 收到钱以后 婉婉还交代了许多 临走之后 甚至还帮裴奇算了一挂 你近日虽说磨难比较多 但因为有金光的护佑 并无大碍 等再过几天 得罪你的小人自然会出来 哥哥你的公司 也会转位为安 裴奇其实并没有听懂太多 可是婉婉一本正经 帮人算卦的模样 着实可爱 裴奇没忍住 上手摸了两把 刚准备走的时候 裴奇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也不知道电话那边说了什么 裴奇面露喜色 跟婉婉激动地道别后 就坐上车离开 婉婉看着裴奇远离的身影 又看了看保镖手上的零食大礼包 直接牵着自己小吃哥哥的手 准备去吃零食 陪其来找婉婉 苏季周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对此 苏季周也没有太大的触动 电话里 苏季周叮嘱保镖监督 婉婉少吃点零食 最近小孩爱上了吃薯片 一人一狗薯片 是一包接着一包地吃 每次他一回家 婉婉的小嘴上的薯片渣渣 可实际上双方心里跟个明镜似的 婉婉想起什么东西 根本拦不住 这不 今天裴奇送来的零食大礼包 已经被婉婉自己一个人吃完了 以至于晚上吃饭的时候 婉婉是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爸爸哥哥们吃饭 而自己却什么也吃不着 苏承其看着婉婉口水都要流下来的模样 又看了看婉婉的小肚子 差点又没忍住 婉婉 以后少吃点零食 小团子就是这样 主要是看到吃的 就管不住嘴了 婉婉委屈极了 是零食太好吃了 我不是故意的 那零食大礼包里种类实在是太丰富了 而且还没有重复的 每包他都想尝尝 他明明就是浅尝了一下 没想到肚子就饱了 婉婉掘着小嘴 指着自己无辜的肚子 是我的肚子太不争气了 不怪我 婉婉一句话弄得全家人哭笑不得 老爷子最疼孙女赶紧附和道 对 就是婉婉你的肚子太不争气了 不怪婉婉 或许是小团子觉得自己受到了肯定 无比认真地点点头 感觉真像那么回事 吃完饭后 苏星满和苏承奇带着婉婉出去散步 路上 两兄弟都欲言又止 那模样 即便是婉婉都看不下去了 五哥 六哥 你们是有什么话要对婉婉说吗 两兄弟相互看了一眼 随后点了点头 婉婉 你还记得宋安和吗 小团子一愣 快速在脑海中搜寻了一下这个人 想到了什么 赶紧点了点头 我记得啊 之前六哥和大川哥哥比赛 结果遇到有人搞事情 宋安和不顾自己安危 上山救了六哥 他是不是出事了 婉婉还记得之前给宋安和算的挂 推了推时间 应该就是最近 苏承奇和苏星满并不知道这件事 见着婉婉都说对了 赶紧点了点头 宋家最近出事了 宋安和的父母 因为去季省出差 结果回来的时候遇到了车祸 车子掉落的那一块 正好是江边 如今 救援队打捞了好几天 都没有找到车辆 以及尸体 那现在小宋怎么样了 对于这种事 婉婉也没有办法 师父曾经说过 生死有命 上天自有定数 他之前的确是替小宋的父母算过寿命 算完之后 感到了一阵可惜 现在宋安和已经去了巨省 但是宋家旁旨很多 这个时候 谁都想从他身上挖块肉下来 我担心这个时候 那些人会对宋安和动手 婉婉懂了 所以五哥六哥的意思 是让我当小宋的保镖 保护他对不对 苏家两兄弟 不是 啊 苏星满轻声道 我们两个是想让婉婉帮忙算算 宋安和的父母 现在在什么地方 婉婉一愣 立马反应了过来 那我得收拾收拾东西 明天去出事的地方 才能算出准确位置 苏承其当即就到 行 我等会儿跟咱爸说 兄妹三人回去以后 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苏继州 苏继州罕见地沉默了一会儿 但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去了巨省 一定要多照顾你妹妹 婉婉要是想吃什么想喝什么 一定要给她买 把笑天犬也带过去吧 这狗最近又长重了 也该让她运动运动了 正打算婉婉一走就庆祝的笑天犬 于是第二天的时候 笑天犬就这么被打包带走了 走的时候 笑天犬一步三回头 只希望苏继州能留一留她 然而苏继州正眼巴巴地看着婉婉 希望婉婉要走的时候 希望她跟着一块儿 等婉婉快要登机的时候 小团子又背着自己的小包包跑了回来 苏继州的眼睛一亮 心想 一定是女儿舍不得她 婉婉跑到了苏继州的面前 抬起头看着她 爸爸 你一定要好好工作 等婉婉回来 说完 婉婉觉得交代得差不多了 又转过身 一手牵着五哥 一手牵着六哥 上了飞机 苏继州 男人低下头 就看见笑天犬一双狗眼睛 正亮晶晶地看着她 意思很明显 苏继州嘴角撩起一抹笑 你看什么看 赶紧跟着婉婉一块儿去 这次 你要是没有捡一斤肉 就别回家了 笑天犬 笑天犬气冲冲地上了飞机 直升机上 婉婉看着笑天犬趴在地上 有些疑惑 五哥 六哥 你说笑天犬怎么了 苏承奇当然知道 笑天犬想在家睡懒觉 但是也没点破 只是道 谁知道呢 婉婉觉得 笑天犬开始有自己的秘密了 笑天犬看起来很不高兴 是不是因为不想和我一块儿出来 婉婉不愧是婉婉 一下子就猜中了 正当苏承奇想夸夸婉婉的时候 小团子当即拍了拍手 我 我知道了 婉婉大声道 肯定是笑天犬想留在家里 把我的零食都吃光 婉婉觉得就是这样的 看着笑天犬的时候 眼睛里面充满了不赞同 认真说 笑天犬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 我说过了 只要有我一口吃的 绝对不会缺你一口汤喝 婉婉小嘴巴拉了整整半小时 等她想问笑天犬知道错了没有 结果发现 笑天犬已经在飞机上睡着了 婉婉气得插着腰 但还是没打扰笑天犬睡觉 四个小时后 一架私人飞机落在了飞机场上 季省比帝都热得多 婉婉刚跨出飞机的那一刻 就感觉自己身边一阵热浪 苏承奇和苏星满出来的时候 也皱了皱眉头 五少 六少 婉婉小姐 刚下飞机 一个穿着白的短袖衬衫的中年男人 就走了过来 男人是宋家的管家 看见苏承奇和苏星满的时候 眼中多了一丝希望 如今 太太和先生已经失踪了整整一天 大少爷在国外 至今也没赶回来 二少爷也一夜未休 可是 即便只有一天的时间 宋家的那些旁枝 都想在他们宋家身上啃一口肉下来 如今 夫人和先生生死未卜 那些旁枝 竟然就想来瓜分遗产 这时候 苏承奇和苏星满过来 无疑是对他们二少最大的支持 对于宋安和 苏星满和苏承奇 两兄弟十分关心 因此一下飞机 赶紧问道 宋安何人呢 二少爷现在还在江边 跟着搜救队的一起打捞 说完 宋管家顿了顿 眼睛里有些担心 二少爷已经一天没休息了 现在大少爷在国外回不来 我希望两位少爷和小姐能帮帮忙 多劝解一番 作为管家 但是他在宋家 做了整整20年的管家 他已经把宋家宋家 当成了自己的家 即便他内心也不愿意相信 但是车子掉入江里 生还的可能性 实在是太小了 苏承奇和苏星满 明白宋管家的意思 朝着对方点了点头 轻声道 您放心 说完 苏星满牵着婉婉 介绍道 我妹妹是天师 这次带她过来 是为了帮叔叔阿姨算卦 麻烦带我们去 他们出事的地方 宋管家一愣 但是上流社会里的圈子 好像也隐隐约约 传出过苏家新回来的闺女 好像是什么天师 天师这个词 位于普通人 实在是太遥远了 可是宋管家也只是迟疑了一会儿 还是点了点头 行 我带你们过去 既省山市显拔 从机场里面出来 到出事地点 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宋先生和宋夫人 车辆出事的地方 是在一座盘山公路上 因为车子失控 车辆直接撞破了护栏 掉了下去 婉婉站在断裂的护栏外 还能清楚地 看到一些黑色的假片 下面还有警察布置的警戒线 婉婉深吸一口气 车祸现场比他想象的 还要惨烈几分 婉婉从包包里面 拿出了自己的黄色盗袍 以及一张黄色的招服 正当他准备招魂的时候 突然传来一阵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一个穿着警服的警察走了过来 看见婉婉穿着黄色小盗袍的模样 先是皱了皱眉头 但是又看了一眼婉婉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以后 语气顿时好了不少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警察长得很高 婉婉要使劲仰头 才能看见对方 听到警察在问自己干什么 婉婉认真说 我在招魂呀 周延听了小团子的话 皱了皱眉头 小朋友 请你相信科学 婉婉 我很相信科学啊 我师父告诉我 跟着国家政策 方针走 虽然听不太懂 但是他觉得自己师父说的肯定没错 周延没想到 小团子这张小嘴 竟然这么能说 顿了一下 然后抬起手 指着婉婉身后的横幅 说道 你看后面写的是什么 婉婉赶紧回过头 在山壁的边缘 贴着一张红色的横幅 周延看见婉婉猛逼的眼神 眼眸一条 看清楚了吗 婉婉 看清楚了 那上面都写了什么 周延问道 小孩子虽然小 但是封建思想绝对不能有 该思想教育 还是得思想教育 然而等了半天 穿着道袍的小孩 只是呆呆地看着横幅 半天没说出话来 怎么了 婉婉听到声音 回过头 有些不大好意思 说 自是看清楚了 但是我好像不认识 小团子的语气 稚气又真诚 他一说完 本来还挂在山壁上的 反风剑迷信横幅 当即被一阵风吹落 周延抬起头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红色 条幅盖在了他的头上 周延 男人把横幅从头上拿下来 一垂眸 就看见婉婉的眼睛 一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 眼神里面充满了求知若渴 大哥哥 上面写着的什么呀 周延看了一眼横幅 最后深吸一口气 崇尚科学情学习 防范邪教报祖国 后知后觉的婉婉 啥意思 周延 就是让你不要传播封建思想 晚晚疑惑 晚晚震惊 晚晚矢口否认 我不是 我没有 我冤枉 他就是招个魂 怎么还变成封建思想了 小团子害怕地看着周延 认真说 警察大哥 我发誓 我绝对是相信科学的 周延嘴角一抽 他把目光看向了苏承奇 和苏星满二人 这孩子是你们的家属吗 苏星满点点头 我是他的哥哥 周延闻言 上下打亮了一眼二人 随后道 今天就算了 这里刚出了车祸 你们让小朋友 不要往悬崖边靠 回去以后好好学习 不要再弄这些东西了 说着 婆口苦心地又说了一通 婉婉睁大双眼 看着周延 周延没有为难小团子 只不过为了教育婉婉 把婉婉的小黄袍给收走了 婉婉 苏星满看着婉婉 一副快要哭的模样 六哥 苏星满还没有说话 倒是看见婉婉闪着泪花的眼睛 少年轻轻地摸了摸婉婉的脑袋 声音十分温柔 道袍对婉婉是不是很重要 婉婉点了点头 是的 那等会儿 你给天师会的人打电话 他们会联系刚才的警察 把道袍还给婉婉的 说完 苏星满有些担心 忍不住问道 现在道袍没有了 婉婉你还能继续吗 婉婉点了点头 没有道袍 也是没有关系的 还好刚才她藏得快 不然的话 扶植也被收走了 想着 婉婉从屁股后面 拿出了一张皱巴巴的黄符 婉婉这辈子都没有见过鬼 所谓招魂 也只是用心感受 周围是不是多了一些新的物质 可是即便如此 能够做到招魂之术的 也仅仅只有她一个人 如果现在有天师会的人在 肯定都惊讶掉了下巴了 他们天师会 还有残留的招魂符咒 然而却只是历代留下来的 至今天师会都没有一个人会 婉婉转载悬崖边 手上的两张招魂符 已经燃烧殆尽 然而婉婉妾 眉头紧皱 看起来脸色有些不好 怎么了 宋管家一看小团子的脸色 心里咯噔一声 不 不会是江里的大鱼 把他们先生和夫人给吃了吧 宋管家这么想着 眼神悲伤 差点蛙的 一声哭了出来 本来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的婉婉 看见宋管家这个模样 眼神就更加疑惑了 你哭什么 宋管家眨了眨眼睛 摸了摸自己的眼角 结果一滴眼泪都没掉下 她看着婉婉 心情颇为低落 小心翼翼地问 婉婉小姐 现在我们家先生和夫人在哪 婉婉听见宋管家的话 摇了摇头 没找到 时 什么 宋管家声音带着一丝不可置信 身形都快站不稳了 正当婉婉还要说什么的时候 宋安和突然走了过来 婉婉抬头看了过去 四个月不见 宋安和比之前长高了不少 宋伯 你怎么在这儿 宋安和已经整整一天没有闭眼 脸色看起来十分苍白 宋管家有些担心 二少爷 身体要紧 您要不先去休息吧 您二叔那里 宋安和眼眸一案 不用了 想到了什么 道 宋伯 麻烦您多找人来找找 不要光盯着江里 周围也找找 要是我爸妈 宋安和的眼眸通红 碎发下斜掌的眸子里 布满了红血丝 婉婉歪着头看着宋安和 忽然道 小宋吗 宋安和听到熟悉的声音 垂眸看了下去 看着婉婉的模样 宋安和有些头疼 婉婉 怎么了 宋安和蹲下去 目光与婉婉的视线赤平 小孩愣了一下 随后抬起手 将宋安和的碎发往上抹 宋安和吓了一跳 原本还混沌的神经 顿时清醒了不少 小宋 你爸爸妈妈 好像没事 如果宋安和父母出事 宫口处的气韵 必然会发生改变 然而 宋安和除了额头发黑 隐隐约约有落败气息外 并没有望见宫口处的红光 这就说明 宋家夫妇 如今至少还是安全的 宋安和听到婉婉的话 眸间顿时一亮 紧紧地抓着婉婉的胳膊 忍不住道 婉婉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爸妈都没事 婉婉想了一下 我先去江边看看 宋安和激动得点点头 一把抱起了婉婉下山 宋安和走得很快 剩下的人根本追不上 此时此刻 他只想让婉婉帮帮他 寻找父母的下落 以至于宋伯喊了他好几声 他都没有听见 还是婉婉提醒后 宋安和才停下了脚步 然后就看见一辆黑色的商务车 与自己并排走着 宋伯坐在副驾驶 大声喊道 二少爷 先上车吧 您抱着婉婉小姐 天黑都走不到江边 宋安和 刚才太激动 都把这件事给忘记了 半个小时后 太阳已经渐渐地落了下去 金黄色的云朵 被太阳的光芒染了一层颜色 倒映在江边 更像是一副油画 而此时 婉婉有点庆幸 刚才的警察 没有把他吃饭的工具给收走 婉婉背着的小布包 里面的很多法器 都是自己师傅留下来的 白帆布还有大米 是让宋安和提前准备的 江边上 婉婉将白帆用竹棍绑着 然后插在了地上 十八根白帆 随着傍晚的风 在空中飘动 唯一奇怪的是 这些白帆飘动的方向 竟然都不一样 婉婉将白米 用白帆布裹着 做完以后 便立马坐在了地上 一动不动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 放进水里的白米的帆布 突然剧烈地抖动了一下 婉婉赶紧将它捞了上来 迅速将包裹着的白米打开 然而里面的米 已经不见了 婉婉肯定道 阿姨和叔叔 还没有死 白帆布上 写了夫妻二人的生辰八字 如果宋家夫妇 真的丧命于江中 那么绝对会将魂魄 寄生于大米之上 可是江中并没有 宋家夫妇的魂魄 一旁的宋安和 却激动起来 那他们在哪 婉婉文言 赶紧掐了掐纸 随后脸色一凝 顺着这条路走 太远了 我也算不出来 然而即便是这样 宋安和仍然十分激动 他揉了揉婉婉的脑袋 高兴道 听说你喜欢大鹅 等找到我爸妈了 到时候 哥哥给你买很多大鹅 婉婉眼神顿时亮了起来 真的 嗯嗯 婉婉这下子可高兴了 忍不住道 那我要很多很多的大鹅 好 婉婉开心是开心 突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说道 但是小宋啊 你可得快点找 我关你宫口会暗 如果不早点找到叔叔阿姨 那么仍然会有危险的 宋安和心里一紧 你是说 我爸妈还是有生命危险 婉婉点了点头 是的 而且我算出这件事 应该是人为 婉婉话音刚落 前来办案的警察就走了过来 周延没想到 时隔没多久 竟然又碰到了婉婉 然后又看到了 江边还没来得及收拾的白帆 周延深吸了一口气 婉婉警铃大作 赶紧护着自己的蓝色小布包 宋安和反应很快 赶紧解释道 周警官 这是我请的人 周延闻言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但是眼神 还是把眼神移开 宋安和 周警官 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 周延刚才被婉婉的事 打乱了思绪 听到宋安和的话 终于反应过来 赶紧说道 刚才我们已经打捞起了 宋先生和宋夫人出事的车辆 并未发现宋先生和宋夫人在里面 现场也有专业人员勘查了一遍 发现了很多疑点 我们怀疑 这是一件有蓄谋的案件 宋安和听完 下意识看了 正缩在自己身后的婉婉 随后 少年抬起手 轻轻地用手揉了揉婉婉的脑袋 算是抚慰 周延看出了 二人之间应该是认识的 于是继续道 我们的警察看查出车里 有打斗的痕迹 如果您现在有空的话 麻烦您跟我们去一趟警局 我们有些情况需要了解 宋安和皱了皱眉头 周延却以为宋安和误会了 我们只是 进行一个简单的询问 排查一下宋夫人和宋先生的社会情况 这样有助于我们立案调查 宋安和此时还想着刚才晚晚的话 此时听说要回警局 赶紧道 不行 时间来不及了 周延眉头一皱 作为一名刑侦部门的民警 周延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味道 男人斜长的毛子一按 沉申问道 什么不行 什么时间来不及了 宋安和也只是一个刚刚高考完的学生 哪里能抵得住一个身经百战的 刑侦警察的询问 这会儿脸色苍白如指 张了张口 终究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出口 晚晚是天师这件事 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之前苏承奇和苏星满跟他说 晚晚是天师的时候他都不相信 要不是今天晚晚展示出来的能力 不然他打死也不会相信 世界上还有玄学一说 这会儿 要是跟一个相信科学的警察 说什么乱立鬼神的话来 指不定周延能送他一双手铐子 宋安和左右为难 苏星满见了 赶紧上前一步 单单道 我妹妹是天师会的顾问 晚晚见宋安和不靠谱 赶紧又跑到自己六个怀里躲着了 这会儿听了苏星满的解释 晚晚恍然大悟 他明明是合法的嘛 怕什么警察啊 晚晚想着 挺着小肚子 就从自己六个身后出来 对对对 我是天师会的高级顾问 天师会的会长是晚晚的师弟 周延 越看越像骗子 男人顿了顿 也不知道相信了没有 只是问道 那你师弟多少岁了 晚晚伸出了大拇指和食指 我师弟今年快八十岁了 周延嘴角一抽 罕见的沉默了 不得不说 这孩子越说 就显得越假 苏星满看着周延的目光 似乎明白了男人的眼神 晚晚 把你的工作牌 给周警官看看 晚晚摸了摸脑袋 轻声回应自己六个 走得太急 忘带了怎么办 苏星满 天师会至今都是神秘的一个机构 并不是所有警察都知道 周延虽然是刑侦人员 但是处于继省的一个小城市里 平时都接触不了这些 晚晚想了一下 随机抬起头 我没有骗人 我算出来了 宋叔叔和宋阿姨 就是被人绑架了 我骗人就是小狗 周延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觉得自己 应该相信面前的小孩 想了一下 周延蹲下身 道 你说 你是天师 那能不能帮我算算挂 晚晚点了点头 你想算什么 财运 晚晚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周延的面相 他这辈子 就没见到过这么穷的人 晚晚思索了一下 委婉地道 哥哥你应该每个月三十天 十五天都是吃的清水煮挂面吧 周延 男人觉得自己的胸口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一下子就插进了自己的心脏 这孩子说话 怎么这么气人呢 晚晚叹了一口气 他其实也不明白 这位警官为什么要这么想不开 问自己的财运 这不是 找孽吗 虽然你现在穷 但是你做了这么多好事 会苦尽甘来的 周延从小就丧父丧母 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后来考了大学当了警察 基本上把九成的收入 都给了院长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让孤儿院的孩子 能够继续读书 晚晚的话 好像是一记重锤 重重地锤到了周延的心里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晚晚 最后沉思了一会儿 低声问道 小朋友 你确定自己能找到宋家夫妇 可以 周延这次没有犹豫 小孩找不到就算了 但是如果真的如这个孩子说的这样 能够找到宋家夫妇的踪迹 那绝对是最好的 周延正准备站起身 突然裤子被拉了拉 几乎是条件反射一样 周延使劲地抓住了自己的裤子 好在动作很快 裤子没有掉下 周延漆黑的双眸 看向了晚晚旁边的几个哥哥 尤其是其中长得最高 眉毛尾部断了一截的少年 此时此刻 他捂着嘴巴 就差没笑出声了 晚晚似乎也意识到了 自己的力气似乎有些大了 赶紧道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周延起初还觉得 晚晚可能是故意戏弄他 看着晚晚的模样 周延又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 本来要教育的话 瞬间憋回了心里 警察哥哥 等我找到宋叔叔和阿姨后 你就把我的盗袍还给我好不好 那是我师父留给我的 小团子的语气有些可怜 周延愣了一下 你师父呢 我师父死了 周延心里一紧 眸中染上一丝抱歉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晚晚摇了摇头 没关系啊 我师父他老人家 都140岁高龄了 周延 因着救人要紧 等周延喊了同事 一块跟着晚晚以后 所有人都睁大了双眼 队长 一个小孩的话 你都相信 此时 天已经快黑了 大家沿着江边 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手电筒 宋伯年纪大了 跟着打捞队在江边打捞 并没有跟过来 晚晚和自己几个哥哥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G省背靠长江 此时正是长江的干旱期 因此 晚上大家来江边 吹晚风的人很多 有的人甚至听说 前面出了车祸 还专门跑过去看 只不过警戒线拉着 大家也进不去 不知道走了多久 江边的人越来越少 有的地方路况十分不好 周延走着都有些吃力 他有些担心 在前面走的少年和小孩子 正准备开口 让休息一会儿的时候 结果发现 三个少年一个小孩 还有一条大黑狗 都站在前方等着他们 晚晚甚至还询问道 警察哥哥 你们吃得消吗 要是你们累了的话 可以先休息一下 晚晚的话 让余下的几个警察 相互看了一眼 紧紧一眼 一声要强的警察叔叔 齐齐摇头 回答整齐而又坚定 不需要 晚晚在几人的脸上 来回扫了一遍 然后收回了目光 点了点头 那好吧 说着 就继续往前走 小团子穿梭在狭小的地方 身子十分灵活 走了整整一个小时的烂路 小团子连一滴汗都没看见 终于 等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 他们前面的路 也终于开阔了不少 等等 突然 宋安和激动地走到了一旁 弯下腰 捡起了地上一块小小的丝巾 少年眼神通红 声音颤抖 这是我妈的 晚晚也道 看来我没有算错地方 说完 晚晚摸了摸狗头 笑天犬示意 走在了宋安和的面前 在他身边转悠了一圈 笑天犬用鼻子 秀了秀宋安和手上的手帕 周延见此 大概也知道了晚晚的意思 晚晚 你家的狗不是专业的警犬 找人的话 可能会有些难度 晚晚摇摇头 没关系 让笑天犬试试吧 晚晚话说完没多久 一旁的宋安和 就感觉自己口袋里 传来一阵震动 拿出手机一看 是宋二叔打来的电话 宋安和眉头一皱 但还是摁下了接听键 二叔 有什么事吗 我还在聚省 暂时不回去 公司的事情 我哥明天回来 自己会处理 不用二叔你费心了 分家产 二叔你连怎么这大呢 还有 我爸妈还没死呢 宋二叔那边的声音太小 但是通过 和宋安和的对话 大家心里都跟个明镜一样 只有晚晚 陷入了沉思 苏星满就站在晚晚旁边 看见小团子的模样 就明白 事情不简单 晚晚 你在想什么 晚晚回过神 抬起头看着自己六个 我在想 小宋的二叔 此时应该在哪里 别人听不到电话里面的内容 但是他刚才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宋二叔看见小宋爸妈出事 着急之下 就想要瓜分家产 也就是说 此时此刻 宋家二叔 应该在帝都才对 但是明明电话那边 还有不同寻常的声音 小宋啊 你二叔真的在家里吗 有没有可能在郊外的别墅 宋安和不明白 晚晚为什么会这么问 只不过对于这件事十分肯定 他不是做生意的料 因此 公司一直都是我爸妈在管理 他只拿公司的股份 但是之前因为创业 欠了不少钱 就把自己多处房产都变卖了 现在只有在市中心有一套房子 宋安和也不是傻子 立马就觉得 晚晚这话似乎有什么问题 心里顿时一凉 晚晚 你的意思是说 我二叔现在可能不在地多 晚晚也不确定 只是把刚才自己听到的电话内容说了出来 小宋 你把你二叔的生辰八字告诉我 我给他算一挂 就知道他现在在哪了 宋安和点了点头 说出了宋二叔的生辰八字 少年一边说 晚晚手上快速掐指钻 突然 晚晚手指一顿 眼神凝重 晚晚抬起头 即便在黑夜里 小孩的眼睛仍然闪亮 小宋啊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你二叔就在附近 宋安和瞳孔一缩 心里突然涌现出一丝不好的预感 周延回头 告诉自己的队员 马上打电话回局里 查查宋家二叔的出行记录 如果小团子真的算对了 那么极有可能 这场坠撤案件 就是宋家二叔亲手操作的 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周延看向了孝天犬 紧接着又问晚晚 晚晚 你家的狗靠谱吗 孝天犬很厉害的 说到孝天犬 晚晚满脸都是自豪 我们家孝天犬的狗鼻子可灵了 就算十公里以外 有驼使他都能闻到 说完 晚晚昂着自己的小脑袋 一脸骄傲地问周延 我家 孝天犬是不是很厉害 周延嘴角忍不住一抽 是 是挺厉害的 孝天犬用爪子捂着自己的鼻子 生无可恋 但是该找人 还是需要找的 孝天犬闻着丝巾的味道 一路上不断地嗅嗅自己鼻子 紧接着 慢慢地从江边 走到了一处树林里面去 既省的路况复杂 丛林虽然不大 但是草丛却很深 周围的杂草 直接能长到成年人的肩膀高 而晚晚直接被淹没在了杂草堆里面 晚晚第十三次 拿起自己脑袋上的杂草 忍不住吐槽道 这个世界对小孩子 实在是太不友好了 苏承其听了晚晚的话 瞬间觉得哭笑不得 于是一把捞起晚晚 扛到了自己的肩膀上 晚晚的视线陡然拔高 开心地荡着小脚 苏承其差点没站稳 等稳住身形以后 伸手拍了拍晚晚的屁股 忍不住道 晚晚 小心一点 别掉下去了 晚晚捂着小嘴 小脚也不乱动了 嘿嘿地笑了起来 三哥 我现在比你们都高了好多 踏实人群里面最高的小朋友了 说完 晚晚还忍不住伸了伸自己的脖子 试图能再让自己高一点 然而晚晚昂着自己的脖子 身子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抖 这下子 可把苏承其给吓坏了 好在站在身后的周延扶了一把 晚晚才没有从苏承其的肩膀上掉下去 晚晚 小心一点 抱着1.5哥的脑袋 晚晚听话地来了一个熊抱 然后把苏承其的眼睛给遮住了 本来天色已经够黑了 大家打的手电筒 也不能把一片路全部照亮 晚晚这一遮 苏承其眼前一黑 脚下绊到了一丛草 啪的一下就双膝跪下了 晚晚也摔了一个狗吃屎 但是周围全是杂草 就算是摔下去了 也不痛不痒 只是此时此刻的晚晚 人还有些猛逼 早上出门的时候 晚晚扎的头发 还是一个可可爱爱的小团子 一天的时间过去了 又经过刚才那一摔 晚晚的脑袋 变成了名副骑士的鸡窝头 尤其是晚晚头发上 还十分应景地 沾染了许多枯黄色的杂草 晚晚从地上爬起来 眼神还十分猛逼 五哥 你怎么摔倒了呀 走路要看路啊 苏承其额脚突突直跳 你也知道走路要看路啊 那你拿手挡住我眼睛干什么 晚晚睁大双眼 那模样 好像是苏承其污蔑他一样 小团子左脚在地上画圈圈 双手背在身后 明显是心虚的表现 我 我不是故意的吗 小团子不断给自己找借口 而且是五哥 你让我报警你的吗 苏承其听后 瞬间破功 行了 等会儿你一定要做好 要是再掉下去 我可不管你了呀 说完 再次把晚晚一把 从地上捞了起来 晚晚一下子 就坐在了苏承其的肩膀上 苏承其有些不放心自己妹妹 赶紧道 晚晚 别再捂到我的眼睛了 知道吗 晚晚点了点头 好 说完 双手抓着苏承其的耳朵 苏承其 苏晚晚 苏承其的声音 几乎是从牙缝里面出来的 晚晚听到苏承其的语气不对 但是又没觉得自己哪里做错了 忍不住问道 五哥 怎么了吗 苏承其 你说怎么了 晚晚诚实地摇了摇头 不知道 苏承其默了一下 彻底放弃了 跟晚晚讲道理这件事 路上 晚晚抓着自己五哥的耳朵 一行人跟着笑天犬继续往前走 夏天的晚上 丛林里全是昆虫的声音 紧接着 一栋木房子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就在这里了 苏承其把晚晚放到了地上 晚晚看着木房子里面还亮着灯 里面还发出了乒乒乓乓的声音 突然 门嘎之一下就要打开了 周延赶紧打了一个动作 其余警察赶紧把电筒关掉 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 静悄悄地蹲在草丛里 看着木房子的动静 而门一打开 出来的竟然是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 宋安和瞳孔一缩 手捏得紧紧攥在一起 是我二叔 少年目光像是要冒出火一样 紧紧地盯着前面 周延闻言 压低了声音道 你们待在这里不要动 我们等会儿悄悄进去 探查你父母是不是在这个屋里面 宋安和忍不住问 那我二叔呢 周延没说话 现在的证据不足以证明 宋家二叔就是凶手 如果因为他出现在这个地方贸然抓人的话 他们极有可能受到处分 现在还不确定你父母是不是在母屋 也不确定你二叔和这件事有没有关系 所以咱们先进去看看情况 如果是真的 我们后续会实行抓捕 宋安和文言紧紧地抿着嘴 但并没有因此说什么 对于大家来说 周延的话是最好的方法 因此 苏家三兄妹和宋安和就待在原地 周延带着队员慢慢从旁边几侧包抄过去 宋家二叔此时还站在屋外抽烟 并没有注意到此时的情况 宋家二叔长了一双丹凤眼 身材高大 只是左侧的脸上带着一道深深的刀疤 看起来总有一股力气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包香烟 抽出一根 吸了起来 星红的小点在黑暗中忽暗忽明 嘎吱 木屋的门开了 一个穿着黑色衬衣短袖的胖子满脸横肉 嘴角微微向下 一副不好惹的模样 他看着宋家二叔 忍不住道 你答应给我的钱 打算什么时候给我 宋家二叔吐出一口着雾 漫不经心道 慌什么慌 宋家现在一团乱 宋安和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 到时候 只要宋家崩盘 那么整个宋家都是我得了 你那点钱 十倍给你丢没有问题 满脸横肉的男人 显然有些不耐烦 一把抓起了宋家二叔的衣领 忍不住道 你别跟我说 这些有的没的 我告诉你 我他妈 今天就要见到钱 不然的话 我连你一块半了 男人叫张瑞虎 是混社会的 平时在小镇上收点保护费 多多少少有些明气 前几天 宋家二叔突然找到他 说只要帮他绑架两个人 那么事成之后 就会给他五十万作为报答 五十万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可能是好几年的收入 更不用说 张瑞虎一直没有工作 五十万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于是头脑一热 就跟着宋家二叔 制造了一场绑架案 然而时间一久 等他大脑反应过来的时候 后悔不已 这会儿只想着 赶紧拿到钱跑路 出去躲几年再说 然而没想到宋家二叔 竟然说话不算话 一分钱没给他 张瑞虎有些着急 他清楚 警方很快就会发现端倪 此时 张瑞虎被彻底逼急了 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直接抵在了宋家二叔的脖子上 快给我钱 男人此时如同一个疯子 眼神疯狂而又夸张 宋家二叔也没想到 张瑞虎竟然打算破罐子破摔 此时也有些心慌了 二人之间的争执 正好给了周延可乘之机 他趁着二人没注意 悄悄地绕到了木屋的窗户边 等他悄悄冒头 才发现 里面只点燃了几根蜡烛 里面歪歪扭扭 站着七八个穿着黑衣服的人 而在一处角落 宋家父母正躺在地上 木屋外的争吵声音越来越大 张瑞虎的小弟们 纷纷往外看了过去 只见男人将宋家二叔抵到了墙角 水果刀已经将他的脖子 划出了一道血痕出来 宋家二叔此时只有一个人 后悔的不行 张瑞虎 你是不是疯了 宋家二叔对着眼前的男人破口大骂 我踏码钱都没拿到 哪里有钱给你 张瑞虎这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你不是说你是什么公司的总经理吗 五十万都拿不出来 宋家二叔有苦难言 宋家的确有钱 但是有钱的是他的大哥 不是他 他创业几次 均是以失败告终 外面已经欠债了不少 不然也不会想到 绑架自己亲哥哥 吞并宋氏集团 张瑞虎深知自己被骗了 眉头皱得死死的 忍不住道 我不管 你今天必须把钱给我 不然我让你跟那对夫妇同归于尽 周延听见声音 感觉情况不对 此时也确认了宋家夫妇就在这里 因此 周延直接下了命令 收网 然后四五个警察 直接从两旁包抄进去 一下子 就制服了木屋里的好几个歹徒 周延听见声音 感觉情况不对 此时也确认了宋家夫妇就在这里 因此 周延直接下了命令 然后四五个警察 直接从两旁包抄进去 一下子 就制服了木屋里的好几个歹徒 但是因为张瑞虎的小弟很多 警察人手不足 剩下的人在慌忙之下四处逃窜 张瑞虎也听到了屋子里面的声音 看见穿着制服的警察 正一手摁着自己的小弟 宋家二叔见张瑞虎走神 一掌 将张瑞虎给推开 眼看着宋家二叔要跑 晚晚实在是没忍住 拍了拍趴在地上无聊啃草的孝天犬 孝天犬一个不防 嘴巴一下子就插到了草丛里 孝天犬 咬它屁股 晚晚说完 没听见孝天犬等我回应 疑惑地转过头 然后就看见一双狗眼睛看着自己 孝天犬的鼻子上 还飞着两根稻草 模样十分滑稽 晚晚不明所以 怎么了 孝天犬不说话 只是慢悠悠地从地上站起来 然后甩了甩自己身上的杂草 下一秒 一条大黑狗立马从草丛里像一阵风一样窜了出来 宋家二叔往回一看 只能看见一团移动的黑影朝自己跑过来 等它靠近的时候 宋家二叔才看清楚了孝天犬的模样 啊 惨绝人寰的声音滑破了天井 只不过 好像人在特殊时候 潜力值是无限的 宋家二叔此时害怕不已 竟然生生甩开了孝天犬 晚晚撕了一声 他看着都替宋家二叔感觉到疼 小团子从地上爬起来 扭了扭屁股 动了动脖子 下一秒 哎呀 晚晚捂住脖子 看了一眼自己六哥 有些不好意思 好像扭到了 苏星满 晚晚的尴尬 也持续了一两秒 他在草丛中跳了那么一两下 做了一会儿伸展运动 该我上场了 宋安和听后 一脸猛逼 上场 上什么场 话音刚落 就看见晚晚跑了两步 然后一下子就跨到了 孝天犬的背上 大声道 孝天犬 冲 苏星满看了看晚晚 又看了看宋安和 淡定地回答说 晚晚应该是收拾你二叔去了 那你还不去拦着 你知不知道 我二叔年轻的时候 是学武术的 刚才他二叔也是因为 张瑞虎手里有刀 不敢动手 但是对付一个小孩子 绰绰有余啊 宋安和说着 就要冲上去保护小团子 结果被苏承齐一把拉住 不用追 咱们去了只会拖累晚晚 就在这待着吧 宋安和 你是不是忘记了 我妹妹是全国成人组的武术冠军 宋安和大脑一片空白 但是他脑海里 的确隐隐约约记得有这个事 可是真的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时候 多多少少有些不可置信 这这这 而另外一边 周延已经把张瑞虎等人全部抓住了 张瑞虎人高马大 又熟悉地形 他们抓人的时候 还费了好一番功夫 抓捕过程中 周延的鞋子甚至都跑掉了一只 可以让宋家二叔跑了 不过你们放心 我回局 周延说完以后 愣了一下 发现好像少了一个人 苏婉婉呢 周延紧张地看着眼前的三个少年 苏承齐一脸无所谓 我妹妹追宋家二叔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 周延 胡闹 话音刚落 远处的草丛里就传来了声音 众人打着手电筒 回过头看了过去 只见笑天犬和婉婉并排走在一起 而婉婉的手里似乎还拖着什么东西 等隔得近了一些 周延一愣 因为婉婉竟然把宋家二叔给拖了回来 宋家二叔身上满身都是擦伤 两只眼睛像是熊猫 婉婉把人拖到了众人的面前 拍了拍自己手上的灰尘 小宋大 你二叔被我打了 宋安和嘴角一抽 看着躺在地上的二叔 脸上没有一点同情的光芒 谢谢你 婉婉 似乎想到了什么 宋安和回过头看着周延 周警官 我爸妈是不是周延 你父母没事 身上除了一些小擦伤以外 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的情况 宋安和松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地上的宋二叔 道 我先去看我爸妈 周延点了点头 只不过此时此刻 他多少有些无助 尤其是小姑娘 双眼还亮晶晶地看着他 一副求表扬的模样 周延顿了顿 不禁问道 真是你打的 婉婉点了点头 同时还不忘给笑天犬邀功 我打的眼睛 笑天犬咬的屁股 说着 婉婉弯下腰 把宋家二叔翻了一面 宋家二叔顿时疼得哇哇大叫 屁股上露出了一块被咬烂的肉 笑天犬可谓是吓了死嘴 大家看到宋二叔的惨状 都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屁股 想想都觉得肉疼 周延睁大了双眼 忍不住问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婉婉一听 立马把刚才的情况讲了一遍 恨不得当场让宋二叔 再起拉表演一番 当得知婉婉就是那个横扫成人族武术冠军的孩子以后 周延心里顿时就平衡了起来 没一会儿就有救护车过来 将宋家父母送到了医院 而宋家父母被绑架以后 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 这年头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都逃不过网友的眼睛 虽然不认识这两夫妻是谁 但是警方通报的情况有看头啊 之前宋家夫妇坠崖的案子在当地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虽然关注的人不多 再加上宋安和有意要压低热度 然而 现在案件水落石出 宋家夫妇并没有坠崖落水 而是一起蓄谋已久的绑架案 最重要的是绑架犯竟然还是自己的亲弟弟 宋安和的父亲名叫宋婷旭 当得知自己弟弟竟然为了钱不惜制造这起绑架案的时候 一瞬间就像是老了十岁 第二天 宋安和的大哥宋安瑜也从国外赶了回来 因为飞机上没信号 因此下了飞机后 匆匆赶到了医院 看见自己父母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以后 心中才松了一口气 而此时 网上因为这宗绑架案 已经上了热搜 这个叔叔也太恶毒了吧 这可是 自己的亲哥哥 支持死刑 同 希望法律重判 不得不说 豪门的争端就是多 今年我都吃了好几个豪门瓜了 这么一比起来 我们十个的家庭 简直不要太幸福 虽然兄弟多 但是感情好的不行 旁人看了都羡慕 这种人太可怕了 不过 我比较好奇 警方怎么这么快 就找到宋家夫妇的 作为能在最快时间内 找到受害人的婉婉 这次再次被赠送了锦旗 就连笑天拳也拿到了 这次表彰大会 是市里面要求举办的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婉婉就出席参加了这次的活动 小孩一手拿着锦旗 一手拿着奖励的三千元红包 然而 她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 此时此刻 婉婉心里想的是 自己这三千块钱 应该怎么花才好 等表彰大会结束以后 婉婉的胸前 还多出了一朵小红花 六个 现在我们要回去了吗 婉婉走出警察局 忍不住问道 苏星满一眼就猜出了婉婉的小心思 轻声道 婉婉想回去吗 小团子诚实地摇摇头 想了一下 那 我听说继省的土豆特别好吃 我想尝一尝 婉婉说的 那叫一个真诚 尤其是那小眼神 好像已经开始幻想 自己吃东西似的场景了 那我们先在继省 晚两天再回家 宋家自己的家事 也理应由他们家自己处理 但是他们相信 宋二叔的结局肯定不好 兄妹三人慢慢地走出警局 然后驱车来到了市中心 走在路上 他们的回头率 可谓是百分之百 尤其是笑天犬 路过的人认出了婉婉 过来说几句话以后 都想摸一摸笑天犬 以至于笑天犬觉得 再这样下去 他都快被摸突了 每次他想要呲牙下下这些人的时候 婉婉就像是能提前赶支一样 直接敲他脑袋 有次笑天犬用狗爪子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感觉自己脑袋两边 竟然冒出了两个包包 笑天犬 然而晚晚突然看着他 用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乃声乃气地说道 笑天犬 这是你的鸡脚 笑天犬 狗屁的鸡脚 笑天犬生气地趴在地上 死活不肯走 大城市里要牵狗绳 只见一条大狗 被一个小团子用绳子拖着走 小孩也不看前面有没有坑 反正觉得自己只要能过去 他身后拖着的狗就能过去 终于 笑天犬觉得自己身上 都快被磨脱颅皮了 没办法 他只能站起来自己走 晚晚在聚省玩了好几天 而在家里的老父亲 每天上班都在想自己的心肝宝贝 可是每次打电话或者视频过去 自己家里的臭小子 就以各种理由让晚晚去玩 以至于每次他都没有聊上一两句 晚晚就挂断了电话 老父亲心里的苦晚晚 可不知道 此时 他正在一个景区里面买冰棍 然后跟着自己两个哥哥 和一条狗在大夏天里爬山 山市比较陡峭 晚晚穿着一身运动服 身后还背着自己的小包包 身后的笑天犬 左腹和右腹 都分别挂着两个黑色小包 里面全是晚晚的小零食 晚晚手脚并用往上爬 精力专注 并没有发现 前面已经堵成了一条长龙 苏承其看得远 只见距离他们一百米不到的地方 围了不少人 紧接着 就听见人群里面 发出了窃窃私语 听说是个老人中暑倒了 那老人的脸色太吓人了 我刚才去看了一眼 老人身体还在抽搐 是不是中暑都还不好说 这么大年纪了 也不知道爬山干什么 要我说 直接在家附近 跳广场舞不好吗 现在好了 这个地方好上不好下 下山不知道多费劲 有没有医生 忽然 人群中 似乎发出了这么一句声音 似乎还有人听见了 也跟着喊了起来 有没有医生 有没有医生 老人快不行了 来自五湖四海的方言 在空中响起 大家虽然看戏 可也是真的关心老人的安危 只见好几个年轻人 已经冲了上去 晚晚没有丝毫犹豫 也跟了上去 小团子的动作 比之前还要快几分 大家都还没有看清楚 旁边的晚晚 就感觉晚晚像一阵风一样 冲了上去 晚晚到的时候 已经有人来看老人的情况 老人运气很好 能在爬山的时候 遇到这么多医生休假 这会儿 医生们围绕在他身边 不断地查看老人的瞳孔 嘴唇 舌头 以及不断问老人 有没有家属一块陪同 晚晚在人群的后面 透过缝隙 能够看出 老人登山的装备 十分齐全 鞋子 拐杖 还有旁边的背山包 足以判断出 老人极有可能是个旅游爱好者 周围没有亲属 老人应该是中暑 引起脱水 先打急救电话 说完 几个医生连忙救治 然而 老人的情况 非但没有一点好转 甚至全身颤抖得更加厉害 脸部出现虚汗 嘴唇从白色变成了紫色 几个医生暗道不好 晚晚也皱了皱眉头 因为老人身上的死气越来越多了 黑气的气息 包裹住了老人的全身 麻烦让一让 晚晚突然从人群中出来 然后从自己的包里面 拿出了一套金针 众人看见 竟然是一个小孩子 虽然内心惊讶 但是身体竟然听话地 给小团子让出了一条道 老人 现在已经全身静挛 已经出现了热衰竭的迹象 现在我给他扎针 看看能不能救回来 老人中暑应该持续很久了 不然也不会突然这么严重 现在老人这个情况 根本没有机会 等到救护车过来 不到十分钟 老人极有可能因为热衰竭死亡 晚晚说着 赶紧掏出了牛皮包里 最细的一根金针 金针在阳光下颤动 明晃晃地展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一刻 大家觉得 即便是这么炽热的天气 可是他们的后背却一凉 以至于大家连足指都忘记了 晚晚抓着老人的手 然后把食指扳了出来 一针下去 老人的脸色瞬间好了不少 本来准备出声呵斥的众人 瞬间把话憋了回去 晚晚谋色十分认真 他没有丝毫犹豫 再次拿出了几根金针 扎在了老人的头上 渐渐地 老人的血色恢复了正常 晚晚心里松了一口气 先不要把针拔了 等到了医院再拔 没多久 医院的救护车停在了山脚下 老人被抬到了担架上 然而上山容易下山难 下山的路根本不是医生们能吃得消的 唯一幸运的是来旅游的人多 大家你抬一段路 我抬一段路 小心翼翼地将人抬下山的 救护车上 医生看见老人脸上和手上的金针 愣了一下 他不懂中医 因此也不敢拔针 好在晚晚也跟下了山 看见医生不会中医 赶紧解释道 针是我扎的 医生还在研究老人身上的针 听见有人说话 下意识从救护车上垂眸看了下去 然后就看见一个 穿着红色运动装的小团子 医生反应过来 忽然睁大了双眼 你说啥 叔叔 我是不是中医 我跟着他学的针灸 现在这个老爷爷的情况不是很理想 用你们西医的话来说 就是已经热衰竭了 我现在只能尽力稳住他的心脏 如果要拔针 我可以跟着你去医院 要是你不放心 可以叫你们医院的中医来拔针 晚晚还是第一次说这么长的一段话 说完以后 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刚才他的普通话 一个都没嘴瓢啊 晚晚心里乐了一下 然后就看着医生 可实际上 自己的身体已经爬上了救护车 时间紧急 医生根本没搞清楚状况 直接让救护车开走了 而还在车下的苏家两兄弟 以及被主人丢下的笑天犬 吃了一嘴的黑烟 苏承奇和苏星满相互看了一眼 默默地打开了打车的软件 医院来了一个热衰竭的病人 大家瞬间严阵以待 老中医听说 有人竟然用金针替老人临时解决了热衰竭的问题 颇为不可置信 中医的时候就看见被推进急症室的老人手上的金针 这这这 老中医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了 当他看见老人手上的扎法 嘴都瓢了起来 医生心里一凉 心想 不会是扎的 真的有什么问题吧 正当他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老中医眼神激动 这种扎法 是谁扎的 晚晚一听 赶紧举手 是我 晚晚那叫一个开心 一边跑 一边举手 心里想着 等会儿这个头发花白的老爷子 中医 一定会狠狠地夸赞他一番 老中医的确很激动 虽然他觉得说话的声音有些奇怪 但还是回过头 打算看看 是什么人 竟然这么厉害 可是回过头 竟然什么都没有看见 刚才谁在说话 晚晚站在老中医的面前 昂着头 感觉自己受到了深深的冒犯 是我 是我 晚晚直接跳了起来 吸引了老中医的视线 正好这时候 中暑的老人 已经被推进了急症室 晚晚进不去 老中医看见替患者扎针的 竟然是个小孩 人都是麻的 可是犹豫了一下 还是道 你跟着一块进来 好晚晚蹦蹦跳跳 跟着进去了 老中医震惊于晚晚的扎针手法 这会儿也不敢动 晚晚见了 忍不住道 你是不是不会取针呀 老中医有些尴尬 可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你扎针的方法有些特殊 晚晚扎的针比较深 手上的针还好说 但是老人脑袋上的针却不一样 脑袋上的神经多 稍微不注意 极有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只是看着眼前扎针的方法 老中医觉得有些熟悉 晚晚见老中医真的不会 也打算自己上手取针 小团子手上动作很快 几乎一下子就拔了起来 然而金针一拔 老人的情况又不稳定起来 晚晚赶紧道 我的金针 只能抑制病情暂时不复发 你们赶紧救人 还有时间 医生自然知道 重度中暑的情况 到底有多可怕 于是点了点头 开始进行抢救 这里没有老中医和晚晚的什么事 因此 二人将金针拔出来后 就出了急诊室 晚晚坐在长廊的椅子上 给自己两个哥哥 发了微信消息 告诉自己现在的位置 小朋友 老中医皱了皱眉头 眼前的小孩 感觉越来越熟悉 突然想到了什么 老中人忍不住问道 你是不是C氏人 晚晚摇摇头 想到了什么 又摇了摇头 我以前在C氏 跟着师父一块生活 后来我被我爸爸接回家了 老中医一听 无比肯定眼前的小团子 就是C氏 那个小道馆的小道士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 啊 晚晚满脸猛逼 老中医有些激动 小师父 你不记得了 我是蒲之贤啊 一年前 我在C氏出了交通事故 是你救了我 一年前 他去C氏工作 结果路上遇到大雨 导致车在路途中翻了 他运气不好 侧翻途中安全带脱落 他从车里被摔了出来 身上多处大出血 不到十分钟 就已经休克了 可是出事的地点比较偏僻 即使周围有人居住 但是也要时间 正当他都要绝望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穿着藏青色道袍的小孩 背着个小背篓 一只手拿着鸡腿 一只手拿着可乐 而他身下 还骑着一条 正翻着白眼的大飞狗 他本来是想让小孩 赶紧回家找到人的 然而这小孩 看见车祸现场愣了一下 随后蹲了下来看着他 小孩歪着脑袋看着他 第一句就是 你要死了爱 小孩的语气 明显是有些激动 好像都看不到 他当时的惨状一样 随后 小孩又说了什么 他当时人 已经到了休克状态 也不知道隔了多久 他被疼醒了 疼得他 差点直接从地上爬起来 只不过这一点精神刺激 瞬间让他从休克状态清醒过来 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伤口 竟然没有往外流血的迹象了 抬手一看 就看看见自己的手背上 密密麻麻扎满了针 后来他被送到了医院 出院以后一路打听 才知道 就他的孩子 竟然是一个小道士 这小道士在龙潭镇市出了名的 不管是谁都喜欢他 甚至还有 很多人慕名前去 就是为了让这孩子说两句好话 不为别的 因为苏婉婉说的话 真的灵念 后来越了解越吃惊 这孩子一直跟着自己师父学中医 镇上的人有个头疼脑热 都是小孩一个人看 并且要道病除 当时他去道观拜访的时候 正好碰到有个急症的老年人 脸色苍白 一看就是心脏病突发 老年人不去医院 而是来一个小道馆 下意识让他觉得有些荒谬 可是下一秒 他就被打脸了 小孩有模有样的把脉 紧接着就掏出金针 手法十分诡异 他学中医这么多年 第一次看见这么奇怪的针灸手法 尤其是在一些很多中医 都不敢下手的地方 小孩愣是一点犹豫都没有 他不敢想象 要是完完长大以后 会在医术上有多大的造诣 那心脏病突发的老年人 跟个没事人一样 离开了道观 蒲之贤看到这么神奇的医术 自然不舍得再离开 想要拜师学艺 没想到却被拒绝了 只不过离开之前 还说过 有缘会再见 他拜访完后 还教了自己一套止血的针法 也正是因为这套针法 让他救了不少大出血的病人 此时认出婉婉 蒲之贤整个人都红光满面 满眼激动 婉婉隐约约有些记忆 他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跟着师父生活的时候 每天道观里 都有不少人来找师父师兄师弟们 以至于他都不记得蒲之贤这好人物 只是相逢集市员 婉婉对蒲之贤也渐渐聊了起来 说到医术 婉婉自认为自己的医术还不够成熟 因此只说了自己擅长的一方面 说完以后 婉婉还皱了皱眉头 哎 也怪我师父去得走 要是我在跟着师父学几年 肯定能出师的 在他眼里面 他师父和小吃哥哥 无所不能 听到这句话的蒲之贤 嘴角一抽 婉婉的医术 在中医上绝对是上层水平 许多中医专家都需要靠边站 尤其是婉婉下针吻 赶下药 这对于中医来说 已经很难得了 现在的小孩子都这么觉得吗 婉之贤回想起了自己六岁了 还要吵着 要买迪加奥特曼的孙子 妥妥的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婉之贤深知 小孩喜欢吃 这个时候已经下午一两点 婉婉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 听到婉之贤要请自己吃饭 赶紧点了点头 等苏家两兄弟找到婉婉的时候 小团子面前的桌子上 已经堆满了饭菜 而一旁的老中医 一脸担心地看着婉婉 当然 还有一点一言难尽的意思 婉之贤还在想 小孩吃这么多 会不会积食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婉婉的两个哥哥走过来 看了一眼桌子上的饭盘 忍不住问 婉婉 够吃吗 婉之贤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为好 他看着婉婉凸起来的肚子 忍不住提心两个兄长 婉婉哥哥 小孩子不能吃太多的东西 不然晚上容易饥食 等会儿你们回去的时候 最好还是给他买点健胃消食片 苏承其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们一家人 对于婉婉的饭量 早就见怪不怪了 我们婉婉平时比这吃的还多 不会不舒服 他觉得 小孩子的消化能力 就是比大人好 婉之贤觉得这两个哥哥 简直没有任何代娃经验 以至于接下来时间里 一个劲地讲育儿经验 下午 老爷子抢救过来 转危为安 送到了普通病房 住院费还是从婉婉的腰包里面掏出来的 好在老人随身带着有手机 医院在抢救过后 就用手机联系到了老人的家人 此时人还没有下飞机 老人名叫宜光炫 是世界著名的花华冠军 而老人并没有什么家人 医院那边看到了宜光炫经常拨通的电话 打过去之后 对面的男人二话不说 就说自己要过来 帝都到季省需要四个小时的时间 婉婉在医院待到了下午五点 听说老人醒了以后 婉婉赶紧跑到了病房去看望 宜光炫当时中暑 脸色苍白 嘴唇带着青紫色 好像下一秒那口气就上不来一样 婉婉当时顾着救人 也没觉得老人有什么不一样 然而此时老人面色恢复了正常的血色 嘴唇虽然苍白 可是比之前好太多 婉婉本来是冲进病房的 可是走到门口的时候 宜光炫正好看向了他 小团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立马停住了脚步 乖乖地敲了敲门 问道 我能进来吗 宜光炫已经醒了一会儿了 自然从护士和茶房的医生嘴里面 听说了自己一个小孩子救了 他本来 还想休息一会儿就去看看小朋友 没想到小朋友自己就找上门了 小团子的头发微卷 漆黑的眼睛 像是两颗黑色的宝石 小乃因更是让人一颤 进来吧 宜光炫声音还有些沙哑 可即便是这样 仍然能听出 对方语气中的温柔 宛宛眼睛冒着光 老人周身气质身份温润 只不过眼神带着一丝严厉 宛宛下意识看了一眼 对方的面相 嗯 是个好人 虽然是好人 但是可以从面相上看出来 年轻的时候 妻离子散 但是晚年却能够一样天年 不是轻生胜似轻生 能够在这个份上 说明 宜光炫人品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最重要的是 宜光炫虽然老了 但是很帅啊 宛宛看见老人 都怪不好意思的 小团子走到病床前 再次看了看宜光炫的脸色 然后问道 爷爷 你的身体好一点了吗 宜光炫心里一暖 我听医生和护士说 今天是你救了我 谢谢你 晚晚不太好意思 连忙摆了摆手 不是这样的 今天很多人都帮忙了 要不是他们 不然的话 今天你也得见阎王去 宜光炫 虽然小团子说的没什么问题 但是小孩的话 还是让宜光炫心哽了一下 宜光炫看了看晚晚 内心有些满意 小孩有些虚胖 减减肥 还是能滑起来的 想到这里 宜光炫忍不住问道 晚晚 你想不想练习花滑 到时候当全国冠军 世界冠军 晚晚想都不想 就摇了摇头 我不想 宜光炫皱了皱眉头 并不是因为晚晚拒绝了自己 而是以为自己 没有介绍清楚 晚晚 我是花滑的教练 我手里面带出来了 很多的全国冠军 甚至是世界冠军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保证 十年之内 我能让你站上世界的舞台上 晚晚听后 仍然摇了摇头 不行不行 小团子解释道 晚晚实在是太优秀了 这样对别人是很不公平的 再说了 拿全国冠军 实在是太容易了 世界冠军对我来说 应该不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 宜光炫嘴角一抽 忍不住上下打量了一下晚晚 这孩子什么都好 怎么这么喜欢吹牛呢 晚晚似乎明白了宜光炫的眼神 赶紧道 我真的很厉害吗 我之前参加比赛 是全国冠军哦 奖杯还在我爸爸的办公室放着呢 那么大一个 我都抱不动 说完 晚晚还自豪地比了一下 站在晚晚身后的苏承奇文言 嘴角一抽 吐槽道 我就说晚晚的冠军奖杯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 原来被把自己偷偷放在办公室了 宜光炫意识到 晚晚并没有说谎 身子也挣了几分 忍不住问道 是幼儿组的全国冠军 虽然是幼儿组的 但只要 沾上了全国两个字 足以证明眼前的孩子很厉害了 可是晚晚却摇摇头 不是 那是什么组的 我参加的是 成人职业组的 一光炫文言 心里微微有些惊讶 忍不住问 你是什么冠军 晚晚连忙后退两步 如云流水 对着一光炫做了几个武术动作 小团子虽然长得小 但是单从动作上来说 一光炫觉得 眼前的孩子 绝对是专业的 毕竟 哪有业余学武术的小孩 一挥拳都带疯的 但是 一光炫有些不想放弃 你回去可以和你父母 好好商量一下 有机会也可以来体工队玩一玩 看看其他运动选手的训练 晚晚重重地点头 随即忍不住问 我四哥也在体工队 等今年我四哥比赛完了 我也要去接他回家 一光炫微微有些惊讶 忍不住问 你四哥是练什么的 这一下子 晚晚被问住了 好像 他并不知道 自己四哥到底是练什么的 晚晚有些挫败感 觉得自己对四哥的关心不够 我经常跟我四哥视频啊 他有时候经常穿很漂亮的衣服 扑林扑林的 贼闪了 而且我四哥特别好看 跟我二哥一样好看 晚晚形容不出来 自己四哥什么模样 反正他觉得他们家 二哥生得最好看 六哥最温柔 而四哥和其他哥哥的气质 完全不一样 晚晚觉得自己四哥冷漠中 充满了温柔 就好像一朵不可摘取的高领之花 一光炫听了晚晚这么形容自己哥哥 嘴角一抽 主要是小团子的形容 实在是太抽象了 虽然他一大把年纪了 不看小说 但是他带的那些小姑娘 天天晚上埋在被窝里看小说 里面玛丽苏男主的形容 就是晚晚说的那样 毕竟 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人 从一百米的大床上醒过来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晚晚长得这么俊俏 他的哥哥想来也很不错 你说的扑林扑林的衣服 应该是烤丝腾 你四哥是不是滑冰的 啊 晚晚想了想 突然点了点头 对对对 我四哥就是滑冰的 我在电视上见到过我四哥 我四哥可厉害了 晚晚化身歌吹 一光炫听了 晚晚吹了半小时自己的哥哥 本来还有些困倦的脑子 一时间都被晚晚给说精神了 你四哥叫什么名字 晚晚 我四哥 晚晚张了张嘴 正准备说自己四哥的名字的时候 病房门口突然闯进来一个身形高挑 穿着黑色短袖的男人 男人身形消瘦 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鸭舌帽 冒言把头发压了下去 遮住了眼睛 此时 男人有些焦急 正当他准备说话的时候 目光却突然看到了晚晚 晚晚反应最快 几乎是一蹦三跳的 跑到了男人的面前 一把抱住了男人的大腿 四哥 来人正是晚晚的四哥苏云 苏云芝虽然已经认出了晚晚 但是被小团子突然抱住 软软的一团甜甜地喊自己四哥的时候 他心头一颤 后知后觉 才N了一声 男人垂下眸子 漆黑淡漠的双眼 看着晚晚亮晶晶的目光 犹豫了一下 苏云芝慢慢地弯下腰 然后双手放在晚晚的叶下 把晚晚抱了起来 晚晚黑黑一笑 对着一光炫道 爷爷 这个就是我的四哥苏云芝 苏云芝没想到 事情这要巧 但是此刻他看着自己的老师 眼神中带着一丝探究的模样 赶紧道 老师 这是我妹妹和两个弟弟 晚晚听到自己四哥介绍他们 愣了一下 四哥 你认识爷爷啊 苏云芝点了点头 语气中带着一丝僵硬 他是我的老师 晚晚张大嘴巴 哇哦一声 可是很快 晚晚就高兴不起来了 苏云芝将他放下后 摘下了帽子 然而 帽子从头上摘下来后 他就看见了 苏云芝的额头上 竟然戴着浓浓的死气 以及浑身环绕的黑雾 晚晚皱了皱眉头 他不由自主 想起了张青荣之前说的话 晚晚想到这里 小手在自己四哥面前挥了挥 随后问了苏云芝 此时来医院的目的 苏云芝解释道 是医院给我打的电话 我得知老师出事以后 我就从帝都赶来了 宜光炫本来看到自己学生 来看望自己 心里还有些高兴 可是 听到苏云芝这句话的时候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小只 你说你来干什么 马上就要比赛了 浪费时间干什么 宜光炫说话的时候 眉头皱得紧紧的 同时有些严厉 苏云芝文言 脸上的表情 没有显现出一丝一毫 只是淡淡地看着自己老师 语气中却带着尊敬 老师 比赛没有您重要 我也只是来看看您 您要是没事 我明天就会帝都训练 宜光炫一听 赶紧摆手 我能有什么事 今天你就给我回去 你知不知道 下半年的比赛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要是 说到这里 宜光炫突然看了一眼 苏云芝的神色 并没有继续往下说 晚晚看着两人的互动 一脸疑惑 但是一听说 宜光炫要赶走自己四哥 小团子立马护住 自己家四哥的裤子 大声道 爷爷 你坏 宜光炫一愣 但是看着自己学生 在拼命护住裤子的模样 内心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老人咳嗽两声 忍不住问道 我哪里坏了 爷爷你就是坏 晚晚绝着小嘴 指着窗户外 快要黑下去的天色 说 你看外面天都黑了 你竟然还要赶走我四哥 哼 晚晚说着 还想爬上自己四哥的身上 一边爬 一边吐槽道 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苏云芝听后 心里一暖 再次把晚晚抱在了怀里面 晚晚立马给自己四哥 来了一个亲密的贴贴 宜光炫其实也是着急 苏云芝因为自己落下了训练 此时晚晚这么一说 他倒是觉得自己 把徒弟逼得太紧了 沉默了一会儿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既然这样 云芝 你也先不要回去了 我会跟队里说 再给你多批几天假期 这几天 你就带着晚晚 还有你两个弟弟 好好在继续玩玩 苏云芝心里一喜 但是想到了什么 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可是老师 宜光炫知道 苏云芝是放心不下自己 无奈地挥了挥手 放心吧 我是老了 不是死了 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再说了 一切不是有护士医生吗 你还怕我出事不成 苏云芝也是被医院的电话吓到了 即便宜光炫这么说 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想了一下 便说道 那我等会儿 给您请一个护工 宜光炫没有拒绝 摆了摆手 又交代了几句 就让苏云芝离开了 苏云芝看着自己老师满脸的眷色 最后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 离开了医院 酒店里 晚晚对于自己家四哥的到来 十分开心 他第一时间 就是把笑天犬带了过来 然后拍了拍狗脑袋 说道 四哥 这是我的笑天犬 他很厉害的 苏云芝早就知道了 家里养了狗 可是真正看到笑天犬那肥地 跟煤气罐子一样的身体 嘴角一抽 也不知道是不是笑天犬 感受到了苏云芝的不可思议 原本趴着的笑天犬 直接站了起来 然后做出了各种高难度动作 苏云芝 好吧 这狗看着是挺笨的 但是看到刚才狗子的动作 他万分相信这狗 绝对能听得懂人话 晚晚今天也累了 洗完澡后 非要跟自己四哥待在一块 原本今天打算 让晚晚陪着自己看睡觉的苏承奇 顿时面露凶狠地看着自己四哥 苏云芝看到了自己弟弟的眼神 然后眸色一暗 随即抬眸看了过去 二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 谁也不知道他们二人在想什么 晚上 笑天犬睡在床底下 晚晚洗漱完以后 穿着睡衣睡裤 躺在了酒店的白色大床上 苏云芝不知道从哪里 找到了一本幼儿童话故事 小孩子曲着身子 双手合并 放在自己的耳朵旁边 虽然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 自己爸爸已经讲了36遍 大哥说了12遍 其余哥哥也零零总总 说了很多很多次 但是晚晚决定 他一定要给自己四哥留足了面子 于是接下来的时候 晚晚发出了十万个为什么 之后睡觉的时候 苏云芝的脑海里 全部都是晚晚的十万个为什么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苏云芝明显没有睡后 晚晚打着哈欠 看着苏云芝黑漆漆的目光 以为自己四哥 还在为自己的老实担心 小团子想了一下 还是安慰道 四哥 你放心吧 爷爷他很厉害的 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一同起来的苏承奇和苏星满 看着自己的四哥 他们不像晚晚天真的 以为自己哥哥是因为长辈生病的事情担心 大家都心知肚明 苏承奇更是如此 他看着苏云芝眼底的清黑 差点没笑出声来 然而苏云芝似乎感受到两兄弟的目光一样 慢慢地把目光放到了苏承奇的身上 淡淡道 你笑什么 别说 苏承奇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自己四哥这么说话 一时间 后背涌上了一丝良意 不 苏承奇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好在什么都不懂的婉婉并不知道自己五哥差一点就要死在自己四哥的手掌 小团子一手牵着一个哥哥 着急道 现在都多少点了 你们还不去吃饭吗 说完 拉着大家就往下面的餐厅跑 因为太着急 婉婉竟错了电梯都没发现 婉婉看着自己应该去一楼 结果电梯还在不断往上走的时候 小团子一度以为电梯坏了 好在电梯里面的人提醒这辆电梯是上行的 没办法 婉婉只能跟着大家坐到顶楼 然后又一楼低下去 在酒楼的时候 进来了一个坐着轮椅的男人 男人看起来应该是不良于行 婉婉稍微看了一眼 就知道 男人这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婉婉出于同情 走上前轻声问道 叔叔 你需要婉婉帮你应电梯吗 男人本来已经伸出手了 可是看着婉婉的模样 手又缩了回去 轮椅上的男人点了点头 嗯 我要去二十一楼 婉婉嗷嗷嗷两声 昂起自己的小脑袋 然后就一只手贴着电梯的墙壁 另外一只手向上抬起来 然而 她发现自己好像够不着 婉婉不信邪 又颠了颠脚 然而自己距离二十一楼的位置 仍然有些距离 尝试几次都没有成功后 婉婉看了一眼电梯里面大家的表情 不出意外 有的人正在无嘴笑她 有的人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她 小团子尴尬极了 最后婉婉点着脚尖 她能感觉自己每一根脚趾头都在用力 然后她摁了一个十八楼 婉婉给了轮椅上的男人 一道你不用客气的目光 道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剩下三楼 你自己摁吧 说完 直接捂着脸 跑到了自己六哥的身后 用苏星满的衣服 盖住了自己的脸 有人实在是没忍住 直接哈哈笑了出来 好在他们也知道轻重 知道小孩的家长还在身边 也并没有太过分的举动 然而即便是这样 婉婉仍然觉得自己的脸火辣辣的 她活了整整四岁 从来没有这么丢脸过 最后还是离得最近的苏云芝 摁了二十一楼的电梯 而婉婉 出电梯的时候 都是捂着脸的 婉婉化悲痛为食欲 一大早上就吃了不少超手 超手比市面上的还要小一点 小孩也是一口一个 婉婉一边吃一边说 这超手不行 根本没肉 一口下去全是饺子皮 还是帝都的那家店好吃 虽然这么说着 等小团子话音一落 然后她又咕咚一下 喝了一口汤 苏云芝还不知道 婉婉这么能吃 当婉婉吃饭第三碗的时候 不禁看向了 正在曼悠悠和米粥的两个弟弟 然而苏承奇和苏星满脸上 并没有任何惊讶 感觉已经习以为常了 她还在体工队的时候 因为经常训练 请假都困难 婉婉刚刚被找回来的那一会儿 她正好要去博外比赛 好不容易比赛回来 又因为下一个比赛 要进行封闭训练 要不是因为 今天自己老是出事 不然的话 此时此刻 她肯定还在队里训练 只不过 她为了让小团子不忘解 还有她这个四个 隔三差五 不管多累多难 都要抽出时间 来给婉婉打视频 她的确是听家里面的人 说过婉婉很能吃 但是一个小孩子 就算是能吃 难不成一顿 还能吃完一桌子的满汉全席不成 可是现在婉婉的饭量 已经远远超出了 正常人类的认知了 尤其是这么多超手下肚 婉婉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 小肚子也没见得突起来 直到婉婉吃了第八碗的时候 苏芸芝实在是忍不住了 问道 婉婉 你还没吃饱吗 婉婉吃的嘴上全部都是油水 嘴唇红润的不行 苏芸芝看不下去了 拿起餐巾纸 给婉婉擦了擦小嘴 这会儿婉婉打了一个嗝 点了点头 已经饱了 等会儿 我再吃一个小蛋糕就好了 苏芸芝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刚才说自己还要吃什么 婉婉抬起头 眼神有些无辜 小蛋糕啊 说着 婉婉还比了笔蛋糕的大小 差不多比成人的拳头 还要大两倍 这个大小的蛋糕 对于普通人来说 的确很小 但是苏芸芝听了婉婉的话 那味儿明显是这个蛋糕 是饭后甜点啊 也就是说 现在婉婉压根就没有吃的十足饱 苏承奇看见自己四哥 露出惊讶的模样 嘿嘿一笑 四哥 你不要这么惊讶好不好 这些都是婉婉的正常饭量 要知道 婉婉可是一顿饭就要 吃二三十个包子的小朋友 现在他的碗里面 才多少个超手 这点饭量难道还要吃鸡是不成 这么想着 苏承奇忍不住道 婉婉 没吃饱一定要说 咱爸说了 只要你有想吃了想玩的的 做哥哥的 一定会满足你的 婉婉眼睛一亮 赶紧追问道 真的吗 苏承奇点了点头 那太好了 婉婉张开手 那我不要小蛋糕了 我没吃饱 我要这么大的蛋糕 上面还要有很多大鹅的模样 苏承奇 苏承奇垂下毛子 手上稍稍用了一点力气 揉了揉婉婉的脑袋 那是天鹅 管它什么鹅 反正早晚都进我的肚子 婉婉说着 还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最后 苏家几兄弟 带着婉婉去买了一个大蛋糕 这里没有婉婉说的大鹅蛋糕 只有最基础的蛋糕模样 上面有五颜六色的五朵大花 婉婉给大家一人一朵 等奶油蛋糕放到啸天犬面前的时候 啸天犬发现自己那朵花 已经被啃了一边 而婉婉的嘴巴上 还有来不及擦干净的奶油 眼看着啸天犬姿牙要咬人 婉婉用舌头底唇 鼻尖还留有浓厚的奶油香味 小团子道 啸天犬 对不起 是奶油太香了 我没忍住 就吃了一口 啸天犬 这一口就直接咬了一大半去 啸天犬无语地差点翻白眼 但是他倒是一点没嫌弃 他深知自己 要是这都还嫌弃 别说奶油花了 就算奶油叶子 都不一定有他的份 啸天犬看着婉婉正在舔嘴唇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那一份的奶油蛋糕 大黑狗一不做二不休 连带着纸盘子都在嘴里嚼了两口 最后还是苏云芝看不下去了 把自己那份留给了啸天犬 啸天犬看了看苏云芝 差点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果然不管什么时候 还是老四对他最好 然而这边苏云芝看着啸天犬 一口吞下奶油蛋糕的模样 皱了皱眉头 老五老六 这狗多少斤了 这么肥是不是应该减一减肥 到时候太胖了 影响身体健康 正在闷声吃蛋糕的啸天犬 顿时睁大了双眼 不可思议地看着对方 苏云芝这时候 也正好看到了啸天犬的眼睛 忍不住道 这狗还挺通人性的 不过为了他的健康 以后每天都让庸人带出去买菜吧 肥得跟个煤气罐子一样 啸天犬听到苏云芝的话 委屈得差点汪的一下哭出来 好在婉婉这时候 摸了摸啸天犬的狗头 解释道 四哥 啸天犬厉害着呢 虽然他很胖 那是因为 他还没到抽条的时候 等他以后老了以后 肯定就瘦得特别快 说完 婉婉眼神带着一丝同情 啸天犬你可太惨了 好歹我们能活到一百岁 但是你却只能活十几岁 等我长大了 你就要归西了 小孩子说话的时候 不见得有一点悲伤 反而眼睛亮晶晶的 要不是啸天犬不会说话 指不定婉婉就要开始问他 什么时候归西 啸天犬趴在地上 试图不听婉婉的话 可是婉婉每次说到这些 就跟唐僧念经书一样 实在是太让狗头疼了 说着说着 啸天犬直接趴在地上睡着了 等婉婉嘴巴都说干了 低下头一看 啸天犬正四脚朝天 歪七扭八地躺在地上打呼噜 婉婉小嘴一听 撅着小嘴 生气地看着啸天犬 紧接着又看了看自己几个哥哥 最后 小孩只能哼了一声 吃完蛋糕 兄妹四人和已经睡醒的狗 一块去附近转了转 中午 苏云芝给一光炫请了护工 得知老人状况稳定以后 他才彻底放心下来 而婉婉并没有玩耍的心思 他看着自己四哥脑袋上的黑雾 皱了皱眉头 小孩忍不住问道 四哥 你是不是还要回体工队啊 苏云芝点了点头 嗯 等老师情况再稳定一些 我可能就要回帝都了 婉婉一听 立马抱住自己四哥的大腿 然后昂着小脑袋问道 四哥 你就不能再陪我几天吗 苏云芝眼中闪过一丝抱歉 对你不让请假的 这次老师出事 我才迫不得已赶过来 集训期间 是不可以请假了 他之所以说自己是请假出来 也是担心自己老师 但是怡光炫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才说再给他批几天的假 这样回去的话 自然也没有人会借此发难 只是对他来说 只要一回去 一定会引起一阵的腥风血雨 此时看着婉婉期盼的眼神 苏云芝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可是小孩的声音软糯糯的 说话的时候 下一秒像是要哭出来一样 苏云芝最后只能点点头 明天 我再陪你一天 后天我再出发回帝都 婉婉张了张口 她其实想让自己看四哥 再陪自己几天的 但是婉婉清楚 自己四哥比任何人都要忙碌 婉婉绝了绝小嘴 最后还是乖巧地点点头 那后天我也跟四哥 你一块回去 婉婉说完 盯着苏云芝俊俏的脸 半天没有说话 苏云芝一愣 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 结果什么都没有 怎么了 婉婉想了想 忍不住说 我在想我要怎么救四哥 苏云芝 男人的眼里 充满了疑惑 只是苏星满皱了皱眉头 神情有些严肃 婉婉 是不是你看出了什么 婉婉点了点头 没有隐瞒众人 把之前张庆荣的话 重复了一遍 我们家被张庆荣 下了死咒 我回来的时候 就看见我们家的人身上 全部都是阴气 家里也被阴气包裹了 我第一次见到二哥的时候 二哥是我这辈子 见过最倒霉的人 后来我发现 五哥吃傻 也是因为额头上的黑气作怪 这些黑气类似于诅咒 哪怕你什么都不做 霉运都会缠上你 一般来说 这类的咒法 都是小打小闹 几天之后 就会恢复正常 但是我们家的情况不一样 婉婉说完 眼神抬了起来 看向了苏云芝 我们家背下的是死咒 并且已经背下了很久 所以爸爸 二哥 三哥还有你们 才会不断出事 如果是普通人 那么一家人就算是完了 婉婉说着 心里突然泛起一丝疼痛 但是她说的并没错 世界上天师数量这么少 不可能每一家人 都像他们家这么幸运 有些人可能直到死都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四哥 你额头上虽然没有死气 但是阴气已经围绕了你的全身 就算是 你要参加比赛 终究会以失败而告终 甚至连参加比赛的机会都没有 苏云芝背后一凉 紧接着额头上冒起了痘大的汗水 婉婉是天师的事情 她并没有过多的在意 只是婉婉的话 让她想到了 这几个月来的一些事 就如婉婉所说的那样 她不管做什么 都无比艰难 最后皆是以失败而告终 可是一想到半个月以后的比赛 苏云芝的心绪 一时间十分复杂 这场比赛 是她职业生涯里面 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了 苏云芝想着 蹲下身 漆黑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温柔 她也不清楚 婉婉能不能理解她 只是道 婉婉 这次的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 不管最后结局怎么样 我都必须要去 婉婉点了点头 她能明白自己四哥心里的想法 我知道 四哥你就是把滑冰当饭吃吗 就像婉婉一样 当天师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 但是我不可能因为有困难 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我就不当天师了吧 我想四哥 你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婉婉的大眼睛眨了眨 眼神中带着一丝询问 苏云芝低着头 望着婉婉的模样 随后笑了笑 婉婉说的没错 婉婉嘿嘿一笑 然后拍了拍自己四哥的大腿 说道 四哥 没关系的 等回去以后 婉婉天天去提供队找你 保护你的安全 苏云芝想说什么 却被婉婉抢先一步 你们队里面 只是不让你出来 但是没说 我不能进去 苏云芝 妹妹说的好有道理 只不过婉婉一心想要保护她 苏云芝心里一暖 兄妹几人逛完街后 一人手里面拿了不少东西 就连笑天犬的脖子和嘴里 都有不少东西 这些全部都是要带回帝都的 婉婉手里提着大礼盒 一只手还拿着一根大鸡腿 等吃完鸡腿的肉以后 婉婉把骨头留给了笑天犬 笑天犬偏过头 死活不吃 婉婉有些疑惑 看见笑天犬不吃 也没有勉强 回到酒店里 婉婉睡了一会儿 等她睡醒以后 就看见自己四哥在走廊上打电话 声音虽然小 但是她还是能听得一清二楚 这时候 自己四哥明显有些生气了 婉婉这下子 哪里还能忍 直接从床上走下去 连鞋子都来不及穿 紧接着婉婉走到自己四哥的身后 就听见了苏云芝的声音 名额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你了 苏云芝神情有些激动 以至于婉婉站在她身后 都没有发现 婉婉歪着头 仔细听着电话里面的声音 只见对面嘲讽了几句 婉婉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小团子直接用手拉了拉苏云芝的上衣 苏云芝话音一顿 下意识低下头看向了婉婉 婉婉 苏云芝第一想法是挂断电话 然而婉婉却趁着她低下头的时候 一把抢过了手机 婉婉看着上面显示的异常串电话 生气道 哼 我告诉你 是我四哥的东西 我苏婉婉一定会帮我四哥抢回来 等我回去以后再来收拾你 对面的人 苏云芝 苏云芝垂眸 看着婉婉的样子 觉得小姑娘比她想象中还要彪悍一点 婉婉比苏云芝还要生气一些 小团子气呼呼地挂断了电话 但是生气归生气 遇到这事 婉婉觉得自己四哥 才是最难受的 于是 小团子深吸了一口气 紧接着捏紧自己的拳头 恶狠狠地说道 四哥 你不要害怕 等回去以后 婉婉一定帮你教训他们 苏云芝眼眶一热 婉婉觉得自己四哥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 脸色有些慌张 赶紧道 四哥 四哥 你别哭啊 婉婉仰着头看她的模样 实在是太搞笑了 苏云芝本来还酸胀的内心 顿时被婉婉这一跺脚 给弄得笑了出来 隔日 婉婉起了一大早 兄妹几人 在巨省的最后一天 去看望了宋家夫妇和怡光炫 宋家夫妇因为被救以后 还没有反应过来 再加上还要入院观察 一直没有来得及感谢婉婉 没想到 他们还没去感谢小孩 小孩自己却来了 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两只大鹅 宋家夫妇 看着那两只油亮亮的大鹅的时候 嘴角一抽 但是婉婉长得漂亮 今天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小短裙 脸上还带着一点红韵 宋夫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小孩 一时间盯着婉婉不肯移开 婉婉走到病床边 上下打亮了一眼宋夫人 宋夫人满眼如秋风 眉毛是标准的柳叶眉 小团子看了一眼 不由自主地赞叹道 宋阿姨 你长得可真好看 宋夫人今年四十出头 然而皮肤保养得很好 根本看不出已经到了四十的年纪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和宋安和站在一起 那绝对是会被认为姐弟的 婉婉真心实意 但是这句话可算是说到了宋夫人的心里面去了 宋夫人看着婉婉 脸上立马露出了一抹笑 这是这么多天 她迎来的第一个笑容 你就是婉婉吧 苏婉婉嗨了一声 我叫苏婉婉 宋夫人没想到婉婉这么不怕生 心里面又多喜欢了一分 她年轻的时候就想要生个女儿 但是他们宋家没这个福气 接连两胎都是儿子 这会儿看着奶诺诺的婉婉 心里羡慕起苏季周起来 苏家能有这么个小姑娘 也是他们家的福气 临走的时候 婉婉留下了大鹅 但是大鹅的四肢腿 是被她吃掉的 宋夫人看着婉婉吃得高兴 又送了不少吃的 一路上 婉婉一手拿着一个鹅腿 在路上吃着走 等来到怡光炫的病房时 正好碰到医生查房 一同前来的 还有老中医蒲之贤 蒲之贤看着婉婉眼神一亮 老人语气中带着一丝恭敬 对着院长介绍道 院长 这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小孩 院长闻言 抬眸看了过去 紧接着嘴角一抽 他实在是想不出来 天天被蒲之贤挂在嘴里的小天才 竟然是个一手拿着鹅腿大口啃的小孩子 就这一看 院长的滤镜 直接碎了一地 他似乎以为是蒲之贤老眼昏花看错了 道 你确定 蒲之贤抬了抬自己的老花眼镜 又看了一眼婉婉 十分肯定道 我确定啊 婉婉的小嘴上 此时此刻 还全部都是油脂 听到蒲之贤向自己领导介绍自己 婉婉赶紧擦了擦嘴 认真道 领导你好 我叫苏婉婉 看着婉婉挺着自己的小肚子 一本正经地介绍自己 院长内心仍然久久没有回复 但是一想到之前 蒲之贤跟他说了一光炫的情况 院长也不禁好奇了几分 婉婉 爷爷想问问你 这针灸你学了多久 婉婉立马伸出一个手指头 院长皱了皱眉头 才学了一年 婉婉摇摇头 不是是一个月 院长顿时露出了一副 你开玩笑呢的表情 就连躺在病床上的 一光炫身体也是一颤 开始庆幸自己运气好 婉婉看着大家这么震惊的模样 小团子道 我师父说我在学艺方面有天赋 所以学得比较快 一个月就出师了 婉婉的确没觉得 在其他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这些问题上 会有什么难度 院长虽然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还是忍不住问 那你平时练习 都是拿什么东西 吓真的 笑天犬呀 说到这里 小孩子不禁有些骄傲 忍不住道 领导 你都不知道 以前笑天犬可傻可傻了 老对着我翻白眼 经过我一年多的治疗 他从傻子变成了正常狗子的水平 狗 狗 院长一时间以为自己听错了 对啊 晚晚下意识在空中摸了一下 这才想起来 笑天犬在医院门口进不来 我们家笑天犬可厉害了 别看他这么肥 实际上跑得贼快了 院长脸色通红 气血上涌 狗的身体和人能一样 晚晚想了想 认真说 是不太一样 不过扎坏了再多扎两针 就正常了吗 院长总算是明白 晚晚师父为什么说 别人都不敢下针 就只有晚晚敢下了 这哪里是敢不敢下针的问题 这分明是小团子虎的问题啊 这要是针在医院里 小孩估计要被病人的家属 轰出医院 但是 晚晚自从上次从医院离开以后 又教给了蒲之贤一套 治疗新衰竭的针灸方法 蒲之贤回去研究了两天 竟然发现 这套针法的可行性很高 今天早上 正好送来新衰竭的一个急症 本来都准备让病人家属 签病危通知书了 但是蒲之贤想到了晚晚的方法 在得到家属同意后 没想到 真的把人给救活了 对此 院长表示很感激 虽然 小孩是无偿赠送 但是院长不可能一点表示都没有 道 晚晚 等你长大以后 如果要来工作 只要资格挣齐全 我们医院永远都给你留位置 他们医院在省内排名第一 不少医生挤破了脑袋 都想进来 只要医院有了这个承诺 晚晚以后的工作和名利 完全不用愁了 然而晚晚却听得头皮发麻 睁大了双眼 看着眼前的院长 他见过活菩萨 还是第一次见活严妄的 他这才多少岁啊 竟然就想让他打工 晚晚赶紧把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忍不住道 不用了 不用了 领导 你是不知道 我学习可差了 以后肯定是考不上大学的 我还是适合在家里 当米虫 不适合上班 晚晚似乎是怕院长 现在就要把他抓起来上班一样 连忙拉着三哥哥哥跑了 众人 院长看着晚晚慌不择路 同手同脚跑步的样子 实在是没忍住笑出了声 小孩就是小孩 不管多么逆天 总归有害怕的东西 出了医院以后 晚晚拍着自己的胸口 发誓 这辈子都不会来聚声了 一想到自己要上班的模样 晚晚差点挖的 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晚晚撅着小嘴 一抬眼 结果发现 原本蹲在医院外面的笑天犬 此时正被一个男人驱赶 晚晚这下子 哪里还顾得上伤心 赶紧跑了过去 晚晚一把把晚晚拉到身后 昂着头 看着眼前的男人 你干什么 男人一身黑衣 脸上有些不耐烦 我干什么 男人很生气 这狗是你的吧 刚才大家都看见了 是你家的狗想咬我 不可能 笑天犬平时虽然很凶 但是绝对不会突然攻击人 而且男人身上也没有受伤的痕迹 到时他刚才过来的时候 看见男人手上拿着棒子 差一点就把笑天犬给打了 晚晚插着腰 那你说说 我的狗为什么要咬你 男人一顿 眼睛里明显闪过一丝心虚 但是一想到自己刚才差点被狗咬了 顿时硬气起来 我哪里知道 谁知道这么大一条狗是不是疯狗 我告诉你 赶紧赔我费用 你看到我的手 都被咬成什么样了 晚晚一听 没想到笑天犬是真的把人咬了 紧接着目光看向男人的手 晚晚一愣 啥也没有啊 男人手上别说是血了 就连印子都没有一个 我知道了 你就是骗钱的骗子 笑天犬应景地汪汪两声 医院门口的保安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道 你一个大男人欺负一条狗和小孩子算什么本事 明明是你先吐狗口水 怎么到你最里面就成了狗仙冻嘴了 你倒是说说是诗冻的嘴啊 一旁路过的人也看不下去了 也纷纷道 对啊 明明是先朝着那黑狗吐口水 而且人家都没靠近你 是你想要用棍子打狗 人家狗才咬你的 对啊 人家是狗子 不是傻子 难不成还站在原地挨打不成 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晚晚听到大家的话 脸上的神色越来越生气 你也太过分了吧 晚晚忍不住道 我家笑天犬惹你了呀 男人没想到 有这么多人都对着他吼 一时间无地自容 他低下头 下意识看了一眼 还在吐着舌头的大黑狗 没忍住 还想踹一脚 然而晚晚看准了男人的动作 当男人抬脚的时候 小团子也抬起脚 男人被晚晚踢中了小腿 直接啪哒一下 落在了水泥地上 男人膝盖传来一阵剧痛 但是迎来的是众人嘲讽的目光 哼 晚晚生气地捏着拳头 威胁道 再让我看到你欺负狗 我下次直接打抱你的狗头 男人膝盖跪在地上 半天起不来 人群中已经聚拢起来 正当晚晚准备给男人一点教训的时候 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 也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她看见自己儿子竟然跪在地上 场面十分尴尬 这下子 老太太可不干了 直接插着腰 对着苏婉婉一阵破口大骂 这个狗又不是人 你竟然为了这个畜生 打我儿子 报警 我要报警 苏承奇看见老太太说着 就要打他妹妹 直接上前一步 当老太太的手高高扬起的时候 却被苏承奇架在了半空中 晚晚听了老太太的话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老人 他实在想不到 竟然还会有人是这种思想 笑天犬才不是你口中的畜生 他是我的家人 他还是我的好朋友 我家的狗比你儿子要高过一百倍 要是笑天犬能说话 说不定你儿子考试的时候 笑天犬跟他一间考场呢 还有 你儿子才是畜生 晚晚一张小嘴能说会道 老人拿晚晚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 我什么我 子不教 父之过 你儿子爹死了 那就是你这个当妈的没交好 你回去倒是问问你的街坊邻居 哪家的儿子会无缘无故打狗的 那家老公会打女人的 说畜生都是抬举你 和你儿子了 我看你们两个 就是社会的渣子 败类 我现在跟你呼吸同一片空气 我都觉得恶心 哦 晚晚的小嘴扒拉个不停 原本打算来看看热闹的人群 当听到晚晚杂杂呼呼说了半天之后 不知道是谁突然鼓掌 说得好 小姑娘你说得太棒了 跟这种人呼吸在同一片天空底下 实在是太恶心了 同时 人群中也有人认出了男人 赶紧道 我认识他 他是我们小区的 上次我看见 他老婆身上 还有很多烫伤 还有瘀青 不会是打老婆吧 我也见过他 他之前还因为家暴被拘留过 真的是垃圾 自己没本事还打女人 真丢男人的脸 男人想要马上离开 可是膝盖上的疼痛 让他直接站不起来 有些人越想越气愤 直接拍了视频 老太太更是直接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对着男人的脸录制视频 用着最大的嗓门 大声道 看看 看看 这个就是家暴男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男人哦 男人被人拍了 只能用手挡住自己的脸 晚晚见此 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 只是冷冷地看着眼前的二人 你们的报应才刚刚开始 话音刚落 男人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 婉婉脸上的笑容更大了 结吧 男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到婉婉的笑容 全身的血液就像是突然凝固起来 男人的手不自觉地拿起手机 哆哆嗦嗦点击了接听 刚拨通 对面就传来了一阵冰冷的女声 你在哪儿 说话的是男人的妻子 如果是以前 男人肯定会先说几句女人的不是 可是现在他看了一眼婉婉 吞了吞口水 道 我 我在医院 哦 那你记得早点回来 好好 回来的时候 记得把行李箱上面的离婚协议书签了 以后就不要来我家了 男人梦了 好几秒之后才反应过来 忍不住问 你刚才说什么 女人那边没说话 忽然吃笑一声 随即挂断了电话 男人此时 哪里还顾得上身体上的疼痛 终于从地上爬起来 然而刚爬起来 护士突然从人群中出来 神色有些慌张 张先生 刚才你妈把报告拿错了 这个才是你母亲的 男人在猛逼中 接过报告单子 结果低头一看下面的报告结论 忍不住眉头一皱 初步判定肺癌 这是什么意思 一旁的老人听了 脚下瞬间就站不住了 忍不住大声呵斥呵斥道 什么肺癌 我看你长得像肺癌 护士一听 心里有些委屈 这位老太太 自己去拿报告的时候 直接把别人的那一份给拿走了 她好心给人送过来 连结果都没来得及看 就被莫名其妙骂一顿 尤其是老人 看着检查报告 一个不高兴 直接把片子 重新扔回了护士的怀里 护士的脸上 顿时划了一道红色的痕迹 你有问题 就不能找医生吗 你自己 把人家的报告拿了 别人在后面一直喊你 结果你 什么都没有听到 这怪谁啊 还不是怪你自己 护士心里 又默默地说了一句 活该 仅存的理智 让她没有把这话 从嘴里说出来 可是 老太太却觉得自己 受了天大的委屈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甚至直接坐在了地上 手不停地拍在地面 一边对着护士 和婉婉指指点点 婉婉看着老人 额头上的黑色的浓雾 此时此刻 这些浓雾 正在慢慢地聚拢 越来越多 小孩可不像护士那样 对病人还有一点尊重 想到什么说什么 你儿子家抱难 你自己苛刻儿媳妇 自己做的 就要自己瘦着 这还只是开始 不到一个月 你儿子都会离开你 到时候 连给你收尸的人都没有 老人坐在地上 听到婉婉的话 顿时连哭都不会了 你说什么呢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婉婉昂着自己的脑袋 你敢撕我 我就敢让笑天犬咬你 说完 婉婉身后的笑天犬 慢慢地从婉婉身边 走了出来 露出了自己锋利的尖牙 和平时不一样的是 笑天犬此刻的眼神凶狠 嘴巴的口水 滴答滴答地往下掉 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 竟然有了一分狼性 苏家三兄弟 同样站在了婉婉的面前 没有任何批评 也没有说一句话 只是面色不好 好像眼前的老人 要是真的赶上前一步 他们就能把眼前这人 直接给伴了一样 尤其是苏承奇 他是兄弟几人中 长得最高的 断媚让他的眼神 多了一丝力气 以至于老人看见后 忍不住站立了一下 你 你们 老人和男人 瞬间落荒而逃 婉婉嘴角忍不住 扯出了一抹笑容 这种人 就应该让人教训一下 才会长记性 等老人和他儿子离开以后 婉婉回过头 忍不住摸了摸 笑天犬的脑袋 有些紧张兮兮地问道 笑天犬 你有没有事呀 笑天犬不得不承认 此时此刻 他特别感动 小团子没有觉得他惹事了 反而在事情发生的时候 坚信自己没有咬人 甚至还在事情结束以后 还担心自己的身体 笑天犬正准备汪汪两下 然而下一秒就看见 婉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拿出了一根金针 乃诺诺地说 笑天犬 你要是身体不舒服 我给你扎一扎吧 笑天犬 果然 不能对苏婉婉抱有太大的幻想 不靠谱 就是不靠谱 苏云芝在一旁看着笑天犬的模样 觉得狗神了 尤其是那双眼睛十分灵动 婉婉说的话 似乎都听得懂 回到酒店 兄妹四人开始收拾行李 而今天在门口的闹剧 被不少人发到了网上 在网友们还在看瓜叔没熟的时候 一个自称视频中男人妻子的女人 在网上实名举报男子家暴 甚至还用人声威胁自己 一波激起千层浪 不少网友都炸开了锅 同位男人 我感觉到了丢脸 吃女方的 用女方的 就连工作也是女方帮忙找到 真的不知道 这个男的哪里来的脸面家暴 这男人 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纯路人 我只想问 难道不牵绳不能被骂 而且 男人不是说了他被咬了吗 男方有错 但是那个骂人的小姑娘 就没错了 这么小就出口成脏 我觉得 做父母的也有问题 我也觉得 那狗这么大 看着也太吓人了 遛狗不牵绳 就是社会渣子 楼上的各位 你们搞笑了吧 医院是不能带狗进去的 而且 狗身上有绳子 说明 人家平时都是牵绳的 再说了 视频里面明显是男人要打狗 要是没看清楚视频 麻烦再睁大你们的狗眼看一看 哼 就算是男人打狗 但是视频里面的小孩 一来就指责男人 说白了 就是没教养啊 M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视频里面是我们晚晚吧 众所周知 小孩是小孩 晚晚是晚晚 狗是狗 笑天犬是笑天犬 以前摸过笑天犬 不算温顺 但是绝对不会咬人 而且特别听晚晚的话 很快 医院的官博 也发现了这个消息 他们赶紧调出了医院周围的视频 视频里 晚晚牵着笑天犬 然后把绳子 挂在了一个小树丛里面 没一会儿 一个瘦高的男人 就从医院出来 正好坐在草坪边缘的瓷砖上休息 一转眼 就看见了趴在草丛上 休息的笑天犬 男人看了笑天犬很久 然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找来了一根手腕粗细的木棍 一言不合就打了下去 笑天犬反应很快 叼着自己绳子就跑了 男人看见狗竟然跑了 嘴上骂了好几句 监控视频里 全部都是嗶嗶嗶的消除印 大家看了视频 心里面跟明镜似的 哼哼 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没有教养 本来就是啊 笑天犬自己就趴在草坪上 差一点就挨了一棍子 说他没家暴 我肯定是不相信的 这种人赶紧跟他离婚 男人的妈 也不是一个好东西 感觉全天下 都应该依着自己儿子一样 网上的声音越来越大 男人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工作 结果被领导看见 刚回公司 直接就被开除了 而他老婆 也根本不让他进门 一时间 男人无路可去 但是这些 晚晚一点也不关心 晚晚此时已经和几个哥哥 提前回到了帝都 宜光炫仍然需要在医院观察 几天才能回来 老人怕耽搁自己徒弟的训练 知道他们要回去之后 很早就下了命令 让苏云芝没有拿到冠军 就不要回来见他了 然而苏云芝听到这话的时候 眉头却皱了皱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自己老师 说自己比赛的事情 私人飞机落地之后 苏云芝和老父亲和老爷子 匆匆吃了一顿饭之后 就赶往了体工队 离开之前 晚晚还专门给苏云芝 画了很多的符录 苏云芝已经不是第一次 收到晚晚送的符录了 可是每次看见以后 都感动不已 苏云芝把晚晚送的东西 稳稳地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随即交代了几句 就离开了苏家 晚晚看着自己 四哥离开的背影 微微叹了一口气 苏继周好不容易盼天盼地 盼回来了自己女儿 还没等要两个亲亲 就听见了自己女儿的叹息声 怎么了 晚晚抬起头 看着自己老父亲 什么都不知道的眼神 张了张口 最后又摇了摇头 哎 说了你也不懂 苏继周 小团子摇头晃脑的样子 像是一个小大人一样 苏继周垂眸 看着还不及自己 腰高的晚晚 忍不住戳了戳小孩子的脑袋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我怎么就不懂了 晚晚忍不住睁大了眼睛 爸爸 你这么重口味啊 苏继周一时间 没跟上晚晚的节奏 晚晚极度说 爸爸 你吃的盐巴 竟然比我吃的饭还多 那你也太厉害了 要是换成其他人 指不定五十岁就被酷死了 没想到 爸爸你竟然还没有死 果然是福大命大 苏继周嘴角一抽 他就知道自己女儿嘴里面 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晚晚看着自己爸爸受伤的眼神 然后就当做没看见一样 小孩昂着脑袋 扯了扯自己爸爸的裤子 道 我明天要去四哥的体工队 爸爸 你明天送我过去吧 苏继周听见 晚晚竟然有求于自己 脸上顿时露出了一抹笑容 想都不想 直接点了点头 好啊 明天我就带你 去你四哥的 你再说一遍 苏继周一时间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晚晚不明所以 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不解 怎么了 苏继周以为自己女儿 不了解训练基地的规矩 于是解释道 你四哥是封闭式训练 我知道的呀 晚晚点了点头 我四哥出不去 但是我可以进去的呀 晚晚说的一本正经 老父亲差一点就相信了 但是 女儿想要去体工队 老父亲说什么 也要想办法让女儿过去 于是当天晚上 国家队的教练 就接到了好几个广告代言 这可把教练高兴坏了 练体育 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冠军永远只有一个 而练体育的 又有多少 甚至许多练体育的 都是千军过独木桥 除了单薄的固定工资外 在退役后 几乎没有什么收入 一个广告 几十万几百万 足以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这一下子 接了好几个代言 教练能不高兴吗 虽然训练重要 但是利用两三天的时间 拍摄几个广告 教练在权衡之下 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 苏继周让公司的广告团队 去了体育队 老父亲工作忙 没办法陪着婉婉 因此 把婉婉 拜托给了拍摄广告的导演 导演一听说 老板的女儿 也要一块去 有些忐忑 但当他接到婉婉的那一刻 导演瞬间放心下来了 不为别的 实在是小团子 实在是太乖巧了 瞧瞧他可人的模样 要不是人家的爸爸还在面前 不然他还要忍不住巴唧两口 导演名叫金导 婉婉觉得这个金导 看起来和之前的饭桶导演的肚子一样大 婉婉还是挺喜欢这个导演的 当房车稳稳地停在体育队以后 婉婉第一个就跑下了车 这时候 教练以及其他的队员都已经出来了 在门口接待的教练是花花队的副教练 名叫林满江 金导 你好你好 林满江赶紧上前一步 对着金导一阵的寒暄 就连患有社交牛逼症的金导 都被林满江的态度给热情到了 然而 只有婉婉皱着眉头 很快 林满江也看见了 站在金导旁边的小团子 小团子白白嫩嫩的 两颊旁边带着淡淡的红润 只不过此时婉婉小嘴抿着 看起来有些困惑 这事 林满江并不认识婉婉 只不过一想到等会儿拍摄现场 还有一个小孩 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这是我们老板的女儿 叫苏婉婉 林满江一听 原本皱着的眉头 顿时舒缓下来 原来是婉婉 林满江脸上 笑得都快出褶子了 正当林满江想要蹲下来 揉一揉婉婉的脑袋的时候 小团子突然后退了两步 林满江笑容一顿 脸上带着一丝尴尬 惊倒不愧是人惊 赶紧解释道 小家伙不太喜欢别人碰她 林满江 别以为她没有看到苏婉婉 刚才眼里面的嫌弃 只不过看着婉婉 林满江心里再大的怨气都忍了下来 眼下心中的不爽 回过头 看向人群中的人 道 林满 你过来 紧接着 在人群中就出现了一个瘦高的男人 瘦高的男人头上抹了发胶 脸上白净 然而周身气质不足 婉婉只是看了一眼 就把目光移开了 倒是林满江呵呵一笑 对着婉婉介绍道 婉婉 这是林满哥哥 等会儿就让林满哥哥带你去玩好不好 林满江是林满的大伯 平日里没少给他开后门 这时候 自己大伯让自己照顾一个小孩 林满在短暂地猛逼后 立马反应了过来 虽然心里面抗拒小孩 但是一想到等会儿这个祖宗高兴了 只不定单独让他拍摄一个广告 这么想着 林满多了一丝诚意 男人蹲下身 认真地看着婉婉 婉婉 你好 我是林满 等会儿 哥哥带你去滑冰好不好 婉婉一听 忍不住上下打量了面前的这个男人 眼睛有些小 有些贼眉鼠眼 嘴唇单薄 看面像是个小家子气的人 明明一点都不喜欢自己 为什么还要用一副很欢迎他的模样说话 婉婉不太懂大人的世界 小孩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 对着林满就摇了摇头 不好 林满脸上的笑容一僵 他长得不算丑 平时在队里面也不会有人拒绝自己 因为他的大博士副教练 大家都不敢得罪他 这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被人拒绝 男人自尊心受伤 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 婉婉诚实地回答道 你丑 不仅如此 婉婉能够看到林满江和林回身上 隐隐约约带着一丝阴气 说明这二人并不是什么好人 近期之类避倒大霉 婉婉转过头 拉了拉金岛的裤子 昂着自己的小脑袋 大左叔叔 不对 大倒叔叔 我们赶紧进去吧 这里这么多人 没一个是他四哥的 婉婉此时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去找自己 四哥了 婉婉可是一群人里面的小祖宗 他都发话了 金岛当然要听 虽然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间当大左了 路上 金岛抱着婉婉 他们身后跟着体工队的运动员 还有拍摄组的人 婉婉一路上东看看 西看看 愣是没有找到自己四哥的身影 小团子忍不住问道 队里的人都到这里了吗 林满江虽然不知道 苏婉婉为什么这么问 可还是点了点头 都在这里了 说完 根本不给婉婉开口的机会 对着金岛道 金岛 您看时候也差不多了 今天上午把人选出来 下午我们就进行拍摄 说完 林满江对着灵回招了招手 笑容更加灿烂了 这孩子拿了好几次银牌了 并且积分已经达到了参加冬奥的名额 你看 让他单独拍摄一个广告怎么样 金岛还没说话 婉婉就忍不住问道 好几次银牌 那他没有拿到过金牌吗 他四哥可不一样 苏婉芝每次都是金牌 六哥说自己四哥在全球积分排名都排到了前五 十分有机会拿到全球的冠军 这灵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明明每次都拿着银牌 还高傲地差点把鼻子给扬到天上去 婉婉都替灵回感觉到丢人 而婉婉的话 让灵回有些尴尬 婉婉的话 就像是童言无忌 可是在灵回的耳朵里 却如同讽刺一般 男人紧紧地捏紧了拳头 额头上布满了青筋 婉婉 你生气了 婉婉一脸疑惑的样子 瞬间让灵回泄了气 心里不断地告诫自己 绝对不能跟一个小孩子计较 正当他要说话的时候 婉婉却走到了他面前 认真说 你就不要生气了 毕竟你这辈子都拿到不到冠军 要是这都生气 那你以后每次都拿不到冠军 那岂不是要被气死 你还年轻 可不要这么早就死了 灵回原本消下去的怒火 瞬间蹭蹭蹭地往上涨了起来 你说什么 灵回说着 就忍不住想要抓婉婉的衣领 好在林满红反应都快 赶紧拉住了灵回的手 扫向灵回的时候 眼神带着一丝严厉 灵回后背瞬间冒起了一丝冷汗 等彻底理智以后 才发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蠢的事情 林满江比灵回更早开口 婉婉 灵回是新生代最厉害花花选手了 而且 这次也是代表咱们国家出去参加比赛的 短短一句话 瞬间就把灵回拔高了一劫 然而 婉婉眉头皱得更深了 就她这个水平 还要代表国家参加比赛 婉婉一副你逗我的模样 瞬间让林满江和灵回二人 气不打一出来 灵回一口气上不去 差点气得吐血 金导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小祖宗 把人给得罪了 赶紧打圆场 好了好了 咱们先拍摄 林满江气不打一出来 但是苏婉婉的身份 他们根本不敢惹 要是真追究下来 倒是显得他们小气了 苏氏集团本来旗下就有运动品牌 每年也会找运动员拍摄广告 只是今年提前了一些 金导找了几个在花花界比较出名的选手 进行拍摄 但是唯独没有灵回 当所有人都已经去准备了 灵回看见竟然没有自己 一时间脸都绿了 林满江也没有想到 名单里面竟然没有灵回 忍不住问道 金导是不是弄错了 不是说这次拍摄广告 一共要选十个人吗 金导点了点头 是的 还有一个叫苏云芝 对了 苏云芝是还在训练吗 怎么没有看见他 金导和苏云芝合作过好几次 苏云芝长得好看 他拍摄的广告 产品比其运动员代言的东西 要多卖好几倍 这次他来 也是特地给苏云芝 留了一个拍摄位置 最重要的是 苏云芝是老板的儿子 肥水不流外人田 至于灵回 金导在拿到名单以后 也考虑了一下 灵回在花华上 也拿到了很高的评价 长得也不算丑 但是他不是看不出来 小祖宗不喜欢灵回 要是他让灵回拍摄 被苏家这位小祖宗知道了 回去告诉老板 他欺负人怎么办 老板可是公司里面 出了名的宠女狂魔 朋友圈里天天晒女儿 前几天婉婉去巨省 老板在朋友圈天天阴梦 简直没眼看 金导不怕得罪灵回 解释一通后 根本不管灵回怎么样 直接带着婉婉 去了拍摄现场 拍摄现场内 灯光师已经在布置场景了 婉婉坐在椅子上 左手和右上 都拿着两只冰棍 一边一口 场内都是冰 根本不用开空调 都能感觉到冰凉 婉婉一早就给苏云芝发了消息 然而自己四哥 根本没有回复 于是 小家伙忍不住掐指算了算自己四哥此时的位置 金导在拍摄场地上 忙得脚步粘地 根本没有注意到 婉婉从椅子上爬下去 婉婉出了训练场 一出去就感觉到了空气中的炎热 婉婉抬眼看向太阳 然后又看了看周围的香樟树 原本早上还没绿色的香樟 此时叶子都卷在了一起 草坪上的鲜花和小草 全部都粘趴了 婉婉觉得 这天实在是太热了 于是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了一张黄色的符纸 然后贴在了自己的脑门上 婉婉瞬间就觉得 自己身上凉快了不少 然后符纸太大 婉婉脸太小 符纸遮住了婉婉的目光 没走两步 啪哒一下就摔到了地上 苏婉婉 婉婉慢悠悠地从地上爬起来 紧接着默默把脑门上的符纸收了起来 然后贴在了自己的衣服上 发现清凉服贴在脑门和衣服上的效果一样后 婉婉后知后觉 自己好像有点傻 似乎害怕 有人发现自己刚才跌倒的糗样 婉婉从地上爬起来后 屁颠屁颠地就往运动员的公寓跑 婉婉走到大厅 就看见保安大叔正呼噜呼噜地睡大觉 以至于小团子大摇大摆走了进去 保安大叔都没有发现 婉婉只能算出自己四哥的大概位置 自己四哥在几楼 婉婉并不知道 因此一层楼一层楼地找 此时大部分都去训练 或者去拍摄去了 婉婉都找不到人问 正当他打算回去问问林满江 自己四哥住哪里的时候 小团子突然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声音和名字 婉婉正好走在楼梯的转角处 听到有声音 赶紧探出了一个脑袋 只见林满带着一群人站在一扇门前 与其带着嘲讽 苏芸芝 你自己就好好待在里面吧 今天别想出来了 婉婉皱了皱眉头 刚才他清楚地听到了自己四哥的名字 小团子突然想起了 在巨省的时候 给自己看四哥打电话的声音 这嘲讽的声音 和那天电话那头那人的声音 逐渐重合 婉婉睁大双眼 不可思议地看着林满 怪不得他看不上林满呢 原来是欺负他四哥的元凶 他还没冲出去 就听见林满踢了一脚房间的大门 继续道 今天有人找你拍摄广告 我舅舅已经替你签约了 今天你要是没有去拍摄 就等着赴违约金吧 林满身边的人一听 赶紧道 回哥 把人锁起来多没意思 苏芸芝抢了您的代言 还不如拉出来打一顿解气 您说对吧 这下子 婉婉哪里还能忍得住 直接从楼梯口冲了出来 一只手捏着拳头举过头顶 众人听到声音 齐齐往婉婉的方向看了过去 然后看见一个穿着小裙子的孩子 哒哒哒往自己这边跑 毕竟才见过 大家几乎都是认识苏婉婉的 林满看见苏婉婉 一时间愣了一下 婉婉 你怎么来了 苏婉婉撅着小嘴 不高兴地道 你叫谁婉婉 谁让你叫我的 小姑娘的脾气大 尤其是眼前的男人 竟然还想把自己四哥打一顿 婉婉走到公寓门的门口 二话不说 直接就是一脚 然而 公寓的大门是铁座的 婉婉低脚都没有把门给踢开 小团子更加不高兴了 对着林满道 你赶紧把门打开 林满可算是知道这小祖宗 为什么这么不高兴了 但是一想到等会儿 把苏婉芝放出来 对方肯定能拍摄广告 那么自己就彻底没有机会了 林满给自己身边的小弟 使了一个眼神 小弟一看 立马明白了林满的意思 婉婉小姐你是不知道 这个苏婉芝平时孤傲的不行 而且经常不合群 平日里没少欺负我们回哥 这次我们也只是给他一个教训 让他常常记性 其余小弟一听 也纷纷附和道 对啊 我们也是让苏婉芝常常记性 不然的话 他都快不知道 整个体工队到底谁是老大了 婉婉可算是明白了 眼前这些人 竟然是想要排挤他家四个 常常记性 小团子冷哼一声 你说常常记性是吧 众人不明所以 面面相去 婉婉撸起拳头 二话不说 跳起来打在了林满的脸上 林满没觉得多疼 只觉得自己脸突然抹了 等他反应过来 已经倒在了地上 林满身边的小弟都猛逼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刚才跳起来 能有一米二的苏婉婉 林满只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李智已经被怒火侵蚀 苏婉婉 你他妈有病吗 我有病 婉婉走了几步 直接把林满摁在地上 啪的又是一声 我四哥你也敢欺负 是不是觉得我苏家没人了 上次电话里面的话 你是不是忘记了 我说了 要回来收拾你 你还记不记得 林满脸色顿时涨红 想到前两天 他打电话炫耀名额的事情 对面的确是传来一阵 小孩子凶巴巴的声音 此时记忆中的声音 和玩玩此时此刻的模样 顿时重合起来 你 林满大脑飞快转动 顿时冷汗直流 他之前就觉得有些怪异 可直到现在才反应过来 这两人都是一个姓氏 并且苏婉婉和苏云芝也有一两分相似 早就应该想到的 也怪苏云芝平时一句话不说 以至于在体工队这么久 他们都不知道 苏云芝竟然是首富的儿子 此时此刻 林满有些害怕了 同时他明白 自己和苏氏集团的代言 已经无缘 林满嘴角裂开 想要说什么 结果下一秒 骑在他身上的小孩 直接抬起拳头 呼的一下 又是一拳 啊 林满左边的眼睛 顿时痛得睁不开 眼睛里感觉有无数的星星在闪耀 以后别让我看见你 要是让我知道你在欺负我四个 我把你从体工队的大楼上丢下去 说完 晚晚从林满的身上爬下去 钥匙 林满这次不敢拒绝 赶紧拿出钥匙开门 而公寓里面的苏云芝 早就听见了自己妹妹的声音 没过多久 原本被反锁的公寓大门的钥匙孔内 传来一阵开门的声音 一开门就看见林满脸上青一块红一块的 还没等他看见婉婉 婉婉自己就像是小炮弹一样冲了过来 苏云芝作为一个花花选手 虽然身体轻瘦 然而身上却全是肌肉 小团子冲击力不小 苏云芝第一次接婉婉没有经验 要不是自己身体强悍 不然的话 到时候 他得跟小团子一起滚在地上 苏云芝顺势把婉婉抱了起来 忍不住问道 婉婉 你怎么来了 婉婉 我跟爸爸说了 要来看你 爸爸答应了 所以今天我就来看你了 说着 婉婉的目光看向了眼前的灵婉几人 其中有好几个都是这次的代言人 婉婉心里面感觉到厌恶 道 哼 你们竟然敢欺负我四哥 等我回去就告诉爸爸 让他以后都不跟你们合作了 今天你们欺负我四哥的事情 我也一定要告诉你们教练 对于婉婉来说 告状才是正确的解决的解决方法 灵婉听到要告诉林满江的时候 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然而苏云芝却眸光一暗 道 婉婉 这件事哥哥会处理的 婉婉一听 就知道是自己四哥要亲自收拾这群人 想也不想地点了点头 好呀 我还怕四哥 你脾气好不舍地告状呢 要我说 像他们这种人 就不配当运动员 连公平竞争都做不到 婉婉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 可是灵婉等人 心里跟明镜似的 灵婉心里多有不爽 可现在得知苏云芝的身份 他只能憋在胸口 而且 这些年他做的事 灵婉的脸色顿时苍白起来 婉婉 我们和你哥哥之间 可能有些误会 婉婉嘴角一抽 误会 能有什么误会 我眼睛又没瞎 别以为我不知道 就是你喜欢欺负我四哥 苏云芝平时就是一个闷葫芦 和队友话题不多 甚至住在一个宿舍 也没说过几句话 灵婉从小就是练习花滑的 一直都是 作为全球冠军来培养 谁知道在18岁的时候 杀出了一个叫苏云芝的选手 甚至还空降了一个叫 宜光炫的总教练 这师徒二人 总是会压着他 和他大搏一头 最开始的时候还好 灵婉忌惮苏云芝 因为苏云芝的天赋和努力 远远在他之上 花滑的比赛并不多 但是宜光炫却到处为自己 徒弟争取机会 短短半年 就在世界上展露头角 而他 仅仅只是一个全国冠军 然而苏云芝对花滑十分痴迷 对于他的挑衅 就跟看不到一样 灵婉只觉得自己一拳头 打在了棉花上一样 只是在半年前 苏云芝在花滑上连续失误 这也让他都有出头的机会 他运气很好 几乎把苏云芝所有的荣耀 都拿在了他的手里 即便苏云芝的全球积分远超于他 可是最后 林满江仍然把唯一一个比赛名额 让给他 好久没有看见 苏云芝春风得意的样子 以至于今天才 做出了这么冲动的事情 灵婉有些后悔 尤其是发现 孟葫芦竟然是苏家的少爷 一股冷汗 顿时从林满的身上流了下来 苏云芝却好像没有看见他一样 抱着婉婉 就往公寓门外走 留下来一脸猛逼的林满和小弟们 回 回哥 婉婉小姐和那个梦葫芦认识 苏云芝竟然是婉婉小姐的亲哥哥 有的人则是十分生气 这苏云芝怎么回事 竟然都不说 他竟然是苏家的公子哥 要是我们知道了 那人说了之后 便没有了声音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此时大家面露慌张 林满此时 昨眼已经睁不开了 黑着脸 看着有些滑稽 男人看着苏云芝离开的背影 沉着声音道 苏云芝平时和我们根本不交流 我们没有理由欺负和孤立他 今天的事情 也只是一个误会 众人一愣 反应过来以后 缓缓地点了点头 京岛这边 他准备正式拍摄的时候 忽然发现 小祖宗竟然不见了 京岛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问了在场的许多工作人员 都说没看见人 林满江听说婉婉不见了 顿时皱了皱眉头 婉婉小姐不会丢的 体工队这么大 说不定调皮去什么地方玩去了 要不我们还是先拍摄吧 不要浪费孩子们 接下来训练的时间 京岛听了以后 心里面有些不高兴 但是也知道 运动员们的训练十分重要 只是大家都没有看见婉婉出去 他实在是没有心情进行拍摄 于是耐着性子解释道 婉婉不在这里 我有些不放心 还是把孩子找到再说吧 话音刚落 京岛目光就看向了大门口 婉婉 京岛看见婉婉 赶紧小跑上前 大左叔叔 婉婉也是激动地 朝着京岛挥了挥手 至于京岛自动忽略了 婉婉给他取的名字 而是把目光看向了 抱着婉婉的男人 四少 苏云芝点了点头 语气有些冷 回复道 京岛 苏云芝和京岛有过几次合作 二人谈不上熟悉 但是关系还不错 婉婉从苏云芝怀里下去 道 大左叔叔 我是不是让你担心了 对不起 京岛倒是没有生气 毕竟婉婉就是一个小孩子 哪里知道这些 只是孩子突然 自己跑了 还是吓了他一跳 婉婉这是去找哥哥了 嗯 婉婉重重地点了点头 突然想到了什么 婉婉有些生气 大左叔叔 我觉得 这次代言人 应该再仔细选一选 我们苏家不要人品不好的 灵回等人正好进来 就听见了这么一句话 一时间 所有人脚步一顿 婉婉回过头 指着灵回身边的几个小弟 这个 这个 还有边上那个大高个 这三个人的代言都取消了吧 几人一听 顿时睁大了双眼 就连林满江都觉得 苏婉婉这是在胡闹 忍不住道 你们这样不是毁约吗 婉婉摇了摇头 不是的呀 我就是正常取消的 婉婉之前参加过综艺 大概知道一些固定的内容 他们三个人品不行 说是违约的话 也是他们违约在先 婉婉一句话 瞬间激起了不少人的不满 林满江并不知道 临回等人把苏云之关在公寓的事情 此时他有些生气 忍不住道 不管怎么说 我的队员没有做出出格的事情 你们公司要是真的想要取消合约 至少要给个合理的说法 说法 婉婉只觉得眼前的大叔说话 就跟搞笑一样 婉婉刚才都说得很清楚了呀 你们队员人品不行 要是以后做错事 坏的是我爸爸的名誉 亏的是我家的钱 没有钱我就不能买吃的 这个理由够了吗 林满江 你倒是看看这个理由够了吗 此时此刻 林满江看着婉婉的模样 就像是一个要无理取闹的孩子一样 因为刚才他的心思 并没有在苏婉婉和苏云之的身上 以至于他从一开始 就没有注意到婉婉对苏云之的称呼 荆岛这边听到婉婉 突然要提出一部分的代言 虽然觉得没什么 但是还是打了一个电话 问了问苏继洲 苏继洲那边很快就接通了电话 听到了荆岛的话以后 根本没有犹豫 道 婉婉怎么说就怎么做 要是体工队那边对婉婉不尊重 等会儿直接把设备撤回来 以后也不需要跟他们合作了 他们家的孩子 走到哪儿都不能受委屈 荆岛的电话是外放着的 几乎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林满江听完以后 就觉得自己的脸像是 被谁打了一巴掌一样 火辣辣的难受 本来是想要找个说法的 没想到 人家准备把设备撤掉 他虽然是体工队的教练 但是上面还有一个总教练 在上面 还有许多复杂的机构 如果他一不小心把苏家得罪了 那么就相当于 把自一国九成的运动品牌商 全部都得罪了 他们想要借此拍广告 今后就不可能了 林满江心里窝着火 他看着苏婉婉 眼中觉得无比碍眼 既然这样 总要给个正经的说法 我这几个徒弟 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运动员 他们代言 官博都发出去了 这会儿取消代言 总要给个交代 说着 林满江就把目光看向了金岛 在座的这群人里面 就只有金岛还在猛逼中 一边是小祖宗 要取消别人的代言 另一边是林满江满腔怒火 想要个说法 金岛一个头两个大 但是婉婉是老板的女儿 四舍五入 就是他的小老板 小老板就是他的衣食父母 于是金岛二话不说 站在了婉婉的方队 只是原因 总归还是要问清楚 他也不指望 让一个小孩子说清楚 于是 金岛把目光投向了苏云芝 苏云芝淡淡淡地垂下眸子 轻声道 婉婉说得没错 这几个人品太差 以后要是代言人出问题 公司也会跟着倒霉 以后的代言 就不需要考虑他们了 金岛连连点头 两个老板说的话 就是圣旨 可是苏云芝这句话 可把林满江给气得要死 苏云芝 你在说什么话 他们可是你的队友 你怎么能 林满江越说越生气 同时把目光 看向了林回旁边的几个代言人 他觉得 婉婉之所以生气 肯定是这几个队员 把人家小朋友弄生气了 小孩子哄哄就好了 你们几个 赶紧过来给婉婉道歉 说完 林满江把目光看向了金岛 打着哈哈 都是小孩子 不用在意这些 婉婉一听可不干了 什么小孩子呀 我是小孩子他们是吗 那他们得几百个月大的孩子 婉婉小脸立马就拉了下来 指着林回等人 他们太欺负人 把我四哥关起来 不让他进行拍摄 他们甚至还商量 要把我四哥揍一顿 林满江一听 下意识看了一眼林回 刚才他的注意力 全部都在苏婉婉等人身上 再加上周围布置成了拍摄现场 不注意根本看不出 林回脸上有伤 这会儿仔细一看 顿时把林满江吓了一跳 小怀 你眼睛怎么了 林回下意识 摸了摸自己的脸 苏婉婉揍人 可是一点不带留情的 虽然他看不到 但是脸上有了紧绷感 不用猜都知道脸肿了起来 也正是因为这样 林满江不可思议看着他的时候 他牙草咬得紧紧的 似乎下一刻 就要把苏婉婉 咬出一个血槽出来一样 然而婉婉从来不知道耸字怎么写 看见林回恶狠狠地看自己 小团子双手插在自己的小腰上面 忍不住道 看什么看 你还没被打疼啊 林满江顿时听出了一丝不对劲 看了看林回脸上的伤口 又看了看婉婉那恨不得朝对方吐口水的模样 心里顿时涌上一丝不好的预感 果然 婉婉继续道 林教练 虽然林回是你侄子 但是你可一定要好好教育一下他 他说自己是整个体工队的老大 知道的以为他是运动员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混社会的呢 林满江只觉得自己的脸被打得啪啪作响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 然而婉婉仍然没完没了 继续道 还有啊 你的这几个队员也一定要严肃处理 他们竟然还欺负队友 一点经济精神都没有 不过我四个说他自己处理 所以他们以后怎么样我就不管了 但是 林教练婉婉说着 声音突然沉了下来 林满江顿时被吓了一跳 吓意识恩了一声 你这个当教练的不行啊 你看看 你这些徒弟都是什么人啊 一点职业精神都没有 林满江被说得满脸通红 婉婉就像是看不见一样 小嘴巴拉个不停 等说完以后 嘿嘿一下 看向了自己四个 苏云芝垂下毛子 线长的睫毛在眼瞼下 投下了淡淡的阴影 林满江见此动作 后知后觉地回过神 你刚才叫苏云芝什么 四哥呀 婉婉眨了眨眼睛 黑色的毛子又大又圆 然而林满江听了以后 简直要晕了过去 他语气中带着一丝埋怨 苏云芝 你是苏家人 为什么不告诉我 平时这小子一言不发的 没想到后台这么硬 也难怪自己侄子 都败在了对方的手上 苏云芝的眼神 没有一丝变化 但是当他抬起头 看向林满江的时候 漆黑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光芒 怎么 来体工队 还要看身份不成 咿 要是换成平时 林满江早就像以前那样 把苏云芝训一顿了 可是现在苏云芝身份不一样了 尤其是那漆黑的目光 瞬间让他心里一凉 本来想要训斥的话 顿时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只有婉婉小嘴微微张开 一双大眼睛 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四哥 婉婉第一次发现 别看自己四哥少言寡语的 没想到说出的话这么狠 看看这个林教练 鼻子都快起得冒烟了 婉婉看着林满江的样子 实在是没忍住 捂着小嘴 肩膀上下抖动 然后嘎嘎嘎笑出了声音 当所有目光都看向他的时候 小团子眯着眼睛 还是没忍不住笑 不 不好意思 没忍住 哈哈哈哈 林满江额头清惊 在不停地跳动 大伯 突然 人群中的灵魁突然走得上来 走得近了 林满江才发现自己侄子脸上的伤 是真的严重 左边的脸上 有个清晰的五指印 左眼更是带着一点深深的红色 整个眼睛都肿了起来 整个人看起来都滑稽得不行 林满江气不打一处来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连个小孩子都能把他打成这样 林满江无法想象 林回身体到底有多虚 多弱 林回看着自己大伯气不打一处来的样子 顿时明白了什么 想要辩解 又无法开口 毕竟谁都不会相信 一个还不及自己大腿高的小孩子 竟然能把他的脸给打肿 这么想着 林回就把头稍微低了一点 大伯 这件事 我想晚晚和云芝 对我没有误会 还不等大家说话 晚晚瞬间就炸了 误会 晚晚睁大了双眼 你抢我四哥的比赛名额 还打电话来炫耀 这是误会 你把我四哥关起来 想让他赔付违约金 这也是误会 还有你脸上的伤 也是误会 林回 你真当在这里站着的一群人 都像我一样 是四岁的小孩呢 晚晚兄的眼睛 像是要冒光一样 林回嘴角一抽 但是很快 林回眼下了自己的眸光 轻声道 我们之间的确有一些误会 我们平时喜欢跟你四哥开玩笑 只是今天玩笑大了一些 而且你说 我们要打你四哥 那你看看苏芸芝受伤了吗 晚晚立马看了一眼 像是高领之花的四哥 果断地摇了摇头 林回嘴角 立马聊起了一抹笑 所以说 我们今天只是一个玩笑 平时也不存在欺负四哥的事情 倒是晚晚 今天你二话不说把我打了 而且一言不合 还要取消我队友的代言 你说 谁做得更过分呢 不得不说 林回倒打一耙的本事特别大 晚晚脑子转不过来 他觉得 灵回说得不对 但是想要反驳 却不知道如何开口才好 灵回看着晚晚绕了进去 眼神中带着一丝冷光 可是很快 晚晚立马摇了摇头 大声道 不对不对 小团子在自己胸前 比了一把大叉叉 你就是想唬我 我才不上当呢 晚晚赶紧看向金岛 我去的时候 他们就在说我四哥的坏话 还说我四哥拭闷糊润 为什么我四哥不爱说话 就要被人欺负 为什么我四哥优秀 就要被针对 这才是最不公平的 这些人明明没有 我四哥有天赋 没有我四哥努力 不努力 改变自己就算了 还想用不正当的手段 欺负我四哥 他还不讲口的 觉得我小就想唬我 我苏晚晚是这么好唬的吗 晚晚本来就有些生气 此时此刻就更加生气了 不拍了 不拍了 晚晚说着 就要拉着自己四哥收工 苏云芝看着自己妹妹 一直维护自己 就连说话的时候 会也要站在她的前面 因此 晚晚牵着她手要离开的时候 苏云芝没有一丝挣扎 任由晚晚牵着她 等走到林满江身旁的时候 苏云芝却突然停了下来 晚晚见拉不动自己四哥 忍不住抬头一看 四哥 你看他干什么呀 别看了 这教练也不是什么好人 你看他心都骗到他那个侄子身上了 苏云芝听到晚晚的话 一时间有些好笑 但是又觉得 晚晚说得非常对 林副教练 希望你的心 还能一直骗得住才行 苏云芝脸上 带着淡淡的笑容 然而就是这个笑容 让林满江心中 生起了一丝不安 你什么意思 苏云芝淡淡一笑 林回平时的 电话我都记录下来了 里面还有不少教练您的事情 我相信 如果上传给了组委会 您应该在副教练的位置上 坐不久了 林满江脸色顿时煞白 后背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苏云芝 好像是第一次才认识他一样 林满江牙草咬得紧紧地 忍不住点了点头 好 好啊 不愧是苏家的种 晚晚此时 正来回转头 看着林满江和苏云芝之间的对话 听到林满江这么说 还以为是夸他们家基因良好呢 于是 小团子一脸骄傲 道 对啊 我爷爷经常说苏家的种 不孬 林满江 这就是典型的 给个梯子 就往上爬式吧 尤其是小团子 还笑得一脸明媚 明显是 没有听出他的话 荆岛看见兄妹二人要离开 这个烂摊子 直接留给他了 晚晚虽然让收拾道具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还这么多 他也不敢随随便便地走了 还是苏云芝道 除了晚晚说的那几个人 其余的人可以继续拍摄 荆岛点了点头 然后就看见小团子 牵着自己哥哥 哒哒哒地往前跑 而苏云芝被晚晚拉着 慢慢地走 不知道为什么 荆岛看着两兄妹的背影 带着淡淡的喜感 晚晚带着苏云芝 来到了一家肯德基店 小团子一口气 点了不少东西 然后又要了两杯可乐 拿到发票上楼等餐以后 晚晚看了一眼苏云芝 苏云芝的发色很黑 但是在暖黄色的灯光下 带着淡淡的金黄色 而那长长的睫毛 一眨一眨的 晚晚觉得自己四哥 实在是太好看了 尤其是那双大长腿 坐在位置上 都有些无处安放的样子 晚晚想着 下意识看了一下 自己在空中晃荡的状态 似乎差的 不是一心半点 晚晚绝着小嘴 心里想着 等他以后长大了 腿肯定比他四哥还要长 四哥 刚才我是不是做得太冲动了 到时候你回去了 他们会不会还要针对你 晚晚有些后悔 自己太冲动了 自己四哥还要再体工对混呢 到时候回去 又被针对了怎么办 晚晚苦恼着 突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道 四哥 要不你告诉你的老师吧 让他回来给你做主 苏云芝此时 正满脸笑意 得看着晚晚 语气中带着淡淡的无奈 晚晚 没事的 林满江和林回二人 针对他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以前他不在意 可是后来二人越发过分 他本来就想着 近期解决掉二人 没想到晚晚 比他还要抢先一步 不得不说 晚晚的做法十分解气 平时林满江 仗着自己是教练 做了不少恶臭的事情 这会儿被晚晚对的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让人觉得莫名秋高气爽 苏云芝没有瞒着晚晚 轻声说 林满江做了很多坏事 四哥手里面有证据 等会儿就会把他们 上交给组委会 老师年纪大了 我不想让他操心这些 宜光炫早就 过了退休的年纪 但是老人家为了他 愣是撑着 晚晚听着自己 哥哥这么说 点了点头 四哥 你怎么做都是对的 晚晚眼神 直接粘在了苏云芝的身上 苏云芝对此十分受用 忍不住揉了揉 晚晚的脑袋 没过多久 晚晚点的东西 全部都端了过来 晚晚双手拿着一个 比他脸还要大的汉堡包 吃得津津有味 等小家伙吃饱喝足以后 苏云芝就带着晚晚 回到了体工队的宿舍 苏云芝的宿舍 一共住了四个人 二人一进宿舍 其余三人 全部都惊呆了 拍摄现场的事情 已经在极短的时间内 传遍了体工队 苏云芝一回来 宿舍里面的室友 罕见的沉默了 正好这时候 余淑阳从厕所里出来 一抬头看见苏云芝回来 神色有些激动 赶紧走得过去 默默地朝着苏云芝 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云芝 不错呀 林老头你都敢惹 我听说现在 他已经被气得递交辞职了 苏云芝只是看了一眼余淑阳 就牵着晚晚 往自己的位置上走了 余淑阳摸了摸鼻子 对于苏云芝的态度 早就习惯了 只是看着苏云芝 手上竟然还牵着一个 小孩子的时候 顿时睁大了双眼 这 这这这 虽然他刚才没有注意到晚晚 现在只能看见晚晚的背影 但是看着晚晚蹦蹦跳跳的样子 顿时把他给激动的都说不出话来 云芝啊 这就是你妹妹 于苏阳忍不住揉了揉晚晚的脑袋 小团子突然被揉了揉头 赶紧抱着脑袋让开了 小哥哥 虽然你跟我四哥一样长得很好看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摸我脑袋的 小孩子吐字清晰 说话的时候 慢吞吞地却带着小奶婴 于苏阳从小到大就想要个妹妹 结果活了二十年 他爹妈就他一个儿子 这会儿听着晚晚的话 非但没有任何不高兴 反而还稀罕地不想 男人蹲下身 想要再次摸摸小团子的脑袋 然而晚晚机灵地不行 一直抱着自己的脑袋 死活不让于苏阳摸他 这下子 可把于苏阳给逗笑了 云芝 你妹妹实在是太可爱了 说完 于苏阳摸了摸晚晚的小脸蛋 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晚晚的目光望向对方 有些一言难尽 小团子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忍住 开口问道 小哥哥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于苏阳笑容挂着 听到晚晚的话僵硬了一下 想了一下想不出来 于是诚实地摇了摇头 晚晚叹了一口气 小哥哥 你刚才的样子 有点像拐卖小孩的大变态 于苏阳 他没有 他不是 他冤枉 于苏阳目光中带着一丝委屈 看着晚晚的时候 像是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一样 就连苏阳之都下意识看了一眼自己好友那变态的目光和夸张的笑容 紧接着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的苏阳之默默地点了点头 算是附和了晚晚的话 的确像是变态 两把利剑直愣愣地插进了自己的心脏 于苏阳忍不住捂住了自己那酸色快破碎的胸口 晚晚 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晚晚摇了摇头 没有呀 于苏阳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小声道 这是我心碎的声音 一个苏阳之就够他瘦的了 没想到小团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是于苏阳听着晚晚的笑声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等完到以后 苏阳之才介绍道 这是四哥的朋友 于苏阳 晚晚点了点头 给了于苏阳一个贴贴 大声道 大太阳 你好 于苏阳 男人似乎不太能接受自己的这个名字 可是晚晚教得十分顺口 就好像他本来就叫这个名字一样 后来晚晚一口一个太阳哥哥 直接把于苏阳的心给教化了 没多久 于苏阳偷藏起来的零食 全部都到了晚晚的嘴里 然后于苏阳望着自己偷藏零食的柜子 慢慢地陷入了沉思 晚晚嘴里吃着巧克力 牙齿都变黑了 苏阳之有些洁癖 再加上晚晚手里全是巧克力的渣渣 没忍住 就把孩子抱在了洗手间洗手 四哥 今天我跟你一块睡吗 晚晚洗完手以后 又变成了干净的小团子 他此时坐在自己四哥的凳子上 忍不住问自己 今天到底睡了 他发现 除了于苏阳外 好像自己四哥和其他的室友相处 不是那么和谐 他都进来这么久了 也没见得他们来说说话 小团子微微叹了一口气 苏阳之微微一顿 想了一下才说道 晚上你回家睡 晚晚一听可不干了 一把抱住自己四哥 我不嘛 你去哪儿 我就去呢 他今天解决了林满江和林回 本来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却发现自己四哥额头上的黑气 越来越严重 这样子下去 他怎么可能放心让自己四哥 晚晚此时 就像个普通小孩 虽然不至于又哭又闹 但是仍然会让大人头疼 苏阳之从来没带过小孩 此时慌得手忙脚乱 于书阳更是如此 他把自己老底都搬了出来 结果晚晚一边吃 但是也没有耽搁他 一边闹腾 苏阳之最终还是被晚晚折服 只能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好了 今晚你就留下来 现在他和林满江彻底决裂 自然也不会怕出去会被人诟病 毕竟晚晚可是个小金主 他陪小金主睡一晚也没关系吧 这么想着 苏阳之也觉得突然顺理成章起来 于书阳一听说他们要出去住 赶紧举手 我也要去 想他来体工队这么久 除了集体出去采买 他都没有时间出去 苏阳之看了过去 忍不住道 我陪我妹妹 你掺和进来干什么 于书阳嘴角一张 想要反驳那么一两句 结果看着苏阳之那淡淡的眼睛 一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二人说话之间 坐在凳子上的小团子 已经一点一点的了 于书阳还有训练 对着晚晚拍了几张照片解解禅以后 就匆匆忙忙离开了 其余两个室友 之前也是临回战队的 二人的处境 瞬间尴尬起来 因此 等于书阳一走 两名室友也低着头 赶紧出去了 等公寓安静以后 晚晚小脑袋往下一点 苏阳之反应很快 上前一步 拖住了晚晚的脑袋 这才让小家伙没有跌下去 苏阳之把晚晚抱在了怀里 放在晚晚背上的那只手 轻轻地在晚晚身上拍了拍 三分钟后 晚晚打起了呼噜 苏阳之手上的动作一停 眼中有些复杂 想了一下 把晚晚放在了床上 盖上了被子 然后把空调的温度 往下又调了两度 等晚晚醒来以后 四周昏暗一片 四哥晚晚见没人答应 独自下了床 这次连鞋子都没穿 在昏暗的房间里看了一圈 才发现自己 竟然还在四哥的宿舍里面 晚晚把遮光的窗帘拉开 外面一片火红 天际中还带着淡淡紫色 晚晚搬了一张椅子 到了外面的阳台 鞋子也没有穿 直接爬上了凳子 双腿抵着阳台的栅栏 苏阴之训练以后 一开门就看发现 窗帘被打开 玻璃门后的晚晚 正摇头晃脑地看着外面的夕阳 他发出了一点声音 晚晚赶紧回过头 看见他以后 晚晚也不看云了 直接从椅子上下去 开开心心地 抱住自己四哥的大腿 苏阴之虽然早有准备 但是此时此刻 体能早就被高强度的训练 给消耗完了 晚晚这一冲一抱 直接让他脚下一软 后退了好几步 晚晚也没想到 自己四哥竟然会后退 等苏阴之稳住脚步以后 他已经站着抱大腿 到了跪着抱小腿 晚晚一脸猛逼 显然还没有发现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幕 正好被进来的 虞书阳看见了 卧槽 虞书阳看了一眼 眨了眨眼睛 调侃道 晚晚 这离过年还早呢 你这么跪下去 你四哥可不给红包的呀 小孩子好不容易有些尴尬 苏阴之也是眼疾手快地 把晚晚捞到了怀里抱着 你训练完了 虞书阳点了点头 林满江今天不在 所以轻松了一些 说完 虞书阳的声音小了一些 我听说 上面把林满江的辞呈给驳回去了 要我说开除算了呗 林满江之前在咱们身上 捞了不少好处 这种人还当什么教练啊 说完 虞书阳还有些疑惑 说道 不过 我看着林满江 好像很想快点辞职 今天辞呈被驳回来以后 好像他还挺着急的 晚晚一听 忍不住道 他当然着急啊 我四哥说了 要收拾他 他要是不辞职 就不能提同跑路了 虞书阳还真不知道这事 把目光看向了苏云之 苏云之也没有隐瞒 点了点头 我今天已经把林满江受贿 以及其他事情的证据 全部发给了组委会 现在应该在核实情况 所以 林满江的辞呈被驳了回来 虞书阳张大了嘴 对苏云之打心眼的佩服 这种大事 我们怎么能不去食堂庆祝庆祝呢 走 等一下兄弟我请客 晚晚一听要去吃饭 忍不住把手举过头顶 大太阳 我也能去吗 虞书阳似乎已经习惯了 晚晚给他取的新名字 男人轻轻地拍了拍晚晚的后背 忍不住说 放心吧 忘了谁都不会忘了你的 食堂 晚晚一口气点了十几道菜 觉得勉勉强强 应该是够了 于是就把菜单递给了两个哥哥 我点好了 你们看看 还需要吃点什么吧 虞书阳颤颤巍巍地接过单子 看了一眼苏云之 然而 来人脸上没什么表情 像是已经习以为常了 犹豫了一下 虞书阳提醒道 云之 咱们是不是点的有点多了 苏云之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 于其中带着一丝难以捉摸 放心吧 吃得完 晚晚也附和道 对对对 晚晚特别能吃的 你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然而结果就是 虞书阳疯狂打脸 等饭菜上桌后 虞书阳看着晚晚大口吃饭 大口夹菜 愣是筷子都不敢下 虞书阳下意识按住自己 正在颤抖的大腿 脸色有些煞白 明显是被晚晚这惊人的食量给吓坏了 云之 你妹妹该不会有什么毛病吧 晚晚长的确是挺结实的 但是再结实 也不能这么吃吧 虞书阳见好友不回话 疑惑地看了过去 哪知道苏云之脸色十分淡定 今天晚晚中午在外面没吃饱 可能有些饿了 说完 他吃饭的速度也不慢 以至于等虞书阳做好心理建设以后 就看见桌子上的饭菜 全部都已经吃光了 虞书阳 晚晚这时候 吃完了最后一个丸子 嘴角还留有红油 苏云之拿出餐巾纸 给晚晚擦了擦小嘴 晚晚不禁把脑袋凑了过去 还把自己的小手也递了过去 整个流程十分自然 小团子打了一个嗝 看着虞书阳碗里的大米饭 好像都没怎么动过 忍不住问道 大太阳 你今天是不想吃饭吗 我都没看见你吃什么菜 虞书阳一时间无话可说 他哪里是不吃饭 他这是完全被吓得不敢吃 想着 虞书阳下意识地看了看晚晚的肚子 如今已经进入夏季最炎热的时候 晚晚怕热 穿的衣服的料子也十分单薄 虞书阳看了过去 也只是看见晚晚的肚子微微凸起 就像刚刚吃饱一样 虞书阳犹豫了一下 还是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 晚晚 你平时都吃这么多吗 晚晚赶紧摇了摇头 虞书阳立马松了一口气 他就说嘛 正常的小孩哪里能吃这么多 可是很快 晚晚就超级大声地说道 我平时一个人只能吃12个菜 5碗大米饭 但是今天中午没吃饱 所以今天吃的比较多 我平时没有今天这么能吃的 虞书阳刚准备喝口水压压惊 结果就听见了晚晚这句话 瞬间凉白开 冲入了自己的鼻腔 虞书阳慌张地抽了好几张卫生纸 捂住自己的口鼻 咳嗽了几声 你刚才说什么 晚晚被虞书阳的声音吓了一跳 眼神中充满了无辜 嗯 平时我吃的不多呀 晚晚捏着自己四哥的衣服 眼神十分无辜 虞书阳眼神越发崩溃 晚晚不知道的是 他一顿的饭量 差不多能顶他一周的了 震惊归震惊 但是虞书阳更担心小团子的身体 他忍不住摸了摸 晚晚软啪啪的肚子 问道 晚晚 肚子疼吗 晚晚摇了摇头 不疼呀 苏云芝这时候也看不下去了 轻声解释道 我爸说 晚晚身体没问题 说完 苏云芝嘴角微微向上翘了翘 我们晚晚能吃是福 对不对 对此 小家伙表示十分赞成 我爷爷经常说 能吃是福 而且 我又不是每天都吃这么多 虞书阳想要反驳 可是看着晚晚一本正经 说他吃的不多的时候 愣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虞书阳快速扒拉完 自己碗里面的大米饭后 就和苏云芝分开了 苏云芝要带着晚晚 不可能在宿舍住下 因此 就在体工队旁边的酒店 开了一间总统套房 晚晚现在已经会自己洗澡 不需要别人帮助了 于是苏云芝调好水温 以后就出去了 晚晚洗漱完后 就躺在床上 苏云芝拿出了晚晚包包里面的平板 给晚晚打开了幼儿频道 热播榜第一的小猪佩奇 晚晚看见小猪佩奇的时候 立马就叫出了声音 是佩奇叔叔 这是他的弟弟乔治 苏云芝不知道 晚晚在说什么 甚至小家伙才四岁 平时自言自语都是正常的 于是苏云芝也没问 等他进浴室以后 晚晚立马给自己换了一部 叫红猫蓝兔七侠传的动画片 晚晚有点眼馋红包的长红剑 心想 要是以后碰到红猫的话 问他愿不愿意跟自己换一换 这么多年了 七星剑还是那么高 他都不好拿 晚晚想着 又开始津津有味地看视频 等苏云芝出来的时候 晚晚已经横在大床中央 睡着了 苏云芝看了一眼 还在播放的动画片 已经不是自己之前 给晚晚放的那部了 也没在意 将平板关了以后 又把晚晚放在自己身边 然而他躺下没多久 晚晚直接一脚如银腿 踢在他小腿上 这还不算完 半夜苏云芝觉得 自己的胸口沉甸甸的 脖子上还黏乎乎的感觉 睁开了双眼一看 就看见一团白色的小团子 正趴在他身上 毛茸茸的脑袋 抵着他的下巴 抬手一摸 脖子上全是小家伙流出了口水 这一下子 晚晚不被嫌弃都困难 苏云芝无奈地起床 再次去浴室 洗了洗了个澡 早上 晚晚起床的时候 自己睡在了大床的中央 火辣辣的阳光 透过窗户 照在了自己的身上 晚晚慵懒地睁开双眼 向窗外眯着眼看去 心想 今天又是大太阳 突然想到了什么 晚晚赶紧站起来 左右看了看 四哥 一叫起来 自己四哥又不在了 晚晚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不过当他转头的时候 晚晚忽然看见床头的时候 有一张便利贴 晚晚撕下来观摩了半天 当他看到留言下的名字 晚晚比较苦恼地 抓了抓自己的脑袋 我四哥也真是的 我也不认识几个字呀 晚晚觉得他四哥 就是没他聪明 有什么话 可以直接给他发语音吗 只是自己四哥不在 晚晚也没有乱跑 自己拿着板凳 跑到浴室洗漱后 然后又换了一件 昨天保镖 给他拿过来的换洗衣服 晚晚多穿衣服 还不太熟悉 保镖送来的是 一件白粉色的小碎花裙 后背的地方 做了拉链的处理 然而晚晚不知道 看见领子 直接把脖子伸了过去 以至于头直接卡到了领子的中间 穿不进去 也脱不下来 仅仅一分钟不到 晚晚脸色已经通红 苏云芝跑完不回来 就看见晚晚正在床上 艰难地穿裙子 一双黑漆漆的眼睛在外面 晚晚一看见苏云芝 激动得都快哭出来了 小团子乍呼呼地叫了起来 四哥 你快救救我 苏云芝看着 晚晚挣扎的样子愣了愣 等晚晚朝着自己这边过来的时候 苏云芝才发现 小团子原来是被伊林给洽着了 紧接着 苏云芝找了半天的原因 才发现 晚晚不仅没有把拉链拉下去 不说 裙子还给穿反了 两兄妹忙得手慌脚乱 十分钟后 晚晚终于把自己的小裙子给穿了进去 晚晚的脑袋已经乱成了鸡窝头 小家伙跌坐在柔软的大床上 整个人都有些绝望 哎 女孩子爱美可 太不容易了 苏云芝听了自己看妹妹的话 觉得有些好笑 今天小家伙穿的小裙子 十分贴服晚晚的气质 就是软软小小的一团 苏云芝淡淡的表情上 慢慢有了一些温度 晚晚 今天要不要去滑冰 晚晚一愣 忍不住问道 四哥 你不是要去训练吗 苏云芝笑了笑 昨天晚上 上面要求队里面整顿三天 停止训练 老师也从巨省赶回来了 晚晚一听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内心还是忍不住激动起来 那我要去溜冰 苏云芝笑了笑 直接弯腰 把晚晚抱了起来 往外走 苏云芝并没有去体工队 而是来了一家帝都最大的滑冰场 苏云芝给晚晚穿上鞋子 并且戴上护腕以后 就带着晚晚上冰了 对于花滑选手来说 这块冰场 肯定没有体工队的那么好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已经足够了 但是苏云芝还牵着晚晚 尤其是得知 小家伙从来没上过冰以后 苏云芝更加小心翼翼的 现在滑冰的人不少 场上还有不少碎扎和划痕 苏云芝早就身经百战 并不觉得有什么 晚晚不同 他第一次见到冰场 也是第一次穿着冰鞋滑冰 之前在路上还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上冰 顿时就不一样了 小家伙拱着腰 像只小乌龟一样 恨不得在冰上爬着走 苏云芝想去牵着晚晚 结果小家伙特别义正言辞说 自己可以 不让人扶着 以至于苏云芝只能跟在旁边 一看见晚晚要四脚朝天摔下去 就赶紧拉住晚晚的领子 晚晚从入场口走到了中央 看着一个长得十几岁的小姑娘 直接在冰上跳舞 惊得晚晚眼睛都差一点突出来了 晚晚 好 好美 晚晚目不转睛地盯着人家小姑娘看 把别人看得都不好意思 跑别的地方练习去了 晚晚也没失望 反而十分高兴地看着自己四哥 大声道 四哥 我也要像刚才那个小姐姐一样 小团子的眼睛里冒着光 说话的时候十分激动 苏云芝无奈 看着晚晚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模样 一阵头疼 但是晚晚想要滑冰 他这个当哥哥的 能不同意吗 想着 苏云芝淡淡地点点头 然后把晚晚带到了边缘处 让他看看 其他人是怎么滑的 一边说 还一边解释 晚晚听得十分认真 等他在上兵的时候 竟然能够稳稳当当 在地面上滑行 甚至十分流畅 苏云芝看着晚晚在溜冰场上 滑冰的模样 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然而 苏云芝脸上的笑容 很快就淡了下来 晚晚学得很快 几乎掌握到滑冰的技巧后 就能上冰顺利滑行 然而在冰上正中央的位置 临回几人正在冰上做练习 临回场上的表演 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 许多人纷纷停下脚步观看 甚至拍摄视频 晚晚自己滑得开心 根本没注意到灵回 以至于滑冰的时候 离灵回越来越近 苏云芝脑中没有任何思考 把腿就朝晚晚的方向走了过去 此时人声鼎沸 贺彩声此起彼伏 晚晚这次注意到 大家都在看自己旁边的人 等他定神一看的时候 就看见灵回正像一个花孔雀一样 在空中不断做出各种姿势 和来回跳跃 漂亮是挺漂亮的 但是晚晚一向夸人漂亮 都是看脸 他不喜欢灵回 也不想挨着灵回这么近 因此看见灵回拔腿就跑 可就在这时候 灵回突然向他这边滑了过来 冰刃在地面上 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晚晚撅着嘴 转身就跑了 但是二人相隔的距离 本身就很短 晚晚再怎么滑也是 滑不过灵回的 灵回就像是没有看见晚晚一样 左脚直接发力 向上跳跃 顺着力道 竟然就往晚晚这边的方向下落 妈呀 灵回鞋底的冰刃 在灯光下 差点闪下了晚晚的双眼 但是心里已经开始打算 待会儿先走灵回 哪里比较好 别以为他不知道 灵回就是故意 往自己这边滑过来的 晚晚此时 拳头已经发力 准备只要灵回一过来 他就一拳打断灵回的腿 看他以后还跳不跳 可是还没等自己出拳 自己旁边突然像是刮来了一阵风 紧接着腰上突然一重 然而还没等晚晚反应过来 自己就已经离刚才的位置机密开外了 也正是这时候 灵回落地的位置 正好是自己 刚才站着的不远处 苏云芝把晚晚放下来 眼中带着无名的怒火 尤其是灵回落地的位置 正好是刚才晚晚站着的不远处 虽然不至于伤着晚晚 但如果是小孩的话 今天肯定就被吓着了 苏云芝咬着牙 长长的睫毛下那双漆黑的眼睛 似乎有火焰在跳动 灵回 苏云芝牙草咬得紧紧的 目光死死地盯着眼睛 满是无辜的灵回 灵回心里暗暗一喜 只要苏云芝越生气 他心里就越爽 尤其是苏云芝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生气过 以至于让灵回差点没忍住 笑出了声音 然而 不管是表情还是语气 灵回都带着抱歉 不好意思 刚才没看见我旁边有小孩 没事吧 苏云芝冷着脸不说话 倒是晚晚一下地后 对着自己四哥道 四哥 你就他干什么呀 苏云芝还冷着的脸 立马闪过一丝困惑 他特别想要反驳一下 可接下来的话 瞬间让他不知道如何说出口才好 四哥 你说 要不是你把我拉走 今天我就跳起来 一拳把他腿打断 我跟你说 灵回就是故意的 苏云芝听着自己妹妹这么暴力的话 原本生气的 内心此刻颇为头疼 晚晚声音大 周围不少人 已经围了过来 苏云芝捂着晚晚的小嘴 凑到晚晚耳边 轻声说 晚晚 我们回去再揍他 怕小团子不高兴 苏云芝继续哄 现在人多 不好揍 等回去之后 叫人套麻袋打 这样神不知鬼不觉 晚晚一听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四哥 不愧是你 看着晚晚那亮晶晶的目光 苏云芝只觉得自己的脸有些热 二人的悄悄话 别人听不见 但是灵回 却一直死死地盯着二人 看见两人都这个时候了 竟然还无视他 气不打一出来 刚准备张口 原本还弯着腰 低着头哄孩子的苏云芝 突然抬起头 眼神一宁 苏云芝平时脸上就没什么表情 在灵回看来 就是高傲不可一世 然而苏云芝今天的眼神 却十分凌厉 让他倒嘴的话 生生憋了回去 灵回 你现在还有心情出来滑冰 有这个时间来下我们家晚晚 还不如想想 这几天怎么应付上面的调查吧 林满江的罪则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是副教练的位置 肯定不保 灵回则更不用说了 人品不行 参赛也不用想了 你什么意思 灵回的确没想过 事情这么严重 他从小到大就是练花滑的 甚至很早的时候 就拿过比赛冠军 在网上也有小部分的粉丝 而自己大伯 又是花滑教练 可以说是前途一片通畅 即便昨天遇到那种事情 他依然没有任何担心 可是现在苏云芝这么说 让他内心有了一丝慌乱 苏云芝好心提醒道 可能你还不知道 你的大伯 现在已经在接受上面的调查 至于结果 还要多谢你经常打来的电话 灵回这人 小气 高傲 容易嫉妒 因为他的到来 觉得自己被压了一头 以至于一有什么事情 都会打电话找他炫耀一番 并且还在电话内容里 多次提起过灵满江 只是没想到有一天 竟然会成为 拉灵满江入水的证据 灵回脸色煞白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 可是就在他走到巷子的时候 眼前一黑 有什么东西 突然从自己的脑袋上盖了下来 他都来不及开口 身上就如流星一样 挨了不少拳头 等他清醒的时候 已经被一群穿着痘痘鞋 紧身裤的少年 拖进了狭窄的巷子 灵回皱了皱眉头 第一个怀疑的 就是苏云芝和苏婉婉两兄妹 男人心里压着一股气 冷哼一声 让苏云芝和苏婉婉出来 有本事来应的 怎么没本事自己站出来 话音一落 他面前的少年 直接一仰手 一巴掌 直接拍到了灵回的脸上 老子才不认识什么苏云芝 说话的是一个锅盖头的少年 看起来并不大 但是精神二字 就差没刻 他脸上了 灵回一点也不相信 毕竟刚才苏家两兄妹 在冰场上窃窃私语 肯定就是 因为想找机会绑架他 你们不认识苏云芝 当我这么好骗啊 我告诉你们 要是再不放我走 我一定报警抓你们 说完 还呸了一声 结果因为口太干 一点泡沫都没有吐出来 灵回一时间尴尬不已 倒是那锅盖头小伙生气了 忍不住抓起灵回的头发 生气道 你竟然敢朝我吐口水 还没等灵回反应过来 自己脸上就全是唾沫芯子 灵回睁大双眼 恨不得赶紧擦一擦自己的脸 你 灵回能够清楚地闻到 锅盖头唾沫芯子里的酸臭味 一张口直接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灵回强忍着心里的难受 忍不住对着众人哄道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不然等我回去了 弄死你 锅盖头 老子又不是吓大的 说完 锅盖头大手一挥 道 丢把他的衣服给扒下来 得嘞 周围的人起哄 然后全部都围了上来 两分钟后 灵回赤裸着上身 走到了大街上 周围的路人看着灵回那满眼怒火的样子 纷纷避之不及 最后 灵回被路人举报 没多久交了二百的罚款 原因是 影响了帝都的世荣世贸 巷子里 锅盖头喝了一口可乐 看着靠在墙壁边的男人 川哥 我们刚才那么做 那小子会不会报警 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许久之前和苏星满赛车的何云川 何云川因为身高在众人之间 鹤里鸡群 头发这会儿已经染成了黑色 脸上的灵力已经不见 看着比半年前要温和许多 听到锅盖头这么说 何云川抬眸 不会 他不敢 说完 何云川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千块钱 今天谢谢你们了 锅盖头摆了摆手 何云川可是他们这片区里面的老大 几年前他就早有耳闻了 只是没想到竟然还有机会帮川哥的忙 锅盖头还是个学生 在这一片混的人大多数家境不太好 很多人都是父母外来物工 而子女来城里面上学 即便拥有大城市的教育 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他们这些外来物工的子女都是很难融入这个城市的 以至于成绩下滑后 像锅盖头一样白天当问题学生 不想学习了就出来当混混 何云川看着锅盖头拿出五块钱一包的烟的时候 眸色沉了沉 道 小郭 这钱你和你的朋友分了 然后快点回去上课 以后也别出来当混混了 小郭一愣 紧接着脸上带着一丝为难 川哥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帮人 成绩跟不上 老师经常找我们麻烦 就算是回去上了 等高考结束以后 还不是跟我爸妈一样卖苦力的 多没意思 何云川皱了皱眉头 忍不住问 那现在 你做的事情 就很有意思吗 小郭没有说话 何云川看着眼前比自己小的少年 随后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回学校去吧 就算不喜欢学习 也要把这三年读完 小郭并不清楚 何云川为什么这么说 何云川也没有使劲劝 他劝了一两句以后 就从巷子另一侧离开了 小郭的朋友 看着何云川离开的背影 忍不住问道 郭哥 刚才他是什么意思 小郭看了一眼自己旁边的小弟 忍不住道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说完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两千块钱 突然觉得 这钱跟着了火一样 他拿不住 小郭心烦意乱 直接把钱给了其他人 你们自己分了 我走了 众人一愣 你去哪儿 回学校去 说完 小郭直接摆了摆手 离开了 留下了一脸猛逼的小弟们 你说咱们郭哥 怎么突然有些不一样了 刚才郭哥说的是 要回学校是吧 没开玩笑吧 郭哥不要好好学习了吧 那个何云川你知道吧 之前读植高的 在咱们这一片 可是出了名的 为了几千块钱给人下跪 甚至为了钱 还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了彩虹色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几个月前 他突然从植高退学了 然后花钱 读了六中的一个普通班 众人一听 愣了一下 对于他们来说 读个植高 已经是他们混混中的最高学历了 至少他们从来没听说过 有人竟然能从植高退学 重新去读高中 光是这一份魄力 就让他们震撼 何云川离开以后 就去了刚才 玩玩所在的滑冰场 何云川戴着黑色的鸭舌帽 一身水洗发白的牛仔 在人群中十分低调 他静静地看着 在滑冰场上 溜冰欢笑的玩玩 也跟着笑了笑 似乎是感觉 有人注意到了他一样 玩玩忍不住抬起头 然后就看见 冰场外面站着的一个高大少年 虽然看不见脸 可是玩玩还是一眼 就认不出来了 大川哥哥 玩玩欢欢喜喜地跑了过去 何云川听见玩玩喊他 心里有些震惊 等他抬起头 确定玩玩 是朝着他跑来的时候 眼眶顿时就红了 何云川和玩玩之间 有蓝色的挡板隔着 玩玩还没有挡板高 于是小团子昂着小脑袋 眼睛亮闪闪地看着何云川 大川哥哥 你也是来滑冰的吗 何云川仔细看了过去 几个月不见 玩玩长高了不少 何云川弯下腰 脸上突然染上了一丝笑意 好像是冰雪融化一般 晚晚沉浸在何云川的颜值低 无法自拔 以至于都忘记了 自己四哥在旁边虎视眈眈 好不容易等小家伙回过神 小团子就赶紧介绍到 四哥 这个是大川哥哥 何云川没想到 小家伙不仅没有忘记自己 并且还向苏云芝 介绍自己的存在 一时间有些拘谨 倒是苏云芝 看了看小团子的脸色 知道眼前这人玩玩喜欢的景 也没有多加打量 而是伸出手 淡淡道 你好 我是晚晚的四哥 苏云芝 何云川有些激动 赶紧做了自我介绍 我叫何云川 苏云芝闻言 不由地看了一眼对方 何云川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 帽颜压得有点低 他看不太清楚对方的目光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何云川这人 既然能被晚晚看上 肯定有可取之处 双方介绍完以后 晚晚笑眯眯地问道 大川哥哥 你妈妈身体好些了吗 前些天在楼底下的超市 找了一份收银的工作 何云川说到母亲的时候 整个人似乎都泛着光 对了 那天晚晚送了手抓饼 我妈说很好吃 晚晚听了 大大的眼睛里含着一丝笑意 他看见何云川身上的阴气完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几乎看不见的金光 大川哥哥 你是好人 好人会有好报的 何云川已经听过 晚晚说过许多次这样的话 可是每说一次 他内心还是忍不住地感到高兴 自从家庭走向正轨以后 他便开始关注晚晚 今天在冰场看见有人差一点 撞到晚晚不说 还对着小家伙一顿挑衅 因此 等灵回回去以后 何云川就忍不了了 直接让人把灵回揍了一顿 大川哥哥 你来冰场是不是要来滑冰啊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来 但是我已经会滑冰了 你要是不会的话 晚晚教你好不好 晚晚的话 何云川拒绝不了 没一会儿 冰场上就出现了两个不大的男人 分别在一个小孩的左右两边 牵着滑冰 这一天晚晚玩的 十分开心 苏云芝心情也不错 中午和何云川分开后 就带着晚晚去了一家私房 才吃了饭 只不过菜刚上齐 自己的手机就震动个不停 一打开微信 发现竟然是他爸 对着自己狂轰烂炸 爸晚晚什么时候回来 爸 今天能回来吗 爸你什么时候把晚晚送回来 爸把晚晚还给我 晚晚此刻 正坐在凳子上大口大口的刨饭 他转头 看见自己四哥 一直看着手机一眨不眨的 忍不住问到四哥 谁给你发消息了 苏云芝反应过来 摇了摇头 没什么 说着 默默地把自己老父亲 拉入了黑名单 似乎还想到了什么 道 晚晚 要不要一起拍照 哪有小姑娘不喜欢拍照的 晚晚想都不想直接点了点头 好呀 说完 看着自己四哥举起手机 小团子在苏云芝怀里扭来扭去 做了不少动作 苏云芝拍完照后 直接把图片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 而此时此刻 正在公司疯狂给自己儿子发消息的苏季周 突然看见了朋友圈的消息 老父亲看见图片里面的晚晚 愣了很久 然后气得差点撅了过去 而此时此刻的晚晚 压根不知道老父亲心里的难受 此时此刻 晚晚已经被两只哈根达斯给收买了 小团子边吃边跳 脑袋上扎得小啾啾 一颤一颤的 苏云芝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想要把晚晚送回去 毕竟 晚晚要是再不回去 真的不保证 等会儿他爸下班后 会不会气势汹汹地赶过来 晚晚一听说 自己四哥又想把自己送回去 一把就抱住了自己四哥的大腿 使劲地摇脑袋 我不吗 晚晚说话的时候 就跟唐僧念经一下 苏云芝感到无比头疼 虽然现在已经停止训练了 但是不代表 他们自己就要休息 苏云芝怕晚晚无聊 只好道 等会儿回去 四哥就要去训练 可能白天出去晚上才会回来 到时候 晚晚不怕无聊吗 晚晚摇了摇头 不怕呀 苏云芝还没开口 就听见晚晚道 我就在旁边看着你 要是我 无聊的话就打电话给笑天犬 让他过来陪我一起无聊 苏云芝 笑天犬他是知道的 是晚晚从C市带回来的一条狗 之前 他也在视频里面 见过笑天犬 会翻白眼 会耍杂技 还会打电话 看电视吃薯片 人会做的他都会 人不会做的 他还是会 但是此时他觉得 晚晚似乎比笑天犬更像狗 最后 笑天犬还是被晚晚一个电话 然后被打包送了过来 来的时候 笑天犬在体工队的大门口 死活不肯下车 还是两个保镖 把狗抬进了体工队 对于笑天犬的到来 晚晚是十分高兴的 至于笑天犬 他高不高兴并不重要 苏云芝因为有狗陪着晚晚 心里的担心少了一些 他在换衣室换好衣服后 就去了冰场 因为里面温度低 苏云芝还给晚晚穿了一件外套 晚晚所在看台上 脚下失睡的四仰八叉的笑天犬 训练场滑冰的人并不是很多 60乘以30的场面 零零散散 不足十个人 因为场地很大 大家分得很开 晚晚的眼神 就一直盯着自己四哥看 苏云芝一到冰场上 就练得十分忘我 不断地跳跃 不断点冰 晚晚虽然看不懂 但是看着自己四哥 竟然在空中转了好几圈 也是相当佩服 也不管苏云芝在冰上 听不听得到 晚晚主要是看见他 一跳一落地 就要拍一拍手 这一幕被灵魁看到了眼里 他从巷子出来以后 上身衣服被扒光 还没等他报警 他就因为被人举报 罚款了200元 最后即便是他报了警 但是警察的态度 也并不是很好 觉得他是个神经病 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他回来以后 给自己大伯打电话 结果对方根本没有接通 最后来练兵场训练 没想到一进来 就看见看台上 正在鼓掌拍手的苏婉婉 灵魁此时已经憋着一口气 看着苏婉婉 就忍不住呵斥道 苏婉婉 你怎么还在这儿 婉婉听到有人喊自己 下意识转过头 然后就看见了 穿着黑色紧身衣的灵魁 婉婉愣了一下 看着灵魁青肿的脸 忍不住问道 你被人套麻袋揍了 婉婉是真的好奇 毕竟她和四哥的套麻袋计划 都还没有实施呢 可是现在灵魁竟然被揍了 尤其是脸上 就像是打翻的水彩颜料一般 婉婉实在没忍住 嘎嘎嘎地就开始笑起来 灵魁咬着牙 忍不住想要动手打人 可是原本还睡得死死的笑天犬 就像是感受到一样 立马从地上爬起来 撕着牙恶狠狠地看着灵魁 灵魁吓了一跳 把自己的手给收了回去 苏婉婉 你怎么还带畜生进来 婉婉一听可不开心了 笑天犬是狗才不是什么畜生 婉婉不太喜欢畜生这个词 以前李春梅就经常骂她是畜生赔钱货 小团子越想越生气 撸起了自己的袖子 忍不住道 你再这样 信不信我揍你啊 说完就要上去揍人 灵魁吓了一跳 吓得连连后退挤 婉婉也只是想吓一下对方 没真的想揍人 结果灵魁后退挤不后自己倒霉 后脚跟踩到了椅子脚 啪的一声摔到了地上 咯咯咯 婉婉捂住肚子 笑得不行 这边的动静太大 冰场上的人也注意到了 苏云芝一看到灵魁 几乎没有任何思考 就朝婉婉这边跑来 婉婉 没事吧 苏云芝有些紧张 把婉婉全身上下都检查了一遍 婉婉摇了摇头 脸上还乐呵呵的 四哥你看 他自己跌倒的 灵魁跌倒的姿势很滑稽 并且因为 他在前后椅子的中央 一时半会儿还爬不起来 婉婉声音很大 大家不免朝着灵魁的方向 看了过去 好几个灵魁的跟班 一看见灵魁这个样子 赶紧把人拉了起来 灵魁起来的时候 疼得呲牙咧嘴 他想要骂苏婉婉两句 可是苏云芝不知道 什么时候突然出现 此时此刻 一双漆黑的目光 正缓缓地看向他 咒骂的话 再次被憋了回去 婉婉怕灵魁污蔑自己 赶紧道 你可不能像小白莲花一样 污蔑小孩的呀 我可跟你说哈 你脑袋上可有一个监控器 我可没动你 你自己跌倒的 灵魁随着婉婉的话音 下意识地抬起头 看着房梁上 那黑漆漆的大眼睛 灵魁一天被气了无数次 一口气差点没提上去 苏婉婉 这里是训练场 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我没有胡闹的呀 我没看见 我在丢四哥加油打气吗 那你怎么还带一条狗来吓我 婉婉眼睛里面充满了无辜 忍不住低头看了看 一脸温顺的笑天犬 细声细气道 怎么可能呢 我们家笑天犬可乖了 他的战斗力 只能打赢一只雄性的鸭子 你看他 像是欺负你的模样吗 果然 笑天犬听到婉婉的话 立马站了起来 对着众人讨好的勾了勾自己的前掌 别说路人了 就连灵魁自己都觉得 刚才凶恶的笑天犬 只是他的幻想 眼前的大狗吐着舌头 站起来勾手的模样 乖巧而又憨厚 他想要力争理据 可是实在是说不出一句话 你们在干什么 突然 体工队的大门口 出现了一声 苍老却有力的声音 众人频频回头看过去 当看见来人时 纷纷低着头 明显气氛有些不对 总教练 爷爷 来人正是宜光炫 晚晚看见宜光炫 穿着一件红白相间的运动服 开开心心 就迈着小短腿跑了过去 宜光炫看着宛宛来 本来拉得老长的脸 顿时露出一抹笑来 宛宛 你怎么来了 晚晚被宜光炫抱了起来 小团子就贴在宜光炫的脸边 轻声道 我来保护我四哥 他经常被人欺负 我得为我四哥做主 宜光炫闻言 下意识看了一眼灵回 灵回二话不说就低下头 双手放在裤裆前面 好像是个准备挨训的小学生 晚晚知道 大家都怕杨光炫 自认为找到了靠山 于是脑袋昂起来 鼻子里还哼了一声 那小模样看着 的确是挺讨打的 灵回 你脸怎么回事 宜光炫注意到 灵回那惨不忍睹的脸 忍不住问了一句 灵回心里本来就憋着气 一听到宜光炫这么问 直接把矛头指向了 苏云芝和苏婉婉 总教练 就是他们两个打的 婉婉第一个不服 我昨天就送了你一只熊猫眼睛 没送你两只 还有你的脸 我也没打这么狠 自己出去被人打了 你怎么还往我和四哥身上 扣使帽子呀 婉婉撅着小嘴 小脸上有些不开心 爷爷 我就打了他的一只眼睛 没揍一双 宜光炫嘴角一抽 要不是晚晚不承认 他还以为灵回自己说谎 苏云芝是他的徒弟 他清楚对方的性子 自己徒弟打心眼 看不上灵回 他这个当老师的 当然也清楚 所以自然不可能跟灵回动手 他把目光看向灵回 眼中带着一丝灵力 灵回 你确定 灵回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把今天的事情 全部叙述了一遍 等说完以后 灵回语气中带着肯定 今天他们兄妹两个 就窃窃私语了半天 不是商量打我是什么 以光炫听后 问小团子 晚晚 灵回说的是真的 嗯嗯 晚晚说的时候有些激动 今天我四哥救了他 不然的话 今天灵回今天的腿 肯定就被我打断了 一直以来 晚晚就觉得不听话的人 揍一顿就好了 灵回每次都像个花孔雀一样跳跃 他觉得 把他腿打断了 以后他肯定就不敢当花孔雀了 哎 我四哥实在是太善良了 众人一听 嘴一脚一抽 灵回却听了晚晚的话 差点撅了过去 以光炫心里也满是无奈 总教练 这下子你听到了吧 而且 这里本来就是我们练习的地方 一个无关人员过来干什么 灵回的跟班听后 也是点了点头 对啊 总教练 苏云芝本来就不应该把晚晚带过来 苏云芝脸色一冷 深深地看了一眼灵回 他以前看不起灵回 是因为灵回在比赛的时候 太注重输赢了 从来不注重竞赛的根本精神 但灵回蠢 他还是第一次注意到 老师 晚晚是我带来的 对你从来没规定 不让小朋友在看台上看练习 至于灵回被打的事情 也不是我和晚晚做的 灵回平时得罪挺多人 说不定是别人看不顺眼 把人揍了一顿也说不定 灵回一听炸了 指着自己连忍不住道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脸上的是假的不成 苏云芝摇了摇头 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今天被人打 不是我们做的 说完 苏云芝从自己口袋里 掏出一张黑色的卡片 说道 这是我律师的名片 如果你在这么胡搅蛮缠下去 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变成被告 灵回一愣 他把黑色的卡片翻了过来 另一面是用烫金写的字体 而在尾端 正好写的是 阳光事务所 阳光事务所 可是全国大名鼎鼎的律师事务所 业绩从无败笔 有的时候 甚至能把对方的辩护律师 都给送进去 灵回猛逼了 怡光炫见灵回这样子 道 行了 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 都是一个对的 闹什么不愉快 众人散去后 唯有灵回拿着黑色的卡片发呆 晚晚被怡光炫放在了看台上坐着 笑天犬再次回到原来的位置 睡得四仰八叉 怡光炫见此 无奈地点了点头 正准备去给队员们训练的时候 晚晚突然拉住了怡光炫的衣服 爷爷 晚晚睁着大眼睛喊了一句 怡光炫愣了一下 怎么了 爷爷 你身体好些了吗 怡光炫毕竟在大病一场 此时的气色算不上多好 但是对于晚晚的关心 怡光炫还是摇了摇头 爷爷没什么事 晚晚乖乖在这里坐着 要是饿了 外面就有小卖部 自己去买东西吃 晚晚乖巧地点点头 我坐在这里等四个 怡光炫这辈子没孩子 更别提说孙女了 第一次碰到这么乖巧的晚晚 怡光炫心都快软化了 怡光炫离开后 就换上了冰鞋 随后上场 把所有人召集起来 怡光炫虽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可是周深的气质 让众人已经忽略了眼前的老人 已经六七十岁 怡光炫语气中带着一丝严厉 对着大家道 这段时间由我来代替副教练训练你们 明天早上 我希望你们能准时到冰场训练 众人一听 顿时有些惊讶 总教练 您不是只带苏云芝一个人吗 对啊 我们副教练去哪了 听说他被组委会的人带走 是不是真的 话音刚落 不少人就把目光看向了灵回 灵回脸上顿时火辣辣的 这两天 他也联系不上自己大伯 问家里的人 大家都闭口不谈 他知道自己大伯十有八九被送去调查去了 他的内心也涌上了一丝不安 然而这么想着 灵回看着苏云芝练习的背影 眼神中渐渐生出了一丝恶毒的想法 这一切 要不是苏云芝的突然到来 他也不会被人压一头 想到这里 灵回的拳头渐渐地捏紧 然后朝着苏云芝慢慢地靠了过去 原本还在吃着自己包包里面瓜子的碗碗 忽然发现自己四哥身上的阴气暴增了不少 碗碗也来不及啃瓜子了 直接把小身子立起来 然后就看见灵回距离自己四哥的距离越来越近 碗碗根本来不及 想其他的 直接从凳子上下去 然后对着自己四哥喊道 四哥 然而冰面的声音十分嘈杂 苏云芝此时正在不断尝试阿克塞尔四周跳 碗碗朝他不断挥手 苏云芝仍然没有看到 苏云芝的积分在世界上排名前五 在下次的冬奥赛上 极有可能取得世界冠军 因此 宜光炫把这个名额给了苏云芝 只是半年前 苏云芝在半年前开始 比赛频频失误 以至于让林满江找到了弱点 经常对苏云芝进行攻击 甚至想把比赛名额给自己侄子 然而 现在已经成为拉他下马的证据之一 苏云芝有些走神 他还在想 下半年的冬奥会 应该尝试把阿克塞尔四周跳给跳出来 南丹能够做出阿克塞尔四周跳的 基本上屈直可数 甚至在比赛上 从来还没有人实现过 苏云芝有些分神 以至于都没有看见 晚晚迈着小短腿 疯狂在冰场蹦地喊他 林满越来越逼近 他站在苏云芝后面 五米不到的地方 当他看见苏云芝点的起跳的时候 也跟着起跳 运动员在冰场起跳 是需要爆发力的 并且速度很短 往往一个跳跃 一秒钟的时间都没有 中途也不可能泄力 以至于苏云芝 看到他和林满这么近距离的时候 心里咯噔一声 完了 四哥 晚晚站在不远处 眼看着林满和自己四哥 就要撞上了 顿时睁大了眼睛 碰 突然 二人时间的碰撞 发出了巨大的声音 在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晚晚已经跑了上去 苏云芝只觉得自己的手臂 一阵剧痛 坐起来一看 他手臂上 竟然已经被林满的冰刃 割出了一道血痕 血将冰面染红了一大片 哇 晚晚看见自己四哥的手臂 哗啦啦地冒血 直接哇地 一声哭了出来 苏云芝心里涌上一丝慌乱 捂住晚晚的眼睛 艰难地说道 晚晚别怕 晚晚眼泪哗啦啦往下掉 哭得伤心不已 四哥 你不会要变成死哥了吧 呜 晚晚自己说着 立马就想象出自己四哥 装在棺材盒子里的样子 越想越伤心 苏云芝此时神经还很清醒 听见晚晚哭得这么伤心 还能不断地安慰几句 只不过血流得太多 不到两分钟 苏云芝脸色就苍白一片了 苏云芝手上的伤口 深入肩骨 看起来十分严重 好在队一一直都在附近 听说有人受伤 立马就赶了过来 当他看见苏云芝手上 深入骨髓的伤口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晚晚这时候 终于冷静下来 赶紧从自己随身的口袋里 给自己四哥止血 苏云芝不想让晚晚 看到这么血腥的这一幕 捂住晚晚的眼睛不让看 晚晚的双眸通红 对着赶来的一光炫道 四哥流了好多血 再不止血 等到了医院 血都流光了 即便只是伤到了手臂 但是依照这个出血量 晚晚并没有骗人 晚晚眼睛通红 脸色也有些苍白 但是神色十分认真 一光炫脸色不好 看了一眼脸色 同样苍白的灵回 随后打了报警电话 以及叫来了救护车 这边 等把针扎完以后 苏云芝的脸色 的确好了不少 对一把苏云芝送到了医院 这次晚晚没有去 而是打了一个电话 叫自己爸爸过去 苏继周一听说自己儿子受伤 想都不想直接赶往医院 而留在体工队的晚晚 眼神却变了 他通红的眸光中 闪现出浓厚的杀气 这种眼神 放在一个只有年仅四岁的孩子 十分不符合 灵回起初对着苏云芝 是起了杀心的 唯一没想到的是 苏云芝运气这么好 竟然只伤到了手臂 可是等他反应过来以后 才发现自己做了一件 多么愚蠢的事情 他第一反应 就是想回家找父母 可是晚晚根本不给他逃跑的机会 灵回 你想杀我四个 小团子穿着鞋子 可是在冰面上 却走得稳稳的 而他的身后 是刚才苏云芝留下的一大滩血迹 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灵回极力想要否认 但是晚晚根本不听 所有人都不清楚 一个四岁的孩子 能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只见晚晚看了一眼 房梁上的转动监控器 那监控器似乎跟成精一样 慢慢把自己的眼睛转到了角落 一下秒 晚晚走得过去 直接抓着灵回的头发 用膝盖顶着对方的脸 灵回只觉得自己看的脸上 好像有一块千斤重的石头一样 牙槽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紧张的情绪 牵起了他的神经 可是灵回此时 却一句话都发不出来 他无数次想要挣扎 可是全部都无济于事 在旁边傻愣着的众人 终于反应过来 想要把晚晚和灵回拉开 可是晚晚的力气不容小觑 晚晚看着灵回那贼眉鼠眼的模样 越发生气 然后对着灵回 就是一通流星拳伺候 不知道为什么 灵回能够清楚地 听到自己头骨被打猎的声音 好不容易等大家把晚晚抱起来 灵回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然后看着晚晚那蜂魔的样子 对着晚晚就是破口大骂 我要告你 晚晚不服输 不告我你就是我孙子 说完 晚晚越发生气 还想把人摁在地上揍一顿 要不是之前自己给四哥的扶植起了作用 那么自己四哥要一辈子都躺在这块冰面上了 晚晚红着双眼 即便是和灵回分开了极大的距离 小家伙被人架着 还是没忍住在空中蹬了几下 很快 警察来了 灵回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对着穿着警服的男人一通告状 警察大哥 就是那个小孩 刚才把我摁在地上打 你看我的脸 我现在头晕 恶心 我要求去医院检查 说完 灵回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苏彦青嘴角一抽 然而 看到自家妹妹的时候 眼神突然凌厉起来 晚晚看到自己三哥 已经没有刚才那凶残小团子的模样了 此时 小团子眼睛里泛着泪花 苏晕芝 今天给他扎的头发 已经全部散了 而且 脸上还红了一大片 三哥 晚晚慢慢地走到了苏彦青的面前 张手就要抱抱 苏彦青心疼得不行 赶紧弯腰 把晚晚抱了起来 晚晚 怎么了 苏彦青不问还好 一问晚晚觉得自己可委屈了 哇 晚晚闹到埋到了苏彦青的怀里 哭得好不凄惨 三哥 有人欺负我 三哥 我四哥要死了 苏彦青立马捕捉到了字眼 下意识在人群中扫了眼 没看见老四 结合了晚晚的话 苏彦青心里咯噔一声 云知怎么了 晚晚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四哥被他故意撞到了 流了好多血出来 说完 晚晚指着罪魁祸首灵回 就是他 他故意的 说完 晚晚轻轻把小嘴 凑到了苏彦青的嘴边 要不是晚晚的护身符 今天四哥就直接死了 苏彦青是全家中最清楚 晚晚能力的人 他并不觉得 晚晚会说谎 于是对着自己的下属道 把人带回去 灵回此时还在猛逼中 明明他才是受害人 为什么被烤上玫瑰金桌子的 还是他 审讯室内 灵回被一盏金色的大灯 照得睁不开眼 苏彦青坐在审讯桌上 一言不发 这时候 终于有个身穿警服的小姐姐 走了进来 如实道 老大 我们调取了体工队的监控 初步判断 是灵回故意撞到苏彦之 至于小朋友打人的视频 监控也没有人拍到 苏彦青文言 点了点头 自从用了晚晚的驱疤药后 苏彦青太阳学处的伤疤已经恢复如初 但是在缅穿混迹的几年 周深的威压并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受得了的 苏彦青还没有说话 灵回就已经下得不知所措了 我 我不是故意的 灵回想要辩解 可是苏彦青的眼睛里 似乎能看清楚一切一样 他想要辩解的话 一句也说不出来 最后灵回干脆破罐子破摔 道 你是苏彦之和苏婉婉的哥哥 不能参与办案 还有 我说了 这次只是意外 我们运动员哪有不遭遇意外的 所以我本人律师没有来之前 我不会说一句话的 苏彦青听后 突然笑了笑 好啊 说着 苏彦青对着身边的审讯人员道 把冯菊叫过来 我必嫌 好 可是冯定英一来 灵回就怕了 冯定英工作几十年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在冯定英的威胁审讯下 灵回愣是 吓得差点撅过去 警局外面 灵回的父母 听说自己儿子进了警局 便匆匆赶了过来 一进警察局的大门 就对着警察大声喊道 我儿子是冤枉的 你们把我儿子怎么了 正在值班的警察 心里一阵无语 他们不用猜 就知道是灵回的父母 内心虽然是无语的 但是面子还是要做足 因此 对着灵回父母 进行好一阵安抚 这会儿 婉婉已经给自己看爸爸视频完 得知四哥手术十分顺利后 心里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心想 自己看四哥这么好 手上一定不能留疤 所以回去的时候 一定要给自己四哥 好好调理一下 这么想着 就发现灵回的父母 一进大门 就大吵大闹 婉婉看了过去 这对夫妻 也不是什么好人 不然他们的儿子 也不会变成这样 灵回的父母 被送到了调解室 婉婉也跟着 二人的屁股后面 走了进去 灵回父母眼中 有些不耐烦 我儿子现在怎么样了 接待的警察 自己也不清楚 于是摇了摇头 把情况 说给了灵回父母听 可是灵回父母 听到警察的解释并不满意 我们小回可是全国花华的冠军 他怎么可能故意伤害别人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说不定是他队友装的 也说不定 跟在身后的小团子 可听不得这话 忍不住道 那我也给你儿子 搁一条口子试试 看看到底是不是装的 调解室里 大家才注意到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个小团子 警察局的警察们 都认识婉婉 知道这事 换成谁遇到这种事情 都很生气 尤其是受伤的 还是自己哥哥 警察赶紧低头 对着婉婉一通安抚 对于灵回父母的话 同样有些反胃 他们没有一同随行 并不清楚事情的真相 可是婉婉的哥哥 的确是进了医院 而这夫妻二人说话 也的确让人反胃 你是谁 调解室突然出现一个小孩子 灵回父母看着 觉得有些奇怪 可是看着婉婉的眼神 尤其是刚才婉婉说的话 二人都不太喜欢 面前这个小姑娘 我是谁 婉婉冷哼一声 认真道 我是原告 话音刚落 苏彦卿就走进了 调解室的大门 众人的目光 纷纷看向了 眼前高大的男人 男人一身警服 周身散发出冰冷的气质 即便太阳学处的疤痕 已经消失 可是气质这东西 并不是说能掩藏 就能掩藏的 灵回父母一看苏彦卿 就知道这人的职位不小 赶紧站起来道 警官 你看看这小姑娘 都说的什么胡话 什么叫原告 我儿子就是不小心的 他怎么可能 故意伤害别人呢 婉婉赶紧摇了摇头 当然不是故意伤害 我们要告你儿子是 故意杀害 灵回父母 脸色瞬间苍白 一字之差 所有含义都是不一样的 那可是杀人啊 这 灵回父母 把求救的目光 看向了苏彦卿 希望对方 替自己说两句 可是苏彦卿 却直接抱起婉婉 然后坐在了调节椅子上 我妹妹说的没错 我们是原告 苏彦卿说完 她身后一个 穿着西装皮履的男人 直接把一份合同 递到了灵回父母的面前 灵回父母低头一看 竟然是官司的书面合同 以及一张帝都法院的传票 怎么可能 二人相互看了一眼 嘴角哆嗦了一下 苏彦卿不想再多说什么 道 刚才灵回自己已经 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供认不会 视频监控 也证明 这件事 就是灵回自己故意 我苏家会对灵回进行起诉 如果二位有什么不满的 可以去法院说 灵回的父母慌了 我们小回肯定不是有意的 而且我们小回是运动员 不能有暗底的 就算他有错 就看待他是 他配吗 苏彦卿忍不住问道 灵回的父母愣了一下 什么 苏彦卿再次问道 我说 灵回配成为一名运动员吗 他有任何的竞技精神吗 运动场上只有输赢 可是在运动中 却不仅仅只有输赢两个字 苏彦卿知道 灵回父母是得难缠的 因此并不想多待下去 说完以后 就抱起婉婉 离开了调解室 苏彦卿请了假 和婉婉一块来到医院 看望苏云芝 苏云芝的病房里 出现了不少人 不仅苏季周在 还有苏大哥 以及怡光炫 自己走后不久 竟然出了这种事 怡光炫的脸色不太好 心里也心疼自己这个徒弟 好在苏云芝没什么大碍 更庆幸的是 苏云芝伤口虽然害人 但是并没有伤到手部的神经 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所有人都在庆幸他运气好 只有苏云芝一个人 想到来到医院前 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当时他在跳跃后下落的时候 灵回的冰刃 是对着他的脖子的 即便他想要躲避 但是在跳跃旋转的过程中 他自己本身就要承受 来自自己身体四至五倍的重量 根本没有机会躲避 可是就在这时候 他胸口一热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自己就已经落了地 而原本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灾难 可是最后 他却只受了一场轻伤 后来来到医院 他打开晚晚送的颈囊的时候 发现自己原本折得整整齐齐的符纸 竟然已经变成了灰烬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晚晚刚回来的时候 也给自己记了好几张 之前在冰场上被人撞到或者失误 本来以为都不可能避免受伤 可是到最后却毫发无损 正当苏云芝发呆的时候 苏云芝突然听到了一道软糯糯的声音 苏云芝起初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结果 等他抬眼看过去的时候 就看见穿着白的小马褂的晚晚 朝自己扑来 小家伙的小嘴撅着 好像已经要撬到了天上 四哥 你痛不痛呀 苏云芝麻醉还没有过去 本来想摇摇头说自己不痛的 可是面对晚晚的目光愣了一下 不知怎么了 苏云芝点了点头 疼 晚晚一听 自己四哥竟然说手疼 赶紧道 四哥 我给你吹谁就不疼了 果真 下一秒晚晚就对着苏云芝受伤的手吹了吹 因为太使劲 口水都吹了出来 本来还挺心疼儿子受伤的老父亲 看见晚晚竟然这么贴心 给自己哥哥吹伤口的老父亲 这一颗酸了 晚晚趴在了病床上 对着苏云芝说 灵回被我揍了一顿 不过四哥你放心吧 不会留痕迹的 现在三哥说要告他 说完 晚晚想要了什么 对上了一光炫 对了爷爷 体工队要怎么处理灵回啊 一光炫没有想到 晚晚竟然还关心这些 想了想 一光炫如实道 今天林满江已经被撤职 甚至会有更高的处分 至于灵回 上面给出的指示 是踢出体工队 只是没想到遇到这种事 其实 即便上面的指示还没有下来 灵回应该也清楚自己的解决 不然也不可能这么激动 晚晚对这个结果 没有任何意义 一个小时后 帝都国家花华队的官博 发了一条微博 上面的内容是 林满江因为贪污受贿 被撤销副教练一职 后续继续调查 队员灵回多次破坏体工队对归 被开除处理 关注体育的人群并不多 这件事也只是在体坛里面 狠狠地掀起了一道风云 真正上热搜的是阳光事务所 给了灵回一通传票 并且还爱特了灵回本人 阳光事务所专属苏氏集团 别看平时没什么动静 但是主要是阳光事务所经手的官司 没有一件事败诉的 并且 网上许多上过热搜的案子 都是阳光事务所律师的事迹 因此 短短十年间 阳光事务所的粉丝 已经超过了500万 因此 现在只要阳光事务所一发微博 一定能引来一群吃瓜群众 大家一看灵回这个姓名 感觉到有些陌生 然后阅读完所有的信息以后 不少人直呼好家伙 这可是故意杀人啊 我直呼好家伙 这人也太会嫉妒了吧 就因为人家比你优秀 然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以就嫉妒的不行 这是什么垃圾思想 虽然没有划过冰 但是看过电视 脚下的冰刃 一般都是很锋利的 所以说人有没有事啊 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就算没有大出血 起码也出了很严重的事故 如果在跳跃中撞击的话 就算身体没有被冰刀划伤 身体着地以后 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 因为冰面本来就不是平整的 上面的潜在危险是很多的 啊 灵回这种人 真的是社会的败类 还好 没有去比赛 不然丢脸都丢国外去了 判刑 不管怎么样 坚决不能和解 楼上的放心吧 阳光事务所发出来的微博 已经说明了一切 阳光事务所 看着底下的反响不错 顺便回复了几条评论 说了说 苏云之现在的现状 并且态度坚决地告诉大家 灵回的事情 绝对不接受任何和解 事情告了一段落后 婉婉发现自己四哥身上的黑气 竟然一天比一天消散了 待了出院那天 自己四哥的身上 已经浮现出淡淡的金光 小团子乐呵地不响 忍不住问道 四哥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最近有什么变化 苏云之点了点头 婉婉这几天照顾太好了 这几天 四哥的手一点也不痛 而且神清气爽 比没出事之前的精神还要好 婉婉听到苏云之这么说 小胸脯立马挺了起来 忍不住道 才不是我的功劳呢 是四哥你身上的死咒已经解除了 下次你比赛的时候 就不会再出现错误 婉婉说完 像天桥底下的瞎子相识一样 拨弄着手指 忍不住道 我算过了 今后四哥你心里想的 都会心想事成 苏云之紧绷着的脸色 经过婉婉这几天的照顾 早就柔和下来 他垂下毛子 轻轻地揉了揉婉婉的脑袋 忍不住道 婉婉真厉害 还会四字成语了 说着 苏云之蹲下身 轻声说了一句谢谢 苏云之手上的伤还没有恢复 不能继续参加训练 一光炫便让苏云之先回学校 把剩下的课程给补了 没错 年仅二十出头的四哥 还是帝都大学体育专业的学生 因此和婉婉分别后 苏云之就坐上了回学校的车 离开了婉婉的事业 本来婉婉 还想跟着一块去学校照顾自己四哥的 但是被老父亲拒绝了 老父亲已经很久没抱过小团子 一天到晚稀罕得不行 准备把婉婉带到公司的时候 老三又突然出现 苏继周心里咯噔一声 知道老三这是来抢孩子的 婉婉本来已经坐上了车 突然看见自己三哥 穿着一身制服站在车窗前面 婉婉双手扒拉着车窗 然后把脸贴在了车窗上 三哥 你找我什么事 可是车窗外的苏彦青一动不动 苏继周看着自己女儿这个样子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婉婉 她看不到车窗里面 婉婉一愣 赶紧把车窗给降了下来 探出了一个脑袋 三哥 咋低了 苏彦青脸色有些凝重 轻声道 张庆荣要死了 医生说 撑不过今晚 婉婉笑容一顿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心里本来应该毫无波澜的 张庆荣之前受了这么重的伤 却没有死成 就因为死咒还没有彻底解除 她能活着 也是因为靠着苏家庞大的气韵 今天自己四哥身上的黑气一散 相当于最后一点 能够吸取的气韵也渐渐没了 张庆荣的结局早就已经注定 正因为知道 她应该一点感觉都没有的 然而 现在她心里却十分酸涩 眼泪在眼眶中怎么也出不来 她的内心欣喜 畅快 又觉得对方竟然就这么死了 有些太便宜她了 即便婉婉不知道 自己心里为什么这么想 我要去见她 突然 婉婉说了这么一句 苏彦青没有任何意外 替婉婉打开了车门 车内的苏继周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可是婉婉这时候 却转过头 说道 爸爸 你先去上班吧 婉婉傍晚的时候就回来 今天我想吃香菇炒肉 你记得 让厨房给我坐呀 苏继周看着自己女儿的小脸 点了点头 说了句注意安全 最终让人开车走了 婉婉站在医院的大门口 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她的身上 同样让她的心 都一同有了感觉 苏彦青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拿来了一顶小帽子 戴到了婉婉的脑袋上 婉婉抬起头 正好被苏彦青抱了起来 小团子趁机就用手 勾着自己三哥的脖子 小脸贴在苏彦青的胸膛 两兄妹都像不知道热一样 苏彦青带着婉婉上了 自己那辆朴实乌华的大众车上 给小孩开了空调 张青荣突然不行了 是不是因为你说的死咒 路上 苏彦青仔细地看着前方 然后看着后视镜 正在吃鸡爪的婉婉 婉婉点了点头 她能活着全靠窝门加捏 话说之间 很快就到了张青荣所在的医院 晚晚来之前 给自己多穿了几套防护衣 争取自己不被沾染一身气味 医院如今 对张青荣已经不进行任何的抢救了 只是如今 张青荣仍然还吊着一口气 这一个月的时间 她的皮肤不断地发炎 流浓 溃烂 神经上的疼痛 让她每天呻吟不断 此时 张青荣已经像是一只垂死挣扎的鱼 连眼皮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只是当她看见苏婉婉的那一刻 突然睁大了双眼 苏彦青把时间留给了婉婉 自己则是坐在了另外一侧 婉婉慢慢地走向了张青荣 张青荣的喉咙 发出了厚厚的弹声 只是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三哥说你要死了 婉婉突然开口道 眼中的神色淡淡的 那模样有些像苏云芝 张青荣忍不住想要躲 可是如今 她连最简单的眨眼 都要牵动自己的神经 她如今只能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孩子 一步一步朝自己逼近 突然 当婉婉要靠近她的时候 婉婉突然停下了脚步 你要死了 我很开心 你这种人 就算去了十八层地狱 阎王爷也不想要你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入轮回的 你这种就算再死一千次 一万次 都死不足惜 张青荣睁大了双眼 下一秒 张青荣身体在不断地抽筋颤抖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张青荣的纱布上 渗满了鲜红的血迹 以及伴随着张青荣痛苦的声音 苏婉婉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 拳头捏得紧紧的 突然 自己的眼前一黑 苏彦青宽大的手掌 替婉婉遮住了视线 婉婉 我们不看 婉婉点了点头 他们离开病房以后 医生护士余贯而出 病房里痛苦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 整个走廊都能听到 张青荣死了 因为没有亲人 身份特殊 最后被烧的灰都不剩 就如婉婉所说 只要有她在 张青荣想要入轮回 都入不了 婉婉得知张青荣死了的时候 也只是恍惚了一会儿 最后叹了一口气 回到家 当小家伙看到苏继周 在厨房的时候 眼神立马不一样了 她回头看了一眼苏彦青 苏彦青也看见了 在厨房不断忙碌的老父亲 以及在旁边站着的几位大厨 犹豫了一会儿 苏彦青道 婉婉 今天三哥要值班 就先回去了 婉婉睁大了双眼 看着自己三哥逃跑式的背影 立马就撅起了小嘴儿 笑天泉此刻 已经被送了回来 她看见婉婉的模样 心里神气得不行 于是 她晃着尾巴走到厨房 朝着苏继周叫了两声 苏继周从厨房出来 就看见了站在门口 弱小又无助的婉婉 苏继周立马放下锅铲 然后招婉婉招了招手 婉婉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赶紧进来吧 婉婉慢吞吞地换了鞋子 一句话都不敢说 倒是老父亲直接过来 牵着婉婉的手 一边走一边说 你不是说 要吃香菇炒肉吗 今天爸爸 请教了好几个大厨 给你亲自做了香菇炒肉 说完 他看向了 婉婉不相信的眼神 立马顿了顿 老父亲也知道自己的手艺 想了想 语气也有些迟疑 这次应该是能吃的 大厨都在旁边看着呢 婉婉下意识 看了一眼厨房站着的大厨 大厨们站成一旁 庞大的身躯 看起来比他还要弱小无助 小团子最后叹了一口气 还是口头上 支持了一下自己爸爸 饭桌上 婉婉的胸前 围了一个粉红色的饭兜 连同笑天犬胸口上 也有一个 苏季周把自己做好的 那份香菇炒肉 放在了婉婉的面前 婉婉看的一眼 还冒着热气的香菇炒肉 真心实意地评价道 看着还挺好吃的 苏季周脸上顿时有些欣喜 然后给婉婉的饭碗里 加了不少香菇和肉丝 婉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还是埋下脑袋吃了一口 和想象中的一样 虽然脉相不错 好像自己爸爸又把糖当成了盐巴放 唯一庆幸的是 这盘菜还是能够下口的 但是当苏季周 还想给婉婉加菜的时候 小家伙死活不肯吃了 苏季周一愣 也尝了一口香菇炒肉 结果一进嘴里 味蕾里的甜味瞬间爆发出来 吓得他差点没把饭菜给吐出来 男人抬头看了一眼嘎嘎大笑的婉婉 心里无奈 这么难吃怎么不说 婉婉嘿嘿一笑 只是这次却多了一丝真心 爸爸做的婉婉 觉得都好吃 苏季周突然觉得 婉婉去了一趟医院 有些不一样了 这一下子饭也不吃了 赶紧把婉婉抱在怀里 轻声问道 怎么了 婉婉沉默了一下 看着老父亲脸上的担心 突然笑了起来 婉婉就是觉得 现在真好 什么真好 苏季周有些疑惑 婉婉举起自己的小手回答道 爸爸 哥哥 小池 还有干店 还有婉婉喜欢的好多好多人能活着 婉婉就觉得很开心 婉婉说着说着 就有些难过 今天张庆荣死了 如果她不死的话 就是你们死 这样的话婉婉 就没有爸爸 还有哥哥了 压抑了一天的情绪 婉婉在说完这一句后 突然爆发 到时候你们死了 婉婉就成棍儿了 就没人爱婉婉了 我害怕 婉婉说着 手哐当哐当 打着苏季周的胸口 越打越伤心 苏季周第一次看到 婉婉哭了这么厉害 和以前的小达小闹不一样 婉婉的哭声中 带着一丝害怕和不安 苏季周把婉婉紧紧地抱在怀里 用脸紧紧地贴着小孩子 想给她一丝安全感 可越是这样 婉婉哭得越厉害 就连饭桌上吃饭的笑天犬见了 也赶紧下来 蹲在了妇女二人的身边 用自己的爪子 轻轻地安抚大哭地婉婉 婉婉发泄完以后 自己就睡着了 苏季周一点不敢离开 即便天色还早 最后还是给婉婉 轻轻地擦拭了一下身体后 就把孩子抱回了屋里睡觉 婉婉睡得并不安稳 苏季周这一晚 根本没敢睡觉 时不时就要起来 看看自家闺女的状况 而笑天犬也睡在床尾 一有声响 就要动一动耳朵 然后起来看看 小家伙的状况 老父亲第二天 向苏燕青 询问了张清荣的事情 得知张清荣死得 太过于凄惨 心想 一定是这样 把自己闺女给吓到了 左右横梁之下 苏季周 还是把顾芳池 和小胖给喊了过来 小胖得知 可以找婉婉来玩 激动得一大早就爬了起来 然后让自己老爸 送自己过去 再然后就被自己 老妈给揍了一顿 原因是 这么早打扰到 自己老爸睡觉了 小胖看了一眼时间 发现才早上六点 好像挺早的 他爸不到九点 是肯定起不来的 然后又睡了一觉 而顾家别墅 顾家父子听说 晚晚昨天 突然大哭睡得不安稳 担心得一晚上没睡 因此 凌晨四点的时候 父子二人顶着黑眼圈 开始想办法 怎么逗晚晚高兴 早上六点 顾芳池就跑到了隔壁 晚晚昨天睡得很早 因此 今天一大早就醒了 当他看到顾芳池的时候 愣了一下 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小池哥哥 当发现自己不是眼花之后 小团子张开双臂 就要抱抱 晚晚虽然已经不去基地训练了 但是顾芳池却每天 雷打不动地去挨揍 训练 晚晚喜欢一言不合扑倒别人 顾芳池早就习惯了 好在顾芳池稳稳当当 把晚晚接住了 小池哥哥 你怎么来了 经过一晚上 晚晚早就已经满血复活了 顾芳池自然不会说 是因为晚晚昨天晚上难受 所以今天他来看看 想了想 顾芳池看了一眼晚晚 轻声道 好久没看见你了 我问周叔 他说你出去了 晚晚一想 自己最近的行程 果然没顾得上顾芳池 心里顿时有些愧疚 最近 晚晚业务比较忙 对不起 顾芳池也没怪晚晚 他轻轻地揉了揉晚晚的脑袋 面色柔和 今天你想不想出去玩 我带你去游乐园 晚晚赶紧摇了摇头 不去不去 游乐园不怎么好玩 对小孩子不友好 顾芳池也没去过游乐园 一时间有些疑惑 为什么 晚晚一副我是过来人的样子 轻声说道 因为很多项目 我们当小孩的都不能玩 说完 还讲了很多 他上次去游乐园没玩到的项目 顾芳池一听 顿时歇了 去游乐园玩的想法 那等你长大了 我再带你去游乐园 晚晚赶紧点了点头 开心地答应了下来 晚晚练完剑 就把在草坪上打短的笑天拳 拉到了沙堆边 又开始了玩半家家的游戏 正好这时候 小胖也被江无明送了过来 江无明把自己儿子送到了门口 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叮嘱了两句 小胖此时的心早就飘到了晚晚身上 自己老爸说什么 他就点点头 等江无明开车走后 小胖蹦蹦跳跳走进了苏家 一进门就看见顾芳池和晚晚在草坪上玩半家家 小胖看得有些眼馋 但是一看到顾芳池 还是忍不住发出 倒是晚晚看见小胖 十分热情地招呼对方过来 小胖此时弱小又无助 可是很快就跟晚晚玩到了一块 至于顾芳池 管他的 没办家家重要 小胖玩得不亦乐乎 不断给笑天犬喂饭 晚晚看着小胖 突然陷入了沉思 小胖感受了晚晚的目光 忍不住问道 晚晚 怎么了 晚晚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接着道 我和小池哥哥是夫妻 那你应该当什么呢 小胖也觉得 这是一个问题 晚晚突然灵光一闪 要不你当我们的孙子吧 小胖一听 赶紧摇了摇头 不行不行 那笑天犬岂不是成我爹了 等我回去 我妈妈要打死我的 晚晚也觉得这样不好 于是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要不我当你哥哥吧 小胖的大眼睛里 写满了真诚 可是晚晚摇了摇头 那我们的辈分 不就乱了吗 啥辈分 小胖满脸不解 当然是现实生活中的辈分呀 晚晚放下自己的碗 拍了拍手上的沙子 开始给小胖讲知识 你爸爸叫我爸爸叔叔对吧 小胖想了想 发现 还真是 晚晚黑黑一笑 所以说我和你爸爸是同辈的 我应该叫他哥哥 而你按照辈分 要叫我小姑姑 小胖如同雷击 他从来没想到 自己竟然成为辈分最小的那个 小胖下意识把目光 看向了最聪明的顾方池 顾方池看着他 脸上也写满了认真 是的 你也应该叫我小叔叔 小胖来回看了看二人 又看了看笑天犬 犹豫了一下 小胖问道 那现实生活中 我跟笑天犬是同辈吗 晚晚赶紧摇了摇头 小胖顿时松了一口气 笑天犬跟晚晚是同辈 他比晚晚大 是哥哥 笑天犬听着 立马从沙堆里面起来 黑白分明的眼神 看起来有些神气 只有小胖一个人 怀疑人生 似乎是接受不了 小胖也不玩半家家了 跑到了别墅 此时 苏继周正在沙发上坐着看报纸 看见小胖跑过来 眼泪汪汪的样子 还以为小胖被晚晚欺负了 然而就听见了小胖 迈着小步子 十分委屈地问他 晚晚爸爸 我爸爸是不是喊你叔叔 苏继周愣了一下 可还是点了点头 小胖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 晚晚果然没有骗自己 他就应该叫晚晚小姑姑 叫顾方池小叔叔 小胖整个头都低了下去 默默地出去了 倒是苏继周 一脸猛逼地 看着小胖离开的背影 看样子还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等小胖出来以后 小胖看了看晚晚 还有顾方池 用着蚊子般的声音道 小姑姑 小叔叔 晚晚开心地挨了一声 顾方池听着这声小叔叔 也觉得舒服 看着小胖也顺眼了不少 于是恩了一声 只是小胖的伤心 二人并不知道 这一天 三个小孩子都玩得很高兴 小胖暂时忘记了 自己降了辈分这件事 只是被江无明接回家之后 小胖在车里 一直盯着自己这个年轻的爸爸 江无明还以为 自己脸上有什么东西 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 怎么了 小胖叹息一口气 连带着自己的小肚子 也缩了一下 爸爸 你也太不争气了 江无明坐在车里 满脸疑惑 小胖看着自己爸爸 一副天真的样子 更是心累得摇了摇头 你知道我和晚晚之间的朋友关系 变成了什么吗 江无明不知道 他摇了摇头 看向自己的儿子 小胖看着自己爸爸 这么天真的模样 忍不住道 我本来比晚晚大 按道理说 晚晚应该叫我哥哥对吧 江无明点了点头 可就因为你叫晚晚爸爸叔叔 以至于晚晚跟你同辈了 而我 得叫他小姑姑 小胖挺着自己的小肚子 看起来有些生气 而且我也得叫顾方吃小叔叔 到头来 身份最卑微的 还是我这个小胖 你说 我能不生气吗 江无明听到儿子这么说 顿时哭笑不得 他揉了揉儿子的脑袋 轻声道 谁叫你爸爸备份低呢 可真是委屈你了 小胖想想也是 哼了一声 紧接着 银色的兵力 停留了一座古城的门口 小胖子看了一眼时间 忍不住问 爸爸 你这时候出去摆摊啊 江无明点了点头 没和自己儿子多说 然后就下了车 司机也这时候赶紧下车 从后备箱里 拿出了江无明平时工作的 简易工作摊 小胖 从别墅离开以后 差不多就到了吃饭的点 顾方池看了一眼天色 对着晚晚轻声哄道 晚晚 我家里新来了一个国外的厨师 会做各种口味的冰激凌 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晚晚的脑海里 瞬间就想到了 各种各样的冰激凌 根本没有多想 跟在顾方池的身后 就回了家 等苏季周听见外面 没有孩子的声音 出来看的时候 发现屋外已经 没有孩子的声音了 苏季周眉头突突突往上跳 忍不住问道 人呢 一旁正在修剪树木的老头 呵呵一笑 刚才跟着顾家的小少爷走了 看样子 应该去吃饭了 苏季周 今天中午吃饭的 还是他一个人 晚晚这一顿饭 的确吃得很开心 顾方池让人把昨天空运过来的 波士顿大龙虾 蒸出来给晚晚吃 晚晚一个人就吃了一只 等小家伙吃饱喝足 把顾方池送回家的时候 就看见老父亲 正坐在一把藤椅上 晚晚愣了一下 小家伙转过头 看向了顾方池 顾方池却看了一眼苏季周 眼中充满了心虚 随后道 晚晚 我想起来 我爸爸给我布置的家庭作业 还没有做 我先回去了 说完 还不等晚晚说话 顾方池一溜烟就跑了 苏季周看见顾方池离开 冷哼一声 晚晚还在疑惑 顾方池为什么这么着急回去 他还想着 让小池哥哥 去自己房间 一块玩芭比娃娃呢 只是疑惑了一会儿 晚晚还是被保镖牵着 走进了别墅的大门 晚晚看着在院子里 晒着烈日的苏季周 歪着脑袋 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 爸爸 你不热吗 晚晚说着 看了一眼 自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老父亲 心想 自己爸爸这个样子 肯定是热的 苏季周当然热得不行 如今帝都已经到了最热的时候 光是今天的气温 就足足有37度 他才在椅子上躺了五分钟 整个人就像是 从水里面捞出来的一样 之所以坐在这儿 还不是为了 等这个不省心的小家伙 苏季周嘴里满是抱怨 小女儿眼里 没有自己这个父亲 可却还是怕晚晚 站在院子门口热地中暑 所以 一边嘴里嫌弃 一边把晚晚从地上抱起来 走进了客厅 晚晚也知道自己 为了一些吃的 抛弃了爸爸这个做法不对 因此 对着老父亲 带着一丝讨好 爸爸 是因为小吃哥哥家的冰淇淋 实在是太好吃的 今天我吃了一个绿茶味的 还有葡萄味的 特别好吃 说完 小家伙从自己胸前 哆啦A梦的口袋里 拿出了一盒白色的盒子 这是晚晚给爸爸带的 到时候 爸爸你也吃 苏季周没想到 小姑娘竟然心里还想着他 心顿时就软成了一片 晚晚 老父亲活了半辈子 觉得这一刻值了 只是最后那剩下的冰淇淋 还是被晚晚和笑天泉给平分了 顾家的厨师 可能怕孩子贪多 以至于那盒子装的冰淇淋并不大 大人两口就吃完了 更不用说 有个大卫王 晚晚和心宽体盘的笑天犬 笑天犬 因为晚晚给他自己 分了一大半的冰淇淋 而感到不满 杀猪般的狗叫让众人 都以为晚晚又欺负狗了 总之这种事情 笑天犬 把晚晚拿捏得死死的 晚晚最后 把自己冰箱里最大的冰淇淋 给了笑天犬 笑天犬才满意 叼着冰淇淋 摇着尾巴去房间吃去了 独留晚晚 一个人撅着小嘴 眼神优怨 日子就像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顾芳池基本上 每天都要来找晚晚玩 中午的时候 把晚晚带回家吃饭 小胖来的次数不多 因为每次来的时候 他都需要叫晚晚小姑姑 八月中旬的一天 晚晚做完最后一道题 突然听到门外 有人问门铃 晚晚赶紧从位置上站起来 然后道 爸爸 我去开门 说完 不等苏继州答应 小短腿就哒哒哒跑了出去 苏继州给保镖使了一个眼色 保镖立马明白过来 赶紧跟了上去 晚晚看了一眼门口的监控 发现是宋安和 没有任何犹豫 就开了门 然而开了门之后 晚晚傻眼了 这是 晚晚看着宋安和身后跟着的几十只大鹅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些大鹅 有的张开双臂扇翅膀 有的则是伸长了脖子 叙事待发 那模样 就跟隔壁婶婶家的大鹅一模一样 晚晚下意识捂住了自己的屁股 师父曾经说过 唯有小人和大鹅不能惹 倒是宋安和看着晚晚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模样 还以为晚晚实在是太高兴了 因此 少年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晚晚 你不是说你喜欢大鹅吗 这些全是哥哥给你精挑细选出来的大鹅 说完 宋安和一开了脚步 因为他身后 还有一大片的大鹅 正伸长了脖子 准备进别墅大门 咕咚 晚晚吞了吞口水 当然 那不是馋的 他这是吓的 他僵硬地抬起头 不可思议地看着宋安和的脸 这人脸上竟然还挂着笑容 小宋 你是不是对我要的大鹅有什么误解 他要的大鹅可是肥满多汁 酥脆爽口 回味无穷的那种 这些伸长脖子 张开翅膀 想要跟他干架的是什么东西 宋安和不明所以 张开双臂 这些都是哥哥 去农村打下来的天下 一共128只大鹅 每个都是战斗中的王者 你喜欢吗 为了找这些大鹅 他不知道找了多少人脉 才凑了这么多 要不是实在是没有大鹅了 不然的话 他肯定还要夺给婉婉准备一点 婉婉听见宋安和的话 嘴角一抽 突然 宋安和身后的一只大鹅 突然伸长了脖子 整个大鹅就像是对着宋安和 有深仇大恨一般 直直地朝他的后腰处刀去 宋安和吃痛 直接跳了起来 回头一看 竟然是一只发疯的大鹅 正死死地盯着他 那架势 看起来像是 还要刀他一样 宋安和反应很快 直接抱起婉婉 就往屋里跑 一边跑一边喊救命 因为声音过于凄惨 别墅里的所有人都出来观望 然后就看见一群大鹅 追着少年满院子跑 刚修剪完成的草丛 全部都是鹅毛 婉婉的脑袋上 也沾染上了不少 身上还有两坨石 啸天拳本来是想出来帮忙的 可是那些大鹅看见他 直接兵分两路 往他屁股上叼 啸天犬见此 脚步一顿 也顾不上自家的小姑娘了 此时此刻 还是他的狗命最为重要 好在别墅保镖多 花了大半个小时 才把这些农村大鹅给降服住 宋安和满是鹅毛坐在客厅 只是整个人还有些呆滞 婉婉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大眼睛透过玻璃窗 看见那些被保镖圈禁起来的大鹅 心里想着 今天怎么着 也要吃个全鹅宴 红烧鹅头 清蒸鹅腿 油炸鹅翅膀 苏继周把女儿抱在怀里面安抚 结果听见怀里的小丫头 正在念念有词 最初还听不太清楚 等他低下头 才听清楚 婉婉嘴里到底在念叨什么 他随着婉婉的目光 看向窗外那些一直大叫的鹅 知道今天这顿全鹅宴 是免不了了 苏继周让宋安和 先去老五老六的房间 先找一件合适的衣服先穿着 而他则是回到房间 给婉婉换了一件衣服 婉婉此时 还是有些气不过 想他堂堂一代天师 竟然被128只大鹅给欺负了 如果这事儿 被自己那些师兄弟给知道了 那他岂不是要被笑话死 婉婉接受不了 等他换好一套蓝色的小裙子后 拿起了从天师会取回来的七星剑 苏继周吓了一跳 他以为婉婉是生宋安和的气 以至于要去砍人 于是赶紧拉住了婉婉 婉婉被老父亲拉住 忍不住到爸爸 你放开我 老父亲自知自己 不是女儿的对手 说什么也不把婉婉放开 婉婉 冲动是魔鬼 婉婉 今天这个鬼我当病了 老父亲觉得自己 可能是救不了宋家的小子了 苏继周脑海里已经千回百转 他在想自己应该大意灭青 把婉婉举报给老三 还是帮亲不帮外 找个地方跟着婉婉一块掩埋尸体 最终理智回归 苏继周觉得 宋安和应该还能抢救抢救 正准备帮宋家的小子说两句 然而婉婉拿着七星剑 用剑尖尖指着屋外伸长的脖子 不断叫嚣挑衅的大鹅 今天我一定要把他们杀了做卤鹅子 苏继周搞了半天 婉婉竟然是要找一群大鹅报仇 但是一想到之前 婉婉被一群大鹅追得满院子跑 毫无还手之力样子 苏继周觉得 婉婉出去还要被大鹅叨 苏继周着气呼呼的奶团子 想了想 轻声道 今天爸爸给婉婉穿了一件很好看的裙子 婉婉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一听说漂亮的小裙子 突然从自己爸爸的怀里正开 然后跑到了自己二哥的衣帽间 苏与时的衣帽间比房间还要大 里面的镜子都是特殊打造出来的 每次婉婉照镜子 都要专门跑到苏与时的房间里来照 今天婉婉穿的是一件蓝色的泡泡袖 裙子有些称力 看起来就像动画片里面的公主 婉婉立马忘记了大鹅 对着镜子扭了扭 想到了什么 婉婉沉思了一下 婉婉今天这么好看 的确不应该打打杀杀 苏继周松了一口气 知道自己总算是把婉婉给劝住了 婉婉把七星剑又挂回了房间 然后趴在苏继周怀里 让他抱下楼 宋安和已经换了一身苏星满的衣服 此时他有些坐立不安 看到苏继周下来 赶紧道歉 周叔 对不起 我没想到这些大鹅竟然这么凶 之前来的时候 他的朋友都是把鹅装在大卡车里面的 以至于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大鹅 竟然凶残到了这种地步 现在 他的腰和屁股都还火辣辣的疼 苏继周嘴角一抽 他其实也没想到 这大鹅竟然有这种威力 怎么想着 把大鹅带家里了 宋安和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 婉婉之前 帮了我们家这么一个大忙 要不是因为有婉婉 我爸妈可能就凶多吉少了 而且 后面我们还调查到 二叔竟然对我大哥也下了死手 只不过 因为被婉婉提前识破 他才没有得手 之前婉婉不是说要很多很多的大鹅吗 这两个月 我一直拜托我朋友 在乡下找了些大鹅 今天正好给送了过来 婉婉一听 立马道 我没有 说着 婉婉似乎明白了什么 赶紧道 我想吃大鹅 不是想养大鹅 婉婉想到这些大鹅 把脖子一伸直比他还要高 心里一颤 宋安和听婉婉这么一说 顿时愣了一下 苏继周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顿时间有些哭笑不得 没关系 你倒是一片好心 宋安和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对 对不起 婉婉看着宋安和的模样 微微叹了一口气 然后拍了拍宋安和的肩膀 好了 我原谅你了 说着 婉婉的目光再次看向那些大鹅 目光恶狠狠的 今天我就要吃全鹅宴 小孩子气来得快 走得也快 没一会儿就跟笑天犬出去 指挥大厨抓鹅做饭了 笑天犬皮厚实 跑得又快 身上也没有受伤 只是对着这些专门刀他屁股的大鹅 笑天犬都把他们的模样记着的 婉婉挑了十只大鹅 让大厨拿去做全鹅宴 剩下的直接放在了一处草坪上 被圈养了起来 以至于以后小家伙每天就要跑到养鹅的地方 看哪只鹅不顺眼 就吃哪只鹅 而做完全鹅宴的当晚 苏家所有兄弟都被叫了回来 就连之前在国外 飞了大半个月的苏语石 一听说所有人晚上都必须回家 一时间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一回来 就看见了一桌子肉 一丁点菜末都看不到 苏语石还搞不清楚状况 大大累累地坐在了婉婉的旁边 忍不住问道 这是咋了 怎么桌子上全是鹅肉啊 说完 窗外还响起了一两声鹅叫 苏语石睁大了双眼 我怎么听见了鹅叫 咱们家这是要半个农家乐啊 说吧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婉婉 婉婉绝着小嘴 说 今天有大鹅刀我 苏语石乐了 他还没想到 世界上还有能欺负自己妹妹的生物 苏语石挑眉 忍不住道 那你刀回去 说完 自己的脚就被一旁的苏星满踩了一脚 苏语石不敢叫出声 只能使劲捂住自己的嘴巴 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我让厨师叔叔 把他们都煮了 苏语石下意识看了一眼桌子上的全鹅燕 直呼一句 好家伙 日子一天天过去 别墅里面的大鹅还剩下不少 只不过 转眼就要到幼儿园开学的日子了 开学的前几天 苏云芝和苏承琪也要去大学报到了 苏承琪读的是本市的一所军事学校 早在半个月以前就收拾行李报到去了 苏星满开学的时间要晚几天 晚晚送完了自己五哥 今天又去送六哥去学校 兄弟二人在校外租了房子 但是为了方便 仍然办理了住校手续 儿子上大学这件事 苏继州自然也是关注的 因此当天翘了班 一起去了毕大 毕大正式开学的日子 门口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 只是苏家的豪车 在学校门口仍然有些显眼 不少人看见黑尘低调的兵力 下意识地回头看了几眼 然后就看见一个帅大叔下车后 转身从车里抱出了个小萌娃 苏星满的行李 由身后的保镖拿着 他则是到了指定的地点报名去报名 一进校门 就有不少学长学姐接待 晚晚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 远处 一个一米八几的大帅哥 正准备帮一个女孩子拿行李 女孩子显得有些拘谨 准备自己拿 然而拗不过大帅哥的热情 女生只能答应 唯一奇怪的是 那大帅哥拿着女生的行李 提了好几次 脸都红了 仍然在原地踏步 最后女生没办法 一手拿着口袋 一手拎过男生手上的行李箱 飞快地离开了 苏基周看晚晚盯着远处有些出神 忍不住问道 怎么了 晚晚摇了摇头 他觉得自己应该给这个帅哥留一道面子 苏基周也没追问 等自己儿子在老师那里报完到以后 便去了毕大的宿舍 宿舍四人一间 空间很大 保镖们拿着行李 放到了苏星满的床位 剩下的苏星满自己收拾 苏星满的动手能力很快 铺床套被子这些小事 信手拈来 不到半小时 苏星满就已经收拾好了 他带的东西不多 因此东西都很好归类 晚晚从苏基周的怀里下来 坐在了自己六哥的凳子上 六哥 等会儿吃什么 说完 晚晚吸了吸自己的鼻子 苏星满记得 食堂旁边不远处就是食堂 楼底下也全部都是店铺 你要在学校吃 还是回家吃 晚晚想都不想 直接到 在学校吃 我闻到螺蛳粉的味了 文言 苏家父子二人相互看了一眼 家里喜欢吃螺蛳粉的 好像就只有苏语师和晚晚两个人 起初晚晚 只是在抖音上看到直播 正好那时候是晚上 小团子肚子饿了 拿着手机就下了单 第二天 苏基周一下楼 就闻到了一股不可名状的怪味 循着味走到了厨房 就看着还劈头散发的晚晚 脚下垫着一张凳子 然后手里拿着锅铲 不断地搅拌 而那味是从锅里面发出来的 这是苏基周第一次知道螺蛳粉 那味道堪比生化武器 简直要他的老命 今天听到晚晚又要吃 苏家父子瞬间头皮发麻 相互看了对方一眼 好像是在问该怎么办 苏星满反应最快 哦 对了 我刚才想起来 我需要去领教材 我先走了 说完 匆匆跑出去 结果刚跑几步 就被小团子抱住了大腿 苏星满低头看了下去 只见晚晚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眨了眨 六哥 这种活我帮你 说着 晚晚牵着苏星满的手 走吧 苏星满知道自己这顿螺蛳粉 是免不了了 叹了一口气 任由晚晚带着 只是领教材 这件事也没撒谎 想着 反正离领教材的地方不远 苏星满就带着晚晚一块去了 回来的时候 苏星满手上抱着不少书 而晚晚只拿了两本书 即便如此 小朋友依然蹦蹦跳跳 跟在自己六哥身后 回去的时候 苏季周因为不想吃螺蛳粉 直接跑路了 晚晚一进门 看见剩下的保镖大哥 有些疑惑 忍不住问道 我爸爸呢 保镖戴着黑色的墨镜 眼镜底下的毛子微微下垂 看着一脸疑惑的晚晚 忍不住轻声道 老板说公司有事 需要回去处理 晚晚撅着嘴 看向苏星满 忍不住问道 我爸爸是不是不愿意跟我一块吃螺蛳粉呀 苏星满嘴角一抽 但是为了以后自己 还能顺利待在苏家 苏星满只能 媚着良心说 爸他应该有什么急事 等会儿六哥陪你一块吃 晚晚摇了摇头 纠正道 是梭螺蛳 是 粉 苏星满听到晚晚的话 差点没笑出来 只是轻轻地拍了拍晚晚的脑袋 苏星满刚起身 就听见走廊外面 哐哐哐的声音 没多久 一个穿着白色体恤 黑色短裤的少年 就走了进来 少年长得结实 身后背着的双肩 包装得满满的 右手还拖着一个大的行李箱 左手提着一个黄色的尿素口袋 头上还盖着一个粉红色的洗脸盆 三人就这么隔空相望着 嗨 还是那少年挥舞了一下 自己的左手上的尿素口袋 苏星满最先反应过来 赶紧点了点头 似乎是相见的场景太过于尴尬 以至于门口的少年 都忘记把自己脑袋上 顶着的粉色大盆给取下来 苏星满见此 抱着晚晚 门里的少年后知后觉 拉着自己的行李箱 赶紧走了进来 你好 我姓谢 叫谢之飞 苏星满点了点头 苏星满 晚晚也赶紧露出了一个脑袋 我叫苏晚晚 谢之飞一早就看见了晚晚 看着小丫头古灵精怪的模样 觉得有些稀罕 你是本地人 苏星满点了点头 我是本地人 谢之飞听着有些羡慕 道 能在本地上学真好 我家在C市 离这儿最少要坐七个小时的火车 苏星满不知道怎么接这话 只是看了看晚晚 晚晚抬起头看着自己六哥 然后又笑眯眯地看着谢之飞 我以前也在C市 谢之飞闻言 有些惊喜 似乎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能遇到老乡 一时间惊喜不已 晚晚看见老乡也有些开心 二人在一起说了很多话 渐渐地把缩粉的事情给忘记了 飞飞哥哥 你这个样子挺别致啊 晚晚看着谢之飞 仍然顶着粉色的大盆 不禁调侃道 谢之飞愣了一下 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顿时脸色通红 他连忙把盆拿了下来 解释道 楼底下的超市太多人了 这是最后一个盆 说完 又觉得自己解释得太多 想了一下 谢之飞提议道 你们吃饭了吗 要不要一块去吃东西 我刚才闻到 楼底下好像有卖螺丝粉的 经过谢之飞的提醒 晚晚瞬间想起来 自己本来是要缩粉的 我和六哥也正好去 干脆咱们一块啊 谢之飞闻言 下意识看了一眼 面如土色的苏星满 好像晚晚的哥哥 不是那么愿意 吃饭的时候 晚晚和谢之飞吃得 十分开心 晚晚甚至还多加了 四个鸡腿在里面 店里面的粉都是 可以续加的 以至于到最后 老板娘看着他们三人的目光 都充满了忧怨 即便粉便宜 但是也经不住二人这么吃 晚晚吃得差不多后 看着苏星满 没怎么动的螺丝粉 忍不住问道 六哥 你不爱吃吗 苏星满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进了店这么久 早就习惯了这个味 只是他胃口不大 吃了一点以后 就已经吃不下了 晚晚清楚 六哥胃口一向很小 于是直接帮着苏星满 把剩下的解决掉 开开心心出门以后 晚晚发现 好像有不少人 都绕着他们三个走 晚晚疑惑 吃过饭以后 苏星满的班上 需要开班会 晚晚就让保镖接他回家 到了别墅外面 晚晚连家门都没有进 就直奔隔壁的顾家别墅 顾方池看到晚晚来的时候 还有些惊讶 晚晚 你不是送六哥去逼大报道吗 晚晚嘿嘿一笑 我六哥已经报道完了 所以我就回来找你了 顾方池心里一软 晚晚看见顾方池 已经穿上了鞋子 忍不住问道 小池哥哥 你要出门吗 嗯 顾方池说 今天要去陪大哥那里练拳 晚晚一听 顿时想到自己 已经很久 没有去练武了 想了一下 小团子觉得 应该去一趟才行 于是说 我跟你一块去 于是 两个小团子坐着车 就跑去了训练基地 顾方池基本上 每天都风雨无阻 前来练拳 至于晚晚 别说练拳了 就连每天练剑 都是有一天没一天的 裴基胜 没想到晚晚会来 当晚晚给他打招呼 都愣了一下 小团子今天换了一件 红白色的运动短袖短裤 鲜红的颜色 衬托着晚晚的皮肤 更加白皙 小裴 晚晚又喊了一声 这下子裴基胜 才反应过来 小师伯 您怎么来了 对于晚晚 裴基胜这声 小师伯喊得心服口服 我过来看看 晚晚话音突然一顿 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 不禁朝自己身后看去 只见基地的门口 涌上了一大批人 小团子眯了眯眼 看向了走在最前面的人 裴基胜也看到了这边的情况 同样是皱了皱眉头 站在门口的一个男人 身材十分高大 身高一米九几 体型壮硕 晚晚看着眼前的男人 觉得男人的穿着 有些怪异 不仅如此 男人手里 还抓着一个鼻青脸肿的男人 裴基胜瞳孔一缩 小松 裴基胜拳头捏得紧紧的 目光中好像有火光冲出 山口 不要太过分了 山口文言 冷哼一声 用着不太标准的中文道 你的徒弟 不禁打 说完 直接把小松往前一拽 眼看着小松 因为重心不稳 裴基胜反应很快 把小松接住了 裴基胜轻声问 怎么了 山口在路上拦了一个女生 我过去了 结果被他打了一顿 站在门口的山口一听 顿时冷笑一声 裴基胜 你们滑下的功夫太差了 我两招就把他打趴下了 自己不行 忍一忍不就行了吗 我滑下的功夫怎么样 轮不到你说三到四 今天你把我徒弟打了 难道不应该有个交代 山口一听 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 直接笑了起来 交代 既不如人 还想要什么交代 说完 他看了一眼 垂着头的小松 眼中的嘲讽更盛 山口原名山口大祥 是隔壁空手道馆长的儿子 同时也是专业的空手道运动员 裴基胜看着对方这么轻蔑的模样 眼眸暗了暗 正准备上前与对方争个好低的时候 自己的裤子 突然被拉了拉 裴基胜下意识低下头 婉婉正眨着大眼看着他 裴基胜没有犹豫 直接带着小松后退一步 见此 婉婉便上前几步 走到了山口大祥的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 山口一直没有注意到婉婉 此时婉婉突然说话 他下意识向下看去 不管怎么说 人类似乎对萌萌的小崽子 都没有任何抵抗力 婉婉的模样 实在是太无害了 山口大祥 婉婉歪了歪头 觉得眼前的男人 不仅衣服很怪 就连名字也怪 双Q 大祥 山口自己普通话也不标准 也没听出来韵味 于是点了点头 是的 下一秒 他看见对面的人 全部都笑了起来 婉婉更是弯腰 扶着膝盖大笑 他忍不住问道 你爸爸妈妈 为什么要给你 取这个名字呀 大祥 那不是屎吗 婉婉想着 又觉得这个名字太喜庆了 没忍住 又笑了起来 山口大祥愣了很久 后知后觉才反应过来 顿时大怒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婉婉眨了眨眼睛 忍不住道 过分吗 忍一忍不就行了 山口从来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一个小孩说得哑口无言 婉婉伶伶俐 山口中文不过关 气得咬牙切齿 而婉婉笑着笑着 眼神却突然严肃起来 我们华夏的功夫不需要你来评论 山口已经气得没有了理智 垃圾就是垃圾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脸色一变 婉婉直接插腰 那我们来打一架 看看谁更垃圾 山口听着一个小姑娘 要跟自己单挑 顿时就笑了你要跟我比 婉婉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是 山口摇了摇头 我不打小孩 可是小孩想打你 婉婉说着 直接摆明了态度 要么道歉 要么被我打一顿 然后道歉 山本觉得 眼前的小孩实在是太狂傲 只是他有些奇怪的是 这么多大人竟然都不拦着一点 但是看着婉婉 山口立马想起了 婉婉之前叫他的名字 好 婉婉听到对方答应 周深的气场顿时有了一丝变化 对着山口淡淡点头 请赐教 二人来到了擂台上 婉婉从顾方池身边擦肩而过的时候 顾方池拉住了婉婉 怎么拉 顾方池看着婉婉轻松的眼神 心里微微松了一口气 这说明 婉婉对这场比赛是有把握的 小心些 揍狠点 婉婉赶紧点了点头 道 放心吧 我一定会往死里揍的 说我 婉婉就爬上了擂台 四周的灯光都聚拢在了擂台上 当口哨吹响后 山口最先发动了进攻 婉婉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却没有动手的迹象 山口带来的人 坐在一旁不断地欢呼 好像胜利已经属于他们的一样 基地这边的人也有些着急了 裴哥 这是咋回事 婉婉怎么还不动手啊 裴基盛瞇了瞇眼 看着婉婉指退不攻的架势 猜测到 婉婉在观察山口的招式 而且 别看婉婉指退不攻 你自己观察的话 会发现 山口已经开始慌了 山口的确开始慌了 他最初没有使出全力 甚至根本不睁眼看婉婉 虽然他看不起裴基盛等人 但是欺负一个小孩子 传出去 名声肯定不好 最先婉婉 也只是不断地逃跑 可是后来 他的力气消耗得越来越大 动作做起来 也越来越吃力 然而他对面的小孩 力气像是一直用不完一样 山口这么响着 突然停了下来 微微喘着气 忍不住对着满场逃跑的婉婉 道 有本事 你别到处跑 难道你们华国就这点本事 婉婉停住了脚步 随后扭了扭脖子 来了 在台下观看的裴基盛 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紧接着 就看见婉婉指着山口 哪声哪气地说 你 死拉死拉地 扑 本来还挺严肃的气氛 却被婉婉这句话给逗笑了 山口在华国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听不明白婉婉嘴里的意思 他不再留手 直接点得高高跳了起来 右手劈向了婉婉的脖子 眼看着就要逃不掉了 可是就在下一秒 台上的小团子 就像是个弹簧一样 直接高高地跳了起来 左脚直接踩到了山口的肩膀 山口 山口就这么被婉婉踩到了地上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自己的眼睛传来剧痛 婉婉一拳头打在了山口的眼睛上 还不等他呼通 婉婉一掌劈向他的肩膀 众人能清楚地听到 骨头断裂的声音 下一秒 山口惨叫出声 婉婉却像没有听到一样 一个腾空 接力来了一个反人类的过肩衰 山口重重地倒在地上 手上使不上劲儿 又爬不起来 他只能用一双充满怒火的眼睛 看着苏婉婉 婉婉蹲在地上 看着山口 道歉吧 山口双眼冒火 一句话不说 山口带来的人看见情况不对 赶紧上擂台查看 你竟然把他的手给打断了 山口带来的人 声音颤了颤 看着婉婉的眼神中 带着一丝惊恐 难道真如电视上看到的那样 华夏人人人人都会功夫 可是刚才这小孩用的 明明是他们国家的武术啊 似乎是看出了这些人在想什么 婉婉直接笑了笑 看来你们的武术也不怎么样嘛 咿 婉婉脸上笑容一顿 脸色慢慢往下拉 怎么 就你可以说我们 我们不可以说你吗 说完 婉婉直接站了起来 清了清嗓子 小裴 把人请出去 以后就在外面立个牌子 就写山口大响与狗 不得入内 裴吉胜连忙点了点头 觉得小世伯今天来的 可真是时候 这口气出的 真是爽歪歪 山口被人抬了出去 丢在了门口 基地虽然有些偏僻 但不是没有人经过 山口是附近的大名人 大家自然都是认识的 当他们看见 山口竟然被人抬出来 扔到地上 纷纷睁大了眼睛 裴吉胜回去的时候 鼻孔似乎都要敲到天上去了 回到基地 裴吉胜看了一眼小松的面孔 道 刚才没有仔细问 到底怎么回事 小松皱了皱眉头 说 今天我来基地的时候 看见山口和一群人 围堵了一个女生 拉拉扯扯的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上去帮忙 他们装听不懂 直接上来 把我围殴了 裴吉胜闻言 脸色顿时就黑了 这种人 这是 那女生怎么样了 小松摇了摇头 我让她趁乱跑了 裴吉胜听后松了一口气 那姑娘没事就好 说着 男人看了一眼小松的伤势 要不要去医院看一看 小松下意识摇了摇头 一旁的婉婉有些疑惑 为什么不去医院 小松磕磕巴巴道 我 我没事 婉婉忍不住看了一眼小松被打得轻肿的脸颊 这都没事 我 婉婉插着腰 你明明是受害者 那姑娘也是受害者 为什么不报警 小松有些犹豫 可是他们一直都这么霸道 霸道又怎么样 婉婉不服气 霸道就可以欺负小姑娘 霸道就可以无视法律 霸道就要让受害者无法发声 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人敢欺负我苏婉婉 因为我有足够的力量 会让他们害怕 他们要是敢欺负我 我就把手给他们打断 脚给他们打断 你明明是大人 你背后有家人 朋友 你怕什么 那个大祥看你好欺负 那么以后就会专门欺负你 你得硬气起来 你打不赢 他没关系 但是法律可以 他在大街上骚扰女孩子就是不对 他围殴你也是他的错 他才是那个大坏蛋 婉婉想不明白 人都欺负到自己头上了 为什么还不反抗 那大祥对他们国家充满了鄙视 但是却在这里赚了金钱 赚足了名誉 小松听了婉婉的话 愣了很久 告他 这个问题 他从来没有想过 婉婉点了点头 我三哥说了 有事就可以找警察 以前他抓住坏人 都是他三哥出警的 因为破获了好几桩大案件 以至于自己三哥短短几个月 就已经受到了好几次表彰 我三哥很厉害 他抓坏人 一抓一个准 婉婉说着 拍了拍小松的大腿 认认真真的说 我看那个大祥 好像很有钱的样子 趁着你脸上的伤 看着严重 赶紧去医院弄个证明 弄证明干什么 婉婉顿是一副你 不懂的模样 认真道 当然是额榻 众人 婉婉看着大家突然不说话了 有些不理解 我说的是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婉婉看着众人 不禁道 他大拇指那里 好大一颗祖母绿的戒指 肯定是有钱人 要我当时被打的话 我肯定直接躺地上报警 然后叫救护车 虽然打不过 我恶害恶不过吗 众人听着婉婉的歪理 突然觉得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一群人风风火火 就把人送到了医院 而这个案子 本来不应该苏彦清接的 还是他听到对方身份后 直接把这个案子 接到了手里 拿到医院证明后 婉婉带着一大帮人 熊啾啾气昂昂 准备到了山本的别墅 苏彦清见此 顿时有些无奈 婉婉 现在很晚了 你先和顾芳池回家去 小团子一听 顿时不干了 咋了 不去他家了 苏彦清摇了摇头 把自己得到的资料 告诉了婉婉 他们的事情有些复杂 需要再等等 婉婉一听 顿时撇了撇嘴 那他要是再出去 欺负人家小姑娘了 可咋整 山本手已经骨折了 这段时间 应该是不能欺负小姑娘了 婉婉想到自己 当时一点没留守 山本应该在短时间内 是不可能用他的手了 婉婉想着 还把自己的心里话 给说出来了 苏彦清听完 嘴角一抽 他还以为 婉婉不知道呢 婉婉虽然有那么一点心虚 可还是哽着脖子道 哼 是他先欺负人的 苏彦清轻轻地 拍了拍婉婉的脑袋 保证道 三哥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不是给我一个交代 婉婉不需要任何交代 小团子摇着头 随后目光中 带着一丝坚定 大祥说话不尊重 手也不干净 他要给的交代 不是我 而是社会 苏彦清惊讶于婉婉这么小心思 就如此灵动 因此更加没有敷衍他 再三保证下 苏彦清就离开了 山口身份特殊 可是在婉婉眼里面 大家都是人 没什么不一样的 如果非要说不同 可能就是 山口不是华夏人 对华夏抱有嘲讽的态度 这一点婉婉不喜欢 小团子此时还想不出来大道理 但是今天这件事 却让他感触很深 因此 各回各家之后 婉婉一五一时 就把今天的事情 告诉了苏记周 和自己大哥 苏记周听说 小姑娘竟然跟别人打架 连忙问道 有没有受伤 没有没有 婉婉摇成了波浪鼓 说 但是那个大祥的手 被我打断了 苏记周嘴角一抽 可是并不觉得 婉婉今天的做法有错 老父亲 一边把包好的虾 放在婉婉的嘴里 一边道 你说的那个人 看不起咱们华国 我们也不需要给他面子 对啊 他的话说的可难听了呢 不仅骚扰小姑娘 还打了小赔的徒弟 并且 他还非要把武术 争得高下 明明都有可取之处的呀 婉婉把勺子 放在自己的不锈钢饭盆里 板着手指举例道 就像太极一样 传统太极的门派 都分了很多 其中就分为 陈氏 阳氏 武士 无视的门派 他们每个都有可取之处 并且都是相通的 比赛上可以分高低 但是文化不可以 苏季周听着女儿的话 眼神都柔和了下来 这些都是你师父教的 婉婉嗡嗡两声 师父跟我说 君子太而不骄 小人家而不太 苏季周眉头一挑 你懂这是什么意思吗 婉婉摇了摇头 其实不是很懂 爸爸你懂吗 苏季周点了点头 我懂 小家伙一听 哇嗡一声 赶紧问 那爸爸你跟我说说呗 以前师父他说 只要我长大了就明白了 但是我离长大 还有好久好久 等我长大了 我可能就忘记了 小家伙的眼神里 充满了求知的欲望 可是苏季周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婉婉 随后摇了摇头 你师父说的没错 长大以后 你就明白了 婉婉一听 老父亲竟然跟师父 一模一样的话 顿时就撅起了小嘴 苏季周有些好笑 但是却没有开口说话 婉婉缠了很久 哼了一声 巴巴地看着苏启怀 苏启怀接受到了婉婉的目光 放下了筷子 大哥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苏启怀下意识看了一眼苏季周 苏季周给了一个 你看着半的眼神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君子坦然而不傲慢无礼 小人傲慢无礼而不安静坦然 小家伙听完愣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所以说婉婉是君子 那个伤口是小人对不对 婉婉说完 觉得就是这个礼 但是我不想做君子 苏启怀有些奇怪 为什么 为什么 婉婉认真说 君子不能揍人 大祥这种人 只需要狠狠地打一顿 他就长记性了 小人毕竟是小人 不能讲太多的道理 苏启怀和苏季周二人 相互看了一眼 心里竟然觉得 婉婉说得很不错 这种人 揍一顿就好了 婉婉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插曲 可是没有想到 在第二天的时候 他打人的视频 被放到了网上 婉婉已经很久没出现在网上的 因此 这次他打人的事件 引起了轩然大波 视频里 婉婉本来已经把人摔到了地上 可是在山口 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的时候 婉婉仍然对他进行了攻击 如今山口的父亲 还扬言要给自己儿子 讨回一个公道 这小孩也太心狠了吧 竟然把山口的手都打骨折了 华夏人难道都这么狠吗 好怕 虽然山口被一个小孩子打倒了 我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我认为 武术正常切磋就好 不用下死手 山口是我们国家有名的运动员 请苏婉婉给我们道歉 这小孩长大了 只不定会危害社会治安 满口脏话 没有教养 希望华国警方把他抓起来 好好教育一顿 婉婉拿着手机 找到了苏继周 而此时此刻 苏继周已经开始打电话 叫人车热搜 并且让助理查找 到底是谁拍摄的视频 又是哪个工作室先造谣的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内 把人找到 苏继周说完 就气冲冲地挂断电话 然后突然又瞥见了 站在门口拿着手机的婉婉 老父亲心里咯噔一声 想到了刚才自己家 对小王的态度 一时间有些紧张 婉婉 老父亲的话音里面 带着一丝试探 好在婉婉最后哀了一声 然后气冲冲地跑进了书房 爸爸 我上电视了 想象中的难过 好像并没有在婉婉的脸上出现 相反 小团子现在似乎 还有一点点的高兴 至于高兴什么 焦急万分的老父亲 并不能体会到 爸爸 这个视频上面伤口 被我打得好惨 是不是说明他丢脸 都丢在国外了 苏继周 你关注的是这个 啊 婉婉大眼睛里充满了疑惑 不然呢 苏继周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婉婉 心态这么好 他也放心了不少 他轻轻地拍了拍婉婉的脑袋 今天的事 爸爸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说完 苏继周问道 婉婉今天是不是要去基地 嗯嗯 婉婉解释说 昨天回来的时候 答应小吃哥哥了 我要跟他一块去基地训练 苏继周想了想 觉得这样也好 于是大手一挥 那你注意安全 不能离开保镖们的视线 知道吗 好婉婉说完 正好听见屋外 传来了汽车启动 发动机的声音 婉婉赶紧扒在窗户边看了看 只见顾方池 已经穿着一身黑白相间的运动服 在门外等他了 婉婉赶紧拍了拍老父亲的手臂 说 爸爸 今天我也要穿黑色的衣服 苏继周 最后在婉婉的再三催促下 苏继周 还是在衣帽间里 找到了一件奶牛色的连衣裤 婉婉看了看自己的衣服 又想到顾方池穿的 心里觉得有些怪异 明明都是黑白相间的衣服呀 婉婉有些想不明白 但是他不想让顾方池 在门外等得太久 于是也没想太多 哒哒哒 就拿着两吨冰棍 跑出门了 顾方池 看见婉婉有些愣住 婉婉走上前 然后递了一只冰棍过去 随后问道 小池哥哥 怎么了 顾方池赶紧摇了摇头 解释说 没什么 就是觉得 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 很可爱 本来就是个可爱小团子了 现在穿上这身衣服 看起来更可爱了 晚晚听后却愣了一下 如梦初醒一般 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我就说我的衣服怎么怪怪呢 他明明想穿出 拿着酷霸龙傲天的气场来着 唉 小家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说了一句走吧 两个小孩 还有一众保镖都分别上了车 来到训练基地 所有人都十分紧张地看着晚晚 晚晚明显感受到了 气息有些不对劲 忍不住问道 怎么了 裴吉胜欲言又指 小师伯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晚晚一脸不解 裴吉胜还以为小孩不上网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然而在场的人 不上网的 只有顾方池一个人 他此时有些像西瓜地里面的茶 一脸猛逼地看着二人 你们在说什么事 苏婉婉 婉婉也不知道 说着 两个小朋友齐齐地看向裴吉胜 等着他回答 裴吉胜 那个 他犹豫了很久 还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 小松见此 突然垂下了毛子 他人有些瘦小 年纪看起来也不大 再加上脸上的伤势 看起来比昨天还要严重几分 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婉婉 对不起 是我连累你了 婉婉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说的是自己上电视的事情 赶紧摆了摆手 哎呀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不就是上电视吗 婉婉也是经常上电视的 而且 为什么要对不起我 你又没做错事情 我爸爸说了 会给我解决的 到时候会让那个伤口打脸的 婉婉的确一点担心都没有 视频并不完整 只截取了他打人的片段 但他苏婉婉 又怎么会无缘无故打人呢 只是看着基地这些愁眉苦脸的人 婉婉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安慰道 真的没事啊 我算了一挂 今天晚上 事情会有转机 而且要不了多久 就有人要来了 还不等大家反应过来 婉婉突然想到了什么 喊了一句 小裴 裴基盛混乱的神经 顿时清晰起来 赶紧嗡了一声 昨天我让你立的牌子立了没有 裴基盛啊了一声 真邪啊 不然呢 人家都欺负到咱们头上了 难道还不能反击了 说完 婉婉赶紧照顾人 真的在基地的大门口 挂了一个山口大祥 与狗不得进入的字样 山口梁带人来的时候 就看见了一个小团子 正站在大门口 指挥一大群人挂牌子 等他走近一看 发现上面写的是 自己儿子的名字 一看内容 差点气死 给我把牌子摘下来 婉婉听到声音 下意识地回头看了过去 山口梁长得不高 但是山口大祥 却长得和他极为相似 婉婉心想这不愧是父子 这么想着 婉婉却站在中央 张开了双臂 不让对方的人 来动自己家的牌子 不准摘 山口梁脸色阴雾 棕色的瞳孔 像是脆了毒的毒蛇 你就是苏婉婉 对 婉婉昂起头 看着眼前的男人 你来我们的训练基地干什么 我们不欢迎你 山口梁冷笑一声 不欢迎 信不信我让你们在这里混不下去 小团子一听 立马眨了眨眼睛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就连裴基盛和顾芳池 都觉得山口梁说这话 口气实在是太大了 小团子更是直言道 你算了什么东西 竟然说出这种话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附近的房子 都是他们家租出去的 四舍五入 他就是这里的小老板 婉婉眼里充满了无语 看得山口梁心梗 怪不得自己儿子 会在这华国丫头里 受尽欺辱 想到自己的儿子 山口梁胸口一痛 昨天他在家里 接到医院的消息 说自己儿子 竟然被人打进了医院 虽然休养一两个月就好了 可是父子二人 都咽不下这口气 来华国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受到这种气 于是他找到了媒体 直接让人把拍摄的视频 发到了网上 今天我来 是让你和你的父母 给我儿子道歉 如果不道歉 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晚晚愣了一下 大眼睛里满是疑惑 忍不住问道 你没病吧 小家伙不可思议地 看着对面的男人 实在是想不出来 什么人竟然能说出这种话 你好搞笑哦 你儿子欺负小姑娘在先 打人在后 然后还欺负到了我家门口 咋爹 难不成我们只能 被你儿子欺负呀 小丫头伶牙俐齿 这是山口梁没有想到的 可是一想到自己儿子 如今躺在医院的模样 他势必要让眼前的小孩 付出代价 你知道我是谁吗 山口梁冷哼一声 知道啊 晚晚回答得相当轻松 可是山口梁憋在嘴边的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你既然知道我是谁 还赶不到歉 晚晚听着山口梁翻来覆去 就这么一两句话 脸上都有些不耐烦 小团子眼神中带着一丝无语 你烦不烦呀 我当然知道你是人呀 你不是人 难道是狗不成 小裴 等会儿你在这边再立一个牌子 就说 说着 晚晚顿了一下 因为他还不知道山口梁的名字 裴吉胜赶忙在旁边提醒道 小师伯 他叫山口梁 晚晚听后 小鸡卓米班队点了点头 以后你就写一个 山口梁与狗不得入内 左右两边都放一个 他们真不愧是父子 烦人得要死 说完 还白了对方一眼 山口梁气的嘴角直哆嗦 唯有训练基地的人看得心头畅快 你们太过分了 我要让律师告你们 本来已经和晚晚走进基地大门的裴吉胜 突然停住了脚步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山口先生 我敬您是一位大师 又奔赴千里来我国传播武术文化 但是有时候 人不要做得太过分 你现在站着的地方是华国 山口梁听后 眉头一皱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裴吉胜冷笑一声 山口先生来华国这么多年 看来还是不太懂我们 山口梁望着裴吉胜的眼睛 这一刻 他觉得 这人虽然年轻 可是气势上 甚至比自己还要强势 山口梁顿了一下 可脸上仍然带着嘲讽 突然道 我儿子输了 是技不如人 小瞧了这个小丫头 我不明白 你们华国人有什么精神 但是我知道 你们华国的武术 不行就是不行 花拳绣腿 也敢拿到台面上展示 花拳绣腿 晚晚嘴角一抽 那你是想来跟我打一场 山口梁点了点头 我让你识招 不害臊 晚晚嘀咕了一句 紧接着抬起头 好啊 我答应你 我今天必须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花拳绣腿 山口梁却道 今天我们不空手博弈 说完 山口梁身后一个男人 拿出了一把黑色的武士刀 我们今天比刀法 此话一出 训练基地的人不干了 裴吉胜也忍无可忍 呵呵 山口梁 你能不能要点脸吗 你这是切磋 你这分明是报复 打了小的来老的 你们二国可真是好本事 好啊 比刀法就刀法 说着 晚晚对着裴吉胜道 小裴 把你们这儿的大刀拿出来 今天我要打的他叫奶奶 不给一点颜色瞧瞧 还真就把自己当霸主了 裴吉胜有些犹豫 小声问道 小师伯 有把握吗 晚晚低声回答 放心吧 记得把索纳拿出来 吹个冲锋号 给我注注信 裴吉胜 小师伯都这么说了 裴吉胜只能让人拿大刀和索纳 不仅如此 这次大家 还把陈锋多年的打鼓和铜擦 一块儿拿出来了 上擂台前 裴吉胜还有些担心 说 小师伯 注意安全 放心吧 等会儿等着这个山口大号 给咱们磕头认错 记得让小吃哥哥给我录像 他拍照好看 裴吉胜 小家伙说完 直接就上了擂台 晚晚上擂台的方式十分特别 擂台大概两米高 两侧都有台子 可是晚晚直接脚下轻轻点地 轻轻一跃 直接攀爬到了操台最高的地方 紧接着直接往下一跳 稳稳落地 山口梁整个人都惊呆了 虽然擂台对于他来说并不高 但是小孩子的身高在哪儿 最要紧的是 晚晚在攀爬和落地的时候 可以用身轻如燕来形容 山口梁想着 紧紧地握住了大刀 他对苏婉婉有防范 但绝对不会怕 他的刀法 在世界上都是排得上好的 口哨吹响后 二人站在擂台方形的角落 直勾勾地看着对方 突然 晚晚举起手 看向了 裴继胜 小裴 小裴 冲锋号吹起来 裴继胜捂了五脸 但还是照着晚晚的意思 吹起了冲锋号 熟悉的号角声响起 晚晚的DNA离开躁动起来 小团子捏紧了大刀的把手 左脚微微发力 后脚往后退了一步 下一秒 二人都动了 在大家看来 晚晚应该是处于下风的 因为人小刀大 而且一把大刀的重量 直接把小孩压得死死地 可是不然 晚晚身轻如燕 那把大刀在他手里 就跟杂耍一样 都快被他玩出花来了 晚晚这次 没有任何留守 直接把山口梁打得连连败退 哼 突然 山口梁手中的武士刀 直接断成了两半 你说了 晚晚看着山口的武士刀 心想 这玩意也太不禁砍了 只有山口梁 看着跟在自己身边几十年的刀 竟然断了 眼眸顿时通红一片 但是更多的 却是不可思议 正当他还在猛逼张的时候 看台上的大鼓不断地响起 同擦相互碰撞的声音 直接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晚晚不能理解山口梁内心的悲伤 直接开开心心下了擂台 把大刀还给了裴激胜 小裴 你这大刀挺好用 配上音乐气氛都来了 裴激胜接过大刀 感受到这把刀传来的重量 再次感慨 小师伯的力气就是大 小师伯 少看电视 多读书 晚晚 哼 说到学习晚晚可不那么爱听 捂着耳朵就去找顾方池了 小池哥哥 你拍下来了吗 顾方池把手机递给了晚晚 点了点头 晚晚很棒 晚晚就是他的骄傲 他的神 山口梁完全不敢相信自己输了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被苏家的保镖给请了出去 这怎么可能 山口梁脸色脖子通红 似乎完全没有想到自己 竟然输给了一个小孩子 还有那小孩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 每次和他交锋的时候 他便觉得好像有千斤重砸在了他的身上 可是 无论山口梁在门口怎么说 保镖们穿着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 眼睛上戴着黑色的墨镜 看起来十分冷酷 这时候 裴基盛已经把山口梁与狗不得进入的字样 贴在了另外一边的牌子上 裴基盛看着站在门外气急败坏的山口梁 随后笑了笑 山口先生 如果您没事的话 请不要在我们训练基地的门口狂吠 输了就是输了 您一把年纪怎么还输不起呢 山口梁脸色顿时涨红 紧接着 一股怒气直冲脑门 好 好 你们都是好样的 你们给我等着 裴基盛微笑 慢走不送 山口梁文言 哼了一声 扶了扶自己那宽大的袖子 转身就离开了 只不过脚步看起来 有些仓皇逃跑的样子 基地内 大人们给婉婉用干净的帕子 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紧接着把婉婉和顾方池抱起来 往空中抛弃 欢呼声传遍了整个训练基地 裴基盛看到这一幕 心里无奈地摇了摇头 等欢呼过后 有人便问道 我们把山口家族得罪了 接下来怎么办 山口家基本垄断了 这一代武术行业的经济 他的道馆 不仅开遍了全国各地 并且口碑很不错 他们训练基地 也是需要生意的 要是山口家要报复 那他们基本上无路可走 众人喜悦过后 迎来了一片沉寂 可是在场的人里面 只有顾方池和婉婉 不懂大家为什么担心 顾方池 这样吧 我再给你们投三千万 我爸还和很多教育机构有合作 我让我爸给你们想想办法 婉婉同时点点头 对啊 我回去就跟我爸爸说 让他不要把房子租给山口 众人 当穷人习惯了 一时间都忘记了 二人还是公子哥小小姐的身份 渐渐的 大家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唯一没有想到的是 顾方池训练完以后 训练基地的门口 竟然蹲了不少记者 大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看着门口站着的记者 大家都已经猛逼了 还是苏家的保镖反应快 一人抱一个小孩 准备先上车 但是无奈记者实在是太多 保镖也不敢随便伤人 只能应急 也就是这时候 很多话筒都凑到了婉婉的嘴边 婉婉 请问网上传言你打了山口大祥的事情 是真的吗 请问现在山口大祥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请问 这群记者并没有提出什么刁钻的问题 只是依照了视频上的信息 问了一些疑问 婉婉小脸对着镜头 没有一丝慌张 相反 他还顺手拿了一个话筒 一一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 山口大祥是我打的 属于正常切磋 但是他技术太菜了 所以手被我打断了 记者一听 赶紧又问道 那请问这件事 您和您的父母 需要向山口家道歉吗 道歉 小团子睁大了双眼 满脸不解 为什么要道歉 还不等大家说 晚晚就自顾自回答道 我们是正常切磋 是上了擂台的 而且真正要道歉的不是我 是山口大祥 话音刚落 人群的身后 使进了一辆黑色的法拉利 众人齐齐回头看了过去 一双白色的运动鞋 先从驾驶室探了出来 紧接着 大家看到的是一双修长的大腿 苏语时从驾驶室出来 看着大家都围着晚晚 还以为小家伙被人欺负了 脸色顿时有些不好看 似乎是因为天生的强者气场 记者们纷纷让开了一条道 苏语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从保镖身边接过了苏婉婉 还有顾方池 男人一手抱一个 看起来丝毫不吃力 苏语时冷眼看着记者 忍不住问道 我们晚晚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山口大祥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在我苏家面前 作威作福 苏语时说完 直接抱着两个孩子 走向了自己的跑车面前 身后的保镖也跟了上去 毒瘤 吓得瑟瑟发抖的记者们 路上 晚晚有些兴奋 毕竟他还是第一次 看见自己二哥 有这么厉害的时候 二哥 你不是在外地拍戏吗 今天怎么有空回来啊 晚晚和顾方池坐在他后面 歪着头问道 苏语时看了看后视镜 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还不是你这个小团子不省心 我看见热搜就回来了 还好碰见我了 不然今天你就要 被那些记者给欺负了 晚晚其实很想说 那些记者都还挺好相处的 可是想了想 还是没有继续往下说 二哥 你不要担心了 爸爸说这件事交给他了 苏语时听后 心里松了一口气 但是不禁吐槽 这都多久了 爸的动作也太慢了 晚晚黑黑一笑 说不定爸爸准备放大招呢 苏继洲的确准备放大招了 他找到了那天被骚扰的女生 希望他能出面作证 那女生之前 因为山口大祥 突如其来的骚扰给吓到了 很久都没有回过神 等他想找那天救自己的男生时 发现自己 竟然连人家的面孔都没有记到 本来以为没有机会感谢对方了 没想到苏继洲 就让人联系了他 被骚扰的女生 是个美妆博主 网上粉丝不少 他年纪轻轻就有了自己的事业 并不怕事 就算是苏继洲不找他 他都是要报警的 但当他看到网上一系列的事情后 这位被骚扰的女生 直接拍了视频 发到了自己的账号上 与此同时 小松也在同一时刻报了警 并且把自己的伤情鉴定上 交给了警察 苏彦青直接带人 来到了山口大祥所在的医院 等待山口大祥的 将是法律的制裁 山口大祥这些年做了不少坏事 但是因为势力庞大 很多人只能吃这个硬亏 但是现在山口家明显已经不行了 这些年被山口家欺诈的人纷纷报警 表示自己之前的遭遇 更有的人直接提供了 足以扳倒山口家的证据 但是对于他们父子二人所做的事情 怎么也不肯承认 只不过 警方早早地就把部分证据 放到了网上 评论区 一个外国人 怎么能在咱们国家这么嚣张 扫扰女性绝对不能认 这个山口大祥真不是的好东西 赶紧滚回老家去吧 山口大祥就是禽兽 宛宛打得好 要是我的话 命根子都能给剃断 宛宛又替社会做出贡献了 感谢宛宛 就我一个人 觉得宛宛很厉害吗 而且 他的力气真的好大 金刚八笔 评论区的画风逐渐诡异 但是很明显 苏吉周想要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至于最初发到网上的原视频 经过调查后 发现是山口大祥的人拍摄的 因此 想要把事情的经过 原原本本地放在网上 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苏吉周突然想到 训练基地应该是有监控的 问了裴吉胜之后 对方二话不说 直接把当天的监控视频 发给了苏吉周 苏吉周点开视频看了一眼 当他看见山口大祥 对着他家小姑娘下死手的时候 捏着手机的手都紧了几分 正当苏吉周寻思什么时候 把监控发到网上的时候 别墅外传来了车子熄火的声音 苏吉周透过客厅的玻璃 看了出去 一看那红色骚包的法拉利 就知道是自己那不靠谱的二儿子回来了 于是 老父亲只是看了一眼 又开始思索 怎么样才能让山口家族 在华国彻底铲除 因为思考得太入迷 以至于听到晚晚声音的时候 他都以为是幻觉 直到玄关处的大门被打开 听到了熟悉的哒哒声音 苏吉周才回头看了过去 爸爸 小丫头穿着一身黑白色的奶牛牛仔 连衣服跑了过来 两颊边看着微微泛着粉红 活脱脱的一个奶团子 晚晚扑到了苏吉周的身上 对着老父亲的脸巴唧就是一口 老父亲那个心那 瞬间就觉得 整个人都像是春暖花开一样 苏吉周赶紧把女儿抱在怀里 用脸使劲地贴了贴 晚晚一边笑一边躲闪 爸爸 今天我又把人打了 听着小姑娘的语气 苏吉周觉得对方还挺自豪的 其实早在晚晚回来之前 苏吉周就已经收到了 保镖发来的消息 晚晚做得很棒 下次这种人往死里打 晚晚嗡嗡两声 觉得自己爸爸说得非常不错 今天大祥他爸爸的宝刀 被我给刺溜一下就给砍断了 他脸色可不好了 晚晚想到当时山口梁的脸色 瞬间又黑黑黑笑了起来 苏吉周摸了摸小团子的脑袋 没说话 另一边 警察局 山口大祥已经被苏彦青 请到了警局 只不过 他也不是第一次进入警局 以前那些警察询问两句 就直接把他放了 因此 对于苏彦青的询问 山口大祥没有一丝害怕 反而还催促苏彦青 赶紧走个过场 放他离开 山口先生 这里是警局 苏彦青沉声提醒了一句 这一下子 直接惹得了山口大祥的不快 他不认识苏彦青 以为对方只是一个小警察 道 我要求见我的律师 律师没来之前我拒绝说一句话 还有 把你们局长叫过来 我需要跟他当面谈谈 苏彦青文言 后背轻轻地靠着座椅 我不是在面前跟你谈着的吗 山口大祥有些惊讶 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年轻的局长 尤其是眼前身着警服的男人 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的模样 除了那双充满力气的眼睛外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大学生 山口大祥张了张口 但是语气上并不好 既然你是局长 我问你什么时候放我出去 我待会儿还要回医院呢 还有 我要告苏家的那个小孩 苏彦青抬谋 你要告他什么 山口道 我要告他蓄意谋杀 苏彦青听后 有些发笑 他看向山口大祥 随后把三份文件递到了他的面前 看看吧 山口大祥一愣 当他看清楚后 睁大了眼睛 他虽然中文不太好 但是上面很多字他都是认识的 其中一份是上次围堵的女生告他骚扰 另外一份是小松告他蓄意伤人 而最后一份则是苏家告他蓄意造谣 这些都是捏造的 山口大祥对此矢口否认 苏彦青收回文件 语气淡淡地说道 是不是捏造的 我们警方自己会调查 现在你还是早点把事实真相说出来 是对是错 我们警方自己会判断 山口看着苏彦青的神色 知道这次他是提到了板上烧 我 苏彦青眼神一宁 山口大祥直接害怕的话都说不出来 最后 山口大祥一五一十将事情原原本本说了出来 至于上次跟着山口大祥一块围堵女生的男人 也直接被警方逮捕 而警方也在山口大祥朋友的手机上 找到了当天的原视频 苏彦青拿到视频后 直接把视频给了苏继周 让他自己处理 因此 当大家都以为这件事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 大家就在网上发现了两段武术视频 第一段是晚晚直接献学献卖 用山口大祥自以为很不错的武术几招 就将人放倒 第二段视频 则是山口粮与小团子比大刀的视频 网友看了以后 在评论区直呼好家伙 之前的营销号也太会误导人了 山口大祥吃相难看 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华国武术 突然觉得 晚宝下手太轻了 要是我的话 得弄死他 诋毁我可以 但是不能诋毁我的国家 骚扰女性就可以看出 这个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建议直接判刑 真的是打了小的来老的 这父子二人可真不害臊 输给一个小孩子 已经够丢人了 结果老的不服气 竟然还想比一场 没病吧 山口粮也贼不讲武德了 我们晚宝也就比大刀高一点 拿着大刀都要拖在地上 以后大家还是避雷吧 我听话 已退客 就我想问 视频里冲锋号和铜擦打鼓的声音 是后期配上去的吗 冲锋号响起来的时候 我整个人几滴疙瘩都起来了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 而且晚晚做法实在是太解气了 直接拿着咱们的大刀 就把对方的武士刀 给一刀两断 哈哈 我们晚宝 YYDS 山口粮刚回到家 看到网上的评论 短短几个小时 头发都白了一半 他本来想借舆论的力量 让苏家道歉 可是没想到他还是低估了苏家人 或者说低估了整个华国的凝聚力 就连之前在网上替他们说话的 很多都是水军或者他们的粉丝 现在大家纷纷要求退客 短短几个小时 他们内部的经济已经崩溃 先生 不好了 突然 山口粮的房门被打开 管家道 你儿子被警察抓走了 什么 山口粮经坐起来 哪家的警察这么没有眼力 赶紧把律师叫上去 警局把人先保释出来 说完 管家没有动 山口粮疑惑地看了过去 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还不赶紧去 管家微微一笑 山口先生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辞职信 你要找人的话 就找别人去吧 说完 放下自己的辞职信 转身就走 山口盯着自己手中的辞职信 眼中似乎有火光冒出 然而 别墅里面的保姆厨师保安 也纷纷上前 没一会儿 他手上就拿着了厚厚辞职信 山口两脸都气绿了 几天后 山口集团直接宣布破产 山口大祥因为对自己的事情供认不讳 没多久就迎来了牢狱之灾 晚晚根本没有关注这件事 因为小团子的暑假 马上就要过去了 这几天 五哥六哥已经开始军训 已经很少有时间和他聊天 顾芳池每天都来他家里玩 有时候两个小孩玩累了 直接就在对方家里过夜 对此 苏季周表示无奈 久而久之 他也已经习惯了 上学前几天 晚晚就开始逐渐阴梦 每天在家里看电视 都魂不守舍的 顾芳池自然也注意到了晚晚的变化 心里有些不解 小学生的确不理解 小学渣此时此刻的心情 小学渣瘫倒在沙发上 脑袋下面是笑天犬的肚子 这几天 笑天犬数着日子 别提有多高兴了 因此 这几天晚晚要干什么 笑天犬都抑着他 今天已经是晚晚第三十声的叹息声了 顾芳池坐在沙发上 整个身子都挺得直直的 听到晚晚的声音以后 顾芳池忍不住侧头 看了一眼旁边的小团子 晚晚 你不舒服吗 晚晚点了点头 嗯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有点心慌 苏语时坐在另外一侧的沙发上 盘腿打游戏 听到晚晚的话 立马抬起头 看了小团子一眼 认真说 你能不心慌吗 明天就要开学了 但是你暑假作业还没有做完 晚晚 小团子恍然大悟 这一刻 可算是找到了自己的病根 直接晚晚一个鲤鱼打滚 把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打开的章鱼小书包 拿到了怀里 然后不断地开始 找自己的作业 小家伙也不是一点作业都没做 至少绵绵老师来教晚晚的时候 每次都是讲的暑假作业 因为考虑到孩子太小 其实老师们也没有布置很多 其他小朋友 可能几天就完成了 可是到了 晚晚这里 两个月都不一定能做完 终于 晚晚从自己那胀骨骨的书包里面 找出了一本练习册 看到自己看还剩三页的算术题时 终于松了一口气 顾方池也凑了过去 然后就看见 晚晚那狗爬一样的数字 晚晚 三加一等于四 不是等于棋子 晚晚啊了一声 指着自己看的答案 认真说 可这就是四呀 顾方池 别看晚晚平时写字写得挺好看的 但是主要是关于数字的 真的是一塌糊涂 接下来的时候 还是顾方池竭尽全力的辅导小家伙的作业 不到半天时间 晚晚可算是把暑假作业完成了 第二天一大早 苏季周和苏启怀带着小团子 就去了幼儿园报到 晚晚这次作业完成了 走路熊啾啾气昂昂的 他到幼儿园的时候 发现小孩子们都在排队检查作业 晚晚也赶紧拉着顾方池 排到了其他小朋友的身后 小胖在他们前面 但是整个人都有些慌张 晚晚见此 忍不住问道 小胖 你生病了吗 怎么感觉脸色有些不对啊 小胖苦着一张脸 下意识看了一眼 还在检查作业的丸子老师 紧接着 小胖又赶紧悄悄地凑到了晚晚的身边 小声道 我这次的作业没做完 晚晚睁大了双眼 你不怕吗 晚晚上次体验了一次连夜赶作业的滋味 这时候 已经不再想体验一次了 因此 他看向小胖的眼神 充满了疑惑 小胖拍了拍大腿 忍不住问道 我怕啊 但是不是这个暑假 实在是太忙了吗 你是不知道 我妈给我报了跆拳道的班 后来又觉得跆拳道不管用 真遇到事儿 只有挨打的份儿 然后就给我找了一个跆拳老师 这两个月我天天挨走 那老师也是个狠人 一点也不照顾小孩 晚晚闻言 上下打量了一下小胖 真的啊 我发现你瘦了好多 小胖嘿嘿一笑 我也发现 你胖了好多 晚晚撅着小嘴 你说什么 小胖不明所以 再次重复了一遍 我说 晚晚你一个暑假过去了 长胖了好多 苏晚晚 肉眼可见的 小团子的拳头硬了 他看了看小胖 紧接着又看了看 在检查作业的丸子老师 突然喊了一句 丸子老师 不光是丸子老师 教室里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了过来 小胖心里 涌上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他下意识想要逃跑 可是他插翅难逃 只见晚晚指着小胖 恶狠狠地说 丸子老师 小胖说 他没有做完暑假作业 小胖心里一跳 不可思议地看着晚晚 那眼神 似乎是在看负心汉一样 江无明本来正在 给自己儿子缴费 然后就听到了 晚晚在告状 刚才几个孩子的对话 他一直都听着 心想 小胖不愧是小胖 这要是长大了 能不能找到女朋友 都不好说 此时的小胖已经反应过来 他想要捂住晚晚的嘴巴 可是晚晚嘴巴一直巴巴的 丸子老师 你可一定要好好收拾小胖 小胖反应再慢 也知道自己是得罪了 这位小祖宗 晚晚 小姑姑 别说了 小胖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双手合十招晚晚拜了拜 然而 晚晚现在正生气呢 听都不听 直接鼻子哼的一声 不看小胖 小胖现在后悔死了 虽然他觉得自己说的是实话 他也不明白 晚晚为什么会突然生气 但是晚晚生气了 那肯定就是他的错 丸子老师早就在家长那边 了解了哪些小朋友没做作业 因此 小胖作业没做完 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唯一没想到的是 也不知道小胖到底惹到了晚晚什么 竟然被晚晚给出卖了 丸子老师看着小胖 喊了一声小胖的名字 小胖立马转过头 立马哀了一声 然后迈着小碎步 走到了丸子老师的面前 你作业没做完 小胖慌了 他捏着自己的作业本 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他这个暑假 爱上了去游乐园玩碰碰车 要么就是 去看变形金刚威震天 以至于快开学了 都忘记了 还有作业没做完 小胖虽然还小 但是面对丸子老师的询问 立马就扛不住了 小胖嘴巴快于脑子 立马道歉 老师对不起 就像他爸爸一样 只要妈妈不高兴 甭管他爸有错没错 先道歉肯定没错 果然 丸子老师的脸色好了很多 小胖松了一口气 他以为这样就过去了 只是丸子老师看了一眼 小胖那明显 比别人还要薄一半的作业本 陷入了沉思 总共也没几页作业 这少了一半的纸张 让人看得更加明显 似乎是感受到了丸子老师的目光 小胖赶紧把自己的作业本 藏到了身后 而原本还在后面的婉婉 看见小胖的样子 哒哒哒就跑了过来 十分自豪地 把自己的作业本 放在丸子老师的面前 紧接着 婉婉对着小胖道 小胖 你的作业本 怎么比我薄这么多啊 婉婉虽然这么说 但是目光却看着婉子老师 那眼神 好像是在让婉子老师 快点收拾小胖一样 婉子老师哭笑不得 一旁的苏季周看不下去了 过来把婉婉抱到后面 继续排队 婉婉 你再继续说下去 小胖爸爸要来打你了 婉婉听后 看了一眼 将无名温和地 朝他点了点头 不会啊 小胖爸爸可好了 刚才还对我笑呢 苏季周嘴角一抽 随后拍了拍婉婉的脑袋 得了 你赶紧排队吧 别上去拱火了 待会儿小胖 要是哭了你 可得负责哄 婉婉 一听说自己要哄孩子 婉婉一双眼睛 就直勾勾地盯着小胖 生怕小胖 因为顶不住 婉子老师的威压哭了 最后 小团子又哒哒哒地 跑上前去 认真说 婉子老师 小胖已经知道错了 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小胖没想到 婉婉竟然又回来 给自己解围 顿时感动地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婉婉睁大了眼睛 实在不明白 这怎么还哭上了呢 似乎哭声在小朋友之间 是有传染力的 没一会儿 那些没做完作业的小朋友 也一并哭了起来 以至于中二班的小朋友 在开学第一天 集体大哭 婉婉也不例外 用婉婉的话来说就是 没办法 情绪到这儿了 苏季周交完钱 赶紧领着婉婉 这个罪魁祸首跑了 他怕自己再多待一会儿 到时候 那些小朋友的家长 都得找上门来 车上 婉婉一边哭 一边用老父亲 价值几十万的西装擦眼泪 灰色的西装 顿时黑一片灰一片的 看着瞬间廉价了不少 苏季周头疼 但是孩子还是笑哄的 婉婉哭了 头发都湿了 爸爸 婉子老师好凶 他把小朋友们都吓哭了 苏季周实话实说 你可别冤枉 你们老师 婉婉顿时不解起来 苏季周道 还不是你这个小罪魁祸首 本来小朋友们 做不完作业 已经很害怕了 这会儿有人哭 大家肯定也会跟着一块哭 全班唯一没哭的 估计也就只有顾方吃一个人 因为今天是报名 明天才会正式开学 因此 苏季周报完名 以后就把婉婉 带到了自家的公司 门口的保安 还是同一个小伙 看见婉婉的时候 还悄悄塞了好几颗糖给他 小团子眼睛一亮 哪里还记得自己的烦恼 甜甜地说了一声谢谢后 直接蹦蹦跳跳进了大门 苏季周把婉婉放在沙发上 然后拿出平板 给婉婉调了一部动画片 最近婉婉喜欢上了龙骑士团 每天都要看两集 苏季周还有会议 让小王留在办公室照顾婉婉后 就匆匆忙忙和大儿子 一块开会去了 婉婉一点不在意 此时他正津津有味地 看着眼前的动画片 半小时后 苏季周还是没有回来 小王去楼下的隔间 给他拿冰棍去了 一时间还没有回来 动画片看完的婉婉有些无聊 小腿在办公椅上一荡一荡的 突然 办公室的大门 嘎吱一下被打开了 婉婉侧头看了过去 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女生 头发微卷 面容清淡 你找谁 婉婉一只手扒拉在办公桌的边缘 借着力道 转动了一下自己的椅子 让自己面向了眼前的女人 唐薇看着眼前的团子 眼神一暗 他静止走了过来 把手中的文件 放在了办公桌的最中间 也是最醒目的地方 婉婉指着文件 爸爸说 文件放他的左手边 婉婉本来只是好心提醒 可是唐薇眉头一皱 这份文件很重要 我怕等会儿苏董看掉了 婉婉疑惑地抬起头 再次看向了面前的女人 长相是十分清纯的类型 要是平时 婉婉早就已经一口一个好姐姐了 可是至始至终 婉婉对眼前的女人 都是淡淡的 婉婉没有回答唐薇的话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对方 问道 你是新来的吗 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 我是新来的助理秘书 今年刚毕业 婉婉小姐 你没见过 我很正常 唐薇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语气却十分高傲 毕竟不是所有人 都能像他一样 一毕业 就能进入这么大的企业工作的 然而婉婉听后 没有任何表示 而是抬手将面前的文件 放到了自己的旁边 唐薇见了以后 皱了皱眉头 她想要说话 却被婉婉打断了 爸爸说 做人要有规矩 大家都是放在旁边的 不能因为这个文件很重要 就破坏了规矩 唐薇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一个小团子给教育了 并且 这孩子竟然还说得一本正经 似乎是看见了对方的不服气 婉婉一双漆黑的望向眼前的女人 我爸爸这么厉害 能到他手里面的合同 哪一个不是最重要的 唐薇无话可说 还有 你是助理秘书 不是助理 以后有什么合同 就给小王说说吧 唐薇可算是听明白了 苏婉婉话里的意思 一时间 脸上的神色都不太好看 婉婉眨了眨眼睛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难道没有工作了 被一个小孩子这么教训 唐薇的表情 实在是没有多好 正好这时候 小王拿着冰棍已经上来了 看见唐薇的时候 脸上还有些震惊 唐薇 你不是在外面工作吗 说完 小王似乎明白了什么 眼神顿时暗了下来 唐薇也意识到了 自己现在不应该留到这儿 赶紧低下了头 目光不敢与对方交汇 我刚才没看见您 就自己拿进来了 小王淡淡回答 出去吧 唐薇松了一口气 直接出去了 但是临走的时候 深深地看了一眼婉婉 等大门关闭以后 婉婉拿了一只老冰棍 顺手又给了一只 旺旺碎冰冰给小王 小王接到冰棒 以后还有些激动 今天的事情 你到时候记得跟我爸爸说一声 我看了那女孩子的面相 不太好 婉婉并没有过多的说明 有些事情点到为止就好 小王知道 婉婉是个小神棍 因此也没有过多的在意 并且 就算是婉婉不说 她也要把这件事情 告诉自己老板的 一个喜欢月级表现的员工 到哪里都会让人不舒服 苏季周回来 小王就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苏季周有些惊讶 这是婉婉让你说的 小王点了点头 对 婉婉小姐还说 唐薇面相有些问题 苏季周听后 直接点点头 你让财务结算 唐薇三个月的工资 小王 好 很快 唐薇就看见 人事部同事过来 一时间还有些疑惑 但是她很快发现 这些人都是冲着自己来的 哪个是唐薇 人事部的经理 在办公位上扫了一圈 最后把目光 停在了唐薇的身上 你就是唐薇 唐薇心里 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但还是慢慢地 从自己的工位上站起来 缓缓地点了下头 这是你的开除通知单 请唐小姐 尽快收拾东西离开公司 说完人事部的经理 便直接离开了 唐薇终于反应过来 忍不住问 你刚才说什么 人事部经理回过头 也没有多解释 只是直接了当地说 这是老板的意思 这次人事部经理 没有再多做停留 唐薇像是泄了一口气一样 唐薇年纪轻轻 就做上了助理秘书 因此刚才的事情 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 唐薇脸色煞白 突然间想到了 今天遇到苏婉婉的事情 顿时拳头捏紧 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下 唐薇气愤地走向了办公室 可是刚走到办公室 小王正好从董事长的大门处走了出来 看见唐薇的时候 脸上没有任何诧异 婉婉被小王牵着 他下意识看了看小王 唐小姐 找老板有什么事情吗 唐薇听着这么陌生的称呼 眼神中迸发出了一丝怒火 唐薇把目光望向了苏婉婉 吏声道 是不是你让老板把我开的 婉婉摇了摇头 十分诚实地回答道 我只是建议 但是最后的决定是我爸爸做的 你要是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以找我爸爸 说完 婉婉拉了拉小王的大手 着急道 小王 我们赶紧去买烤鸭吧 去晚了又没了 唐薇不能明白 都这个时候了 婉婉心里怎么还想着吃的 看着婉婉要离开 唐薇上前一步 脸上带着一丝憎恨 你知不知道你随便一句话 就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 婉婉也有些生气了 现在这个点了 要是再不赶紧去买烤鸭 那么今天烤鸭店就关门了 毁掉的不是我 是你自己 还有 我再说一句 赶紧让开 别挡着我买烤鸭了 唐薇双眸通红 听着婉婉这无所谓的话 当小孩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 忍不住抬起自己的脚 这一脚 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当他后悔 想要收回去的时候 可是已经晚了 今天他穿了一双五六厘米高的细高跟鞋 他要是一脚踢过去 苏婉婉指不定要出什么事 小王自然也发现了 吓得冷汗直流 可是就在这时候 本来走在前面的婉婉 突然回过头 眼看着那细长的高跟 就要碰到了小团子的眼睛 可是下一秒 婉婉直接捏到了高跟鞋的鞋尖 就这么把唐薇脚下的鞋子 给脱了下来 唐薇瞬间重心不稳 哐当一下就后仰倒下 脊椎骨瞬间传来一阵疼痛 冷汗呼呼地往下掉 婉婉看了一眼唐薇的气色 小王叫救护车吧 小王的反应后知后觉 看见唐薇倒在地上 才反应过来 自己这时候应该拨打救护车的电话才对 此时 苏继周听见外面的声音 也赶了出来 婉婉看见老父亲 小嘴瞬间一撅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苏继周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看见婉婉直接扒拉着他的大腿 就往上爬 苏继周只能不断地 拉着自己的裤子 动都不敢动 婉婉间自己都这样了 自己爸爸竟然只抓着自己的裤子 小脸顿时垮了下来 哭得更加大声了 爸爸 你不爱我了 苏继周头疼 爸爸怎么会不爱你 婉婉 那你为什么都不抱我了 苏继周 你看我这种情况 是能抱你起来的吗 婉婉此时已经爬上了苏继周的大腿 双手抱着老父亲的腰 婉婉似乎还是没明白自己爸爸话里的意思 不过苏继周怕小团子真的继续哭下去 于是一手抓着自己的裤子 一手把婉婉抱起来 但是婉婉最近似乎吃得比较多 老父亲一只手都有些抱不动了 苏继周都还没有说什么 倒是婉婉一脸担心地看着他 说道 爸爸 你年纪大了 一定要好好锻炼啊 婉婉说这话的时候十分认真 似乎一点都不明白自己的体重 是多少位数一样 苏继周不想再讨论这种问题 毕竟吃亏的一向都是他 于是 男人赶紧转移话题 你刚才哭什么 脸上还挂着泪珠子的婉婉一愣 瞬间反应过来 瞬间脸色一变 伤心地大哭起来 爸爸 我的烤鸭关门了 今天没有烤鸭吃了 说完 婉婉指着在地上疼得起不来的糖微 都是他 苏继周看了过去 唐微躺在地上 疼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还有右脚的高跟鞋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婉婉拿在手里 小王看见了老板对唐微打量的目光 赶紧结束道 刚才唐小姐想来找您了解情况 但是没想到把婉婉拦住不让走 气愤之下踢了一下婉婉 苏继周 婉婉受伤了 小王愣了一下 下意识看着睫毛上还挂着泪珠的婉婉 赶紧道 这倒没有 婉婉抓住唐小姐的脚 把她鞋子给脱了下来 唐小姐就跌倒了 苏继周嗷了一声 那这件事就不是婉婉的错了 是她先动的手 小王后之后觉得点了点头 苏继周抱着女儿 把婉婉手里面的高跟鞋递给了小王 剩下的事情你来处理 走廊上有监控视频 把视频发给老三 她知道怎么处理 唐微本来还疼得死去活来 然而听到苏继周这句话的时候 像是不知道痛一样 直接艰难地爬起来 凭什么 凭我是老板 凭你要伤害我们家婉婉 我有足够的理由开除你 也有足够的理由 把你送去拘留 说完 苏继周看了一眼 唐微脖子上挂着的工作牌 提醒了一句 记得把工作牌摘下来 说着 抱着婉婉回到了办公室 没办法 小祖宗心心念念的烤鸭 今天注定是买不到了 老父亲一边给小祖宗擦眼泪 一边轻声安慰道 家里的烤鸭也好吃 实在不行 我把店里面的烤鸭师傅请到家里 婉婉 可是今天晚上 说好吃大龙虾的 老父亲 没关系 我们又吃烤鸭 又吃大龙虾 好 那把小吃哥哥和干爹 也叫上一块吃饭 老父亲 好 苏继周可算是把晚晚哄好了 但是他从来不骗自己的女儿 等回到办公室以后 就让管家找了做烤鸭的大厨 晚晚一回去就能吃到 而另一边 唐微被送到了医院 本以为是一场简单的跌倒 可是医生诊断后 发现情况不容乐观 摔伤并没有多严重 但是在做筛查的时候发 发现摔伤的地方 长了一颗肿瘤 唐微知道 后人都慌了 唐微才刚刚大学毕业 怎么也想不清楚 自己年纪轻轻 就得了这种病 最后唐微的父母来到医院以后 得知女儿的情况后 瞬间大哭大闹 想要公司负担唐微的医疗费用 小王无语至极 他如实转告唐微的父母 唐小姐于今天被我们公司正式开除 劳动合同也在今天彻底解除 唐微父母不是本地人 知道女儿生病以后觉得天都要他了 家里在农村 自然承担不起自己女儿的医疗费用 本以为公司不会见死不救 可是一听说自己的女儿被开除了 唐家父母瞬间不干 我女儿工作地好好的 你们公司凭什么说开除就开除 小王对于这种人 没有丝毫的慌张 只是道 为什么开除他 你们可以自己问问唐小姐 还有 这是我们公司的律师函 唐家父母听后 心里瞬间一颤 他们看着小王手里的律师函 根本不敢接 小王一点也不介意 直接放在了病床上 就离开了 婉婉和自己爸爸回家以后 自己就放下一个小书包 立马就跑了出去 此时太阳都还没有下山 虽然没有下午的阳光炽热 但是余温仍然在空气中游荡 婉婉 现在外面还很热 晚点再去你小吃哥哥家里 婉婉已经跑到了大门口 道 没事的爸爸 我一会儿就回来 说完 婉婉自己蹲下身 穿上了凉鞋 就哒哒哒跑了出去 几分钟后 顾亭和顾芳池都来了 当三人走到门口的时候回 老爷子和顾松年 也提着筒回来了 婉婉很久没见过顾松年了 顾爷爷 爷爷 顾松年手里还提着筒 看见婉婉过来的时候 立马把筒放下 砸好马步 就想要抱婉婉 只不过婉婉在顾松年 几步的地方停了下来 然后才张开手臂要抱抱 顾松年的身体好了很多 气色红润 原本之前花白的头发 这会儿都已经变黑了不少 顾爷爷 你们怎么擦回来啊 顾松年呵呵笑了两声 我们跟着渔民 一块出海捕鱼了 这次拿回来了不少好东西 婉婉顺着目光看了过去 瞬间就看见了筒里那些 自己从来没见过的鱼 哇 顾松年顿时十分满足 都是给你带的 喜欢吗 婉婉看着筒里面 五彩斑斓的鱼 砸了砸嘴巴 喜欢呀 顾爷爷 你吃过这些鱼吗 怎么做才最好吃 婉婉自顾自地说着 但是顾松年的眼睛 已经睁得老圆老大 婉婉巴拉巴拉说了一通 指着红色的鱼说要红烧 指着银色的说要清蒸 总之 筒里面的鱼 没有一条能逃过婉婉那小转的制裁 等婉婉自顾自说完 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理他 小团子抬起脑袋 忍不住问道 顾爷爷 你怎么不说话呀 顾松年低下头 精神奕奕的眼神中 带着一丝丝崩溃 婉婉 这是观赏鱼 婉婉不太懂 只是歪了歪头 小声地问 观赏鱼不能吃卖 顾松年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辛辛苦苦抓回来 豆干孙女 开心的小鱼 竟然还比不上一口吃的 老爷子看见好友吃别 瞬间大笑起来 婉婉 这是你干爷爷辛辛苦苦 给你抓回来的 到时候给你放在鱼缸里面 婉婉明白了 这些鱼只能看 不能吃 失望归失望 但是婉婉得到了好东西 还是很开心的 他问顾松年 那这些鱼鱼 是在大海里面抓的吗 嗯 婉婉嗷嗷嗷两声 从顾松年的身上下来 然后自己踢着捅 道 顾爷爷 爷爷 那你们先进去 我跟小吃哥哥一块放小鱼 还不等两个大人答应 婉婉就拉着顾芳池离开了 只不过婉婉离开的时候 还找大厨要了两包盐 谁也不知道 两个小孩子干什么去了 反正回来的时候 铜已经空了 顾松年正准备问问 鱼哪里去了 毕竟苏家的鱼缸在客厅里 刚准备开口 玻璃窗外就传来了 汽车轰鸣的声音 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十分顺畅地 就停留在了停车场内 苏语时从车上下来 走进门的时候 发现顾家的人都在 于是喊了顾老爷子和顾厅员 说完以后 苏语时就上楼了 没一会儿就穿着短裤背心下楼 婉婉盯盯着苏语时的背影 挠了挠后脑勺 可是很快 婉婉又被动画片给吸引住了 啊 正当客厅里一片其乐融融的时候 一声惨叫 划破了整个别墅去 婉婉瞬间惊坐起来 脸色不好 是二哥的声音 大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婉婉就已经循着声音跑了过去 剩下的几人跟在婉婉的身后 很快 大家就看见游泳池里 苏语时疯狂地在水里狗跑 而泳池里面 几十只五颜六色的小鱼 追着苏语时游 苏语时狗跑的时候 还呛了好几口水 救命啊 苏语时可算是游到了泳池边 然后用瓶声最快的速度飞奔上岸 还没等他松口气 就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他 苏语时瞬间委屈极了 这泳池里面怎么还有余啊 紧接着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婉婉 婉婉虽然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 但是莫名地觉得有些心虚 小孩子默默地退后到了老父亲的屁股后面 只冒出了一个脑袋尖 苏语时看着婉婉的表情 不用猜都知道了 婉婉 你干的 婉婉小声地恩了一声 顾爷爷送给我的 我想养小鱼 养小鱼 你放游泳池里 恩啊 婉婉点了点头 十分认真地说 顾爷爷说 这些鱼是从大海里面捞起来的 所以我就放泳池里面了 而且 我怕小鱼想家 还放了五包盐巴在泳池里面 婉婉觉得自己可聪明了 所有人 苏语时听到婉婉这句话 差点哇地一下哭出来 他见过坑哥哥的 但是没见过这么坑哥的 刚才他根本没注意看 一下子就跳进去了 然而刚跳进去 就发现不少奇怪的东西追着他 那小鱼虽然不至于有牙齿 但是全部追着他 那恐怖程度 简直无法想象 只不过 婉婉这个举动 弄得几个大人哭笑不得 说婉婉聪明吧 他能把鱼放泳池里 说他傻吧 还知道海水是咸的 还想放盐巴综合一下 苏继周无奈地喊来了庸人 说道 先把这些鱼捞起来放鱼缸里 苏语时这会儿也穿好衣服了 看着一脸无辜的婉婉 敲了敲小孩的脑袋 忍不住道 你可真会坑哥哥 婉婉捂着自己的脑袋 认错十分干脆 二哥对不起 苏语时也没生气 相反觉得自己刚才实在是太胆小了 想自己一米八几的身高 竟然被几只鱼追得到处跑 这会儿婉婉还道歉了 苏语时怎么都生气不起来 二哥怎么会生婉婉的气呢 二哥永远不会生你的气 婉婉眼睛一亮 真大 苏语时嘴角动了一下 一般情况下 婉婉这个眼神准没好事 果然 婉婉拿出手机 这是我给二哥你拍的表情包 你说 我配什么文字好 苏语时 晚上八点 网友们发现了一组 苏语时的新的动态表情包 那狗跑游泳姿势 直接把网友们笑死了 苏语时还担心自己会掉粉 没想到一个晚上 这组照片还给他圈粉一百多万 苏语时工作室的员工运营们 都高兴得不行 唯有苏语时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他知道 自己的酷歌形象 被婉婉给毁了 他苦心经营了多年的人设 于是第二天的时候 苏语时带着婉婉去了幼儿园 等见到丸子老师的时候 道 老师 这孩子平时不怎么认真学习 你平时记得多抽他一点问题起来回答 不然他容易走神 还有作业 也可以比别的小朋友多一点 他不太喜欢吃豆类 但是为了孩子的营养 麻烦老师多关注一下婉婉 不要让婉婉把不喜欢吃的 都给了顾方吃 婉子老师 他虽然能感受出作为家长浓厚的关心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话从婉婉哥哥说出来的时候 总是带着一股咬牙切齿的味道 只不过家长都交代了 婉子老师还是答应了下来 以至于婉婉发现自己 上课回答数学题的几率大了不少 本来才半小时的课程 他根本没机会走神 还有中午吃午饭的时候 婉子老师一直看着他 以至于他都不敢把碗里面的黄豆 给孤芳池 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 老父亲就发现婉婉掘着小嘴出来的 花坛上好不容易长出来的杂草 再次被婉婉给揪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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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